宗 宗师 陈哥 你没有开玩笑吧 连王银花都吓呆了 这有什么好开玩笑的 宁晨很嫌弃地瞥了他们一眼 对了 还有这个 他走到办公桌前 拿起纸笔 写下一张药方 这是脆体散 你们练功的时候 辅医此药 能够事备公办 王银花咽了口唾沫 伸手接过 好 好的 陈哥 陈家兄弟 还有点发忙 宗师 那种传说中的境界 他们真的能达到吗 别做梦了 陈子豹摇摇头 陈哥这是给我们画饼吗 我还真信了 又交代了一些 练功注意事项后 宁晨便动身离开 他还留下玫瑰园别墅的地址 让王银花寄几箱 独孤薯片过去 以后出门上课 就可以带几包吃 十点多 宁晨坐电梯 来到一楼大厅 打算去李梅饭店吃宵夜 这时 一个穿西装 戴眼镜 打扮得挺斯文的中年男人 从包厢走出来 醉熏熏地走向卫生间 滚开 没长眼睛啊 西装男见宁晨挡住他的去路 挥手就骂 宁晨怎么可能惯着这种人 上去就是一脚 碰 西装男屁股挨了一下 直接摘了个狗吃屎 酒也醒了大半 你 你敢踢我 西装男揉着屁股爬起来 惊恐地看着宁晨 怎么看 这个年轻人都像一个学生 离水月街最近的大学 就是青州大学 你是青大的 西装男恶狠狠地问 关你屁事 宁晨撇了撇嘴 马德 你知道我是谁吗 敢踢老子 老子让你出不了这家会所 西装男吼道 啪 宁晨转身又赏了他一记耳光 抽得他晕头转向 扶着墙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宁晨一眼看出 这个西装男早就 被酒色掏空了身子 虚得不行 而这边的动静 很快就引来会所的安保人员 谁在这里打架 几个穿着保安制服的壮汉 走过来 手里提着甩棍 看见宁晨后 他们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哆嗦 陈哥 四个保安齐刷刷鞠躬 西装男也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转身想溜 却被两道高大的身影挡住 是从五楼下来的陈子郎和陈子豹 宁晨把事情说了一遍后 陈子豹一个大笔 都就抽在西装男脸上 啪 知道陈哥是什么人吗 不想死就赶紧道歉 陈子豹明显认识西装男 冲他使了好几下眼色 西装男心领神会 转过身 不顾一张高高肿起的猪脸 不停地向宁晨鞠躬道歉 陈 陈哥 我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 陈哥 他是清大的一个主任 叫做李吉岩 经常来我们这喝酒 今天喝傻了 冲撞了您 真特么该死 陈子豹走过来 点头哈腰地说道 嗯 宁晨压根没把这种雕人放在心上 可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便问道 你知道苏婉婉吗 苏婉婉 李吉岩愣了一下 您 您说的是 医学系临床二班的那个苏婉婉 李吉岩最近负责一个大学生 创业扶持的项目 而苏婉婉想在校内 开一家奶茶摊 为家里减轻负担 所以他对这个名字很熟悉 陈哥 我斗胆问一句 您是清大 李吉岩肿着脸问 我就是临床二班的 宁晨说道 扑 李吉岩差点喷饭 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吗 但一个扑普通通的学生 敢在名钻会所这么嚣张 恐怕背后势力不小 估计是哪个大人物家的公子吧 李吉岩暗想 这时 宁晨再次开口 我听说 你们本来打算 批给苏婉婉的一笔创业基金 被另一个女生劫走了 您怎么知道 李吉岩愣了一下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自己这句是废话 苏婉婉是医学系细花 八成已经被宁晨泡到了手 创业基金已经发下去了 宁晨又问 还 还没 李吉岩回答 这样吧 把创业基金还给苏婉婉 我今晚就放你一码 怎么样 宁晨又说 他特地咬中还这个字眼 显然知道 那个叫关小曼的女生 是通过不正当手段 弄到这笔基金的 陈哥 李吉岩面露难色 关小曼家里关系挺硬 和蔡院长打了招呼的 我一个主任 李吉岩 你别给脸不要脸 陈子郎脸色一沉 知道萧哥是怎么退位的吗 陈哥的手段 你想象不到 萧哥 李吉岩心神一正 白萧是青州西城区的 地下大佬之一 最近传出退位给了一个女人 自己消失的无影无踪 有小道消息称 他惹了不该惹的人 再也不敢回青州 难道 这个不该惹的人 就是 李吉岩扫了宁臣眼 咽了口唾沫 说道 好的 陈哥 没有问题 嗯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宁臣转身离开 休闲者做事 全凭缘分 好可怕的气势 李吉岩这才发现 自己的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 他真是学生吗 深夜 段家私宅 段容脸上缠着绷带 咬牙切齿地坐在沙发上 内静 这个宁臣 竟然是内静舞者 这怎么可能 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 这么年轻的内静舞者 他拳头 钻得嘎吱作响 鼻梁上的伤口 随着表情猙獰撕裂 紧红了厚厚的绷带 疼得他直抽冷气 怪不得徒陶始终联系不上 估计人已经没了 家主 悬赏被人接了 突然 管家推门进来 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是谁 段容目光一领 露出几分残忍 今天从事务协总部回来 他让管家在暗网上 发布一条悬赏 四百万美金 要宁臣的人头 没想到 这么快就有人接单了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成 段容默默想到 不要紧 暗网是全匿名制网站 就算杀手任务失败了 宁臣也找不到咱们头上 管家说道 希望如此吧 段容盯着宁臣的照片 眼中尽是杀鸡 他有一种预感 这个学生如果不除 将成为他段家 在青州崛起的最大阻碍 而同一时间 远在樱花国 一座开满樱花的山上 数十名强者正在开会 德川先生的死 对我们禁国武士会而言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无论凶手是谁 我们都要查到他 然后展开最恐怖的暴风 一个穿着和服 全身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女子 席地跪坐 表情肃穆 雪慧小姐 这样做是否欠缺考虑 一位瞎眼老者 这我没说道 据我所知 杀死德川先生的 是有着华国守护神之称 一手创立鼓舞协会的侠奎 陈一山 瞎眼老者盘腿坐 腿上放着一柄长的武士刀 德川先生一死 我们禁国武士会 已然沦为二流组织 陈一山单枪匹马 就能灭了我们 此话一出 禁国武士会的诸多高层 都点了点头 眉宇间流淌出不安和恐惧 名为雪慧的和服女子 却是冷笑道 真是一群胆小如鼠的家伙 区区一个侠奎 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侠奎再强 也不敢孤身踏足 我们樱花国的国土 否则伊邪纳齐 袁之公 伪民一族 还有内府的高手们 是坐不住的 就算是侠奎 面对一群超级强者的围攻 也会死得很惨 女人的语气 充满了信心 她不容置疑地说道 德川先生的死 已经震动了黑暗世界 如果不展开报复 外面会怎么看待 我们禁国武士会 一个懦弱 无能的势力 是不会有未来的 屋子里沉没了 数秒后 一个身材窑窍 紫发紫眸的女人问道 既然如此 雪慧小姐打算怎么报复呢 我已经安排了两个人 前往青州调查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雪慧小姐唇扮弯翘 露出迷人的微笑 苏婉婉本以为 自己的创业计划泡汤了 结果第二天一早 刚到教室的时候 她就接到了校理主任 李继颜打来的电话 喂 苏婉婉同学 实在不好意思啊 今系里研究决定 这五万块的创业基金 还是拨给你 希望你在不耽误 学业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利用这笔钱 创造价值 给咱们青大雪子 做个好榜样 李继颜满嘴光话 语气中 甚至还带着一丝讨好 好的 谢谢李主任 苏婉婉有点猛逼 李继颜那边正要挂断 她赶忙问道 李主任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李继颜啊 喂一声 笑着说道 你去问问你的男朋友吧 还有点事 先挂了 嘟嘟嘟 听见电话里的盲音 苏婉婉婉满头问好 男朋友 她什么时候有个男朋友了 恰逢此时 宁晨走进教室 手里捧着一包薯片在吃 苏婉婉坐在前排 视线正好和宁晨对上 宁晨 苏婉婉忍不住叫住她 走过来问道 系里的五万块创业基金 是你帮了忙吗 不是 宁晨丢下这两个字 静止绕过她 走向教室后排座 虽然宁晨在装傻 但苏婉婉心里清楚 这事八成和她有关系 否则李主任对她的态度 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 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 以前去办公室催问 都是要挨一顿骂的 宁晨 你吃的这是什么薯片 怎么没见过 方小胖凑上来 笑嘻嘻 把手伸向包装袋 给我吃点 啪 宁晨把她的手打了回去 活腻了是吧 别这么小气嘛 给我来点 我早饭都没吃 方小胖伸出手说道 这薯片有毒 你不能吃 宁晨如实相告 欠 小气鬼 不给就不给吗 说什么有毒 真机脖能扯 方小胖撇撇嘴 又凑到另一边 去抢张大春的饭团 他哪里知道 自己刚刚死里逃生了 鬼手清虽然加工成了薯片 毒性却没有丝毫削减 一片就能毒死一个成年男子 这节课上的诗药理学 凌晨照常不停 趴在桌子上打王者荣耀 最近他有点沉迷这个游戏 大学老师都没有脱堂的习惯 夏克林响起后 老师就抱着书本离开了 学生们也三五成群地往外面走 王王 你运气也太好了吧 系里不是决定 把这五万块给隔壁班的关小曼了吗 怎么突然又给你了 蒋颖牵着苏王王的手 兴奋地看着她 王王 到时候我们都来帮忙 王王你中午 要请课哦 以后是不是不能叫王王了 得叫苏老板 徐荣丽和几个同情的姐妹 都很开心地笑道 苏婉婉也很开心 偷偷望了宁晨一眼 宁晨刚起身 和方小胖 张大春一起朝教室门口走来 方小胖想抢她的薯片吃 但手太短 怎么都够不到 就在这时 一个全身奢侈品 打扮很洋气的女生 从某个座位上冲过来 很用力地从后面推了苏婉婉一下 啊 苏婉婉毫无防备 突然就失去重心 往地上摔去 宁晨正好路过 伸手扶住了苏婉婉 谢谢 苏婉婉被宁晨抱在怀里 惊魂未定地看着她 还没有离开教室的学生们 都投来惊讶的目光 关小曼你有病啊 徐荣丽和蒋颖这两个闺蜜 一左一右挡在苏婉婉面前 怒骂那个推人的白富美女生 关小曼家里很有钱 爱炫富 长得又漂亮 所以在意学系算个名人 只不过很多女生都看不惯她 不关你们的事 滚 关小曼气急败坏 还瞪了多管闲事的宁晨一眼 然后指着苏婉婉骂起了街 苏婉婉 你这个不要脸的 为了五万块的创业基金 居然够引李主任 你真是太恶心了 关小曼语出惊人 在教室内掀起一场惊呼 这节药理学是大课 四个班一起上 虽然走掉了一部分 但教室里 还有一百多号人 震惊地望着苏婉婉 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 苏婉婉差点气哭 努力争辩道 你才够引李主任呢 我没有 狐狸精 别想狡辩 关小曼抬起手 冲过来又想扇苏婉婉耳光 却被宁晨抓住了手腕 一把推开 你想干什么 宁晨很厌恶地看着这个女生 苏婉婉被他下意识地护在背后 一时间小脸发红 心如露撞 如果他真是我男朋友 就好了 苏婉婉心中暗想 骚狐力 你到底勾引了多少人 关小曼被推了得猎钱 差点摔倒 气得破口大骂 他家虽然有钱 但五万块也不是小数目 能买一个中奢包包 也够他去酒吧潇洒一晚上了 就这样被一个野丫头抢走 他接到李吉言电话的时候 差点没气炸 李吉言 既然你不人 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关小曼决定 先给苏婉婉扣 一顶屎盆子 这时 好几个男女生 走到关小曼身边 指着苏婉婉说道 对 就是她 我也认出来了 她就是昨天晚上 在办公室赖着不走 还要约李主任吃饭的那个女生 昨晚穿得那么暴露 今天装得这么清纯 小丫头还有两副面孔 真恶心 五六个收了 关小曼好处的学生 都开始诬陷苏婉婉 我 我没有 苏婉婉不明白 这些人为什么要污蔑她 眼睛马上就红了 泪光盈盈闪动 哟 这就哭了 狐狸精就是狐狸精 真会演戏 要想人不知 除非几末围啊 这些人并不打算放过苏婉婉 继续变本加厉 还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周围异样的目光越来越多 徐荣丽和蒋颖 怎么身边都没用 就连方小胖和张大春 看苏婉婉的眼神都变了 真是可笑 突然 宁辰开口 一股红亮的声音 压进了整个阶梯教室 因为她在校运会上的耀眼成绩 很多人都认识这个平日里 闷声不响 身体素质 却强得变态的男生 空口无凭 就来这里污蔑人 我还说 我活了整整两千岁呢 有人信吗 众人 苏婉婉感动地看着宁辰 不自觉地拉住她的衣袖 将身体贴紧她 一股名为安全感的东西 在心头萦绕 宁辰 你睡过她几次啊 这么帮着她说话 关小曼冷哼一声 你要是让我睡一次 我也可以考虑帮你对付她 宁辰微笑地道 孽 关小曼气得直瞪眼 你无赖 苏婉婉翘脸泛红 这话听起来 怎么好像自己被宁辰睡过一样 宁辰盯着关小曼 真正的无赖是你 没证据就在这里胡说八道 小心人家告你诽谤 你瞎了 他们可都是人症 关小曼指着刚才说话的几对男女 对 没错 我们都看见了 临床一般的这几个学生 纷纷点头 他们收了关小曼的好处 肯定要帮她整肃完完 是吗 宁辰掏出手机 冷笑道 那要不咱们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 就是不知道等事情调查清楚了 你们想要通报批评 还是警告处分 一个警告处分 马上吓住了几个造谣者 哼 吓唬谁呢 有种你报警 报吧 关小曼说完 他扭头对苏婉婉说道 婉婉 我现在陪你去天台 关小曼污蔑你 你要跳楼 也不用真跳 把事情闹大就可以了 到时候 警察和校领导 肯定会为你主持公道 走吧 说完 他真的牵起苏婉婉的手 朝教室大门走去 我糟 来真的 几个跟着关小曼造谣的学生 全都猛逼了 他们就是 开个玩笑 这人怎么还当真了呢 这时 李吉言得知消息 匆匆从他的办公室赶了过来 正好撞到要去跳楼的宁臣和苏婉婉 了解了一番事情 经过后 李吉言气得火冒三丈 关小曼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赶紧向苏婉婉同学道歉 李吉言恨不得跳起来 抽关小曼几个大臂兜 我就不 关小曼暴毙冷哼 李主任 要不是苏婉婉勾引你 你怎么会把我的创业基金拨给他 还有 李主任 你的脸是什么情况 很多到疑惑的目光 落在李吉言满是瘀青的脸上 李吉言用手捧着脸 吓一声扫了宁臣一眼 我 我昨晚喝酒 摔了 这个不是重点 关小曼 这五万块的创业基金 系里本就打算拨给苏婉婉 是你妈硬靠关系抢走的 非要我这么说 你才满意吗 李吉言直接把真相公布了出来 咻 宁臣很骚包的吹了声口哨 顿时 很多双震惊 愤怒的目光 聚焦在了关小曼那张涂满坟底的脸上 尤其是刚才冤枉了苏婉婉的那些学生 恨不得用眼神撕碎关小曼 连婉婉这么善良的姑娘都欺负 你还是个人吗 关小曼你家里这么有钱 干嘛非要挣这五万块 你有病吧 蒋颖和徐荣丽气得骂道 李吉言你胡说 我妈没有 关小曼仗红了脸 她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失控 宁臣则打算火上浇油 她指着关小曼身边的几个造谣者 对李吉言道 李主任 这几个人是帮凶 也不能放过他们 能安排警告处分最好 实在不行 搞个全校通报批评 李吉言点点头 嗯 这个问题性质不一般 必须严惩 四个学生脸色一白 他们才刚上大一 绝对不想背上处分啊 而这时 宁臣又道 除非你们交代出幕后元凶 倒是可以酌情 我说 我说 一个出身农村 家里没什么背景的女生 弱弱地举起手 不顾关小曼充满威胁的眼神 她微微缩缩说道 是关小曼给我们一人一千块 让我们帮她搞 搞臭苏丸丸的名胜 哇 这句话说出 教室里一片哗然 万明你胡说八道什么 呀根没这事 关小曼还死鸭子嘴硬 不 我有聊天记录和转账信息 名叫万明的女生 小声说道万明 我Triple X 关小曼口出击国罪 你敢出卖我 万明没还嘴 直接掏出手机 晒出证据 然后她一脸害怕地看着李吉言 李主任 对不起 我错了 能不能不要给我处分 李吉言还没开口 旁边的宁臣 一脸严肃地说道 不行 处分必须给 让他们都常常记性 造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万明四人气得差点骂娘 讲不讲武德呀 你这人 苏婉婉也很震惊地看着宁臣 善良的她 还以为宁臣会放过这四个人 干得漂亮 两个闺蜜蒋颖和徐荣丽 瞬间对宁臣刮目相看 宁臣 苏婉婉 你们这对狗男女 给我等着 关小曼自知大事已去 撂下一句狠话就想跑 身后是无数的谩骂和指责 这个关小曼人 长得挺好看 没想到心思这么恶毒 独妇啊 独妇 太尼马恶心了 今天幸好有宁臣帮忙 不然苏婉婉 可能真的要去跳楼了 是啊 平日见宁臣闷声不响的 没想到这么有手段 我要是有这么的男朋友就好了 关小曼听到这些 越想越气 脚步也越来越快 都恨不得找条地方钻进去 出了教室 下楼梯的时候 他脚下一个不慎 咕咕咚咚咚地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还伴有刺耳的尖叫声 李吉言听见动静 先是一愣 然后赶紧跑了过去 卧躁 怎么搞的这是 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一大帮学生 赶紧跑过去看热闹 然后大骂活该 不用说 这自然是宁臣的杰作 只需打入一丝真气 普通人就是 他的提线母 苏婉婉也跑了出去 看见关小曼摔得满脸是血 脸都下白了 啊 天哪 这 怎么 你还心疼起他了 宁臣瞥了他一眼 马善被人骑 人善被人欺 你这种性格 如果不学着强硬 以后走上社会 还有苦头吃 哦 那 那我努力 苏婉婉小拳头紧钻 投去了担忧的目光 见状 宁臣轻轻一叹 下午没课 去你家吃饭吧 哦 哦好 苏婉婉这才把目光抽回来 跟在双手插头的宁臣后面 一路出了笑门 那个 宁臣 谢谢你 快到店的时候 苏婉婉小声说了句 不用 我只是单纯看不惯这种人 宁臣语气淡漠 还是很谢谢你的 苏婉婉补充道 那你的奶茶摊 什么时候开张 我喝不用钱吧 宁臣开玩笑 当然 苏婉婉唇半一弯 露出明媚而灿烂的笑容 这可是你说的 宁臣呵呵笑道 苏婉婉顿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这个家伙的食量 可是出奇的大 来到小饭店 李梅依旧很热情地招待宁臣 听说了上午在教室的事 她心里越发感激宁臣 站在授音台后 看她的眼神 要多满意 就多满意 就是丈母娘看金龟婿的那种眼神 宁臣选择无视 一边看小说 一边吃东西 恰逢此时 一个醉醺醺的男人走进店里 恍惚间 男人发现 李梅用一种十分满意的眼神 看着宁臣 她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狠狠瞪了宁臣几眼 走到收音台前 她用很重的口气呵斥道 给我拿点钱 你怎么回来了 李梅脸色一变 不自觉地扫了宁臣几眼 这个不修蝙蝠的男人 是她的丈夫苏海超 一个烂毒鬼 苏海超虽然喝了个烂醉 但眼睛很尖 发现自己老婆一直在看宁臣 她勃然大怒 哗啦 一声 她直接化身桌面清理大师 在收音台上乱砸一气 你疯了呀 李梅又气愤 又无奈地瞪着苏海超 你干什么 苏婉婉听见动静 从后厨跑过来 挡在李梅面前 见母女二人的态度很差 苏海超更气了 一脚踹翻一张桌子 对着店里的客人吼道 看你码什么看 都滚蛋 十几个客人留下饭钱 匆匆离去 这年头 谁会惹一个疯子呢 你他妈聋了 苏海超看见 还有一个大学生 坐在那里 骂咧咧地走过来 这人自然是宁晨 苏海超 你有病是不是 李梅赶紧跑过来 挡在宁晨桌子前 你到底想干什么 李梅 你是不是对这小子有意思 苏海超自认为 看出了什么 不停地拿手指着宁晨 你是不是想跟了他 苏海超 你 李梅听见这话 那是气得头晕眼花 站都站不稳了 妈 苏婉婉赶紧过来搀扶 漂亮的大眼睛 马上就红了 兔崽子还不滚 找打呀 没想到的是 这个稚气未脱的大学生 站起来冲他脸上 就是一个大壁斗 啪 苏海超直接被抽飞了出去 重重撞在冷饮柜上 宁晨从不惯着这种人 上去又补了一脚 踹得这个失意潦倒的男人 趴在地上狂吐 接着宁晨又是一脚 把苏海超踹进一堆啤酒瓶里 终于爬不起来了 打完人 宁晨又做回原位 吃起了自己的午餐 李梅和苏婉婉 愣在原地半天 过了一会儿 李梅终究还是不忍心 把苏海超从地上搀扶起来 整个过程眼中充满了失望 老婆 老婆你帮帮我吧 我发誓 这是最后一次了 苏海超被打老实了 不敢再在妻女面前耍横 她跪在地上步起来 两只手紧紧攥住李梅的围裙 泪眼婆娑地道 五万 老婆你再给我五万块 让我缓一缓 要债的就在外面 我今天要是拿不出钱 他们要砍我一只手啊 李梅流着泪摇头 把手放在丈夫头上 说道 砍吧 要是能让你戒赌 砍手我也认了 李梅 苏海超狠狠打开李梅的手 从地上跳了起来 都说一日敷七百日恩 你怎么这么狠心 难道你宁愿我被砍手 也不愿意掏钱吗 不就五万块钱吗 可能是最后一句话 刺激到了李梅 她擦了擦眼泪 一巴掌扇在苏海超脸上 痛骂道 不就五万块钱 你以为五万块很容易挣吗 我每天起早贪黑 辛辛苦苦搭半年 才能挣这么多 你一个晚上就赌没了 苏海超 我李梅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嫁给了你 近乎崩溃的声音 在小饭店里回荡 苏婉婉流着泪 心中五味沉杂 她既觉得丢人 又恨透了这个毒鬼父亲 同时又觉得她很可怜 曾几何时 苏海超也是一个好父亲 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 直到后来 她接触了赌博 宁晨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 并无太多感触 活了两千岁的她 什么没有见过 她只是奇怪 白小死后 王银花看在她的面子上 应该免了苏家的债款才对啊 苏海超 你个狗东西 还要让老子等多久啊 一家人正沉浸在痛苦中的时候 几个流里流气的混混 走进小饭店 带头的是一个穿黑色皮衣 踢着飞机头的家伙 满脸的凶悍 西伟哥 你再宽限我一天 我老婆有钱 我老婆有钱的 我晚上和他聊聊 他一定会帮我给的 苏海超跑到飞机头混混面前 不停地哀求 去你的 飞机头混混细微 一脚把苏海超踹开 指着她就臭骂 但我们四海帮开福利院的呀 宽限你多少天了 心里没点逼数 李梅望见这一幕 赶紧转身护住苏婉婉 母女俩默默流泪 要不这样吧 戏尾画风一转 用炽热的目光 打量着母女俩 笑眯眯说道 让你老婆或者女儿陪陪我 那我就再帮你宽限七天 怎么样 她早就听说 苏海超老婆女儿都很漂亮 今天一见 果然不俗 李梅虽然上了年纪 又整日操劳 但风韵犹存 身材也保持得不错 苏婉婉那就更不用说了 清大医学系公认的戏花 姿色能差得了吗 戏尾直勾勾地盯着她们 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 不行啊 戏尾哥 苏海超像条狗一样 从桌子底下爬出来 抱住戏尾的大腿 别动我妻女 除了这个 我什么都答应你 喂 能不能让我安安静静吃顿饭 这个时候 宁臣实在忍不了 无奈地开口询问 小饭店顿时安静了下来 戏尾等几个混混 扭头看着这个 脸上还透着青色和稚嫩的男生 一脸惊讶 现在的大学生 都这么隐了吗 这里特么 有你说话的范儿吗 赶紧滚蛋 不然弄死你 戏尾身后 一个穿背心的混混骂道 宁臣懒得动手 直接拨通了王英花的电话 喂 带人来李梅饭店一趟 对 有几个不长眼的 帮我处理一下 戏尾等几个混混一听 顿时乐了 小子 挺能装啊 戏尾点上一支烟 似笑非笑地看着宁臣 混哪儿的 没听说过四海帮戏尾 宁臣没理他 戏尾哥跟你说话呢 你聋了呀 一个绿毛混混上去 就要动手 戏尾笑着拦住他 让他摇人 我看他有多大本事 一个学生 摇来的 估计也都是学生吧 哈哈 四个混混相识大笑 见此一幕 苏海超满腹狐疑 这个大学生 虽然力气很大 很能打 但学生终究是学生 怎么敢和混社会的斗呢 明钻会所里李梅饭店不远 就赶到了 哗啦 陈子郎和陈子豹兄弟 冲在最前面 一人拎着一把大刀 掀开门帘就冲了进来 身后跟着黑压压的一片人 我糟 细尾哥 四海帮的几个混混 正坐在店里桌子上抽烟 看见这么一大帮凶神恶煞的人 提刀进来 当场烟都吓到三根 别慌 细尾的心理素质还算可以 他依旧叼着烟 镇定自若地从桌子上跳下来 整理了一下衣服 还没开口说话 陈子抱上来就是一刀 咔嚓一声 直接跺在他肩膀上 啊 店里顿时响起 杀猪般的惨叫 啊 苏婉婉也吓得尖叫 李梅和苏海超 赶紧捂住女儿的眼睛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细尾的几个小弟 人也都吓妈了 陈哥 王莹花带着一群小弟过来 齐刷刷朝宁臣鞠躬 这一刻 苏海超感觉自己大脑有点缺氧 宁臣点点头 嗡了一声 带到后面去处理吧 是 王莹花领命 把他们带到后街去 走 起来 踏马的 敢惹陈哥 活腻了你们 细尾几人 很快被带走 时不时的一声惨叫 从后厨的方向传来 吓得苏海超 连话都不敢说了 老 老婆 他到底是 是谁啊 苏海超咽了口唾沫 他是晚晚的同学 叫宁臣 李梅回答 还真是学生 苏海超更震惊了 哎 晚晚要是能找到这样的男朋友 我就是死 也放心了呀 李梅感慨道 这时 苏海超犹豫再三 还是决定上前道歉 这 诚哥 刚才说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宁臣懒得李这种垃圾人 干完饭后 抽出一张纸巾 擦擦嘴巴就走了 苏海超目送宁臣离开 呼 得松了一口气 至于细尾等几个四海帮的混混 王莹花最后还是没下杀手 现在毕竟不是救社会了 不能随便杀人 很快 细尾他们被废掉的消息 传到了四海帮老大胆里 一个电话能把王莹花 还有陈子郎和陈子豹兄弟都叫过来 有意思 真是太有意思了 哈哈 给我查 我胡四海倒要看看 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西城区某处 一家地下酒吧 一个满脸胡渣的油腻中年男人 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 回到玫瑰园别墅的时候 已经七点多了 夜幕降临 清风拂柳 景色宜人 许书妍和江棠 在客厅里打亡者 电视放着也不看 就听得响 连败四局 闺蜜俩心情都不太好 忽然 宁晨开门进来 江棠像找到了救星一般 赶紧跑过来 大力哥 你回来了呀 开黑不 许书妍也投来期待的目光 宁晨这个人 虽然很讨厌 但游戏技术没得说 上次带他们连赢了十几局 不开 你们太坑了 宁晨直言不讳 气得许书妍 差点抄起枕头砸过去 哎呦大力哥 你就带我们打几局 就打几局嘛 好不好嘛 江棠不干了 小手扯住宁晨的衣袖 撒娇迈蒙打滚 好吧 宁晨答应下来 心中暗道 带两个坑笔 提高一点游戏难度也好 不然赢得太轻松 也没意思 许书妍被骂坑 本来还挺生气 但在连胜数局后 她心情开始变得美丽 甚至打算点个肯德鸡 还特地问宁晨吃不吃 宁晨没拒绝 全当是带妹的酬劳了 不一会儿 门外传来外卖员的声音 你好 肯德鸡宅急送 江棠闻言一愣 现在外卖能进来了 许书妍摇摇头 不知道 绿城玫瑰园是高档小区 外卖员是不允许进入的 一般自己去取 或者打电话 让物业送 你好 肯德鸡宅急送 请出来拿一下 外卖员的声音又传来 宁晨眉头暗锁 因为她听出了一丝淡淡的杀气 她知道 又有麻烦上门了 正好这局结束 她起身说道 我去拿吧 你们在这里等着 哇 大力哥怎么这么轻快 江棠笑着夸奖 许书妍也朝宁晨头去 惊讶的目光 打开大门 一个穿着蓝色外卖服的 外卖员正站在外面 低着头 看不清面貌 她把两份全家桶 递给宁晨的一刹那 右手五根手指 突然变化找形 朝宁晨脖子抓来 速度快若闪电 黑夜之中 一双透着猙獰的 立幕亮起 啪 宁晨轻而易举地 抓住她的胡招 然后在她震惊的目光中 轻轻一掰 咔嚓一声脆响 外卖员的手骨 当场折断 还来不及张嘴惨叫 宁晨眼急手快 一直点在她胸口的哑穴上 让她发不出来的声音 大力哥 还没拿来吗 我饿了 江棠的声音 从客厅传来 闺蜜俩聊着刚才的战绩 并不知道 外面正在上演 一起惊心动魄的刺杀 宁晨拎着两份全家桶 扔到客厅沙发上 又折返了回去 你们先吃 我出去抽根烟 小棠 宁晨平时抽烟的吗 许舒颜眨了眨精致的美眸 家里从来没有闻见过烟味啊 嗯 可能是大力哥心疼你 不忍心让你吸二手烟 每次都去院子里躲着抽 江棠聪指点红唇 你又胡说八道 许舒颜称怪的骂道 谢谢 江棠见两人关系改善 打心底里高兴 另一边 宁晨拎着被点了学道的外卖员 悄悄来到后院 在得知后者只是拿钱办事 并不清楚雇主的身份后 宁晨便懒得在追问 他从杂物间找来铁锹 开始铲土 挖坑 嗯嗯 杀手脸上写满了绝望 内心也崩溃到了极点 老天爷啊 他堂堂雪刃酒馆避急杀手 一个内境武者 居然又被人活埋了 救命 救命啊 耶稣 上帝 如来佛祖 圣母玛利亚 不管是谁 救命啊 两三分钟后 铁锹被放回了杂物间 老这样也不是办法 万一我不在的时候 有杀手闯进来怎么办 宁晨走到院中的埋尸点 一边用脚夯食土地 一边想到 我虽然不喜欢许书妍 但她毕竟是乔姨的女儿 还有小堂 有了 宁晨忽然将目光 投向了院角的狗屋 一双泛着绿光的眼睛 正不解地盯着她 黑龙 这条德牧犬 已经目睹两次这种事情了 幸亏她是狗 不会开口说话 不然把这个消息告诉许书妍 这位大小姐 估计要活生生吓死过去 熬乌黑龙有些害怕地盯着宁晨 不知道她想干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 宁晨每天都把一些神秘的红色小药丸 掺进狗粮 喂给黑龙吃 吃完后 黑龙浑身躁热难耐 那些药丸似乎有什么魔力 使她的肉身力量成倍激增 很快 许书妍和姜唐震惊地发现 一向老实的黑龙 竟然开始拆家了 起先只是咬破沙发 啃掉树皮 后面发展到咬烂电视 咬穿冰箱 甚至连水泥墙都刨出一个大洞 闺蜜俩吓得不轻 正由于要不要把黑龙送走的时候 宁晨站了出来 说来也怪 黑龙在宁晨面前 气势全无 摇尾填脚 别说拆家了 都不敢大口出气 见有人能治住黑龙 许书妍索性就不管了 宁晨继续喂红色小药丸 给黑龙吃 地球上虽然灵药稀缺 但好在王银花通过走私 弄来十八种猛兽的鲜血 再加上一些名贵中草药 炼出了这些低配版 谢四碗 等过一段时间 帮黑龙把肉身提升到练气期 应该不是问题 宁晨暗暗想到 练气期也就是武道宗师 整个青州貌似也就一位宗师 这就是原因期老怪的手段 在不动用一丝一毫灵力的情况下 都能让一条狗踏入练气期 消息若传出去 能把无数武者活活吓死 而王银花手下的小弟们 在练了上古强身术后 身体素质也嘎嘎猛涨 四海帮在地下火拼中 被打得节节败退 水月帮的这群牲口 一个个特么克要了吗 也是四海帮的大本营 至于白霄的白帮 现在被王银花改成了水月帮 某间包厢里 一个四海帮的高层 顶着熊猫眼 对老大胡四海说道 老大 这才两个月 我们已经有十个兄弟住院了 每天要费都好几万 胡四海也是满脸愁容 吞云土雾地道 山炮到底怎么回事 水月帮那帮废物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能打 他们一个人可以追着咱们五个人 不止啊 老大 绰号山炮的男人 捂着满是瘀青的脸 说道 那陈子豹和陈子郎兄弟 一个人干翻了十几个 我怀疑水月帮的 都打了超级士兵血清 集体变成美国队长了 你们为看多了吧 胡四海斜了他一眼 接着沉默不语 要不要 用枪呢 胡四海心里很纠结 他们混道上的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火兵不许掏枪 四海帮如果破了这个先例 恐怕会遭到黑白两刀的一致追杀 但在这样下去 四海帮的地盘 就要被水月帮给抢光了 就在这时 山炮接到一个电话 脸色马上变得惊喜 老大 水月帮的幕后老大 找到了 真的 胡四海仿佛看到了破局之法 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把烟都扔了 老大 我们花了十万 收买了一个水月帮成员 他把他们幕后老大的资料 发过来了 山炮赶紧把手机交给胡四海 胡四海满怀希望的一看 差点没气死 青州大学医学系临床二班 明晨 山炮你他妈是不是傻 花了十万 还被人给耍了 胡四海把手机砸到山炮脸上 气得大吼 山炮好像早有准备 赶紧解释道 老大你先别生气 我刚才问了一圈 郑阳之前被这小子打过 当时王英花也在场 这个大学生肯定不简单 要不我们先把他抓回来问问 胡四海沉思一会儿 好 山炮你走一趟 把这小子带回来 老子亲自问他 和王英花是什么关系 是 老大 苏婉婉的奶茶摊 最近生意很不错 由于这是学校扶持的项目 所以可以开在校内 商业街的路口 很多人都是奔着苏婉婉来的 想看看 这个医学细细花 究竟有多美 书妍 我们也去买一杯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奶茶稀湿 长得很漂亮 江堂挽着许书妍 路过商业街 好呀 许书妍笑着走过去排队 不一会儿 轮到他们的时候 一道清甜可人的声音传来 两位小姐姐笑好 喝点什么 苏婉婉疲 但充实的娇俏脸蛋上 挂着明媚的笑容 雪白的香额被汗水打湿 沾了几缕秀发 但丝毫不影响女孩的美丽 哇 果然很漂亮呢 江堂眼中直冒小猩猩 你好 两杯葡萄奶盖 许书妍很有礼貌地说道 好 好的 苏婉婉已经认出 这两个女生 就是运动会上围在 宁晨身边的那两个 自己和她们 无论气质还是家境 都差得太远了 江堂和许书妍 则完全没这么想 她们小声交谈 直夸苏婉婉好看 不愧是医学系细花 很快 两杯奶茶做好了 二女傅账告辞 突然 江堂在人群中 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书妍你看 那不是大力哥吗 哪里 许书妍寻声望去 果然看见一个 高高大大的男生 也不排队 手里拿着一包薯片 悠闲地走到奶茶摊边 她怎么不排队啊 一点素质都没有 许书妍美好气地说道 接着 她们便看见苏婉婉 亲切地递过来一杯奶茶 很开心地和宁晨聊起了天 宁晨也有说有笑 甚至还帮忙收拾了两个 企图调戏苏婉婉的大二学生 她们认识 许书妍微微一愣 不知为何 看见宁晨和漂亮女孩 站在一起聊天 她心里有点不舒服 随后 另外两个合伙人蒋颖 和徐荣丽赶过来 苏婉婉便脱下工作服 和宁晨并肩离开商业街 天哪 书妍 他们一起去吃饭了 江堂很惊讶 大力哥不会再和苏细花 谈恋爱吧 管我屁事 许书妍扭头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角色娇颜上不满了气氛 她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这么生气 可能因为某人眼瞎吧 奶茶店生意怎么样 出校门的路上 宁晨随口问道 挺好的 上个月有一万多利润呢 和容力 隐隐他们分一分 每个人差不多能拿五千 苏婉婉笑叶如花 宁晨很少主动问她问题 这不禁让她更开心了 哦 其实宁晨就是随便问问 宁晨 你好像很喜欢吃这个薯片 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苏婉婉好奇地 看着宁晨手里的薯片包装袋 还好吧 宁晨叹了口气 其实她吃得都快反胃了 但没办法 谁让这毒孤片里有灵气呢 虽然含量低得可怜 刚出校门 忽然有十几道身影 从后面跟了上来 又来 宁晨摇了摇头 十分无奈地道 婉婉 我突然想起来有点事 你先回去吧 我随后就到 好 苏婉婉很乖 没问什么就走了 宁晨目送她安全离开 然后很快被这群人围住 山炮哥 那个妞儿跑了 一个混混提醒道 不用管她 老大要的是这小子 带头的是一个体壮如牛的年轻人 额头上戴着刀疤 看起来十分凶悍 你就是宁晨 山炮走上来 一米酒的身高 带来极大的压迫感 想干嘛 宁晨淡淡地抬起头 我们老大请你过去喝酒 赏个脸吧 宁晨同学 山炮咧嘴一笑 行 带路吧 宁晨直截了当 你 你都不问问 我们老大是谁 山炮文言一愣 废你妈什么话 走不走啊 宁晨很不耐烦 小眼 把车开过来 山炮沉着脸 很快 几台金杯面包车呼啸而过 带走了宁晨 山炮坐在副驾驶上 不断从后视镜里 打量着宁晨 无论怎么看 这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可学生不是最怕混混的吗 四十多分钟后 山炮带着宁晨 及十几号小弟 走进了魅力酒吧 路过的某张卡座上 正坐着一个富豪公子哥 他叫秦奋 滨海七少之一 两个月前 被叶家大少从滨海派过来 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 他奶奶的 就给我一张素描 还不知道准不准 让我怎么找啊 这不还底捞针吗 叶孤楼你妈炸了 老大 人带到了 至尊VIP包厢里 山炮把宁晨推了进去 旁边跟着一群小弟 个个都很好奇地打量宁晨 还有一些妆容妖艳的公主 也朝宁晨投来压抑的目光 宁晨同学 坐 胡四海还挺客气的 让一个公主给宁晨倒酒 找我有什么事 宁晨大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 还没吃完的薯片 也放在茶几上 一路上过来 渴了吧 来 先喝酒 喝完咱们再谈 胡四海笑着劝酒 有屁快放 宁晨不耐烦了 这一句 可把倒酒的公主吓得不轻 手都颤抖了一下 这个大学生 疯了吗 敢这么跟四海帮老大的说话 山炮也欲发作 不过 却被胡四海拦住了 他用两根手指 轻轻把酒杯拨到宁晨面前 晨哥 这么多小弟和妹妹在场 给个面子嘛 好啊 宁晨抄起酒杯 随手泼在胡四海脸上 啊 几个长相甜美的公主 发出尖叫 脸都吓白了 你他妈找死 山炮等四海帮成员 也是勃然大怒 胡四海抹了一把脸上的酒水 却是发出大笑 哈哈哈哈 好 不愧是水月帮的幕后老大 有胆量 他终于不再执着让宁晨喝酒 而是坐回沙发 让小弟给他点上一支烟 看见茶几上有一包薯片 他随手拿起 就这么吃了起来 喂 宁晨顿时不淡定了 这特么可是他的蘑菇片啊 不过见胡四海吃得这么香 他也没好意思阻止 诚哥 谈谈吧 胡四海边吃边说 四海帮和水月帮 每天这样斗来斗去 只会两败俱伤 让别的帮派趁虚而入 我并不是水月帮的老大 你们应该找王英花 宁晨摇摇头 别搞我了诚哥 王英花区区一个小女人 何德何能管理这么大一个水月帮 胡四海根本不信 我倒是有个提议 不如以后 咱们两个帮派合并 我比你大 就勉强当的大当家 你是二当家 怎么样 一边说着这些 他还低头扫了一眼包装袋里的薯片 心想着什么牌子的薯片 这么好吃 这股淡淡的药香 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突然这时 一股剧痛 从小腹处涌来 撕 胡四海戴上痛苦面具 捂着肚子 哼哼唧唧的斜靠在沙发上 老大 老大你怎么了 山炮赶紧走过来 呦 有毒 胡四海指着手里的薯片 一张脸变成了猪肝色 啥 山炮愣了一下 一把抓过薯片包装袋 恶狠狠地瞪着宁晨 性命的 你他妈不讲武德 竟然下毒 零食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宁晨伸手接过包装袋 当着众人的面就吃了起来 这 众人一愣 仔细想想 在薯片里下毒 这也说不通啊 毒孤片的原材料 是鬼手青 这种剧毒蘑菇 能在十分钟内 毒死一头牛 人类肝脏的解毒功能 在这种剧毒面前 根本不够看 胡四海没撑到救护车过来 就口吐白沫 一命呜呼了 老大 老大 山炮抱着胡四海 青黑色的尸体 大哭大喊 给我砍死他 砍死他 宽敞的包厢里 响起一阵 喊打喊杀的声音 原来今天这个局势 红门燕 四海帮的成员们 早就准备好了家伙 人手一把砍刀 不要命地朝宁晨冲过来 一群蝼蚁 宁晨冷笑 区区管制刀具 被他单手一握 就成了铁泥 手臂一挥 人就像迭罗汉一样 横飞出去 没一会儿 地上就躺满了四海帮成员 哀嚎声交织成一片 而宁晨全程坐在沙发上 动都不带动一下的 你 山炮等四海帮高层 看傻了 还有那几个陪酒的公主 以为是在做梦 要么就是拍电影 她是舞者 一个帮派高层大喊道 舞者又怎么样 老子照样打死你 山炮大吼着 直接从腰间 拔出一只黑色的 博朗宁手枪 去死吧 碰 得一声 扣动扳机 她瞄准的是 宁晨的太阳穴 但在这刹那之间 宁晨也动了 两根手指 往太阳穴上一挥 便是轻松 加住一颗子弹 整个过程 宁晨甚至目不斜视 此时 她还倒上了一杯酒 淡定地喝了起来 臥灶 众人吓得发出怪叫 同时都联想到了 一个电影人物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终极杀人亡 火云邪神 你你你 你是人事摇管 山炮拿着手枪 脸上 写满了难以置信 宁晨没有回答 屈指一弹 子弹以原先两倍的速度 射了回去 扑得一声轻响 直接在山炮脑门上 开了个眼 四海帮的二号人物 绰号山炮的陈大炮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哎呀 几个公主 发出刺耳的尖叫 这时 包厢大门被人从外面踹开 一群人鱼贯而入 看到王英花 陈家兄弟等人的脸色 宁晨微微松了口气 幸好不是其他人 不然就要浪费灵力 施展消除记忆的法术了 毕竟这种事情 他可不想传出去 这样可会惹来不少麻烦 陈哥 你没事 啊 这 王英花疯疯火火地闯进来 看见满地狼急 愣在当场 陈子豹 陈子郎等水月帮成员 全部都傻眼了 这里没我的事了 你们处理一下 我先走了 宁晨起身 潇洒离去 胡四海 陈山炮 王英花看见四海帮的一把手 和二把手 马上让人过去查看情况 银花姐 他们俩 俩人都没气了 小弟颤抖的声音传来 王英花大脑有点缺氧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四海帮 没了 老天爷啊 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夜晚 西城区的大帮派之一 四海帮 被人给灭了 水月帮秘密接手了 四海帮的产业 等别的帮派反应过来 想奋一杯羹的时候 已经迟了 陈哥 西城区现在一半 好几百万的收入 王英花激动地打来电话 有了新地盘 好好做点正当生意 不要欺负普通人 什么保护费 最好都不要去收了 宁城说了几句之后 忽然提出一个问题 你这边有一亿五千万吗 一亿五千万 陈哥 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王英花话刚脱口 便意识到不妥 老大怎么花钱 哪里轮得到他一个小弟来交 于是赶紧道歉 对不起 陈哥 我多嘴了 宁城恩了一声 王英花想了想 回答道 最起码也要一两年时间 一两年啊 宁城听见这话 多少有些失望 但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免得他们去瞎搞 然后又说 算了 近期多生产一点毒孤片 我不够吃 还有受血也快用完了 好的 好的 王英花用双手捧着话筒 不停地点头 宁城正在教室里上课 忽然看见 前排正在认真听讲的苏婉婉 于是说道 对了 有个叫苏海超的欠的高利贷 抹了吧 抹了 呃 好 王英花不敢多问 他以后再敢问你们借钱 好的诚哥 没有问题 王英花满口答应 挂断电话后 彻夜未眠的王英花躺在座椅上 心中忽然生起一个荒谬的念头 抱紧诚哥这条大腿 日后自己成为整个青州的地下女王 或许都有可能 只是 诚哥需要一亿五千万 干什么呢 另一边的宁城 压根没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 下课后 苏婉婉从桌上 捧起一杯新瓶奶茶 打算让宁城先尝尝味道 一个扎着高马尾的冷傲女生 忽然从她面前经过 她是苏婉婉愣了一下 这个学姐 浩强的气场 是大肆的温清兰学姐 听说出生五道世家 她来找宁城干什么 蒋尹好奇的声音传来 在许多学生惊艳的目光中 温清兰禁止走到宁城面前 又干嘛 宁城邪了她一眼 温清兰看着她 内心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 就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三个月前大闹青州武协总部 却没有得到任何惩罚 副会长梁永志 就像认栽了一样 再也没有派人去找宁城的麻烦 堂堂是武协被欺负成这样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魔幻故事 没事我走了 宁城起身 有 有事 温清兰赶紧开口 亲眼见识过宁城的凶悍 温清兰气势上不由的就矮了一截 下周爷爷八十大寿 想请你去周济酒店做客 不用礼物 人倒就行 她说道 有好吃的吗 有好吃的我就去 宁城说道 当然有 温清兰请手清点 行 宁城说完就走了 路过苏婉婉身边 她拿过那杯新瓶奶茶 插上吸管喝了一口 蓝没味 还挺好喝的 她边喝边离开教室 温清兰清朗的眸光 马上落在苏婉婉身上 上下打量着 宁城身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漂亮女孩子 苏婉婉感到非常不自在 一路来到校门口 乔近的奥迪A8正停在路边 宁城拉开车门 坐近副驾驶 许淑妍和江棠正在聊天 看见她 江棠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许淑妍却是把精致脸蛋扭过去 白起了脸色 宁城挺纳闷 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 又招惹到这位大小姐了 不过再忍一忍 就能解脱了 小山 今天去乔姨家吃饭 你还没去过呢吧 乔近开着车 是啊 宁城点点头 玫瑰园别墅 只是徐景山为了女儿上学 方便购置的 夫妻俩平时不住这儿 他们有自己的公寓 想吃什么 乔姨让保姆去准备 乔近随口问道 我想吃奥龙和牛帝王线 宝鱼海胆佛跳墙 宁城毫不客气 抱起了蔡明 车里一阵沉默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许书妍小声咕弄道 乔近笑了笑 也没有放在心上 马上打电话 让保姆去准备 不一会儿 车子兜兜转转 来到市中心的武林公馆 武林公馆是 全青州最豪的公寓住宅之一 左邻西子湖 又靠大运河 最小的户型 也能卖到五六千万 徐景山和乔近住的 是一套五百坪的大坪层 装修没有想象中的奢华 反而透着一股 浓浓的生活味道 夫妻二人平日里的生活 还是比较朴素的 中午 宁城正和许家人吃着饭 门铃声忽然响了起来 老公 你还请了客人 乔近问道 没有啊 徐景山也很奇怪 管家范意去开门 一个身宽体盘的中年 谢顶男人 大步走了进来 文件飘在空气中的 饭菜香味 哈哈大笑 景山在吃饭呢 看来 我来的正是时候啊 你怎么来了 徐景山走上去 梅雨间却闪过一丝不快 他是舒颜的大伯 叫许建国 餐桌上 江唐对宁城说道 不过两家人关系不好 平时都不怎么来往 不知道今天 怎么突然跑来了 可能是来蹭饭的 宁城嘴里嚼着一只 黑金小鲍鱼 分析道 蹭你个头 许舒颜美好气地 斜了他一眼 说道 我大伯家做房地产的 比我家还有钱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宁城懒得搭理 继续埋头干饭 就知道吃 许舒颜美目一横 你有病吧 我吃饭关你屁事 宁城没好气地骂道 自己到底哪招 这个大小姐了 一上午都没给他好脸色 莫非他有 间接性精神分裂症 你 许舒颜一拍桌子 本想骂回去 但想到 还要靠这个家伙 带他上坟 还是暂且忍下吧 这时 只听 砰的一声巨响 公寓大门被重重关上 许舒颜的大伯 许建国 气呼呼地走了 爹爹 你怎么又和大伯吵架了 等许景山坐回来 许舒颜问道 没事 吃饭吧 许景山努力让 铁青的脸色恢复正常 爹爹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你快和我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吗 一家人还是要好好相处的 许舒颜追问 一家人 我把他当一家人 他把我当一家人吗 许景山冷笑 接着道 下周是温老爷子八十大寿 老爷子包下桃花园酒店 宴请全青州的名门望族 舒颜爷爷 让我代表许家 去给温老爷子贺寿 许建国 今天就是奔着 这个代表名头来的 他说 他想花一个亿 买这个代表名额 哼 我的生意虽然没他大 但也不缺这点钱 乔静摇摇头 真是太不要脸了 许舒颜没带青锁 大伯怎么这样 一个代表的名头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了 许景山很肯定地说道 温家可是青州 排名前五的大家族 和咱们许家齐名 温老爷子八十大寿 谁敢不给面子 武邪都要派人过去祝贺 许建国一直想在这种 大场面刷存在感 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许舒颜红唇一撇 无聊 跟娱乐圈四番位一样 许景山摇摇头 你不懂 算了 吃饭吃饭 许舒 这时 宁晨忽然插嘴 你说的那个温老爷子 是不是叫温月啊 是啊 怎么了 许景山问 没什么 宁晨没多说什么 他对青州上流社会的事理 不太了解 没想到 温老头面子还挺大 你又不去 瞎打听什么 许舒颜又对他 谁说我不去 宁晨回呛 你去个屁 许舒颜在对 好了好了 吃饭 许景山无奈地打断这个冤家 他确实不打算带宁晨 参加温老爷子的寿宴 试想一下 以宁晨的身份 出现在他们许家的作息中 会引来什么猜测 舒颜的男朋友 他未来的女婿 虽说宁晨很优秀 但许景山骨子里还觉得 以他的家境背景 配不上自己的宝贝女儿 下午没客 吃完饭后 许舒颜和姜唐 决定去逛青州大厦 姜唐本来想拉宁晨一起 让他当个人肉苦力 却被无情拒绝 回到玫瑰园小区 宁晨发现 有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正用望远镜 监视别墅里的情况 目标出现 注意隐蔽 两个杀手发现宁晨 迅速把头缩进绿化带 不一会儿 宁晨牵着黑龙 出门遛狗去了 两个杀手赶紧跟上 绿城玫瑰园附近 有一大块荒地 还没有开发 长满了奇妖高的杂草 宁晨打算在这里 检验一下黑龙的战斗力 黑龙 后面有两只根屁虫 去 干掉它们 宁晨取下黑龙的项圈 用手爱抚着他头顶的毛发 接着指了指身后 汪汪汪汪汪汪 黑龙昂首回应 悠悠的目光 盯住了草丛中两个杀手 老燕 我怎么感觉 他发现我们了 其中一个低声怀疑道 妈的 暴露了 快跑 另一个扭头就跑 这两个被组织派乖 盯梢的C级杀手 死都没想到 一条狗能跑得这么快 黑龙被宁晨 为了劲百利蟹四丸 身体素质 堪比内劲无者 荒地之上 仿如有一道 黑色闪电 急驰而过 两个杀手 先后被黑龙扑倒 以利齿封喉 两个杀手身体抽搐 惊恐地看着 慢悠悠走过来的宁晨 不 不要 一个杀手挣扎着 想爬走 黑龙抬起狗腿 往他大腿上一拍 咔嚓 一声 大腿骨折断 杀手发出凄厉的惨叫 这到底 是什么品种的狗啊 另一个杀手临死前 脑中充满了阵部 宁晨都懒得留活口 直接让黑龙刨个土坑 把这俩人就地掩埋 这种一看就是炮灰 没什么拷问的价值 他希望这个杀手组织 不要不识好歹 不然哪天自己心情不好 很可能会把他们连根拔起 日常埋尸后 宁晨又溜达了一会儿 才带着黑龙 回到玫瑰园别墅 不料 又有一个人 鬼鬼祟祟地站在门前 张望着屋里的情况 你干嘛 宁晨走过去呵斥道 呃 是你 这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一眼认出宁晨 堆满肥肉的脸上 立马露出笑容 你怎么在这儿 原来他就是许舒颜的大伯 许建国 我住这儿 你要什么事儿吗 宁晨牵着黑龙 你住在这里 许建国指着别墅 惊讶地瞪着宁晨 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同居 女婿 四个大字 从许建国脑海中跳出 他脸上的笑容 变得更浓郁了 你叫 叫什么来着 算了 小兄弟 我有比买卖 想跟你谈谈 不知道你敢不敢兴趣 多大的买卖 一百亿以上 我可以考虑看看 宁晨说道 一百个亿 许建国瞬间怀疑 宁晨脑子有病 他尴尬地笑了笑 年轻人 不要好高无远 你帮我一个小忙 我给你十万块 怎么样 你搁着打发叫花子呢 宁晨走上去 一把将棋推开 闪开 黑龙也冲着他狂吠 汪汪汪 二十万 许建国往后退了几步 用手比了一个二 宁晨掏出钥匙 直接打开别墅院门 理都不理他 正准备关上的时候 许建国忽然作死 把脚插进门缝 你的脚 宁晨脸色一冷 你别逼我 许建国没把他的警告 放在心上 笑眯眯地说 小兄弟 晚上有空吗 大伯请你去桃花园吃饭 再去明钻会所按摩 那里的妹子可水灵了 你懂得 啊哼 话还没说完 宁晨一使劲 把院门重重关上 只听咔嚓 一声 许建国左脚骨折 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他把脚抽出来后 宁晨这才牵着黑龙 慢悠悠地走了进去 小兔崽子 你给老子等着 不弄死你 老子就不信许 许建国捂着肿成猪蹄的脚 疼得冷汗直冒 宁晨已经把黑龙带进院子 又未给他一粒血丝丸 这种丹药 其实是带有一点狂暴属性的 哪怕是一只小白兔 长期服用 也会勇猛如豺狼虎豹 普通人很难驾驭 服用了谢斯丸的野兽 宁晨却掌握着一门 玉兽诀 哪怕黑龙日后 能一口咬死宗师 也不敢不听他的话 许舒妍和姜唐 一直玩到九点才回来 大力哥 舒妍给你买了一双限量款 AJ 你快来试试看呀 姜唐抱着一只 包装精美的鞋盒 敲开了宁晨的房门 客厅里立马传来 许舒妍的声音 小唐你又胡说八道了 明明是你给他买的 我猜没有呢 还不是你出的钱 姜唐吐了吐小舌头 我随手一起付掉了 许舒妍很傲娇 根本不可能 承认自己给宁晨买鞋子 尽管确实是他付的钱 宁晨接过鞋盒 拿出一双灰蓝相间的AJ球鞋 多少钱 我转你吧 宁晨穿上后 在客厅试了试 意外的发现很合脚 然后朝许舒妍看了过去 正巧 许舒妍坐在沙发上 翘着他那双雪白心肠的眉腿 从宁晨的角度看 那玲珑诱人的曲线 一览无余 许舒妍翘脸微红 赶紧拿过靠枕 盖住大腿 然后狠狠弯的宁晨一眼 看什么你 我没看 宁晨探了探手 然后掏出手机 我只是想把鞋子的钱转给你 哎呀 大力哥 舒妍每个月零花钱十几万 不差你这点 姜唐把宁晨拉开 巧笑倩息地说道 就是 把我们带上荣耀王者 比什么都强 许舒妍也撇了撇红唇 宁晨却是摇摇头 我还是给钱吧 你们俩太菜了 带你们上荣耀王者 我得累死 去死 一直带着许舒妍体香的枕头 砸了过来 一日一早 宁晨穿着他的新球鞋 上课去了 刚到教室 他就听见副班长黎炫明 在吹牛逼 我这双球鞋 是AJ和灌篮高手的联名款 全国限量500双 毫不夸张地说 整个青州 有我脚上这双的 不超过五个 黎炫明坐在前排座位上 翘着二郎腿 将一双红黑配色的 崭新球鞋露出来 旁边围满的男学生 方小胖和张大春 也在里面 黎哥 全国限量500双 那应该挺贵吧 一个瘦瘦高高的男生 盯着黎炫明的脚 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 他叫戴震强 是一个篮球迷 成天跟在黎炫明屁股后面混 这不废话 黎炫明颠着脚 牛逼轰轰地说道 我这双是 刘川峰联明的限量款 一双要四五万 我磨了我老爹 好几天他才得我买的 我敢保证 整个清大 你们找不出第二双 一模一样的来 正吹着呢 宁晨从众人身边经过 张大春目光往下一扫 就看见宁晨脚上 穿着一双 和黎炫明一模一样的球鞋 红底配色 大大的黑钩 十分亮眼 宁晨 你脚上这双 张大春赶忙一指 大喊一声 顿时吸引了 所有男同学们的目光 宁晨 想不到你是隐藏的富二代 刚出的联名款 你就买了 宁晨随口道 不是我买的 人家送的 假鞋 一看就是 黎炫明打断他的话 还瞄了他脚上眼 笃定地说道 我这双流川峰联名款 整个青州也不超过十双 而且我都认识 宁晨 你这假鞋穿得舒服吗 几百块钱买的呀 黎炫明 故意嘲讽宁晨 舒不舒服 关你屁事 宁晨斜了他一眼 你再避避一句 信不信我大臂兜子抽你 他才不在乎 假鞋真鞋 能穿就行 急了 哈哈 急了 黎炫明指着宁晨 对着旁边的兄弟 嘻嘻哈哈 结果 宁晨一个大臂 都真抽了上来 啪 的声音 在教室内回荡开来 黎炫明捂着脸 直接被打傻了 愣愣地看着宁晨 他没想到 宁晨这人说动手就动手 一点都不含糊 尼玛 二十一世纪了 法治社会 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啊 宁晨 我他妈弄死你 黎炫明到底是个男生 挨了打 怎么可能不还手 抡起拳头 就朝宁晨打来 啪 结果又挨了一个大臂兜 我跟你拼了 啪 宁晨 你不得好死啊 啪 别打了别打了 黎炫明倒在客桌仪里面 书本掉了一地 左脸高高肿起 疼得直咧嘴 你在他们面前装装逼可以 在我面前装逼 抽死你 宁晨又瞪了他一眼 这才转身离去 黎炫明这种人 就是欠收拾 要是不好好揍一顿 以后肯定变本加厉 太暴力了 临床二班的学生们 看见这一幕 脸都下白了 连班长张欣然都不敢管 没一会儿 病理学老师来上课 发现今天教室里 出奇的安静 疑问才知道 宁晨把黎炫明给打了 这还得了 他马上把两个人 带到了系主任刘薇的办公室 打架 刘薇坐在办公桌后面 摘下眼镜 用一种古怪的眼神 打量着宁晨和黎炫明 然后说道 于老师 转身就走了 刘主任 他打我 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打我 黎炫明捂着脸 开始哭诉 刘主任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好了好了 接下来 刘薇打起了领导们 都擅长的太极拳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最后居然让宁晨 给黎炫明道个歉 赔点钱就算了 刘主任 你 你怎么能这样 黎炫明瞪大眼睛 前阵子 人文系学院 有两个男的打架 结果两个都差点劝退了 这样吧 宁晨 你给黎炫明道个歉 然后再赔个五千块钱 这件事情 就这么处理吧 刘薇摆了白手 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 五 五千 黎炫明差点气疯 他爸妈都开公司的 差这点钱吗 干 我给你一万吧 连下次的一起给了 宁晨掏出手机 准备转账 宁晨 你妈 黎炫明正于破口大骂 结果宁晨又把手举了起来 吓得她赶紧改口 你妈妈身体还好吗 宁晨这才把手放了下来 好了好了 我还有事要处理 你们先出去 刘薇装模作样地训斥道 同学之间要和和睦睦 以后不要再打架了 听见了没有 宁晨嗷了一声 就出去了 黎炫明也不是傻子 知道系主任在偏袒宁晨 只好先出去 再想办法 结果宁晨出去以后 直接把手机揣进兜 静止朝教室走去 宁晨 你等一下 黎炫明喊住她 皮又痒了 宁晨转过身 黎炫明缩了缩脖子 你 你不是要转我一万块钱吗 我看你想吃大笔兜子 宁晨又抬起手 吓唬了黎炫明两下 滚 行 你 黎炫明满嘴的牙都快咬碎了 扭头离开 心中充满了委屈和愤怒 与此同时 刘薇给温月打了一个电话 把宁晨打人的是说了一遍 老校长 她再这样下去 指不定会捅出什么大篓子 您还是想想办法 把这位爷转走吧 刘薇欲哭无泪地说道 她之所以不敢处置宁晨 是因为老校长温月 跟她打过招呼 唉 电话那头 温月也是叹了口气 刘主任 宁晨的背景 不是你能想象的 或许连我也招惹不起 这尊佛 咱们还是小心翼翼地供着吧 刘薇吓得一个机灵 这么恐怖 还好她刚才没给宁晨什么处分 不然麻烦就大了 我八十大寿那天请她过来 到时候跟她好好说一说 在学校里收敛一点 温月只能这么安慰刘薇 而另一边 宁晨安然无恙地回到教室上课 也是让临床二班的学生们很诧异 连老师于平都猛逼了 下课后 于平赶往系办公室询问情况 却被刘薇一脸严肃地警告 于老师 这件事 你就不要再打听了 里面的水很深 你把握不住 结束了一天无聊的课程 宁晨戴着耳机 一边听歌 一边往校内商业街走去 邂逅奶茶探的生意 越来越好了 苏婉婉 蒋颖 徐荣丽 他们用料很讲究 把一杯奶茶的利润压得很低 薄利多销 所以大家都爱来买 宁晨是个吃货 每天路过都要拿几杯 苏婉婉从不收他的钱 嗯 那是 穿过商业街的时候 宁晨无意间 瞥见一道熟悉的背影 关小曼 这个临床一般心思歹毒的白富美 带着两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 一路钻进小树林 宁晨没有去刻意偷听 只是路过的时候 耳朵一动 三人的聊天声 便传入耳中 身为一个原因期大修士 如果他愿意 临时可以覆盖整个华国 听到任何一个角落的人谈话内容 东西带来了吗 这是关小曼的声音 放心 都准备好了 小家伙先活得很 说好的三千 少一分 都不行啊 两个青年声音 带着一股社会人的味道 一听就不是学生 成交 关小曼眼中闪烁着恶毒之色 只要能搞垮苏婉婉的邂逅奶茶滩 别说三千 三万他都肯掏 他就是要出这口恶气 又是针对婉婉的 宁晨摇了摇头 随后 两个青年钻出小树林 去奶茶滩排队 人还挺多 一个小平头 笑着打量一圈 看那个女服务员 真水灵啊 比那些网红好看多了 另一个脖子上 有纹身的男生 指着苏婉婉 怎么 舍不得 小平头笑道 气 有什么舍不得的 又不是我的女人 纹身男冷哼 很快 他们各买了一杯奶茶 坐到商业街附近的 石桌上喝了起来 没几分钟 那个小平头就大叫了一声 卧槽 这是什么 纹身男从座位上站起身 怎么了 蟑螂 奶茶里有蟑螂 太尼马恶心了 小平头指着奶茶 弯腰做出呕吐状 他嗓门很大 附近桌的一些学生 也都扭头看过来 只见 一杯喝了大半的 蜂蜜柠檬水上面 漂浮着一只 黑乎乎的小虫子 凑近一看 果然是一只小蟑螂 还是活的 哦哦 纹身男下意识地想吐 拿起手里的奶茶 准备扔掉 小平头赶紧拦住他 等等 啊好 这是证据 不能扔 咱们去找他们 对 去找他们 必须要赔偿 两个人气呼呼地 来到泄后奶茶摊前 直接把两杯奶茶 砸到操作台上 啪的一声 汁水似箭 你们 正在点单的苏婉婉 吓了一跳 你们就是这样卖奶茶的 小平头插着腰 恶狠狠地质问 不好意思 两位同学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 蒋颖和徐荣丽走过来 自己看 小平头指着他那杯 柠檬蜂蜜水 卧槽 蟑螂 刚刚点完单的两个男生 看见一只小蟑螂 正在奶茶杯里养涌 六条腿 在黄绿色的柠檬水中 不停地扑腾 脸都绿了 不 不好意思 能退钱吗 我不买了 其中一个男生说道 我也不买了 好恶心 另一个也说道 他们身后正在排的队伍 顿时骚动了起来 一些经常光顾邂逅 奶茶摊的学生们 脸色很难看 蒋颖和徐荣丽 新知事情不妙 赶紧安抚起顾客 苏婉婉 则把那杯奶茶拿起来 仔细检查了一下 然后犹犹豫豫地问道 虫 虫子是你自己放进去的吧 你说什么 小平头一巴掌拍在操作台上 怒目原睁 你哪只眼睛看到 是我进去的 我闲得蛋糖 没事来这里栽葬你们啊 可是我们的原材料 都是昨天才采购的新鲜水果 怎么会有虫子呢 苏婉婉争辩道 李梅开烧烤店 从来不用地沟油 不进僵尸肉 本本愤愤地经营 所以利润不高 有母亲的言传身教 苏婉婉也是把诚实守信 放在做生意的第一位 你问我 我TM问谁去 小平头冲着苏婉婉吼道 纹身男直接摆了摆手 说道 别废话了 赔钱 小平头也摆出一副 被恶心坏了的样子 对 必须赔钱 少说也要1000块钱 1000块 我们一天的营业额 也才1000块 苏婉婉看着顾客们怀疑 厌恶 恶心的目光 心里真是又起又急 每一杯奶茶 他都很用心地去做 头发盘着 口罩戴着 连一根头发一滴唾沫 都不会溅进去 怎么可能会出现张王 白痴 谁让你们要赔偿的 这也太明显了吧 正在不远处观察的 关小曼 差点气死 果然 一提到赔钱 有几个顾客的眼神 瞬间出现怀疑 虫子该不会真是 你们放进去的吧 一个女生小声说道 是啊 我每天都在这里买奶茶 这里的卫生可好了 越看越想来额钱的 又有两个男生附和 滚一边去 感情不是你们喝出张郎是吧 小平头怒喷 然后冲着苏婉婉 又嚷嚷起来 赶紧道歉赔偿 不然这事没完 小心我们 告诉你们老师 让你们这破奶茶 摊开不下去 纹身男也大声威胁 正在苏婉婉 不知何事好的时候 救星又现身了 麻烦 来一杯柠檬蜂蜜水 是凝晨 苏婉婉 顿时投来感激的目光 蒋尹和徐荣丽 也很开心 在这种时候点单 无疑是给予他们 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两个青年不干了 喂 他们的奶茶里有蟑螂 你还敢喝 不怕喝死啊 小平头没好气地 对凝晨说道 她的脸色一沉 宁晨给了苏婉婉 一个眼神 示意她去做奶茶 这里交给她 小子 你最好给我说清楚 你到底哪只眼睛 看见是我们放的虫子 小平头直接上前 揪住宁晨的衣领 纹身男也吓唬道 不说清楚这事没完 呵呵 宁晨罕见的 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戏血的一笑 你们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吧 谁 谁说不是啊 小平头强装镇定 那你们是哪个戏的 宁晨又问 那个戏 他们的确不是青大学子 而是关小曼 从校外找得混混 因为长得比较年轻 所以也没人怀疑这一点 小平头初中还没毕业 从未在大学念过书 哪知道什么戏不戏的 顿时脸就红了 纹身男赶紧插嘴 你管我们哪个戏的 现在讨论的是 奶茶里有蟑螂 你特么查户口吗 小平头也反应了过来 继续揪住宁晨的衣领 对 你小子别想转移话题 行 那咱们就好好谈谈这件事 宁晨先是伸手一推 把小平头推了个跟头 然后从裤兜里掏出手机 你他妈敢推我 老子弄死你 小平头从地上站起来 接着就看见 宁晨点开一个刚刚拍摄的视频 拍摄地点是商业街口的石桌 主人公是他和纹身男 数十双眼睛看过来 苏丸丸也不做奶茶了 聚精会神地盯着手机屏幕 只见 小平头和纹身男一个用脚踩凳子 另一个抽着烟 东飘飘戏看看 时不时直指路过的女生 嘴角挂着坏笑 哪有半点大学生的样子 约莫四五秒后 小平头从兜里掏出一大团纸巾 小心翼翼地打开 将什么东西倒了进去 虽然没拍清 但傻子也知道 就是张王 这俩人就是来额钱的 刷 顿时 数十双愤怒的目光 落到了小平头和纹身男身上 发生了什么 宁晨 怎么又是他 这个狗东西 他到底在干什么 在不远处围观的关小曼 脸色极其难看 他预感到 这次行动 可能又要失败了 就在这时 奶茶滩边发生了冲突 两个小混混见事情败露 想去抢手机 结果被一群男生挡住了 气得他们面红耳赤 苏婉婉 蒋颖和徐荣丽 全都松了口气 朝宁晨投去感激的眼神 这次要不是宁晨 邂逅奶茶滩的声誉 肯定要大受打击 看不出来 二位居然有这种癖好 喜欢喝张王味的柠檬水 宁晨笑眯眯地收起手机 然后冲他们抱了抱拳 以示佩服 小子 你他妈什么时候拍的 快把士兵删了 不然老子弄死你 两个小混混 凶相毕露 不料 明晨突然发问 是关小曼派 你们来的吧 你怎么知 小平头一愣 赶紧捂住嘴 听到这种问题 他们下意识 应该问关小曼是谁 结果这半句话一出来 周围听说过苏婉婉 和关小曼恩怨的学生们 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又是关小曼 这个女人真是太坏了 她怎么老和婉婉过不去 神经病吧 蒋颖和徐荣丽气死了 苏婉婉也是秀眉紧锁 轻咬阴唇 内心很惆怅 也很无奈 谁是关小曼 我们压根就不认识 还是纹身难反应快 赶紧补救 但宁晨上来就是一拳 直接倒在他肚子上 打得他躬身如虾 当场跪在地上 小平头当时就猛逼了 他没想到 一个大学生这么猛 说动手就动手 啊好 你妈的 小平头大骂一声 郑玉替兄弟还手 宁晨直接一脚踹在他身上 把他踹飞十几米 扑通一声 掉进了人工湖里 附近围观的学生们 看得目瞪口呆 关小曼也傻了 这咋还打起来了呢 我不会游泳 救命 救命啊 小平头是个汗鸭子 大喊道 有人想救 却被宁晨拦住 他蹲在岸边 伸出手 把小平头接过来 然后顺势抓住他的头发 说 是谁让你们来额钱的 是不是临床一般的关小曼 谁 什么关小曼 我不认识啊 小平头抓着宁晨的手 哭诉道 咕噜噜噜 宁晨直接把他的头 摁进湖水里 围观的学生们 都看傻了 电影里的拷问桥段 搬进了现实 过了四五秒 宁晨才 让他浮上来喘气 又问 是不是关小曼 是是是 是他 小平头话 还没说完 宁晨又把他按回水里 我 我不是说了吗 是关小曼 是关小曼 是他 还要我干什么 小平头在湖水下咆哮 气泡咕噜噜的冒上来 宁晨 快住手 苏婉婉生怕闹出人命 赶紧跑过来制止 宁晨这才把小平头拎起来 随手扔在草坪上 文深男看见这一幕 吓得够呛 单必从湖里拎起一个大活人 这小子是大力士吗 没一会儿 小平头就把事情招供了 果然是关小曼干的 好恶心啊这女的 为了那点创业基金 一直和苏系花过不去 太坏了 真是个吓头女 邂逅奶茶滩发生的事 很快在学校里传开了 QQ群 微信群 朋友圈 甚至还有人拍了抖音 而且没想到 突然上了个小热门 连院系的领导都惊动了 系主任刘薇 再次听到宁晨的名字 头都要大了 小祖宗啊 你安生了还没半天 怎么又惹出事来了 院系某间办公室 刘薇脸色非常难看 不是吧 刘主任 这也怪我 宁晨翘着二郎腿 坐在沙发上 很不满地道 明明是关小曼勾结校外人员 栽赃陷害苏婉婉 我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刘薇很无语 人家栽赃 那是人家的事 关你什么事 你这话说的 怎么不关我的事 邦邦邦 宁晨大意凛然地敲了敲桌子 邂逅奶茶摊钥匙没了 我以后上哪儿白漂奶茶去 你每天给我带试吧 刘薇正说着 一个女老师敲门进来 刘主任 关小曼的爸爸来了 刘薇眉头微微宁紧 小谢 你把他们带进来吧 这个女老师 是临床一般的辅导员 叫谢静 出去后 马上就把关小曼 和一个地中海发型的 中年男人带了进来 中年男人一看生意 就做得不小 穿戴结实名牌 一进来就牛逼哄哄的 和普通家长的气场 完全不同 刘主任 到底怎么回事 小曼说他被人欺负了 中年男人走进来 关小曼跟在后面 指着宁晨 就很委屈地喊道 爸 就是他 就是他欺负我 关先生 来 先喝杯水 刘薇亲自倒了杯水过来 关小曼的老爹叫关伟明 没接水 撸起袖子 大步走到宁晨面前 就是你欺负小曼 嗯 是我 宁晨点头 老子生意忙得很 没工夫跟你这种小屁孩 叽叽歪歪 你现在马上 给我家小曼道个歉 然后该澄清澄清 该赔偿赔偿 听明白了吗 关伟明 训斥道 一般的学生 被这种气场极强的家长训斥 都会心生胆怯 宁晨却感到很好笑 他淡淡地说道 果然是什么样的家长 养出什么样的孩子 上来不分青红皂白 就让我道歉 你说什么 关伟明指着宁晨 信不信我律师三分钟之内赶到 告到你倾家荡产 对了 你爸妈呢 我倒要看看 你爸妈是什么货色 能教出你这么没教养的东西 不好 刘薇听到关伟明说话这么冲 就知道事情闹大发了 连老校长都不敢惹的人 背景该有多恐怖 关先生 刘薇刚开口 宁晨直接就动手了 啪 得一声乍响 关伟明整个人横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在饮水机上 连后面的滤植都撞倒了 临床一般的辅导员谢静 当时就傻眼了 学生打家仗 他当了五年辅导员 还从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 爸 关小曼大喊一声 却突然被人从后面薅住头发 发出痛苦的尖叫 放开我女儿 关伟明强忍着左脸的剧痛 从地上爬起来 抡起拳头冲过来 宁晨抬脚就是一下 把他踹飞出去三四米 撞到办公桌的桌角上 疼得他差点跪下来 小兔崽子 你完了 老子要整死你 关伟明胸口被捉脚撞了一下 疼得喘不过气 刘主任 你在干什么 快报警 快报警啊 这小子要造反了 我 我这 刘伟哪敢报警 怕不是系主任不想当了 放开我 放开我 关小曼不停地挣扎 撕打宁晨 宁晨也不惯着他 一巴掌抽在他脸上 把他打趴在地上 脑瓜子嗡嗡的 小曼 关伟明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死死瞪着宁晨 小兔崽子 我 怕 宁晨走过来 又是一记耳光 直接打飞他三颗大牙 关伟明终于无力反抗 嘴里都是血河谈 说不出一句话 辅导员谢静吓傻了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满脸惊恐地看着 这 这个人 真的是学生吗 我这个人不喜欢废话 宁晨气定神闲 说道 邂逅奶茶滩 我照的 再敢找苏婉婉他们麻烦 弄死你们 撂下这句 他推门离去 关伟明咬牙切齿地看着 眼中既有愤怒 最终定格在了复仇上 关先生 这时 刘薇来到他面前 一脸郑重地说道 想必你也看出来了 宁晨的来头很不简单 我劝您 还是忍了吧 关伟明把嘴里的脏物 吐进垃圾桶 然后问道 他到底是什么人 我也不清楚 刘薇摇摇头 总之 这个年轻人的能量很大 轻大不会开除他 甚至不会给处分 我建议你给 关小曼同学办理转校吧 这样对大家都好 关伟明拳头钻得 嘎吱作响 许久之后 会不会被逼退学啊 行政楼下 三个女生 正在焦急地等待 我听说关小曼的爸爸 做建材生意做得很大 一年挣好几千万 去年学校盖新体育馆 他爸爸出了不少力呢 讲影担忧地道 这次事情闹得挺大的 抖音上有个视频 点赞量几十万了 关小曼被网友们 骂得狗血淋头 徐荣立说着 又道 不过这种事情闹大了 对我们学生没好处 我听说以前有个学姐 在微博上 爆料学校的管理问题 结果风声一过 这个学姐 就被学校找了个理由 开除了 啊 开除 苏婉婉心头一领 她虽然知道 宁晨很能打 但学校应该不会 理会这些东西吧 如果宁晨被开除 那以后可怎么办 正说着 宁晨的声音忽然传来 你们三个在这里干什么 苏婉婉赶紧抬头 一路小跑过来 宁晨 你怎么样 刘主任怎么说 宁晨一脸的不知所云 什么怎么说 讲影跟了上来 关小曼他爸 不是来学校了吗 宁晨 你爸来了没有 话音刚落 几个穿着白大褂的校衣 冲进行政楼 很快从里面浮出来两个伤员 正是关伟明和关小曼这对妇女 其中 关伟明伤势过重 还是用担架抬出来的 苏婉婉三个女孩 眼睛瞪得老大 一脸惊恐地看着宁晨 宁晨 关小曼左边脸高高肿起 从宁晨身边经过的时候 几乎使是用一种杀人的目光看着她 还有苏婉婉 苏婉婉有点害怕 下意识地躲到宁晨身后 还不服气 宁晨瞪了关小曼一眼 上去就是一脚 直接把关伟明的担架踹翻 让这个伤员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宁晨 你混蛋 关小曼尖叫一声 赶紧去追逐自己老爸 而这一幕 都被躲在二楼栏杆后的黎炫明 看在眼里 果然如此啊 宁晨这个杂碎 仗着自己在学校里有关系 这么嚣张 你等着 我要曝光你 让你尝尝网络暴力的滋味 从行政楼离开后 蒋颖和徐荣丽失去地离开 给苏婉婉和宁晨 制造二人空间 宁晨 虽然已经说了很多遍 但我还是想说 谢谢你 苏婉婉走在宁晨身边 没忍住 哭了 她无法想象 今天 还有上次 如果不是宁晨帮忙 她会被关小曼 逼到什么地步 我不是在帮你 我只是不想 以后喝不到免费奶茶罢了 宁晨依旧冷漠 看都没看身边 这个水灵的细花一眼 你要是真心感谢我 就多研发几款奶茶的口味 不然哪天我喝腻了 就不会再帮你了 苏婉婉先是一愣 然后低头浅笑 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个男生 真是嘴硬啊 两人沿着风景秀丽的人工湖 走了一段路 快到校门的时候 苏婉婉忽然鼓起勇气 宁晨 干嘛 宁晨不耐烦地转过头 你 你能做我男朋友吗 尽管在心里练习了很多次 但真说的时候 苏婉婉还是口误了 她闹了得大脸红 赶紧改口 不 不是 是我做你的 你别做梦了 宁晨毫不留情地打击 苏婉婉一下子沉默了 你是不是不想谈恋爱 没事啊 我可以等你 等你想谈恋爱了 不是 我觉得你不好看 宁晨再次拒绝 这次理由更加直白 我 苏婉婉瞬间有点怀疑人生 从小到大 她走到哪里 都被人夸漂亮 这个可不是客套 从初中到大学 被她拒绝过的男生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生平第一次 有人说她丑 不知为何 她突然想到了 她们青州大学的校花 那个名为许淑妍的女孩 宁晨 你是不是喜欢许淑妍 苏婉婉小声问道 啥 宁晨头上 冒出来无数个问号 但为了让苏婉婉死心 她只好说 对 我就喜欢许淑妍那一款 我知道了 苏婉婉扬起青春甜美的脸蛋 强行挤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没事的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我以后 还是会天天给你带奶茶 直到你追到许淑妍 嗯 医院内 关伟明浑浑噩噩地醒来 全身上下 没有一处不痛 宁晨 我不整死你 我就不姓关 死 忍着剧痛 她从枕边拿起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豹哥 三十万 帮我卸一个人的腿 电话另一边 名钻会所天台 陈子豹正吃着膀子练功 自从练了上古强身术 再加上服用脆体伞 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实力 每天都在突飞猛进 比三个月前 强了何止十倍 接到关伟明的电话 她顿时想笑 老子都什么实力了 还接你这种小单子 关老板 又什么人招惹到你了 我最近忙着练功 没空 你给我一个名字 一张照片 我交给手底下的小弟去弄 陈子豹淡淡地说道 好嘞 豹哥 关伟明连连点头 他可听说了 最近水月帮在银花姐的带领下 占了西城区地下半壁江山 豹哥 这事儿说起来也挺离谱的 也有点丢人 关伟明还有点不好意思 一个学生把我给打了 陈子豹眉头微沉 学生 关伟明恩了一声 不是一般的学生 家里估计有点背景 在青州大学 真是一手遮天 连系主任都不敢惹 要不然 我也开不出三十万 不知为何 陈子豹想到了一个人 他继续问 好雕的学生 他叫什么呀 宁晨 关伟明爆出两个字 然后电话那边就沉默了 豹哥 喂 豹哥 你人呢 还在吗 关伟明一脸猛逼地拿开手机 看了看屏幕 奇怪 信号也没问题啊 另一边 陈子豹下的冷汗都出来了 他第一反应 就是挂断电话 拉黑关伟明这个傻逼 但转念一想 这貌似是个立功的好机会啊 他马上对关伟明说道 喂 关老板 我这边信号不好 刚才你说那个学生叫宁晨是吧 关伟明 对对对 就叫宁晨 医学系临床二班的 陈子豹点点头 好 我现在马上安排人过去 你先把定金打过来 关伟明大喜 好 好嘞豹哥 陈子豹挂断电话 立马穿上衣服下楼 把情况告诉了王英花 王英花便将事情 如实转告给了宁晨 三十万 买我一条腿 宁晨笑了 既然他这么狠 那我也不客气了 报警吧 报 报警 王英花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啊 买凶商人 兴致这么恶劣 当然是要好好惩治的 宁晨理所应当地道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是 王英花哭笑不得 记得把证据搜集齐全 再聘请最好的律师 最好让他把牢底坐穿 宁晨又嘱托了一句 挂断电话 悠闲地走进玫瑰园别墅 哟 这不是宁大侠吗 宁晨刚换上拖鞋 走进客厅 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 便传了过来 许书妍穿着毛茸茸的 凯蒂猫睡衣 正坐在沙发上 用一种古怪的眼神 打量他 什么毛病 宁晨撇撇嘴 走到茶几边 给自己倒了杯水 他现在在这个家里 已经没有任何拘束感了 大力哥 今天的事情 我和书妍都听说了 英雄救美 也太帅了吧 姜唐面带坏笑 一路小跑凑过来问道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在和医学系的 细花苏婉婉谈恋爱 宁晨摇摇头 你想多了 姜唐竖起玉指 戳住他鼻子 呆 还敢狡辩 上次我和书妍都看见了 你和苏婉婉 一起去食堂吃饭 一起吃个饭就谈恋爱了 宁晨很无语 那我们也吃了不少吃饭 合着你俩都是我女朋友呗 呸呸呸呸 许书妍像是犯了什么晦气 赶紧骂道 宁晨 你再敢胡说八道 我就告诉妈咪 你占我和小唐的便宜 稀罕占你们便宜 宁晨撇撇嘴 禁止回了自己卧室 妾 总是这么清高 小唐 你说 他到底是真的还是装的 许书妍 瞥了宁晨卧室的门一眼 以他和小唐的姿色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引来关注 但平时在家里 就算穿着超短裤 宁晨都不带多看他们一眼的 有时候 许书妍甚至怀疑 宁晨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我觉得吧 姜唐嘻嘻一笑 大力哥是装的 卧室内 宁晨听见二女的思弹 嘴角旋起一丝无奈的笑意 在他这个活了2000岁的 老怪物眼里 无论许书妍 姜唐 还是苏婉婉 都只是小毛孩子 实在提不起兴趣 周日一大清早 宁晨就被温月 打来的电话吵醒 喂 干嘛啊 他带着点起床气问道 宁晨有贵人多忘事 今天是我的八十大寿 你答应青岚 会过来的 温月也不闹 笑呵呵地说道 哦 八十大寿啊 我知道了 宁晨想起来 确实有这回事 然后挂了电话 继续睡 昨晚带许书妍和姜唐 这两个坑货打游戏 一直打到后半夜 中午起来的时候 他发现家里空荡荡的 许书妍和姜唐都不见了 平时这个点 这俩货应该还在 呼呼大睡才对 大力哥 我和书妍有点是出去一趟 冰箱里有饭菜 你自己热一下 这是姜唐早上八点 多给宁晨发的消息 宁晨看见后 心里暖洋洋的 在这里住上四年 貌似也挺不错的 下午 桃花园大酒店 豪车如云 宾客如雨 今天是青州豪门 温家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整个青州上流社会的人物 基本都到齐了 许家自然也不例外 许景山带着爱妻乔敬 爱女许舒颜 盛装出席 在青州的名流权贵兼应酬 哎 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大力哥要是在 肯定很开心 江堂路过一桌桌 无人问津的美食 拿起一只葡萄放进嘴里 心中感慨 精致的甜品 昂贵的酒水 进口的水果 宛如艺术品般 堆砌在桌子上 但大多数宾客都忙于应酬 攀泉富贵 没人会动这些美食 最多吃两块寿司 垫垫肚子 另一方面 吃东西 嘴里会留有食物的味道 保持口气清新 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交礼仪 舒颜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林娇阳 雪景山带着许舒颜 认识了一个高富帅 这个高富帅很年轻 穿着一身昂贵的定制款西装 身高在一米八五左右 相貌阴朗 简直就是从小说里 走出来的男主角 连许舒颜看了 都感到一丝惊艳 喜欢谈不上 但心里的好感是有的 你好 许舒颜很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你就是许叔叔的女儿 果然和传闻中一样漂亮 这个叫林娇阳的高富帅 直接去牵许舒颜的手 甚至还想吻他的手 你 你 你干什么 许舒颜赶紧后撤一步 警惕地看着林娇阳 身边的乔劲也暗暗皱眉 抱歉 许小姐 林娇阳很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刚从英国回来 还不是很适应国内的社交礼仪 实在对不起 是我梦忘了 没关系 许舒颜摇摇头 人家都这么说了 他自然要给台阶下 许景山却一点不在意 反而对林娇阳推崇备至 舒颜 你和林娇阳加个微信 以后多联系联系 我和他老爸是高中同学 你别看他年轻 其实已经身价几十亿了 而且没靠家里 都是自己白手起家打拼出来的 身价几十亿 白手起家 许舒颜和乔劲都大吃一惊 这个林娇阳也就二十四五岁 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许叔叔过誉了 我就是运气好 完须你必挣了点小钱 以后市场行情不好 只不定要赔成什么样子呢 林娇阳自嘲地道 和许舒颜这种实干企业家 不能比的 不能比的 年轻人真谦虚啊 徐景山很受用地笑了 乔劲却想起了 前段时间的一条新闻 说是英国有一个留学生 创办虚拟币公司 收割国内韭菜 卷走好几十亿 不知让多少家庭倾家荡产 难道 就是眼前这个年轻人 景山 你来一下 乔劲把丈夫拉走了 徐景山临走前 让许舒颜和林娇阳加上微信 然后问道 怎么了 老婆 景山 我问你 你是不是想撮合舒颜 和这个林娇阳 乔劲问道 是啊 怎么了 徐景山理所当然地说道 娇阳现在在青州 可是一块香饱饱 很多人都盯着他手上 几十亿资金 我和他老爸又认识 你这是 把女儿往火坑里推 乔劲突然打断他 怒道 你也投了虚拟币 我不信你没关注币圈 这小子搞内幕交易 还涉嫌洗钱 逼得多少人跳楼 你不知道吗 这很正常 徐景山毫不在意地摆摆手 虚拟币不确定性因素太多 那几年熊市 天台上不也占满了人吗 另一边 林娇阳和许淑妍加上微信 相视一笑 听说许小姐还在读大学 林娇阳随口问 嗯 青州大学 许淑妍谈口亲戚 你呢 我在国外读的大学 名字就不提了 林娇阳刻意引去自己读的 那所野鸡大学 然后感叹道 还是国内好啊 如果再让我选一次 我应该不会去英国 许淑妍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 为什么 林娇阳心里想说 因为青大有你这么漂亮的女孩 但她深知 这种土味情话油腻 于是微微一笑 说道 不为什么 异国他乡想吃一口 青州本地的青帮菜都吃不到 整天吃牛排汉堡 都快吃兔了 哈哈 没想到你还挺接地气 许淑妍被逗乐了 笑叶如花 林娇阳看得心神一致 安道 没想到青州本地 也有这么漂亮的妹子 这趟回国真是妙啊 无论如何 一定要拿下她 要不要吃点东西 许淑妍察觉到了林娇阳的意状 随口找了个话题 我去帮你拿啊 好啊 谢谢 林娇阳尴尬地挠挠头 就在许淑妍转身的瞬间 她目光不受控制地 往女孩屁股上描去 还咽了一下口水 恰好许景山和乔靖走过来 后者敏锐地捕捉到 这个青年才俊眼底的炽热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随后 林娇阳碰到几个朋友 和许淑妍打了声招呼 就走开了 许淑妍终于脱身 来和江唐会合 小汤 我跟你说 我刚才认识了一个超级高富帅 许淑妍对林娇阳的印象很好 翘脸翻着微红 爹地和她爸爸还是同学 我感觉甜甜的恋爱 要轮到我了 江唐拿着许淑妍的手机 翻看林娇阳的朋友圈 仅三天可见 江唐暗暗皱眉 她知道 有些渣男 为了不暴露自己太多信息 会在调到新妹子的时候 把自己的朋友圈 设为仅三天可见 同时也为自己 增添了一抹神秘感 淑妍 你才刚认识她 千万别着急 你这么漂亮 不愁找男朋友的 许淑妍脸上的期待 瞬间换成了嫌弃 可拉倒吧 她和林娇阳 一个地上 一个天上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江唐小手一插腰 我就觉得大力哥挺好的 起码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能保护好我们 咦 小唐 你都为凝晨打包不平起来了 许淑妍坏笑道 老实交代 是不是对她有意思 哪有 我 我就是打个比方啊 江唐没承认 然后赶紧转移话题 对了 淑妍 这里的东西能不能打包 我想带回去给大力哥 好气地瞥了江唐一眼 虽然宁晨救过他们一家姓名 但她骨子里 还是看不起这个小镇青年 觉得闺蜜配宁晨 稍微有点糟蹋了 不过他们两个 如果真的能走到一起 自己肯定还是要祝福的 而这时 许淑妍目光携扫 华人在自助餐区 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这道身影 正对着一盘甜点 狼吞虎咽 与周围应酬中的社会名流们 格格不入 宁晨 许淑妍娇去一正 呆呆地拍了拍姜唐肩膀 小唐 我是不是看错了 宁晨怎么跑这里来了 什么 姜唐转过来一看 翘脸立马掀起一抹惊喜 真的是大力哥也 大力哥 这边这边 他兴奋地摇了摇手 引来不少注意 这让许淑妍感觉一丝尴尬 许景山和乔静 也投来诧异的目光 显然很诧异 宁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场合 小唐 宁晨抬头打了声招呼 嘴角还沾着奶油 大力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 姜唐蹦蹦跳跳 来到宁晨面前 像只可爱的小白兔 温家请我来的 宁晨如实相告 吹牛 许淑妍走过来 双臂环抱 有点嫌弃地扫了一眼宁晨 温家怎么会请你 怎么不会请我 宁晨用舌头舔去嘴角的奶油 淡淡地道 我跟温老爷子 勉强算是朋友吧 许淑妍懒得吐槽了 温家以前可是呼风唤雨的顶级豪门 近些年虽然没落了 但在青州地界上 依旧举足轻重 有温家控股的 济世药园集团 更是全国五百强企业 宁晨一个出身 现成的矛头小子 怎么可能和温老爷子是朋友 这个勉强 也太勉强了点吧 呃呃呃 姜唐被逗笑了 也觉得宁晨在吹牛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看见 宁晨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徐小姐 这是你朋友 突然 林娇阳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啊 林先生 朋友 不是 他是我妈咪闺蜜的儿子 许淑妍没想到 林娇阳会突然出现 有点语无伦次地说道 哦 林娇阳点点头 朝宁晨伸出手 你好 我是林娇阳 他本来正和几个新朋友聊天 看见许淑妍这边有男性接近 心中立马升起危机感 于是快步走了过来 让他不爽的是 宁晨并没有第一时间跟握他手 而是先吃了一块蛋糕 然后才慢吞吞地伸出手 表情还充满了不耐烦 宁晨 这么拽 不知道是哪个大家族的继承人 林娇阳心想 继续低头享受甜品 问老头接他进来的时候 特意告知 这里的东西可以随便吃 宁兄弟看起来很饿 过来的时候没吃饭吗 林娇阳见宁晨狼吞虎咽 不免善笑 吃了 没吃饱 宁晨礼貌性地回了一句 这样啊 林娇阳还在猜测 宁晨的来头有多大 敢在这种场合无所顾忌 突然 他刚认识了几个新朋友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人看见宁晨 顿时瞪大眼睛 宁晨 你特么的 怎么会在这里 晨豪兄 你认识他 林娇阳看向来人 正是和宁晨有过两次过节的 陈家少爷 陈晨豪 糟了 许淑妍心中一震 保安 保安 陈晨豪直接招呼 不远处的保安 然后指着宁晨 这里有个溜进来 混吃混喝的香巴佬 你们快把他赶出去 几个不明所以的保安 对视一眼 快步走来 香巴佬 林娇阳不解地看向许淑妍 许淑妍也感觉有点丢人 先是瞪了一眼宁晨 然后说道 陈晨豪 你干什么 什么干什么 温老爷子的寿宴 也是这种小鳖三 能随随便便进来的 陈晨豪冷哼一声 原来没什么背景啊 林娇阳反应过来 心里顿时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脚上那双油亮的皮鞋 立刻往旁边挪了好几步 很快 保安赶了过来 围住还在大吃大喝的宁晨 先生 请问你有请柬吗 一个保安皱眉问道 没有 宁晨摇摇头 那请问您是怎么进来的 保安又问 温老头带我进来的 宁晨回答 保安顿时无语了 许家 陈家 林家等几大家族的代表进来 温老爷子也不曾现身 这个小屁孩 吹牛也不打打草稿 丢出去 保安队长一声令下 两个保安各搭住宁晨的肩膀 陈晨豪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住手 但就在这时 许景山和乔静赶了过来 乔静很生气 直接动手 把两个保安推开 你们干什么 他是我干儿子 啊 这 保安队长认识乔静 赶紧道歉 对不起 乔总 我们不知道 小山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乔静表情有一丝尴尬 那个 阿姨不是故意不带你过来的 没事的 乔姨 宁晨笑了笑 并不在意 好了 小山 你既然也来了 那就待着吧 吃吃东西 不要四处乱跑 许景山暗暗皱眉 嘱托道 话音刚落 啪 娃娃 被丢出去十几米远 哗啦啦 连着撞翻好几张桌子 桌上摆放着的食物 全部淋到他身上 把他浇成了落汤鸡 地上还有两颗沾着血的牙齿 林娇阳和许舒颜等人 全看傻了 谁也没想到 宁晨敢在这种场合动手打人 许景山在短暂的迟一后 暴跳如雷 宁晨 你在做什么 打人啊 宁晨慢悠悠地抽回手掌 你 许景山气得直翻白眼 身子竟有些站立不稳 爹爹 许舒颜知道爸爸心脏不好 赶紧上前扶住他 然后大骂道 宁晨 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 宁晨没理他 正考虑是继续留下来吃东西 还是走人的时候 陈志豪的父亲 一个大富贤贤的中年富豪 被人告知 老陈 你儿子被打了 快去看看吧 什么 陈志彪大惊失色 赶紧跑了过来 他的宝贝儿子陈志豪 如一条死狗般躺在地上 鼻子 嘴巴和耳朵齐齐躺血 门牙都掉了两颗 秦少好像是陈家的陈志豪 被人打了 一个打扮艳丽的名媛 很惊讶 竟然敢在这种场合动手 咦 秦奋看见宁晨的脸 发现这人和画像上有七分相似 难道是他 秦奋激动了起来 赶紧掏出手机 拍了张照片 发给远在滨海的叶家大少 而这时 孙志彪打完急救电话 挥拳就想揍宁晨 小兔崽子 敢打我陈志彪的儿子 我特么争死你 住手 一道轻力的声音 忽然从人群传来 才离开五分钟 这家伙就惹事了 怪不得爷爷让我看着他 温清兰扫了一眼 躺在地上的陈志豪 暗叹无奈 温小姐 陈志彪咬牙切齿 指着宁晨 这个小兔崽子 不分青红皂白打我儿子 这件事 温家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 愤怒的声音 在一楼大厅回荡着 所有人都以为 宁晨要倒霉了 不料 温清兰扫了一眼宁晨 然后说道 交代 什么交代 宁先生是我温家贵客 敬 四周死一般的寂静 宾客们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温家贵客 就这小子 神 什么 陈志彪愣住了 正正地看着宁晨 又看了看温清兰 温小姐 你 你没搞错吧 这小子 温清兰一脸郑重 陈董 请注意你的称呼 陈志彪咽了口唾沫 怪不得这个年轻人 敢有恃无恐地打人 原来是有大背景啊 仲宾客心中恍然 唯独徐景山一家 在猛逼中徘徊 书妍 我没听错吧 姜唐木讷地问道 温家大小姐说 大力哥是 是温家贵客 我也不清楚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许书妍忽然觉得自己 不认识宁晨这个人了 再联想到他刚才说的那些话 顿时像是一记记耳光 抽在自己脸上 小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乔静的询问声传来 许书妍恨不得把耳朵贴过去听 他太好奇 宁晨和温家的关系了 没什么 我会一点医术 给温老头治过病 他没事就请我吃饭 一来二去就成朋友了 宁晨满口胡周 原来如此 乔静恍然点头 上次周济酒店的毒蘑菇事件 宁晨就透露过自己会医术 但让许家人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能和温老爷子成为朋友 这实在是离谱 嘿嘿 小辰 就算这样你也不能随便打人啊 今天可是老爷子的八十大手 许景山的语气 缓和了许多 哦 宁晨掏了掏耳朵 许景山见他这副态度 不免有点尴尬 只好不说话了 大力哥 你好厉害啊 姜唐狠崇拜地看着宁晨 眼里都是小星星 宁晨宠溺的一笑 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许淑妍看着这一幕 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揪心和难过 宁先生 这时 温清兰恭敬的声音传来 晚宴快开始了 我们给您留了贵宾位 这边请 宁晨奔了一声 路过许淑妍身边的时候 他忽然开口 看在乔宜的面子上 奉劝你一句 许淑妍一愣 什么 离那个林娇阳原点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撂下这句话 宁晨大不离去 许景山和乔静对视一眼 都不明白宁晨话里的意思 莫名其妙 许淑妍既不解又恼怒 合着救他是好东西 变态暴力狂一个 就知道用武力解决问题 走开后 温清兰忍不住扭头问道 林娇阳 就是林权的儿子吧 宁晨点点头 大概是 温清兰对这种态度 已经习以为常了 又问道 你怎么知道 他不是好东西 宁晨吐出两个字 杀气 温清兰纳闷 杀气 你说那个林娇阳 他杀过人 宁晨淡淡道 不是杀过人 是杀过很多人 温清兰满脸怀疑 真的假的 我怎么看不出来 宁晨笑了 就你那三脚猫功夫 能有什么眼力 你 温清兰气愤的攥起粉拳 场中 众兵客缓缓往二楼燕客厅移动 林娇阳也把刚才发生的事 告诉了父亲林权 哦 清州还有这样一位青年才俊 有意思 林权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 不过保养得很好 看起来四十出头 穿着一身笔挺西装 戴着细矿眼镜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 林家父子身后不远 秦奋的手机响了 是叶家大少打过来的 喂 叶少 秦奋按下接听键 下一秒 耳膜差点被吼穿 是他 秦奋 就是他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马上飞过来 叶孤楼的声音 充斥着激动 呃 清州的桃花园大酒店 秦奋话音刚落 叶孤楼又吼了起来 桃花园酒店 好 你把他给我看住了 我现在就过来 嘟 嘟 嘟 电话挂断 秦奋有点猛逼 那个人到底是谁 叶家大少 为什么会这么激动 二楼艳客厅 温月安排宁晨坐在自己身边 许家 林家等等豪门世家 都坐在这一桌 足足坐了将近三十人 温月拿起话筒 上台随便客套了几句 晚宴便开始了 一道道精美的菜肴端上来 茅台和五粮叶等名贵酒水 随处可见 听闻宁小兄弟精通医术 不知道来自哪个医道世家 滨海孙家 姑苏汤家 还是金灵兰家 趁着敬酒的功夫 林家家主林全端起酒杯 被宁晨说道 桌上二十余位富豪权贵 都投来好奇的目光 宁晨 温月和温清兰爷女俩 都有点难闷 宁晨不是内敬舞者吗 怎么还会医术 无可奉告 宁晨懒得搭理他 不断用筷子夹菜 满桌尴尬 林家在青州也是大家族 这个年轻人 竟然这么不给面子 哟 这么赚 小兄弟 该不会来自七府世家 或是京城望族吧 那我们可不配 和您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一个染着酒红色头发的 胖女人开口 与其带着朝梦 在座的富豪权贵 没有不知道七府世家的 那是南方最强大的七个家族 每个都有上千年历史 无比可怕的抵御 其中以滨海业家为尊 宁晨直接开骂 你说什么 胖女人大怒 肉掌在桌上一拍 温老 你请来这么个愣头亲 是想扫大家的心吗 夏总 乔静阴着脸开口 是你先阴阳怪气的吧 我刚儿子可没惹到你 乔总 你这话说的 我就开个玩笑 怎么就阴阳怪气了 胖女人叫夏洪 是做医疗器械生意的 和温家有很多合作 她和陈志标是多年好友 所以才言出不善 宁晓兄弟 确实太过了 刚刚被拨了面子的林全 自然选择站在夏洪这边 她抚了抚鼻梁上的眼镜 不悦地说道 大家都是来为温老庆生的 小兄弟又是打人 又是骂人 这成何体统 再避避 我连你俩一块揍 信吗 宁晨拿着筷子 看向林全和夏洪 你 两个企业家气得差点破口大骂 好了 都少说两句吧 吃菜 温月终于发话了 夏洪和林全 这才信信做下去 夏洪还不消停 她看了坐在对面的林娇阳一眼 笑道 这是林总家的公子吧 真是一表人才 夏总过奖了 林娇阳笑着回应 不愧是豪门公子 就是有礼貌 不像某些人 夏洪斜了宁晨一眼 继续阴阳怪气 林公子 听说你年纪轻轻 就赚了几十亿身家 哎呦 简直让我们这些老前辈 无地自容 没有没有 运气罢了 林娇阳连连摆手 谈起儿子 林全也是十分骄傲 不过他还是很谦虚地说道 娇阳也是投机取巧 算不得什么真本事 林总太谦虚了 数位企业家纷纷笑道 哎呀 林总 我看你家公子和许总的千金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段 夏洪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 指着林娇阳和许淑妍 惊喜地道 你们看看 简直就是金童玉女 夏总 不要乱说啊 林娇阳见许淑妍脸红了 赶紧摆手 我和许小姐 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那有什么关系 以后慢慢认识吗 夏洪起了没人心思 不停地撮合 林全和许景山相识一笑 乔静却不愿意 让女儿成为资本联姻的工具 打算终结这个话题 她从脚下拎起一个包 笑着让服务员弟弟温月 温老 这是我前段时间 托人在岭南买的一块鸡血石百件 今天就送给您当寿礼 祝您服务东海 众人的注意力 马上被吸引了过去 许淑妍被夏洪说的都不好意思了 见妈妈成功转移话题 终于松了口气 林娇阳却还意犹未尽 在她看来 许淑妍已经是她的囊中之物 到了送礼环节 桌上三十余位宾客 纷纷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寿礼 温老 听说您爱喝茶 这块百年大红袍茶砖 送给您当寿礼 温老 听说您对字画有研究 这幅刘春林的字帖我收藏了很多年 今天送给您了 温老 温月脸上笑容逐开 不住地点头 温清兰帮忙收礼 温家很有钱 根本不差这些百八十万的俗礼 所以 温清兰脸上并没有太多表情 这时 林娇阳站了起来 从脚下拎起一只礼盒 温老 我刚回国 也来不及准备什么礼物 这颗餐是长白山的百年老餐 我花了八百多万买来的 您是医药行业的泰斗 帮忙看看是不是真的 满桌震惊 八百多万的长白山老餐 这几乎相当于青州一套江景豪宅了 连夏洪 许景山这样的企业家 都不敢这么送 舒颜 她好有钱 江堂金探 是啊 听说她有几十亿身家 八百万对她来说 应该是小case 许舒颜回答道 我的意思是 他人傻钱多 江堂无嘴偷笑 这时 温月让人把礼盒拆开 一根纺锤形 根须极长的人参 吸引了满桌宾客的注意力 宁晨也瞥了一眼 从上面嗅到了一丝灵气的味道 虽说不是假货 但灵气含量 未免也太低了 对她的伤势没什么用 所以也就不感兴趣 是真货 温老带上老花镜 仔细辨认了一会儿 这才抬起头看着林娇阳 林公子有心了 不过这颗人参太贵重 我不能白药 这样吧 清兰 你回头把钱给林公子转过去 温清兰还没点头 林娇阳便是豪横地拒绝 温老 真的不用 一点小意思罢了 实不相瞒 我这趟回国 准备进军医药行业 到时候 还需要温老多多提携呢 温月还在犹豫 林全带着一丝感慨说道 温老 其实我和娇阳提过温总 他听说百年老餐 对那个病有好处 就不计代价的花钱买来了 总之 这都是晚辈的心意 宁老就收下吧 听到温总二字 满桌的宾客 表情都有些怪异 温清兰美眸中 也掠过一丝悲伤 把头深深低下 好吧 教养有心了 温月终于不再拒绝 收下了这份贵重的受礼 而宁晨也从许淑妍 和江唐的聊天中 得知了温家的一些情况 小唐 这件事你不知道吗 温老的儿子温华 四年前出了车祸 变成了植物人 即使要圆谷家大爹 温家也一年不如一年 许淑妍谈起这件事 也是满口感慨 原来如此 宁晨心中恍然 怪不得认识温老头这么久 一次也没听过他 谈起自己儿子 就在这时 夏洪那令人讨厌的声音响起 喂 姓您的小子 你给温老带来了什么受礼啊 温言 众人齐齐看向宁晨 不会空着手来的吧 夏洪假装惊讶 嘖嘖地道 同样是晚辈 人家林公子 送了价值八百万的百年人参 你空着手来 这不太合适吧 场面一度尴尬 徐景山和乔静 脸上都没光 林娇阳笑了笑 也没说什么 坐了下去 好了 夏总 温月脸色沉了下去 是我让宁晓友 不用准备东西 他人来就行 哎呦 温老 这小子到底是您什么人啊 您这么护着他 夏洪不爽地说道 谁说我没准备受礼 这时 宁晨终于吃得差不多了 拿纸巾擦了擦嘴 淡淡地说道 众人的目光迅速集中过来 林娇阳也饶有趣味地 打量着宁晨 他倒要看看 这小子能拿出什么礼物 能否比他的贵重 宁晨说着 从兜里抽出一张 皱巴巴的白纸 摊开后 随手递给温月 众人满头地问号 什么鬼 一张纸 也能荡成受礼 难道上面写着 下期彩票的中奖号码 温月接过皱巴巴的白纸 迅速瞄了两眼 不解地问道 龙胆生惊丸 这是什么 药方啊 宁晨语气带着一丝训责 你不是搞医药的吗 这都不知道 还真是药方 温月苦笑 夏红的嘲讽声马上传来 笑死人了 拿张药方糊弄人 你懂个屁 宁晨冷笑一声 我这张药方的价值 比他那猪破人身 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闻言 林娇阳嘴角抽出了两下 当场就想骂人 但良好的教养 还让他维持着礼貌的笑容 宁晨 你未免装得也太过了吧 一张药方而已 就算是失传的古药方 又能值多少钱呢 宁晨笃定地说道 无价之宝 你想象不到 林娇阳 真能吹牛逼啊 众兵客 包括许景山在内 都无语了 真是无价之宝 你舍得送人 不过温月知道 宁晨很可能有一位宗师师傅 所以他决定明天找人 把这龙胆生金丸 做出来试试 这张来自小南天界的药方 经过宁晨的改良 药效虽然减弱了大半 但药材地球上都找得到 温月若是有眼光 未来可以凭借这个药 赚取成千上万亿的财富 这也是宁晨 对温家的一次测试 面对重宾客的嘲讽 宁晨也懒得去回应 林娇阳也开始把宁晨 当成一个小丑看待 甚至怀疑温月老糊涂了 才会邀请这样一个小丑 来参加寿宴 扰了大家的雅兴 而这时 桃花园大酒店外 夜幕降临 数量面包车停下 十几个打手 手持钢棍 坐在车上叙事待发 陈哥 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一个光头 把烟屁股弹到窗外 不急 里面正在举办 温老爷子的寿宴 等那小杂种出来也不迟 陈志彪坐在驾驶座上抽烟 满脸的凶汗 棒 他一拳锤在方向盘上 妈的 敢打我陈志彪的儿子 怕是不知道 老子以前混哪条袋的吧 阿道 一会儿蒙上头套 把那小子 丢往死里打 打死了算我的 光头咧嘴一笑 好嘞 陈哥 两个小时后 一台台豪车 驶离酒店大门 陈志彪聚精会神地观察着 许家 林家 他们的人都走了 好 很好 突然 他看见一道身影 在温家爷女的陪同下 出现在酒店大门口 就是他 陈志彪指着宁臣 凶向毕露 上 兄弟们 下车 光头抄起脚边的甩棍 拉开车门就跳了下去 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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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带着头套的打手跳下车 跟在光头身后 气势汹汹地走来 什么情况 夏洪乘坐的兵力车 刚从地下车库开出来 就看见了这一幕 此时 绝大多数宾客 都已经离开了 有人试着报警 结果发现 附近有信息屏蔽器 电话根本打不出去 原来是老陈的人 夏洪收到陈志彪发来的短信 会心一笑 教训那小子一顿也好 让他再狂 走吧 他没有留下来看 他忙着呢 而这时 宁晨和温家爷女 也发现了 这群来势汹汹的打手 爷爷 小心 温清兰赶紧拦在温月面前 警惕地望着来人 你们是什么人 宁晨皱眉问道 什么人 专门来盖你的人 光头冷笑 还在手里颠了颠甩棍 忽然这时 秦奋带着几个保安 冲出酒店大门 拦在了宁晨面前 兄弟 你快走 这里我们来挡着 宁晨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人 你谁啊 我认识你吗 我认识你就行了 哎呀 你哪那么多废话 快走啊 秦奋火急火了地说 心想 要不是叶少吩咐的 你以为我乐意护着你啊 找死 光头眼神一狠 上 把他们丢往死里打 十几个打手 正欲上前 突然 一阵飓风和强光临场 呼啦啦的直升机悬翼的声音 出现在天空之上 卧槽 什么鬼 光头抬起头 一脸震惊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连温月都不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 一架直升机 居然出现在了城市上空 刀哥 有人跳下来了 这时 有一个眼神好的小弟惊呼道 放屁 光头破口大骂 却不料 一道黑影 直直地从天空坠下 咚 得一声巨响 砸在酒店门口的广场上 水泥石板被砸穿 裂痕蔓延出去几十米 所有人都惊呆了 除了宁晨 他怎么找来了 宁晨望了直升机驾驶舱那一眼 暗暗皱眉 这 这你妈 超人 坐在面包车里的陈志彪 看见一个人从百米高空跳下来 眼珠子差点瞪炸 跳机的人 是一个穿着黑卦的魁梧男子 他屈膝一跳 跃起十几米 落在地上 众人呆愣愣地看着 很快 直升机落地 一个样貌阴朗 身穿古装的青年 从舱室内走出来 少爷 魁梧男子来到他身边 躬身行礼 古装青年只是简单点头 然后怀着无比的激动的心情 快步走到宁晨面前 叶少 真的是他 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勤奋跑过来 叶孤楼冲他点点头 又拍拍他肩膀 以示感激 太激动了 太特么激动了 找了四个多月 终于找到面前这尊大佛了 这一次 他说什么 也要拜师学艺 你是 叶家少主 叶孤楼 温月盯着古装青年半天 忽然大吃一惊 喊出他的名字 放肆 那名魁梧男子 沉生训斥 宗 宗师恕罪 温月赶紧退了两步 功身致歉 什么 宗师 温清兰粉唇大张 足能塞进去一只苹果 跳机的这人 是五道宗师 腾叔 叶孤楼赶紧训斥 五王当前 不可造次 是 少爷 腾信宗师欠身行礼 却始终用一种 很怀疑的目光 看着宁晨 这么个小忙孩子 是五王 啊 自家少爷一定是疯了 脑袋被打坏了 前辈 叶孤楼鼓起勇气 你认错人了 宁晨摇头就想走 不 我没有 就是你 叶孤楼绕到宁晨面前 一脸艰辛地道 得穿 闭嘴 宁晨没好气地瞪着他 敢乱说 老子掐死你 温月整个人 要知道 叶家作为南方第一大师家 族中可不止一位宗师 腾信宗师闻言 眉头也是暗暗皱起 当着他的面 威胁掐死他们家少爷 是不把他藤铁山放在眼里吗 好好 不说 不说了 叶孤楼看出了 宁晨不愿暴露的心思 然后又道 前辈 这里人太多 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吧 对了 这帮人是干什么的 叶孤楼用眼神 示意了一下光头阿刀等大手 宁晨淡淡地道 几只不长眼的楼一罢了 叶孤楼早就看出 这帮人来者不善 脸色猛得一黑 你们好大的胆子 腾叔 收拾掉他们 是 少爷 腾铁山领命 一眼扫向光头阿刀等人 妈呀 这些混社会的打手 哪里承受得住宗师的目里 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 亡魂接冒 手脚并用的朝广场外逃去 但下一秒 腾铁山袖袍一挥 一股肉眼可见的雾白色气静 扫向了这群打手 啊 十几个打手 都好像被高速行驶的汽车撞上 狠狠抛飞了出去 有的挂到树上 有的摔进车窗 还有的把酒店大门口的石狮子都撞翻了 一片狼藉 陈志标坐的那辆面包车 风挡玻璃被一个人撞穿 就处在他跟前 吓得他哇哇乱叫 从驾驶位窜到后座去了 没有一个打手还能站起来 基本都重伤兵死 这 这是 真气 宗师 真的是宗师 温清兰连呼吸都是颤抖的 他听爷爷说过 能杀敌于千步之外 这个黑卦男子 只是简单的一挥手 几乎弄死了十几个打手 少爷 藤铁山转身朝叶孤楼一点头 事宜解决完了 叶孤楼只是简单的恩了一声 然后又看向温月和温清兰 礼貌地道 天色不早了 二位还不走吗 叶少说的是 温月看出了什么 深深一礼后 带着孙女温清兰离去 头都不带回的 秦分 你先回酒店 我晚点过去找你 叶孤楼又把秦分支走 保安们也都赶走 你想说什么 宁晨有些不满 前辈 要不咱们 还是换个地方讲话吧 叶孤楼很有礼貌 就在这里说吧 宁晨说道 好 叶孤楼满怀期待 又有些紧张 前辈 还是上次那件事 我想拜您为师 别做梦了 宁晨没等他说完 便言辞拒绝 我从不收徒 前辈 叶孤楼急了 只要您肯收 无论什么条件 我都可以答应 真的 宁晨邪腻了他一眼 千真万确 叶孤楼坚定地点头 他已经决定了 无论宁晨开出多高的价码 哪怕是要他们 叶家一半的资产 他都会说服父亲接受 只因眼前之人 乃是一尊传说中的武王 自己亲眼看见 他杀死了剑圣得川一郎 绝对错不了 那好 我要灵药 很多很多的灵药 宁晨开口 灵药 好 腾说 你马上回一趟家族 叶孤楼扭头吩咐 腾铁山还没说话 宁晨又道 慢着 我要的灵药 不是普通的灵药 而是高级灵药 最起码 也要千年人参那种 腾铁山脸色大变 什么 千年人参 阁下的胃口 未免也太大了 千年人参只是打底 我真正需要的 远不止 宁晨又道 腾铁山脸色僵硬 看得自家少爷一眼 叶孤楼脸色也有点尴尬 显然满足不了宁晨的要求 真正生长了千年以上的人参 何其珍贵 即便是他们叶家 发动所有资源 也只能收集到寥寥几根 更别提其他的了 弄不到吗 那我走了 宁晨拔腿就走 叶孤楼拳头紧钻 脸上写满了不甘 爷爷 他们在说什么 不远处 一片桃林之中 温家爷女并没有走远 而是在偷看 听不清 温月摇摇头 爷爷 宁晨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叶家大少爷 对他这么尊重 温清兰真是越想越后怕 当初自己还跟着断水流 去找他麻烦呢 或许 真应了夏洪的那句话 温月目光复杂 他是京城望族的人 爷爷 宁晨好像要走了 这时 温清兰伸手一指 爷女俩就看见 藤铁山在宁晨转身的瞬间 发出一声爆喝 站住 有事 宁晨皱了皱眉 瞥了这个穿黑色马褂的宗师一眼 疼书 叶孤楼看出来 藤铁山要帮他说话 藤铁山一摆手 示意叶孤楼不要管 他目光悠悠地盯着宁晨 说道 听我家少爷说 阁下小小年纪 却是传说中的五王静 不知是真是假 什么五王五神的 玄幻小说看多了吧 宁晨根本不清楚 地球上的古武境界划分 我猜也是 五王静 整个华国也没有几位 藤铁山冷冷一横 我还听我家少爷说 樱花国的剑圣德川一郎 死在了阁下手里 不认识 宁晨摇头 叶孤楼就知道 宁晨不会承认 不由苦涩一笑 事实上 整个叶家都认为 他脑子被打坏了 出现了幻觉 天黑了 我要回家了 再见 宁晨嫌烦了 准备离开 等等 藤铁山再次作死 慢悠悠地说道 我家少爷希望阁下留下来 把一些误会解释清楚 阁下可否赏脸 宁晨语气冰冷 我要是不赏脸呢 藤铁山咧嘴一笑 那可由不得阁下 说着 他把手搭在宁晨肩膀上 宁晨身形一致 微微叹了口气 我最讨厌别人不经过 我同意就碰我 给你三秒 拿开 否则后果自负 藤叔 算了吧 夜咕楼再劝 没事 少爷 藤铁山很自信地摆了摆手 说道 我倒要看看 他能让我付出什么样的后果 突如其来的惨叫 吓了夜咕楼一大跳 他看见了什么 藤铁山整条右臂 莫名其妙炸开 臂骨断成六结 刺出皮肉 血淋淋地呈现在他眼前 一股股乳白色的气静 从宁晨体内散发出来 炼气成钢 大宗师 你是大宗师 藤铁山看见宁晨身上 笼罩着的乳白色真气 简直像见了鬼一样 嚎叫起来 宗师 提炼真气 身扛火炮 杀敌于千步之外 而真气 可以进一步提炼出钢气 这种力量更加可怕 据说可以扛住导弹的轰炸 提炼出钢气的宗师 则被称为大宗师 比普通宗师 要强上好几倍 这些念头 从藤铁山脑海中 一闪而过 一只秀气的拳头 不断在他眼前放大 最后 一个他反应不过来的速度 砸中他胸口 砰 藤铁山直接原地消失 谁也不知道 他去了哪里 暗中观战的温清兰 揉了揉眼睛 问温月 爷爷 那位黑卦宗师 人呢 不知道 温月也看不清 你 你杀了藤叔 叶孤楼离得近 却是知道 宁晨干了什么 他瞪大眼睛 颤抖地往后退了几步 杀倒没杀 就是给了点教训 宁晨淡然覆手 区区炼气漆 也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 实在是不知死活 练气漆 叶孤楼不解 但听到藤叔还活着 他稍微松了一口气 你若能收集来一些高级灵药 我倒是可以考虑 收你做个记名弟子 不然就别做梦了 宁晨说完这句话 一辆网约车 缓缓驶来路边 原来 他之所以和叶孤楼 避避这么久 是在等车 拉开车门坐进去 车子很快驶离桃花园大酒店 随后 叶孤楼也在距离酒店大门 几公里外的一处工地上 找到了衣衫破烂 重伤吐血的藤铁山 少爷 我有眼不识泰山 此人 此人是大宗师 是媲美老祖宗的大宗师 藤铁山说完最后一句话 竟因伤势过重 当场昏死了过去 藤叔 藤叔你坚持住啊 回到玫瑰园别墅 许书岩坐在客厅玩手机 似乎再给某人发消息 脸上不时浮现一抹甜甜的笑容 看见宁晨回来 他马上就把脸板了起来 宁晨也没理他 静止回了卧室 准备打会儿游戏就睡觉 江唐忽然发来消息 江唐 大力哥 书岩好像喜欢上那个林娇阳了 回来后就一直在和他聊天 竟然都不理我 宁晨 哦 那我带你打王者 江唐 大力哥 书岩都要被拐跑了 你还有心思打游戏 后边跟了一个生气的表情 宁晨 他被拐跑 关我什么事 江唐 乔伊一直想撮合你和书岩啊 宁晨 打不打游戏 不打我自己打了 后边跟了一个翻白眼的表情 江唐 哎呀 大力哥 你正经一点吗 我总感觉那个林娇阳不是好人 宁晨 恭喜你 答对了 那家伙确实不是好人 江唐 我感觉他是一个渣男 宁晨 宁晨还以为江唐 也看出林娇阳身上的杀气了 没想到只在乎他是不是渣男 至于许书岩日后被杀还是被渣 那就不关他的事了 反正他已经打过招呼了 刚打开游戏 王银花一个电话又打了过来 告诉他 关伟明提着一袋子现金 来明钻会所买凶杀人 现在被抓了 按照他们聘请的律师推算 蓄意杀人未遂 至少要判个八年的样子 关伟明这种小人物 宁晨根本就懒得搭理 恩恩欧欧几句后便挂断 结果温月又打进来 小心翼翼地问他 下周有没有空 想请他吃顿饭 哎 这群人怎么这么发啊 宁晨干脆把手机关机 蒙头睡觉 凌晨十分 滨海白云山 叶家祖宅内 藤铁山躺在病床上 脸色苍白 奄奄一息 情况怎么样了 叶家家主赶过来 问向一个蚂蚁老者 蚂蚁老者摇摇头 左臂被吠 五脏剧烈 好在心脉未断 尚可活命 竟然把老藤打成这样 叶家家主气得火冒三丈 对守在床边的叶孤楼说道 孤楼 那个人究竟是谁 为什么对你藤叔下此毒手 我早就说过了 他就是杀死的川义郎 救下我的那位武王前辈 可惜没人信我 叶孤楼重重一叹 藤叔也不信我 三番五次挑衅前辈 结果 哎 武王 我们整个华夏 泱泱大国 明面上的武王 一共也才四个 江南一个都没有 这个年轻武王 到底哪冒出来的 叶家家主十分郁闷 若不是藤铁山 现在重伤躺在这里 他根本不信 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能修炼到传说中的武王境 爸 我决定了 这时 叶孤楼起身 坚定地说出一句话 我要去青州大学读书 啥 叶家家主愣愣地看着儿子 不明白这是要干嘛 叶孤楼解释道 勤奋刚刚帮我查到 那位前辈在青州大学读大一 我想跟他做个同学 慢慢加深感情 说不定以后他一开心 就说我为徒了 武王 读大一 叶家家主怀疑自己耳朵 是不是出毛病了 爸 事不宜迟 现在就安排人 帮我办理入学手续吧 叶孤楼越想越激动 若是得到一位武王的指点 他能省去多少年的苦工 一个平淡的周末 就这么过去了 除了林娇阳约许舒颜出去吃饭 江堂埋怨宁晨 为什么不阻拦之外 再无任何差距发生 周一早上 宁晨抱着几大包薯片 悠哉悠哉地去上课 上午的课程结束后 辅导员王川 趁大家都没走 领着一个转学生走进来 各位同学 这位是滨海大学 转过来的叶孤楼 大家鼓掌欢迎 王川话刚说完 教室内便掀起一片哗然 叶孤楼 哇 好酷的名字 人也很帅啊 身材也很棒 真的好帅啊 校草级别的 一群女生开始发春 连家境优渥的白富美班长张欣然 都有点挪不开眼睛 这个叶孤楼 简直就是他的理想型啊 宁晨听到这个名字 却是皱起了眉头 抬头一看 尼玛 果然是叶家那小子 他换上一身校服 戴着眼镜 剃着短发 整个就是一阳光大男孩 任谁也不知道 他就是南方第一大家族的少主 看见宁晨黑脸 叶孤楼也是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 善善地笑着 王川走后 许多女生围上来要微信 叶孤楼三言两语 把他们打发后 快步追上宁晨 前辈 好巧啊 你也在清大上学 叶孤楼嬉皮笑脸地跟在后面 你到底想干什么 宁晨很不耐烦 没想干什么呀 我就是来读个书 前辈千万不要误会了 叶孤楼一本正经地说道 宁晨摇摇头 快步走开 接下来的一天 他去哪儿 叶孤楼就去哪儿 叶家大少爷 俨然化身成根屁虫 连尿尿都要拎着 到了晚上 宁晨照常去泄后 买茶摊拿奶茶 叶孤楼虽然是内境舞者 可以几个月不进食 但回到校园 他嘴巴也馋了 你好 我要一杯芒果珍珠奶茶 叶孤楼对着点单的女店员说道 心中还添了一句 都说清大盛产美女 看来是真的 连个卖奶茶的小妹 都这么漂亮 不好意思 叶同学 请你到后面去排队 苏婉婉认出 这是上午的转学生 于是很有礼貌地说道 他怎么不用排队 叶孤楼愣了愣 指着宁晨问道 咕噜噜 宁晨正在喝奶茶 没理他 一旁的讲影笑道 叶同学 婉婉和宁晨关系可不一般 你说呢 音音 你别乱说 我和宁晨没什么的 苏婉婉赶紧澄清 还偷偷瞄了宁晨一眼 宁晨已经喝完一杯 正在喝第二杯 卧槽 难道是失魔 叶孤楼心头一震 看向苏婉婉的目光 瞬间发生了巨大转变 背后甚至渗出冷汗 后怕不已 他刚才还想 好不容易回到大学校园 要不抛个妹子玩玩 幸好他还没付出实际行动 不然就死定了 好的失魔 我现在就去排队 叶孤楼说完 就往后面走了 音音 容烈 他刚才叫我什么 苏婉婉一脸迷茫 两个闺蜜也摇摇头 没有听清 宁晨瞪了叶孤楼一眼 然后指着奶茶摊边上的 二十杯奶茶 问道 这些我能喝吗 这个不行 苏婉婉难得拒绝他 这些是别人订好了的 下次做给你喝吧 哦 那算了 宁晨把喝完的两杯奶茶 扔进垃圾桶 拍拍屁股准备走 每天喝这么多奶茶 也不怕身体出事 蒋颖和徐荣丽 在后面叽叽歪歪 就在这时 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青年 走到奶茶摊边 问道 我早上预定了二十杯奶茶 做好了没有啊 做好了 一共一百六十元 苏婉婉看向他 服务态度很热情 哦 鸭舌帽青年 弯腰把二十杯奶茶拎起来 然后掏出手机 在他面前晃了晃 牛逼轰轰地说道 我们是做大学城 美食探店的自媒体 抖音上有八十多万粉丝 帮你宣传一下吧 钱就免了 苏婉婉一时没反应过来 这个人是想吃霸王餐吗 不好意思 同学 苏婉婉赶紧拦住他 你还没有付钱 不是 你听不懂中文啊 鸭舌帽青年 露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我们是做探店的 抖音八十多万粉丝 随便帮你们这个 破奶茶摊宣传一下 带来的利润 就不止一百六 而且是免费的 我还没管你要钱呢 苏婉婉很无语 这人什么啊 我什么时候 请你来宣传啊 不准走 蒋颖和徐荣丽 赶紧放下手里的工作 从摊位里跑出来 拦住鸭舌帽青年 把钱付了 就是 想吃霸王餐呢 管你探不探店 买东西必须付钱 这年头 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许多学生都帮忙打抱不平 夜孤楼目光一亮 也觉得自己机会来了 于是兴奋地撸起袖子 准备上去英雄救美 啊 不是 英雄救师母 探店都是不给钱的 你们懂不懂啊 鸭舌帽青年满脸不爽 把奶茶往地上一扔 又开始吹牛逼 平时那些饭店 餐厅 都是求我们过去 做宣传的 完事儿 还对我们宣传费呢 现在免费帮你们这个破 奶茶摊宣传 你们还不乐意了 连几杯奶茶都舍不得送 活该你们连的店面都租不起 我呸 鸭舌帽青年越说越气 一伸脖子 竟往奶茶摊上面 吐了一口痰 砸牌奶茶 老子还不要了呢 切 说完他拔腿就想走 过分了 俗婉婉 他们气死了 他奶奶的 夜孤楼也气得不轻 正欲上前教训这个人渣 突然 一道青力倩饮掠来 一脚把鸭舌帽青年 踹了个仰巴叉 阿斯 谁啊 谁偷袭我 鸭舌帽青年疼得直咧嘴 好不容易从地上爬起来 又被一只白镜小手 薅住头发 一路拖到奶茶摊边 擦干净 冰冷的女生传来 带着无容置疑 是鼓舞社的温学姐 温学姐好棒 打死她 打死这个吃霸王餐的狗东西 学生们欢呼雀跃 苏婉婉三人 也朝温清兰 投去感激的目光 鸭舌帽青年 本来还想反抗一下 结果温清兰力气大的惊人 这才狼狈逃离青大校园 这不是前几天碰到的那个妹子吗 叶孤楼认出了温清兰 暗暗咒骂 她抢自己功劳 温学姐 谢谢你 苏婉婉三人来道谢 温清兰只是简单地摆摆手 示意没什么 宁晨在不远处看戏 她快步走过去 小心翼翼地问道 宁先生 爷爷在家准备了晚宴 您可否赏脸 宁晨想了想 很严肃地问道 有好吃的吗 温清兰笑夜如花 当然 比寿宴那天 只好不差 自从知道宁晨是个吃货后 温家就想方设法 寻找顶级食材 再聘请顶级大厨 只为招待好她 那还等什么 宁晨揉了揉肚子 正好她晚饭 还没吃 两人结伴走后 蒋颖担忧地对苏婉婉说道 婉婉 温学姐好像和宁晨吃晚饭去了 他们不会再谈恋爱吧 不知道 苏婉婉低下头 眸中有藏不住的难过 温清兰带着宁晨 一路来到校外 一台劳斯莱斯幻影 停在门口 宁晨上车后 温清兰忽然发现 后面站着一个人 他回头一看 吓了一大跳 叶 叶少 温清兰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叫我叶同学就好 叶孤楼摆了摆手 你叫什么名字 回叶少 我叫温清兰 我爷爷是温月 温清兰紧抱双拳 九十度鞠躬 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 校门口人流量极大 学生们投来奇怪的眼神 都说了 不必拘谨 叶孤楼不耐烦地扶起他 温家貌似有过耳闻 以前在青州名气很大 后来好像就没什么动静了 是的 叶少 哦不 叶同学 温清兰如小鸡啄米般点头 脑子简直乱成一锅粥 欺负世家之首 叶家的大少爷 怎么会出现在青州大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温小姐 你准备带您前辈去什么地方 叶孤楼又问道 您前辈 宁晨 温清兰愣了一下 带他去我家吃饭 吃饭啊 太好了 我正好没吃 不知道能不能去你家蹭蹬饭 叶孤楼没皮没脸地说道 什么 温清兰要吓死了 他赶紧鞠躬 侧身 伸手 一气呵成 叶少 请上车 好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叶孤楼笑容满面地拉开车门 坐了上去 哟 您前辈 这要巧 您也去温家吃饭 我 碰 招呼还没打完 堂堂叶家大少爷 直接被一脚从车上踹了下来 温清兰 万万没想到 叶孤楼最终还是去了酒席庄园 不过不是坐劳斯莱斯去的 而是自己打听位置 打车过去的 温月得知 叶家大少爷来做客 简直又惊又喜 吩咐厨房再多做一些菜肴 舞者的食量 普遍都大 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 温月让温清兰 取来一张银行卡 笑眯眯地地点宁晨 叶孤楼品着一杯陈年建南春 静静地看着宁晨他们 也不出声 这是干什么 宁晨扫了一眼银行卡 没有去接 语气也比以往恭敬许多 甚至带上宁字 宁晨没动 温月继续说 龙胆升金丸 我那天连夜找人做出来了 药效实在是惊人 我才服用三天 便有奇笑 说到奇笑 温月老脸微微一红 却没有细讲 只是说 这样的神药配方 温家不敢独吞 除了这六千万 以后龙胆升金丸 无论销量多少 都有五成的分红 打到宁先生账上 宁晨这才接过银行卡 收进袖子里 还算老实 我以为 你们会敲咪咪吞下这张药方 温月赶忙摇头 奇赶 奇赶 宁晨点点头 先看看龙胆升金丸 卖得好不好吧 若是好的话 我这里还有几张药方 可以一并交给你 真的吗 温月大喜过望 当场主拐起立 宁晨却没有太多表情 龙胆升金丸 不过是他花了一节课 时间改良的普通药方 他甚至掌握着 批量生产炼气期 宗师 战力的秘方 也能让被困炼气期 多年的修饰 在一个月内筑集成功 这就是原因期修饰的手段 凡人永远无法想象 那个 这时 叶孤楼忽然开口 温老 龙胆升金丸是何物 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这声温老 叫得温月心里暖洋洋的 他解释道 叶绍 龙胆升金丸 是老夫根据您先生的 一张古药方 制作出来的补药 虽然还没有通过临床检验 但根据老夫生更医药 行业多年的经验来看 此药滋阴补肾的效果极强 远远超过市面上的那些 繁俗药物 老夫才服用三天 就感觉回到了壮年期 嗨嗨 叶绍 你懂的 温月有点不好意思的咳嗽一声 温清兰站在一边 脸都红了 只好装作没听懂的样子 真的假的 叶孤楼瞪大眼睛 温月都八十岁了 吃药三天 回到壮年期 他第一反应就是 这是压榨人前例的毒药 副作用极大 但联系到宁臣可怕的修为 又看了看温月红润的脸色 他慢慢震惊了下来 思考了一番后说道 温老 能不能给我一些龙胆生惊丸 温月一愣 叶绍 你年纪轻轻 怎么就需要吃这种药了 扑 叶孤楼差点喷饭 身为男人的他 拼命辩解道 别胡说八道 我只是想试试要笑 若真有你说的那么神奇 叶家可以投资这个项目 什么 温月大吃一惊 再次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温清兰也瞪大美眸 甚至比听见宁臣手里 还有几张古药方 更惊喜 如果是真的 我温家未必不能重回 青州第一家族的宝座 温清兰激动的郊区 轻轻颤抖 温月行事谨慎 忙去问宁臣的意见 宁先生 您看这 我没意见 宁臣直接说道 反正我就负责出药方 怎么卖 那是你们的事 记得给我分红就成 好 温月一张老脸 笑成了菊花 叶孤楼也在心里比了个宴 胜利的手势 终于和宁前辈 拉近一点距离了 至于龙胆生今晚 其实他没怎么放在心上 古药方 他们夜价也很多 青岚 爷爷今天高兴 让厨房再加点菜 爷爷要和宁先生 夜少不醉不归 温月容光焕发 笑着吩咐孙女 爷爷 您别忘了那件事啊 温清兰小声说道 又偷瞄了宁臣一眼 这才走开 天渐渐黑了 宁臣也吃得差不多了 正打算走的时候 温月说道 宁先生 夜少 如果不嫌弃 今晚就在我这住下吧 夜姑楼无所谓 用眼神请示宁臣 宁臣没理他 对着温月说道 温老头 您要是有什么事 你就直说 别拐弯抹角 我最讨厌的 就是谜语人了 嗯 好 温月没想到 宁臣已经看出来了 于是刚大的说道 宁先生听说过 我儿温华吗 宁臣摇头 没听说过 温清兰站在一边 沉默不语 轻翘脸蛋 带着些许悲伤 他是我唯一的儿子 也是清兰的父亲 温月讲述道 化而是万中无一的 商务奇才 既有惊人的经商天赋 又极具武道根骨 不惑之年便修成内境 笑傲青州武道界 我曾以为 他会带领温家 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让他变成了植物人 等等 夜姑楼忽然很没礼貌地打断 内境舞者出车祸 还被撞成植物人 那呢 内境舞者的神经反应 接近因素 能轻松躲避子弹 温家大少爷 难道是被战斗机撞了 温月醉醺醺的面庞上 渐渐爆出几根青筋 只听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夜少说得不错 化儿其实不是出车祸 而是被高手所伤 那个人 用很残忍的武功 折断他的四肢 重创他的大脑 把他变成一个植物人 温清兰听到这些话 摇鼻开始发酸 泪水开始在眼圈里打转 原来如此 是仇家寻仇吗 夜姑楼问道 不知道 温月摇摇头 这么多年来 为了搜寻凶手 和得化儿治疗 温家几乎散尽家财 股价也是一跌再跌 所以 你想请我出手 治好你儿子 宁晨也不磨叽了 直接挑明主题 没错 温月点头承认 温清兰也鼓起希望 用一双闪烁着泪光的翘眸 看着宁晨 让我先看看情况吧 很快 温月带着宁晨 来到九西庄园后院 一间宽敞的竹屋内 宁晨和夜姑楼 见到了温家大少爷 有庸人悉心照料 师父 能治好吗 夜姑楼凑过来问 滚一边去 谁是你师父 宁晨瞪了他一眼 然后就把他赶了出去 宁晨坐在床边 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温华的情况后 吐出两个字 能治 是 那温家爷女瞪大眼睛 我说 我能治好你儿子 不过龙胆生经完 包括以后药物项目的分红 我要拿七成 宁晨说道 行 没问题 温月不假思索 宁先生 您 您真的能治好我爸吗 温清兰哭了 大颗大颗的眼泪 已经一红了眼眶 等他醒了 你再哭不迟 宁晨说道 你们出去吧 记住了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进来 也不准偷窥 万一耽误了治疗 后果自负 是 是是是 温月满口答应 临到门边 宁晨又想起了什么 对了 给我拿个手机充电器 不一会儿 竹屋的门从里面反锁了 温月派了二十多个保镖看守 自己还亲自盯梢 甚至还找来一大群 私人医生和护士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 生气地说道 我从事神经内科工作这么多年 就没见过哪个植物人病患 说治好就能治好的 没错 温老 我百分百确定 您被骗了 又一位康复理疗专家 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您还是把门打开 让我看看 里面那个人的行医资格证吧 我们这也是为了温总的安全着想 不必了 温月很相信宁晨 你们老实 待着就行 一群专家面面相去 温老这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了呀 一位主张亲情疗法的女专家 叹了口气 温老毕竟八十多岁了 儿子怎么治都治不好 可想而知心里有多着急 这时候冒出一个江湖骗子 抱着某个民间土方大肆吹嘘 还顺带踩 他们这些专家们一脚 温老受骗也能理解 等着打脸吧 你们 叶孤楼抱着双臂 坐在后院石桌上 笑着这群焦头接耳的饭桶专家 此刻 竹屋内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宁晨正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捧着手机打游戏 手机还连着充电线 病患温华 被她扔在沙发上 温月和温清兰 要是走进来看见这一幕 估计会当场气死过去 第二天中午 宁晨伸了个懒腰 从床上爬起来 连打了几个哈欠 她把温华抱回床上 接着 她敞开温华的衣衫 双指往她胸口一戳 扑 被一声 手指刺进皮肉骨缝间 鲜血流淌而出 一秒后 宁晨拔出手指 指尖静夹着一只 鸡扎乱叫的虫子 这是什么 温月被宁晨叫进来 震惊地看着桌子上 那只怪虫被玻璃杯罩住 十分猙獰恐怖 到处乱撞 这是苗疆的蛊虫 宁晨还没说话 叶股楼率先开口了 师父 这东西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谁他妈是你师父 宁晨又瞪了她一眼 没好气地说 在温华身体里抓到的 抓了一晚上 累死我了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一天 她随时可能醒来 这也多亏了你们 这些年来的悉心照料 此言一出 周遭大惊 温月老眼瞪的滚员 冲上去紧紧握住 宁晨的手 这 真的吗 宁先生 画她一天内就能醒 宁晨把手抽出来 差不多 温清兰瞬间泪目 太好了 爸 这时 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疗专家 看不下去了 小伙子 没有行医资格证 随便给人治病 这是犯法的知道吗 有一个男医生 开口训斥道 温老八十多了 你骗骗她还可以 骗我们你还早着呢 你谁啊 宁晨厌恶地扫了她一眼 这里有你说话的范吗 你说什么 男医生大怒 然后就开始摆资历 我是市医院的 神经内科主治专家 美国美奥医疗中心毕业 也是温家雇聘的 医疗专家之一 你说有没有我说话的范 宁晨听笑了 这么多头衔 有什么用 你治好温老儿子吗 拿钱不办事 要是我早把 你们都轰走了 你 十几个专家勃然大怒 纷纷朝宁晨 投来愤怒的目光 恨不得活思了她 搞得你能治好一样 男医生冷哼道 或许是屋里太吵了 在床上躺了四年的温华 意识一点一点被唤醒 她睁开朦胧的眼睛 迷茫地望着四周 接着 她张开嘴唇 试了好几次 才虚弱地喊出一声 爸 这一声 让吵闹的屋子鸦雀无声 所有人转过头 呆愣愣地看着床上 已经苏醒的男子 爸 青蓝 温华脸色苍白 胸口包扎着纱布 脸上挂着笑 两行泪水 却从眼眶流淌下来 下一秒 温月和温青蓝 扑到床边 哭成了泪人 话 爸 呜呜 一家三口 哭成一片 叶孤楼站在宁晨身边 笑着说道 师父 厉害啊 宁晨依旧不给她好脸色 滚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刚才那个摆字里的男医生 此刻抱着头 一脸震惊地看了看温华 又看了看宁晨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不告诉你 宁晨很欠揍地一笑 转身离去 师父 等等我 叶孤楼紧随其后 屋内一群专家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瞬间都有点怀疑 人生和自己的职业能力 随后 温青蓝留下裴温华 温月来到前厅 老眼红肿 不停地向宁晨道谢 宁先生 谢谢您 谢谢您 从今以后 温家就是宁家 宁就是我们温家最大的恩人 老人几乎要给宁晨跪下了 在他眼里 宁晨花了一整个晚上 彻夜未眠 帮他儿子治病 这份恩情 易于言表 不过是耗费了一些精力吧 宁晨摆摆手 你要是真想谢我 就帮我搜集一些灵药吧 温月目光一亮 灵药 宁晨点头 对 越高级的灵药越好 不过最差 也要是千年人生 再低级的就没用了 温月马上说到 我们温家有一块祖传的灵芝 是从西州传下来的 宁先生要不要随我去药房看看 西州传下来的灵芝 宁晨愣了一下 真的假的 不会是上周的吧 上周 温月哭笑不得 宁先生放心 我敢保证我小的时候 我爷爷就告诉我 这是我们温家的传家宝 那也没几代人啊 算了 带我去看看吧 宁晨没抱太大希望 随后 他跟着温月 来到九溪庄园后院的地窖 地窖有好几层 常年灯火通明 顺着楼梯往下走 宁晨发现 地窖墙壁上 嵌着许多玻璃保险柜 里面存放着一件件古董 这些古董 宁晨在庄园大厅里都见过 不用想 地窖里的这些才是真品 大厅里陈列的都是假货 防止贼来偷 很快 温月把宁晨带到一间库房内 库房墙壁上有很多小抽屉 温月搬来梯子 亲手从最上面一层的某个抽屉里 取出一只锦盒 宁先生 这就是我们温家的传家宝 随手接过 打开 一块通体血红 形似大脑的灵芝 躺在黄色的绸缎中 散发着古老而奇异的清香 宁晨眼底 瞬间掀起一抹惊喜 这是千年份的凤脑汁 扑通扑通 宁晨的心脏 悄然跳动了起来 回地球这小半年来 他从未如此激动过 因为 这块名为凤脑汁的灵芝 对他的伤势有帮助 宁先生 我们温家祖上是大夫 这块怪灵芝 是先祖在山中偶然所得 这么多年来 我翻遍医书 请教过很多人 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品种的灵芝 温月在旁边说道 这是凤脑汁 宁晨心中虽然惊喜万分 但伪装得很好 脸色平静无澜 世俗之中 很难见到这种药材 你先祖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这个我爷爷没跟我说过 温月回答 宁先生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去翻翻族誌 行 那你去吧 宁晨将锦和盖子合上 温月哑然苦笑 他还以为 宁晨是随口一问呢 温家历代的族誌 浩如烟海 他不知道得 翻到什么时候去 不过 既然恩人有需要 他自然亦不容辞 以后还有灵药 记得联系我 出去的时候 宁晨嘱托道 只要你们能找到 凤脑汁这种级别的 我可以满足 你们温家一个心愿 满足心愿 温月愣了愣 宁晨现在的语气 就像神话中的 阿拉丁神灯一样 仿佛真的可以实现 他的所有愿望 事实上 也八九不离十了 原因七修士 对于一个凡人来说 和神灵又有什么区别 好 宁先生 我接下来会动用 温家所有资源 搜寻您需要的灵药 温月点头答应 接着又问 关于化体内的那只蛊虫 你有什么看法吗 蛊虫这种东西 一般不会自己 往人体里钻 八成是仇家种下的 宁晨捧着锦盒 说道 想想你们温家 都招惹过什么人吧 仇家 温月眼中既有愤怒 也有迷茫 我温家在生意场上 从来都是以和为贵 很少与人起冲突 究竟是什么人 这么恶毒 宁晨怂怂肩 这他就爱莫能助了 随后 温月派了一辆车 送他回去 还表示等温华 养好身体后 他们一家人 就登门道谢 宁晨不在乎这个 回家后 他先把装缝脑汁的锦盒 塞在床底 想了想后 又觉得不安全 于是 他在院子里 挖了个20米的深坑 把锦盒埋了进去 黑龙直愣愣地看着 不知道主人在干什么 埋完后 他坐在秋千上 思考人生 地球灵气这么贫瘠 按理来说 不可能郁郁得出 缝脑汁这种灵药 不可思议的传说 彭祖活了800多岁 张三丰羽化成仙 项羽有过顶之力 就是抓着自己头发 把自己提起来 张飞在长满坡一声大吼 吓死曹将下吼杰 这些在今天看来很荒谬 但如果古代真的灵气充沛 未必不可预御出这些传说 即便如此 炼制初补神丹 也还需要七种灵药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凑齐啊 宁晨感慨到 晚上 许舒颜和姜唐回来 没有发现院子里的异样 因为上次的事 许舒颜依旧不搭理宁晨 宁晨也乐得清闲 第二天照常去上课 走进教室 叶孤楼就拎着一袋小笼包 笑嘻嘻地凑上来 是 你再叫一声我师父 我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 信吗 宁晨威胁道 嗯 老 老大 早饭吃了吗 我特地给你买的泄粉小笼 叶孤楼有点害怕地 把塑料带递过去 宁晨虽然在食堂吃过了 但不介意再吃一顿 他伸手接过来 坐到后排位置上吃了起来 叶孤楼悄悄松了口气 觉得自己离拜师又进了一步 下午有一节体育课 临床二班的学生们 成群结队 往体育场走去 婉婉 你听说了吗 关小曼爸爸坐牢了 蒋颖惊讶的声音传来 什么 苏婉婉愣愣在原地 关小曼的爸爸 不是一位很成功的商人吗 连学校的新体育馆 都是他资助盖起来的 怎么突然坐牢了 真的 你看 论坛上都在传 蒋颖把手机递给苏婉婉 苏婉婉一看 清大的校园论坛上 果然有很多人 在讨论关小曼的爸爸 关伟明 甚至一份判决书 不知道被谁挖了出来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关伟明故意杀人未遂 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卧糟 故意杀人 牛皮 妇女俩都是狠角色呀 怪不对关小曼这么恶毒 三番五次陷害我们医学系的戏花 原来有个杀人犯爸爸 垃圾妇女 赶紧去死吧 一个呕吐的表情 评论一边倒的叫好 苏婉婉心里 虽然也出了一口恶气 但总觉得事情不太对 于是转头看了一眼宁晨 宁晨和方小胖 张大春 还有新的转校生 叶孤楼走在一起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这件事 不会和她有关系吧 苏婉婉秀没按错 撕 一想到要在杀人犯 资助盖起来的体育馆里 上体育课 我就有点害怕 蒋颖把手机收起来 打了个寒颤 苏婉婉露出苦笑 和两个闺蜜 往体育馆大门走去 突然撞上了两个 很漂亮的女孩子 其中一个 身高在一米七以上 有着一头 令人羡慕的香槟色 大波浪长发 五官精致地挑不出毛病 格外明媚动人 另一个身材稍矮 但俏皮可爱 身材更是火爆 与长相极度不符 是她 许舒颜 苏婉婉脚步微致 眸光定格在了 那个明媚女孩身上 许舒颜看见她 微微一笑 算是打了个招呼 舒颜你看 是大力哥也 大力哥 身边的姜唐 在看见宁晨后 很兴奋地摆起了手 许舒颜立刻埋怨道 小唐 你怎么每次看见 她都这么激动 能不能矜持点 哦 姜唐左耳静 右耳出 蹦蹦跳跳地 来到宁晨身边 大力哥 你们这杰克 也在体育馆上 是啊 篮球课 宁晨忍不住 摸了摸姜唐的小脑袋 立刻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尤其副班长是黎炫明 极度的眼睛直冒火 小唐 走了 许舒颜走过来 把姜唐带走了 还故意丢给宁晨一个 哼的白眼 是 哦不 老大 看不出来您这么厉害 嘿嘿 叶孤楼猥琐的笑声 从旁边传来 以我多年泡妞把妹的经验来看 这两个妹子都是极品 一个七分 一个八分 宁晨一脚把她踹开 滚 上课后 体育馆内聚集了不少学生 除了宁晨和许舒颜所在的两个班级 还有很多没课的学生 特地跑过来看校花许舒颜 大二大三的都有 真烦人 许舒颜没带亲拟 站在队伍里 都有点不自在 观众席上 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在看她 还评头论足 时不时发出一阵猥琐的笑声 也许这就是美女的烦恼吧 哦 我也想要这种烦恼 校花果然走到哪里 都是焦点啊 同班的女生相互讨论着 随后 一框框篮球 被体育科代表抬过来 体育老师让学生们 进行投篮练习 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舒颜你看 大力哥今天穿了你买的球鞋也 姜唐指着临床二班所在的球场 宁晨捧着一个篮球 百无聊赖地拍着 脚上果然穿着 刘川峰联名款的AJ球鞋 哼 这个暴力狂 早知道就不给他买了 许舒颜不高兴地说道 他还是原谅不了 宁晨在温老爷子 寿宴上的所作所为 不过这个家伙虽说很暴力 但也算有本事 居然能让温老爷子那么维护他 另一边 夜孤楼发现宁晨脚上的球鞋 笑道 老大 没想到你也喜欢穿球鞋 我还以为像你这种大佬 平时都穿不鞋呢 宁晨随口说道 别人送的 不是我买的 这时 黎雪明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一边很风骚的运球 一边很鄙视地看着宁晨脚上 说道 假鞋也好意思穿出来 假鞋 夜孤楼听到黎雪明的声音 愣了一下 他仔细看了一眼宁晨脚上的鞋子 笃定地对宁晨脚上的鞋子 瞎说什么呢 老 宁晨同学脚上的鞋子 绝对是正品 屁的正品 黎雪明停止运球 很牛逼地指了指自己脚上 我这才是正品 他那双百分百假的 你胡说八道 江堂的声音忽然传来 这妮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跑到宁晨他们搬来了 对宁晨脚说道 大力哥的这双球鞋 是在青州大厦买的 花了八万多呢 怎么可能是假的 我看你的才是假的 黎雪明脚上 穿着和宁晨同款的球鞋 黎雪明眼中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看着江堂道 大力哥是谁 大力哥就是宁晨哦 我们是好朋友 江堂站在宁晨身边 顿时引来一片艳羡 黎雪明嘴角抽搐两下 别提有多嫉妒了 你不信是吧 等着呀 江堂拿起手机 给许舒言发了条消息 让他把前段时间 买鞋的付款记录截图发过来 诺 看见了吧 青州大厦专柜 Nighty专柜 八万四千九百九十九 难不成青州大厦专柜 会卖假货 江堂举着手机 得胜般地看着黎雪明 这 黎雪明脸色一江 他没想到 宁晨脚上 穿的竟然是真血 奶奶的 八万五 原来江校花是个富二代 太有钱了吧 真羡慕 他们是情侣吧 朋友间送这么贵的鞋 也太离谱了 临床二班的学生们 看着手机上的付款记录 一个个羡慕的眼睛发紫 喂 你的呢 江堂把手机收回来 瞟了黎雪明一眼 是 什么我的 黎雪明慌了 你的付款记录啊 拿给我看看 江堂小手插腰 拿不出来 你穿的就是假鞋 我上次不小心删了 黎雪明老脸通红 呵呵 删了 江堂冷笑道 没事删付款记录完 我 我真不小心删了 黎雪明还试图狡辩 但通红的脸颊 已经出卖了他 顿时 一道道鄙视的目光投来 黎雪明又羞又闹 恨不得挖个地方钻进去 敢欺负我家大力哥 也不颠颠自己的精良 江堂把手搭在宁晨肩膀上 但因为身高不够 只好点七脚 这时 黎雪明一记不成 又生一记 他用一种酸溜溜的鄙视眼神 看着宁晨 哼 球鞋穿得再贵 不会打篮球 有什么用 江堂没想到 这家伙还来劲了 气得说道 谁说大力哥不会打篮球 宁晨苦涩一笑 这个 小堂 我确实不怎么会打 哈哈 我就说吧 黎雪明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他故意拿来一个球 然后花里胡哨地 在胯下运了起来 还便说道 不会打球 穿这么好的篮球鞋干什么 不糟蹋了吗 我们大力哥穿什么鞋子 关你屁事 江堂挽住宁晨胳膊 气氛地道 大力哥 别理这种柠檬精 咱们走 黎雪明正笑着呢 忽然听到宁晨说道 我虽然不会打篮球 但虐你就跟玩似的 啥 黎雪明指了指自己 你再跟我说话 不然呢 宁晨面犯笑意 约我跟玩似的 牛逼啊 黎雪明讥笑不已 你知不知道 我是笑篮球队的 你就是NBA的 我也能念你 宁晨微微笑道 哈哈哈哈 宁晨可真能吹牛 周围传来一片哄笑声 黎雪明也是忍俊不惊 心想 老子可算找着机会报仇了 于是便说道 好啊 既然你这样牛逼 敢不敢跟我打几个 破 叶孤楼实在忍不住了 笑喷了出来 一个大学生挑战五王 尼玛 笑死他了 人家挥挥手 都能把体育馆拆了 打可以 不过要加点赌注 不然没意思 宁晨笑眯眯地说道 这小子 这么自信 难道他很强 黎雪明犹豫了一秒 但看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连笑话许舒颜都走了过来 他顿感一股热血 直冲天灵盖 马德 挑战是他发起的 怎么能退缩 好 赌什么 黎雪明一拍胸脯 输的人 裸奔 宁晨笑道 丧失大学四年的择偶拳啊 赌 黎雪明也上头了 大胆应战 他还就不信了 宁晨短跑厉害 扔千球厉害 做俯卧撑厉害 打篮球 还能强上天 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拳呢 当你是都市爽文男主角呢 打几个球 黎雪明接过朋友传过来的球 边运边问道 随你 宁晨无所谓 那就打五个吧 你先来我先来 黎雪明又问 你先吧 待会输了别不认账就行 宁晨很大度地说道 不 你自己先把这句话记好吧 黎雪明吃笑一声 持球来到三分线外 看着面前防守的宁晨 他心中暗笑 决定先砸个头 细耍他一下 结果他刚把球扔出去 想砸宁晨的额头 后者顺势抬手 把球接了过来 然后很自然地走到三分线外 黎雪明一脸猛逼 你妈 反应这么快的吗 破 叶孤楼没忍住 再一次笑喷 小唐 宁晨在干嘛 这时 许舒颜也走了过来 好奇地看向 被一群人围观的宁晨 舒颜 你来了 大力哥在和他同学单挑 江唐把事情讲了一遍 许舒颜听到输了的人要裸奔 立马很感兴趣地看得起来 心里巴不得宁晨书 他好见见这家伙出丑的样子 马德 这时 黎雪明变成了防守一方 脸色难看得很 让他没想到的是 宁晨第一个球 居然原地投篮 球一脱手 静止朝篮筐飞去 尽管投篮的姿势不太标准 但丝毫不影响进球 胯擦 清脆的入网声传来 掀起一片叫好声 好球 好准啊 黎雪明脸色更难看了 接下来的四个球 他简直是被宁晨各种戏耍 被打 穿胯 三分 最后甚至来了一个扣篮 哄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篮板爆出一片白花花的玻璃渣子 轻馅下 我躁 他把篮板扣碎了 牛逼啊呀 整个室内体育馆都沸腾了 观众席上 原本来看笑话的男生们 一个个起立 眼中写满了震惊和羡慕 黎雪明也彻底傻眼了 一个球没进的他 一屁股坐在地上 仿佛被抽空了全身的力气 哇 大力哥好帅啊 江堂直接放声尖叫 眼中填满了崇拜的小星星 这家伙 许舒妍也很吃惊 目不转睛地看着宁晨 方小胖 张大春 张欣然 还有苏婉婉 蒋寅等临床二班的学生们 统统都是目瞪口呆 只有夜孤楼十分平静 似乎早就料到 会出现这一幕 旅行诺言吧 黎同学 宁晨捧着篮球 笑咪咪的走过来 神 什么啊 黎雪明从地上爬起来 脸黑得跟叹似的 别装傻 说了裸奔 宁晨说道 喂 开玩笑罢了 你还当真啊 黎雪明压根没想过这件事 光天化日之下裸奔 这书他还读不读了 但宁晨可不打算惯着他 正准备动手 夜孤楼忽然窜了过来 指着黎雪明就骂 马德 老子最讨厌 出尔反尔的人了 今天你奔也得奔 不奔也得奔 说着 他三下五除二 扒光了黎雪明的衣服 只给他留下一双球鞋 黎雪明虽然拼命反抗 但夜孤楼可是内境舞者 拿捏他 不跟拿捏小鸡崽子一样 把衣服还给我 把衣服还给我 黎雪明一丝不挂抱着身子 拱着腰 抬头怒喊 想要衣服 好啊 给你 夜孤楼见兮兮地笑道 只见他走到篮架下面 右手一抛 竟然把黎雪明的衣服 挂了上去 尼玛 黎雪明差点气吐血 衣服挂得那么高 他不跳起来 怎么拿得到 但跳起来 不就全部露光了吗 最要命的是 下面还铺满了玻璃渣子 宁辰 夜孤楼 我跟你们没完 黎雪明气的眼睛发红 泪光闪烁 不一会儿 竟然流出了眼泪 气哭了 老大 我表现得怎么样 夜孤楼笑嘻嘻地走过来 还凑合吧 宁辰依旧面无表情 不过态度 已经没那么凶了 说实话 这人性格 倒是挺对他胃口的 Yes 黎成功又进了一步 夜孤楼暗暗欣喜 他觉得自己 总有一天能感动宁辰 随后 两个体育老师赶来 满脸猛逼地 看着被扣碎的篮板 挂在上面的衣服 以及一个一丝不挂 抱头痛哭的男生 两个老师起初很生气 要把宁辰和夜孤楼 扭送至教导处 夜孤楼只是笑眯眯地 打了个电话 很快 便有人出面 解决了这件事情 哇 大力哥 你这个朋友好厉害 不会是校长的亲戚吧 姜唐站在宁辰身边 好奇地问道 可能吧 宁辰装傻 走到哪里破坏到哪里 果然是个暴力狂 许舒妍走过来 瞪了宁辰一眼 然后挽过姜唐 小唐 我们走 大力哥再见姜唐 摆摆手 嗯 宁辰也摆摆手 许 许同学 二女刚出体育馆 正商量着下午没课 要去哪里玩 忽然 一道怯懦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你是 医学系的细花 许舒妍一眼认出 不 我不是什么细花 苏婉婉哪敢在 许舒妍面前 自认什么花 赶紧红着脸白手 哈哈 你太可爱了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 许舒妍无嘴倾笑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有点事 苏婉婉看了一眼姜唐 小唐是我最好的朋友 有什么事 你就直说吧 许舒妍说道 哦 苏婉婉犹豫了一下 又鼓起勇气 我想问你 你觉得宁辰怎么样 宁辰 啊 苏婉婉听得一愣 苏同学 宁辰是不是在班里欺负你了 许舒妍忽然板起脸色 不不 没有 没有 苏婉婉连连摇头 真的没有吗 许舒妍像侦探一样 紧盯着她那双水灵毛子 宁辰这个变态闷骚暴力狂 看起来老实 其实骨子里很好色的 苏同学 你长得这么好看 平时真的要小心一点 好色 怎么会呢 苏婉婉愕然 她觉得这个词和宁辰毫不相干 大力哥哪有你说的那么不堪啊 舒妍 你就使劲儿黑她吧 姜唐笑道 我说的是实话 许舒妍冷哼道 这么说 许同学 你很讨厌宁辰了 苏婉婉又问道 当然 许舒妍不假思索 从我认识她的第一天起 我就不喜欢她 听到不喜欢这三个字 苏婉婉浅浅地笑了 你笑什么 姜唐奇怪地问道 因为我喜欢宁辰 苏婉婉竟也不隐瞒 大大方方地说道 所以听到许同学不喜欢宁辰 我很开心 啊 二女都是一愣 许舒妍刚想劝苏婉婉 不要误入歧途 忽然又觉得 哪里不对劲 苏同学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特地来问我这个问题 她猝没问道 因为宁辰喜欢你啊 苏婉婉眨了眨水灵的大眼睛 你不知道吗 许舒妍俏脸上满是错愕 姜唐的樱桃小嘴也是 张成了O型 又聊了一会儿 苏婉婉终于离开 嘻嘻 舒妍 怪不得大力哥老是和你斗嘴 惹你不开心 原来他对你有意思啊 姜唐推了推许舒妍 嬉笑道 哼 谁要他喜欢 许舒妍柳婉婉一抱 表情有些不自然的说道 反正我和他是不可能的 姜唐笑道 我觉得大力哥挺好的啊 和他在一起 总是很有安全感呢 许舒妍瞥了闺蜜一眼 一口一个大力哥 你这么喜欢 干嘛不去追他 哎呦 姜唐小手捂着脸蛋 女追男 隔层杀 我先开口 多不好意思啊 你还真喜欢他 许舒妍翻了个白眼 我觉得他比林娇阳差远了 不对 几乎是没有可比性 哪有那么夸张 姜唐别撇嘴 然后又说 对了 舒妍 我和大力哥都觉得 林娇阳有点问题 你和他交往要小心点 千万别被他骗了 放心吧 许舒妍抬起天鹅井 骄傲地说道 林娇阳虽然优秀 但我许舒妍也不差 在完全考察清楚他的情况前 我连手都不会让他碰 嘻嘻 那就好 姜唐巧笑倩熙 以后我和大力哥在一起 你就和林娇阳在一起 那你可是有一个 强力竞争对手哦 许舒妍望了一眼 苏婉婉的背影 完美笑道 我会努力的 姜唐小泉头一钻 许舒妍看见闺蜜的样子 就知道 他是真的喜欢宁晨 但想起后者 和林娇阳之间的关系 他不禁一阵头疼 思索片刻后 他掏出手机 给林娇阳发去一条微信 娇阳 晚上出来玩啊 此时 什么都不知道的宁晨 正在学校超市买冰淇淋 叶孤楼抢着付完钱 对他说道 老大 晚上有空吗 宁晨 干嘛 叶孤楼黑黑笑道 就我一朋友 晚上喊我去酒吧玩 一起呗 宁晨 我从来不去酒吧这种地方 不感兴趣 叶孤楼知道自己 不可能勉强宁晨 只好叹了口气 好吧 他来满包厢的漂亮妹妹 只能我自己享受了 宁晨不为所动 原因期休逝 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些雍之俗粉 十个小时后 青州大厦 OT酒吧 劲爆的音乐 震耳欲聋 舞池边 叶孤楼一脸猛逼地 看着面前的宁晨 老大 你不是说 你从来不去酒吧吗 我来不来 你管得着吗 宁晨也是服了 青州这么多家酒吧 偏偏在这里撞上这伙 大历哥 舒颜在等我们呢 我们走吧 姜唐拽了拽宁晨的袖子 嗯 宁晨点点头 便任由姜唐牵着他 往二楼包厢走去 看来老大也是性情中人啊 说一套 做一套 嘿嘿嘿 夜故楼笑笑便走开了 休闲之人都喜清净 宁晨是真的不喜欢酒吧 TTV这种环境 怎奈姜唐一直缠着他 对于这个性格 很像小师妹的女生 宁晨还是比较有好感的 于是就来了 推开包厢大门 宁晨看见一对俊男靓女 正坐在沙发上聊天 正是许舒颜和林娇阳 林娇阳一看见他 脸色马上拉了下来 舒颜 他怎么来了 没事 都是朋友 许舒颜先安抚林娇阳 然后起身走了过去 顺手关门的时候 他特地对宁晨儿语道 别吵架 不然我以后都不理你了 宁晨听得满头雾水 姜唐忽然死命拽住他 大力哥 不准走 干嘛 宁晨不悦地皱起眉头 姜唐叫他过来的时候 可没说林娇阳也在这儿 我 我想听你唱歌 姜唐又使出魔人大法 抱住宁晨大腿不放 宁晨拿他有点没办法 索性坐了下来 但唱歌是不可能唱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 林娇阳倒是现场好几首 他唱功很好 明显学过声乐 几首歌下来 让二女连连鼓掌 姜唐还挤眉弄眼 示意他也鼓掌 宁晨算是看出来了 姐妹俩攒这个局 八成是想让他和林娇阳 摒弃前嫌 成为朋友 就在这时 包厢大门被推开 一群年轻男女走了进来 这群人推门进来的时候 许舒妍都是傻眼的 他今晚只叫了宁晨和林娇阳 没叫别人啊 难道是走错包厢了 陈志豪 你来干什么 很快 许舒妍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立刻皱眉起身 除了陈志豪 还有六七个年轻男女 都是圈子里有名的富二代 许舒妍和他们并无太多交集 舒妍 我喊几个朋友一起来玩 没问题吧 这时 林娇阳起身笑道 是你叫来的 许舒妍没带微醋 显然有点不开心 那你也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抱歉 待会儿我来买单 林娇阳歉意一笑 不是钱的问题 许舒妍眸光闪烁 用眼角余光 示意了一下陈志豪 几天前 陈志豪才被宁晨揍过 这俩人凑一起 能有什么好 他甚至怀疑 林娇阳是不是故意的 我也纳闷啊 志豪 我也没叫你啊 你怎么来了 林娇阳摆出一副困惑的模样 不是故意的吗 许舒妍看着林娇阳 紧锁的戴眉舒展了一些 宁晨看着这俩人演戏 笑而不语 嘿嘿 林绍 我今晚正好和几个朋友在这边玩 结果碰到李绍了 陈志豪穿衣贱皮夹克 染着黄毛 左脸的肿还没削 缺了两只门牙 看起来颇为滑稽 他拍了拍 身边一个戴骷髅头项链 青年的肩膀 许舒妍见过这个李绍 原名李泽 他爸是青州临江区一家银行的 权力很大 很多企业都拼命笼络 光收礼 每年都好几千万 是我把志豪叫上的 李泽叼着一根烟 咧嘴笑道 林绍 这我可就要说你两句了 叫兄弟们出来玩 怎么能单独抛下志豪呢 李绍 志豪 这我真不是故意的 林娇阳说着 扫了坐在沙发上的宁晨一眼 在场的富二代们 大多都参加了 温月的八十大寿 知道宁晨和陈志豪之间的恩怨 李泽那天没去 但也听说了宁晨 他吐出一个烟圈 笑着说道 宁少事吧 牛逼啊 连志豪都敢打 你家里是干什么的 宁晨没搭理他 李泽哈哈大笑 行 有性格 我喜欢 现场气氛有点尴尬 江堂看了看许舒妍 许舒妍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让林娇阳 把他的兄弟们赶走吗 貌似不太好吧 这样吧 宁晨 志豪 今天我做东 你们两个握手言和 兵士前嫌 怎么样 这时 林娇阳倒了两杯酒 一杯递给宁晨 一杯递给陈志豪 他语气真挚 劝道 大家以后都在青州上 留社会混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闹得这么僵 多没意思 是不是舒妍 小唐 许舒妍请手清点 是啊 我也希望大家和和气气的 江堂没说话 只是看着宁晨 宁晨起先没动 许舒妍用手肘捅了他两下 他这才微微一笑 握手言和可以 不过 他要先给我道歉 什么 富二代们都震惊了 宁晨让陈志豪给他道歉 宁晨 你说反了吧 李泽嘴角肌肉抽出了两下 你打了志豪 应该是你 给他道歉 宁晨直言不讳 他不配 陈志豪气得眼里直冒火 宁晨 你 志豪 林娇阳呵斥 对他使了好几个眼色 似乎再示意他 不要冲动 狗东西 真够嚣张的 陈志豪快气死了 不过林少 都计划好了 今晚之后 这个狗东西 就会被青州富二代圈子孤立 我就再忍忍吧 看看林少有什么妙招 这时 许舒言也对宁晨使了好几个眼色 都被后者无视 行 陈志豪一咬牙 接过林娇阳手里的酒 一饮而尽 宁晨 我给你道歉 我不该说 你是乡下来的 行了吧 乡下来的 李泽和几个漂亮妹子 听到这话 都是皱了皱眉 宁晨看着陈志豪 就知道他不是真心的 于是也没喝酒 恩了一声 就没了后闻 是人怎么这样 就是 人家都认错了 真不是抬决 林情商吧 几个富二代 都对宁晨投来厌恶的目光 林娇阳却是打起了原场 好了 既然误会已经解开 那大家就坐下唱歌吧 我去拿点酒 大家今晚玩的尽兴 所有的消费 都算在我林娇阳头上 画出包厢内一片欢呼 尖叫 还有吹口哨的声音 林哨大气 许舒言看着和大家格格不入的宁晨 很无语地叹了口气 不一会儿 各种名贵的酒水拿上来 还有果盘 小吃 玩游戏的玩游戏 唱歌的唱歌 气氛很融洽 林娇阳和许舒言坐在一起 时而富而攀谈 时而打情骂操 像急了一对情侣 李泽和陈志豪他们 也不停起哄 大力哥 你是不是心里很难受 江唐玩了一会儿游戏 就退了出来 坐到宁晨身边 宁晨正玩着手机 很奇怪地扭过头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 有些事 我和舒言都知道了 江唐看了一眼 许舒言和林娇阳 心里很不适滋味 宁晨怎么都没想到 苏婉婉今天去找了许舒言 还把自己为了拒绝 他瞎机驳扯的理由 告诉了许舒言 他挠挠头 什么事啊 小唐 你在说啥 我怎么听不懂 江唐动动嘴 最后还是没有挑明 反正你还是放弃吧 别在一棵树上吊死了 说完这句话 他红着脸 低头喝了一杯酒 莫名其妙 宁晨反手打开王者荣耀 女孩子的心思 不用读心术 还真猜不透 宁晨 一起来玩两把桌游呗 就在这时 林娇阳走过来 喊宁晨一起去玩游戏 态度十分真诚 李泽 陈志豪等人 脸色都有些不快 宁晨太闷扫 太不合群了 叫这种人来玩游戏 很扫兴 许舒言确很开心 他是很希望 宁晨能和他们打成一片的 大家都是朋友嘛 没兴趣 宁晨看都没看他一眼 直接拒绝 包厢内的气氛 马上变得尴尬 一个人坐着多无聊 一起来玩两把 你要是不会 我可以教你 林娇阳继续发出邀请 宁晨干脆不搭理他了 一个对林娇阳 很有好感的白富美 看不下去了 出声道 林少 既然人家不给面子 我们自己玩就好了呀 就是 人家说不定有大声音要谈呢 别打扰人家了 李泽讥讽道 但谁都知道 宁晨一直在刷抖音 好吧 林娇阳摆出失望的样子 转身回去了 许舒言有点恨铁不成钢的 瞪了宁晨一眼 这家伙 到底是不是出来玩的 夜里十点多 地上摆满了空酒瓶子 这群富二代的酒量极好 都还没有醉 他们聊着吹牛 聊着聊着 忽然聊到 温月八十大寿那天 林娇阳趁许舒言去上卫生间 再次向宁晨发去邀请 主动搭话道 宁晨 听说你医术很厉害 帮过温老爷子大忙 使温家做上宾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 你这医术是怎么学的呀 宁晨依旧没搭理 他之所以留在这儿 一半是因为姜唐 一半是想看看 林娇阳和陈志豪 这俩人到底能整出什么花样来 温家做上宾 泽泽 怪不得这样牛逼呢 李则故作惊讶 温家 温家早就不行了 济世耀员的骨架 前几年就腰斩了 之前说话的那个白富美 又说道 悠悠 别瞎说 温家以前可是青州第一大家族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李则告诫道 妾 好汉不提当年有 温家 现在就是不行了 名叫悠悠的女孩 语气里充满不屑 温老爷子过八十大寿 青州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部到齐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敢贬低温家 此话一出 包厢内顿时安静了下来 谁也没想到 一直默默不出声的宁臣 这个时候 为温家鸣起了不平 林娇阳心中暗笑 导火索 这不就点着了吗 你说什么 悠悠从小娇生惯养 脾气火爆 一拍桌子就站了起来 你说 我算什么东西 又算什么东西 你一个乡下来的 好了 悠悠姐 她这人就这样 你别跟她一般计较 姜唐赶紧起身安抚 我凭什么 不跟她一般计较 妖妖很生气 要是林娇阳 李泽说她 她还可以忍一忍 毕竟背景比她硬多了 但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 凭什么嘲讽她 温家 很快会重回青州第一家族的宝座 宁臣突然说到 到时候 你会被自己说过的话打脸 包厢内又是一件 紧接着 悠悠地骂声乍响 姓您的 你傻逼吧 温家 都没落成什么样子了 还冲回青州第一家族 我看你是在做梦 姜唐有点听不下去了 喂 你说话别太过分了 悠悠正在气头上 端起一杯酒 就泼向姜唐 关你屁事 滚 啊 姜唐下意识地抬手护脸 好在 宁臣及时把她拉开 酒水泼到了沙发上 不知为何 见姜唐受了委屈 她心中冒出一丝火气 迈步走向悠悠 悠悠被她的眼神吓到了 后退了几步 喂 你干什么 李泽挺身而出 挡在悠悠面前 你该不会想动手吧 李泽 我劝你别惹我 宁臣喊出李泽的名字 声音带着冷意 卧槽 哪敢啊 你老人家多牛逼啊 温家做上宾 见谁不爽就抽谁 我哪敢惹你老人家 李泽开始阴阳怪气起来 宁臣心里有火 也不忍他 直接一个大臂兜子 就甩了出去 啪 李泽直接飞出去三米多远 把麦克风都撞翻了 几颗碎牙齿 蹦到茶几上 又弹到地毯上 包厢内死一般的寂静 谁也没想到 宁臣敢出手打李泽 李泽的老爹 可是银行的 在整个青州人脉极广 他怎么敢的 林少 你还管不要管了 陈志豪突然喊了 林娇阳一声 其实 今晚就是林娇阳 叫他过来的 他原本不敢来 因为宁臣太能打了 但林娇阳称自己练过舞 会保护好他 他才敢过来 而这时 林娇阳脸色也是差到极点 宁臣 当着我的面 打我朋友 你找死是吗 林娇阳说着 一拳锤在包厢墙壁上 只听 砰 的一声 墙指炸裂 水泥墙壁 竟被生生轰出一个洞来 混凝土似箭 天哪 悠悠 江唐等女生 都吓了一跳 没想到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林娇阳 竟然这么厉害 一拳能把水泥墙砸出洞 宁臣在看见林娇阳的第一眼起 就知道他练过舞 所以并不惊讶 甚至都没理他 给小唐道歉 他走到悠悠面前 语气冷冽地说道 悠悠被他的眼神吓到了 赶紧朝林娇阳 投去求救的目光 宁臣 你他妈敢不把我放在眼里 林娇阳终于忍不住了 一个箭步上前 抡起拳头 砸向宁臣后脑勺 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击 实则很毒无比 后脑勺内部是小脑 与脑干相邻 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 一旦受损 重则毙命 轻则变成植物人 大力哥小心啊 江唐的尖叫传来 刹那之间 众人只听啪 微声爆响 林娇阳左脸 被一抹黑影抽中 当场横飞了出去 把KTV显示器都砸爆了 电火花四箭 道歉 宁臣看都没看林娇阳一眼 狠狠瞪着悠悠 区区脆体一重巅峰 外境巅峰 敢偷袭他 也真是不知死活 众人都傻眼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林娇阳怎么自己飞出去 把显示屏砸爆了 陈志豪彻底无语了 尼玛 说好的练过舞 能把宁臣摁在地上爆锤呢 对 对不起 悠悠吓坏了 跑到姜唐面前 不停地鞠躬道歉 我不该拿酒泼你 真的对不起 我错了 大力哥 我们快走吧 姜唐看见林娇阳躺在地上 连吐好几口血 就知道事情闹大发了 得赶紧离开才行 他刚牵起宁臣的手 包厢大门被推开 许书妍拿着果盘 笑容灿烂地走进来 然后就傻眼了 娇阳 娇阳你怎么样 许书妍看见林娇阳躺在地上吐血 吓得把果盘都扔了 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 林娇阳话都说不出来 吐了好几口血 才举着手指 摇摇颤颤地指向宁臣 谁动的手 不言而喻 许书妍起身 冲到宁臣面前 就想扇他 啪 手腕被宁臣抓住 伸手一推 推到沙发上 宁臣 你混蛋 你为什么这么爱打人 为什么 许书妍又冲过来 对着宁臣 一顿拳打脚踢 哭得梨花淡雨 姜唐试着解释 是林娇阳先动的手 可他根本不信 宁臣再一次 把他推到沙发上 冷冰冰地说道 要不是看在乔一的份上 我连你一起打 好 你打 你动我一个试试 许书妍扬起 挂满银泪的翘脸 凑到宁臣跟前 大力哥 不要啊 姜唐站在他们中间 拼命把他们分开 宁臣最终还是没动手 转身欲走 宁臣 我看透你了 你就是一个 有暴力倾向的神经病 许书妍一边抹眼泪 一边喊道 我今天攒这个局 就是想消除你和娇阳的矛盾 融入我们这个圈子 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 可你倒好 趁我不在 就把娇阳给打了 许书妍越说越气 什么都不顾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收拾东西 从我家滚蛋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我也永远不会喜欢你这种人 宁臣听得简直莫名其妙 你喜不喜欢我 管我屁事 不可理喻 他懒得解释 双手插兜 就走出了包厢 看来 那个计划还是有必要的 大力哥 姜唐急得直跺脚 但他没有追上去 而是对许书妍解释道 书妍 你误会大力哥了 真的是林娇阳先动的手 怎么可能 许书妍不信 林娇阳那么斯文 那么有风度 怎么看也不像是会打架的人 姜唐你睁着眼睛说下话是吧 明明就是宁臣先动的手 你看 这给我打的 李泽把自己的脸凑过来 上面舞到红衣还没笑 疼死我了 老子迟早要搞死他 小汤 我知道你喜欢宁臣 但你也不能黑白不分啊 许书妍埋怨道 听我的 以后别跟他来往了 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 哎呀 书妍 我说的是大力哥和林娇阳之间 是林娇阳先动的手 姜唐试图在解释 但许书妍 已经听不进去了 在他眼里 宁臣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疯子 成功了 直了 林娇阳躺在沙发上 躺满鲜血的嘴角 微微上勾了一下 他早就查清楚 宁臣和许书妍 姜唐 住在同一状别墅里 自己的准女友 和别的男人同居 这他能人 必须要赶走 而且还要让他们反目成仇 唯一出乎他意料的是 宁臣居然是内进武者 这小子的背景不简单 林娇阳暗暗思考着 话说宁臣离开包厢后 来到大厅散台 随便点了一杯酒 喝完后 他掏出手机 打给叶姑娄 喂 老大 叶姑娄反应很激动 你还在OT酒吧吗 宁臣问 在 在的 叶姑娄回答 我在散台 过来一趟 宁臣说完就挂了 没一会儿 叶姑娄领着一个朋友过来了 宁臣在桃花园酒店见过 秦奋 滨海秦家的大少爷 叶姑娄的小弟 老大 叶姑娄喊了一声 兴冲冲地跑过来 老 老大 秦奋也跟着喊了一声 有点不好意思 宁臣点点头 然后对叶姑娄说道 传你一门拳法 要不要 叶姑娄目光大亮 拳法 什么样的拳法 要要要要 宁臣打亮了他一眼 你现在的实力 是脆体二重 也就你们所说的内劲 练了我这门拳法 保你两年内突破宗师 什么 叶姑娄眼珠子 差点瞪出来 两 两年内 突破宗师 老大 你 你不是在逗我吧 宁臣冷哼一声 我看起来很有空吗 宁臣弹出一根手指 轻飘飘地说道 再帮我教训三个人 好 没问题 在勤奋震惊的目光中 宁臣几乎不犹豫 一口就答应下来 叶少勤奋站在后面 小声提醒 小心被骗啊 叶姑娄没理他 拿到宁臣的银行卡号后 直接让人赚了一亿现金过去 搞定了 明早八点前 肯定能到账 叶姑娄笑着道 对了老大 惹你的那两个人 什么来路啊 一个叫陈志豪 一个叫李泽 一个叫悠悠 都是青州的富二代 具体的 你自己去查吧 让他们家族破产就行 宁臣说道 得嘞 叶姑娄笑着又拨通一个电话 喂 少爷 对面传来一个深沉的男人声音 云密说 我爸在吗 叶姑娄问道 家主在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表谈判 少爷有什么事吩咐我即可 男人说道 好吧 那你 帮我整三个人 叶姑娄爆出三个名字 又补充道 让他们家族破产 再欠上一大笔债 十辈子都还不完的那种 好的 少爷 男人也没问原因 直接答应下来 老大 就三个吗 还有没有 叶姑娄挂断电话 笑呵呵地道 在江南地界 只要不是欺负世家 我们叶家让他死他就得死 还有一个 宁晨微微一笑 不过 我想自己留着玩 秦分在后面听得直哆嗦 他们秦家 可千万不要招惹到这尊煞神了 好嘞 嘿嘿 叶姑娄脸上堆满笑容 搓了搓手 老大 那门全法 急什么 周三来教室 我给你 宁晨说完就走了 叶姑娄一直把他送上车 秦分问道 叶少 一个亿的买卖啊 你就这么信任他 叶姑娄瞥了他一眼 你懂什么 别说一个亿 就是十个亿 我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秦分 他真是越来越好 秦宁晨的身份了 而宁晨前脚刚走 一辆救护车 便驶来酒吧门口 把林娇羊拉走了 许书妍眼睛都哭红了 心里更是恨透了宁晨 小唐 这次无论如何 我都要把宁晨赶走 从今以后这个家 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回到玫瑰园别墅 许书妍一脚 踹开宁晨卧室的门 发现他并不在里面 哼 算他识相 自己走了 许书妍冷哼道 大力哥 你就这么走了吗 姜唐望着空落落的房间 心里也空落落的 一日 他瞒着许书妍 来临床二班找宁晨 苏婉婉告诉他 宁晨没来上课 这可把姜唐急坏了 微信不回 电话不接 他生怕 宁晨一时想不开 做出什么傻事 于是脑子一热 就把事情告诉了乔静 乔静听说后 差点气死 冲到别墅里 就臭骂了许书妍一顿 正准备报警的时候 宁晨终于接电话了 喂 乔姨 小陈 你 你没事吧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乔静关心地问道 我在酒店啊 宁晨回答 你在酒店干什么 乔姨纳闷 睡觉 宁晨回答 其实他是在改良功法 除了要传授给叶孤楼的拳法 还有其他的法术 秘术 武学 甚至神通 这些东西放在地球修炼界 妥妥地硬通货 听到宁晨没事 乔静这才松了口气 然后劝道 小陈 前天晚上发生的事 乔姨都知道了 你现在赶紧回来 就住在这儿 谁也赶不走你 乔姨说的 刚说完 电话那头就传来 许书妍不满的声音 她要是再赶住进来 我就搬出去 反正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你搬 你赶紧搬 乔静转身教训其女儿 死丫头 翅膀硬了 我告诉你 那个凌娇阳 不是什么好东西 搞虚拟币 害得多少人倾家荡产 不知何时 已经挂断电话 随后 她在手机上 查了一下银行卡余额 总计一亿六千五百三十万 现金 普通人手握这么大一笔钱 估计能激动死 但在宁晨眼里 这就是一串数字 她又拨通了一个 房产经纪人的电话 你好 张经理 我看上了一套房子 希望你能帮我去谈谈价格 周三一早 叶孤楼看见宁晨走进教室 拎着早餐 一溜烟冲了上去 老大 谢粉小龙 趁热吃啊 宁晨奔了一声 伸手接过 坐到位置上开吃 吃完后 叶孤楼又主动把垃圾扔了 笑眯眯地凑过来 老大 你打算什么时候传我拳法呀 宁晨说到 发你微信上了 微信 叶孤楼一脸猛逼地掏出手机 果然看见置顶聊天 有一条未读消息 是一份文件 文件名是 飞灵断骨拳 嗯 叶孤楼的第一反应 就是宁晨在耍他 老大 你好歹整一部现装骨集 上面写满高深莫测的口诀 再画一些小人学位经脉图 哪有这样发文件的呀 叶孤楼表示很无语 这部坟头烧报纸 糊弄鬼吗 其实宁晨也挺无奈 他以前受人功法神通 都是一点额头 记忆就直接灌输过去了 怎奈现在身负重伤 灵力用一点就少一点 只好用这种原始的办法了 我录了视频 你自己照着学吧 有不懂的再来问我 宁晨说道 好吧 叶孤楼感觉自己被坑了 不过他眼珠子一转 又笑道 老大 既然你都传授我拳法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改口 叫你师父了 大早上的就喝诗吧 宁晨瞥了他一眼 区区脆体漆 就想做徒弟 起码也要是个练起漆才行 叶孤楼不解 练起漆 宁晨摆摆手 也就是你们凡人口中的宗师 凡人 叶孤楼撇撇嘴 心想 老大你也太能装了 搞得 你是神仙一样 这节课 叶孤楼直接撬掉 不知道跑到哪里钻研 飞龄断骨拳 去了 下课后 班长张兴然找到宁晨 红着脸说道 宁晨同学 我能求你件事吗 什么事 宁晨问 张兴然也是个白富美 但比悠悠那种要乖巧一点 家教比较好 所以宁晨乐意搭理 张兴然脸蛋扑红 小声问道 你有叶孤楼同学的微信吗 我 我想要一个 宁晨掏出手机 好 我给你 真的吗 张兴然眸光一亮 谢谢 宁晨 你人真好 两人加上微信 宁晨把叶孤楼推了过去 可怜这几天 叶孤楼都没有通过 搞得班长同学很忧伤 甚至怀疑 宁晨是不是在耍他 这几天 宁晨没回玫瑰园 而是住在九溪庄园 温老头听说 宁晨没地方住 直接把庄园最大的一间卧室收拾出来 让他想住就住 当成自己家一样 除此之外 温家每天都山珍海味地招待他 光吃每天都能吃掉十几万 在温老头紧锣密鼓的布局下 龙胆生今晚也通过药监局审核 正式投向了市场 中药和西药不同 无需通过漫长且成本高昂的临床试验 只需拿出古代经典名方作为依据 便可上架售卖 龙胆生今晚的药效惊事害俗 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能在中医界掀起一场风暴 这天 宁晨和温清兰一起放学回来 走在庄园大道上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温月站在六楼露台上 看着这一幕 笑道 话 你说宁先生要是我孙女婿该多好 爸 你想太多了 温华苦涩一笑 宁先生可是连叶家都不敢得罪的存在 我们温家哪敢奢求 这要是放在早些年 青兰能嫁给他做妾 我这个当爹的都认了 是啊 人老了 就喜欢做梦 温月笑着摇摇手 随后 他接了一个电话 脸色骤然大变 什么 东西被截了 怎么会这样 温华皱眉上前 爸 出什么事了 温月一言不发 马上找到宁晨 简单把事情说了一遍 你的意思是 你们在岭南采购的千年灵药 被人劫走了 宁晨眉头暗皱 不止我们温家 还有滨海孙家 姑苏汤家 金灵兰家等 五个医药市家 联手采购的这批药材 全没了 温月急到火烧眉毛 爷爷 到底怎么回事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温清兰端来查 担忧地问道 哎 肯定是黑武林那些亡命之徒 除了他们 还有谁敢杀武邪的人 温月连连叹气 这次 我花费重金 从领南一个老朋友手里 买来两株千年灵药 本来想送给宁先生的 结果 哎 什么样的千年灵药 宁晨问道 具体我也不清楚 总之和那凤脑汁一样 世俗罕见 温月说道 有照片没有 宁晨又问 没 温月摇摇头 宁晨陷入了沉思 要不要出手调查 如果是炼制补神丹 所需要的药材 那他无论如何 也要弄到手 虽说希望很渺茫 但也值得他试试 药材可不会长腿 自己跑上门来 除了我温家 孙家 汤家和兰家 都损失惨重 黑武林的这帮畜生 温月气死了 爸 黑武林的盟主鬼剑仇 不是被六大名捕 抓进吴玉了吗 这个组织 也早就掩气息鼓了 怎么现在又出来了 温华咒没说到 我也只是猜测 谁知道是谁干的 温月摇摇头 宁晨没打听这个黑武林 他在意的是 江南许多家族的药材 都被抢了 里面会不会有 他需要的药材呢 温老头 晚些时候 宁晨受不了乔姨的唠叨 去了玫瑰园别墅一趟 顺便给黑龙喂蟹四碗 自从吃了这种药丸 普通狗粮 在南田饱他的肚子 小陈 来 吃这个 这是乔姨亲手做的 饭桌上 乔静不停地给宁晨夹菜 简直把他当成了亲儿子 许舒颜却是可以冷漠 到底谁是亲生的 许舒颜拿筷子除碗 很不开心地瞪着宁晨 小陈 舒颜被乔姨宠坏了 有点小脾气 有礼貌地硬合着 不多时 许景山来了 风尘扑扑地进门 似乎有点匆忙 老公 你怎么来了 乔静诧异地看着他 不是说 公司有个会要 开到很晚吗 我去帮许舒颜拿碗 姜唐很懂事地站了起来 没想到许景山摆了摆手 笑道 不用了小糖 叔叔吃过了 舒颜 你出来一下 哦 许舒颜把碗筷放下 跟着许景山来到院子里 爹爹 怎么了呀 许舒颜坐在秋千上 晃呀晃 他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脚下十米处 还埋着两个杀手 舒颜 有件事 爸爸有点难开口 许景山坐在一张藤衣上 双手交叉 满脸难色 爹爹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许舒颜停止了荡秋千 集团的资金链出了点问题 爸 爸爸打算 卖掉这套房子 许景山艰难地说道 卖 卖房 许舒颜愣了一下 他养尊处优18年 从未想过 家里会出现经济危机 甚至到了变卖家产的地步 爸 到底怎么了 咱们家要破产了吗 许舒颜来到父亲西前 难以置信地问道 具体情况 你就不要多问了 总之 现在集团急缺一笔资金 许景山牵起女儿的手 很自责地说道 对不起 舒颜 是爸爸没用 爸 没事啊 大不了我回校住宿舍 许舒颜这个时候 也说了一些 作为儿女该说的话 他紧紧握住许景山的手 但是您可一定要保重身体 钱没了 还可以再赚吧 傻女儿 还没到让你住宿舍的地步呢 许景山宽围地笑了笑 爸爸打算在附近小区 给你买一套小户型 先住两年 等情况好转了 爸爸再把这套买回来 爸 不用 真的不用 我住宿舍可以的 还能和同学打好关系呢 许舒颜露出甜甜的笑容 又问道 对了 什么时候搬啊 我好跟小棠说一声 可能 就这两天 许景山面露苦涩 这么急 许舒颜愣了一下 心里多少有点不舍 他已经在这里住习惯了 搬进学校宿舍 要共用卫生间 共用洗漱台 还没有保姆做饭打扫 晚上还要忍受 室友们的各种声音 他真的能习惯吗 说来也怪 这个卖家是主动找上门来的 报价很高 张口就是一亿两千万 许景山透露道 这么多啊 许舒颜面露心血 那咱们不还赚了两千万 太棒了 是啊 所以我才亲自过来找你商了 许景山感慨道 没事的 我会努力习惯的 许舒颜攥紧小拳头 努力表现得自然 这时 许景山换了个话题 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道 对了 舒颜 你和林娇阳 最近怎么样 没怎么样啊 就是正常交往啊 许舒颜撇撇嘴 爸 你该不会为了集团资金链 想把我卖给林家吧 我可知道 林娇阳手里 有几十亿 胡说八道什么 许景山眉头一皱 我许景山就是穷死 饿死 也不可能卖我的宝贝女儿 希希 我就知道 爹爹对我最好了随后 许景山还有一个会议 匆匆离开了别墅 许舒颜找到姜唐 把事情告诉了他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许舒颜摇摇头 眸光泛起一丝坚定 如果这一两千万还不够 小唐 我可能真的要主动 追求林娇阳了 这 姜唐脸色很难看 她还是从头一次 从闺蜜嘴里 听到这种话 这么多年来 许舒颜别墅追男孩子 甚至都没有一个男孩子 能入得了她的眼 另一边 乔静把宁晨送出别墅大门 也跟她讲了这件事 奇怪的是 宁晨一点都不惊讶 说完再见就走了 这孩子 真是看不透啊 乔静摇摇头 同一时间 某商业大厦 顶层办公室 白石建材集团的董事长 陈志彪 跪在一个轻衣中年男子面前 不停地磕头 于秘书 求你那条活路啊 我从来没惹过你 你为什么要卡我的资金 为什么呀 陈志彪几乎崩溃 眼前这个男人 来自欺负世家之手的业家 虽然只是一个董秘 但权力极大 一句话就能让他们 这种小集团破产 于秘书戴着眼镜 神情冷漠 仿佛见惯了这种场景 他淡淡开口 抱歉 不是我要故意整你们 是你儿子 惹到了我们家少爷 让你们家破产 不冤枉 陈志彪满脸震惊 志 志豪 志豪惹了叶少 自己回去问你儿子吧 走 于秘书让保镖 拍摄了一段视频后 潇洒离去 陈志彪从地上爬起来 赶紧打了个电话 给陈志豪 喂 爸 小狗崽子 十分钟内不滚回家里 老子活寡了你 陈志彪吼完这句话就挂了 酒吧中 陈志豪搂着两个漂亮妹妹 坐在卡座上 一脸的猛逼 同样的事情 还发生在李泽家里 和悠悠家里 没有任何征兆 叶家一句话 直接把李泽的老爹 从支行长的位置上 撸了下来 悠悠的老爸 公司资金链直接锻炼 所有工厂终止合作 一夜白头 而他们的父母均被告知 他们惹了滨海叶家的大少爷 三个人哪怕快被打断气了 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哪里惹到叶家大少了 他们明明连任都不认识 一个学期的生活 很快结束 不知不觉 寒假临近 宁晨参加完期末考试后 打算回老家了 放心吧 爸妈 我一个人没问题 大概晚上七点到家吧 你们不用等我 先吃 先吃 宁晨坐在高铁座位上 和老妈陈兰通了电话 脸上都是带着笑的 半年来 她好几次想回去 都被老妈拒绝了 青州离东阳县四百多公里 即便坐高铁 回一趟家 也要大半天功夫 父母平时也都比较忙 陈兰是个女强人 在餐馆端过盘子 开过出租车 做过婚庆 现在貌似在做服装生意 一年能挣个二十万 在县城已经很不错了 相比较下 老爸宁昌帽 就比较佛系了 因为年轻时做生意失败 导致他一蹶不振 现在包了些田地 故人务农 种点西瓜和小番茄 也乐得自在 小陈 在你乔姨家住得怎么样 陈兰带着笑意的声音 从话筒里传出 书颜那孩子 从小养尊处优 不好相处吧 还行 乔姨对我还是很照顾的 宁晨没有向母亲抱怨什么 反正马上就要 和许书颜分开了 小陈 其实 我和你乔姨挺希望 能结得亲家的 陈兰笑眯你的暗示 拉倒吧 宁晨翻了个白眼 心想就许书颜那性格 就算全天下女人都死光了 自己也不会找她 咱们家条件确实差了点 算了 你和书颜的事情以后再说 你首先要把书读好 宁晨戴上耳机 刚准备玩会儿游戏 突然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是温月 喂 温老头 宁晨有点不耐烦地接通 宁先生 事情有眉目了 温月的声音透着急促 说 宁晨目光一亮 我拜托武邪那边的老朋友 查到劫走这批灵药的人 就在咱们江南省境内 温月说道 具体在哪里 宁晨追问 东阳县 温月答道 又补充道 而且我拿到灵药的清单了 宁先生要不要过目 好啊 你让清兰发我微信上吧 宁晨说道 他最近几个月 和温清兰一起上下学 关系不像之前那么僵硬了 宁先生 宁人不在清州 温月听到电话那边 传来高铁的广播声 对啊 寒假了 回家过年 宁晨说道 宁先生 您 您怎么不说一声 我也好 派人送您回去啊 温月苦笑道 别废话了 快把灵药清单发过来 宁晨直接挂断 几分钟后 温清兰发来失踪灵药的清单 宁晨在手机上点开后 粗略扫了一眼 好家伙 三十多种灵药 事情闹得够大的 百年人生 黄金果 紫英花 视线一行行扫过 突然 他的目光定格在了一位名为地狱液的药材上 百年人生 黄金果 紫英花 这些地球上的罕见灵药 小南天剑 都有 唯独这个地狱液 他竟然从未听说过 想到某种可能性 他向温清兰打听起来 宁先生 这个地狱液 是滨海孙家赤巨资采购的药材 据说是从一个很深的矿井里找到的 质地是一种相当浓稠的乳白色浆液 温清兰查清楚后 给宁晨打来电话 矿井 浓稠乳液 宁晨精神一震 他脑中猛地闪过一味药材 地乳 正所谓 天有天路 地有地乳 地乳是地下灵脉 经过多年发酵 育育出来的一种神奇乳液 同时 他也是炼制补神丹的必备药材 虽然无法完全确定 这个地狱液就是地乳 但我总得试试 宁晨目光凝重 据温老头所说 林耀劫匪在江南武邪总部的追捕下 已经逃窜至他老家东阳县 难道 这就是缘分 经过大半天的跋涉 宁晨循着记忆 来到东阳县某普通小区 敲响了406时的防盗大门 儿子回来了 母亲陈兰正在家里 开门后 略带沧桑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妈 宁晨也是一笑 老妈还是记忆中的模样 微胖的脸颊 披肩的头发 腰间系着围裙 厨房飘来饭菜的香味 小陈回来了呀 一个两病微白的老男人 走出来就要帮宁晨拎行李箱 手里还捧着一把瓜子在磕着 不用了 爸 我自己来 宁晨轻轻一提 把行李箱拎进家门 好小子 小半年不见 力气见长啊 老爸宁昌帽 拍了拍宁晨的肩膀 在学校怎么样 就那样呗 该上课上课 该吃饭吃饭 宁晨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目光在屋中环视一圈 颇有感触 然后扭头 就和宁昌帽聊了起来 你们也俩聊 我去做饭 陈兰笑呵呵地走回厨房 过了一会儿 正在吃饭的时候 又一阵敲门声响起 二姐 二姐夫 你们怎么来了 陈兰开门一看 门外站着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妻 脸色当时就有点不自然 宁昌帽脸色也不太好 陈兰 昌帽 吃饭呢 一个躺着时髦卷发的中年妇女 走进来 手里拎着两箱牛奶 脸上带着浓郁的笑意 这是宁晨的二姨妈 陈雅 小陈回来了 又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 手里还拎着两瓶好酒 看见宁晨后 笑着打招呼 她是宁晨的二姨父 宋伟 二姨妈 二姨父 好久不见了 宁晨起身打招呼 吃了没 要不一起吃点 哎哟 小陈真是越来越懂事了 宋伟面露笑意 吃就算了 我们吃过了 陈兰也是朝宁晨 投去一个惊讶的眼神 臭小子读了的大学 还懂事了不少 见宋伟和陈雅 把东西放到地上 陈兰赶紧拒绝 哎呀 来就来 还带什么东西 家里都有的 陈兰 这可是好酒 二姨妈陈雅 带着一丝不悦 说道 一千块钱一瓶呢 给昌茂喝的 二姐 真不用 这么好的酒 给我喝浪费了 令昌茂有点憨厚地说道 然后把泡好的两杯茶端过来 举手投足间 透着一种 人微言轻的自卑感 没事 昌茂 就是路上顺手买的 你喝 宋伟摆摆手 好像几千块钱 对他们家来说 一点不在意 那 那就谢谢了 宁昌茂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宁晨看在眼里 无奈地一探 在这个年代 你要是挣不着钱 不用别人嘲讽 你自己就会自卑 昌茂 不是二姐说你 务能能挣几个钱 要不然你跟着阿伟干吧 大家都是亲戚 我们保你一年最少 也能拿十万块钱 就是累了点 陈雅和宋伟 捧着茶坐下来 便开始聊了起来 宋伟是包工头 要到处跑工程 往往两三个月不着家 人还晒得有黑的 不了 不了 我现在挺好的 种点东西 一年也有四五万块钱 宁昌茂摇着手拒绝 宁晨知道 老爸以前创业的时候 被合伙人连裤衩子都骗去了 后来在人手底下打工 又吃了不少苦头 甚至是羞辱 所以这些年 他十分抗拒给人打工 宁愿被亲戚朋友们瞧不起 昌茂 现在四五万块钱 能干什么 我们一家过年去海南玩一趟 不要三四万 宋伟也开始教训起宁昌茂来 再说 小陈考上了青州大学 以后肯定想留在青州吧 车子不谈 青州买房子首付 最少要一百万 你和陈兰干多少年 才能攒够一百万 你不为你自己想 也要为小陈想想啊 宋伟在说话的时候 宁昌茂一直憋着火 但他不好发作 只好憨笑道 小陈才读大一 不急 不急的 青州买不起房子 以后回东阳也挺好的 哎 妹夫要 陈雅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东阳巴掌大的地方 有什么好的 能和青州比吗 青州可是一线城市 我们已经在青州 给宋斌买好房子了 小陈成绩这么好 以后肯定是要 留在青州发展 是不是啊小陈 宋斌是宁晨的堂哥 两人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 长大后就很少联系了 陈兰听到二姐家 已经在青州买了房子 眼中不由流露出一抹羡慕 他其实也很想让儿子留在青州 所以才想撮合儿子和闺蜜的女儿 可惜两家人之间的差距 实在太大了 想到这里 陈兰不由地瞪了宁昌茂眼 二姨妈 我其实无所谓的 这时宁晨终于开口了 笑着说道 青州也就那样吧 东阳地方虽小 但生活气息浓厚 还有很多认识的人 以后办事都方便 小陈这话说得对 老爸宁昌茂赶紧搭枪 年轻人不一定非要往大城市跑 多累啊 咱们就是小老百姓 过过平淡的日子也挺好的 陈雅听得暗暗摇头 没出现 哎 长茂 我看你啊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四十多岁的人了 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 宋伟叹了口气 呵呵 宁昌茂心里感到很窝火 宋伟开大奔 他开二手捷答 两人确实没有可比性 逢年过节的时候 宋伟经常拿这个嘲讽他 他其实很不爽 但亲戚总归是亲戚 不好撕破脸皮 听到这里 明晨便知道自己要出手 帮老爸挽回面子了 于是 他扭头问道 爸 你那辆破捷答 开了那么多年 也是时候该换一辆车了 再说吧 再说吧 宁昌茂没想到 连儿子都开始针对他 心里越发不爽 索性起身 准备出去溜弯 就在这时 宁臣忽然提议 爸 要不换辆库里南吧 破 宋伟正在喝茶 直接喷了一茶几 他是个车迷 听到库里南 差点没忍住笑 小辰 你知道库里南是什么车吗 不懂别瞎说 陈雅也笑了 他这个外甥也太可爱了 八成从哪里停来这个车型 当成适合 解答一个等级的车了吧 知道啊 劳斯莱斯吗 宁臣很自然地说道 劳斯莱斯 陈兰吓了一跳 赶紧瞪了宁臣一眼 臭小子 还劳斯莱斯 咱把这房子卖了 也买不起啊 谁说要你们掏钱了 宁臣笑着说道 我帮我爸买 陈兰和宁昌茂 各自赏了宁臣一个白眼 小辰 我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 还没做过劳斯莱斯呢 到时候买过来 记得通知我一声 我过来看 宋伟也开起了玩笑 宁臣接着道 不用 过年的时候 我让我爸开过去 给二姨父二姨妈拜年 呵呵 呵呵呵 宋伟简直无语了 这父子俩 简直一个德性 实力没有 嘴皮子一张 好了 陈兰 我们还有点事 就不多做了 陈兰看时间差不多了 于是起身 陈兰一家 笑着把他们送出去 回来的时候 夫妻俩看见宁臣坐在沙发上 正在打电话 喂 温老头 你帮我问问 青州现在有库里男的线车吗 帮我搞一台 我发地址给你 你明天 让人开一台过来 不是我开 给我爸买的 陈兰听到一半 扭过头 你儿子什么时候疯的 宁昌茂用手挤了几斤铃学 宁臣菊花的表情里 满是对生活的无奈 夫妻俩没把宁臣的话放在心上 连一丝丝 期待都没有的那种 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生活费还得靠家里给呢 别说库里男 买条牛仔裤都困难 一夜无雨 第二天一早起来 陈兰下楼买菜 忽然发现 自驾楼下嘻嘻嚷嚷 围了一堆人 满方 怎么回事 陈兰随便拉了个邻居问道 豪车呀 陈兰你快去看看 不然一会儿开走了 穿着花棉袄的中年妇女 脸上满是兴奋 她指着人群中 那台深感蓝色的豪车 旁边还有两个保镖一样的 黑西装男子 守在那里 不允许他们靠近拍照 但有一个中年妇女 直接不顾劝阻 扑到车头前 照着自己和双二车标 就来了一张自拍 不好意思 女士 这是私人坐驾 不允许拍照 保镖赶紧把她拉开 哼 就拍一张 还能给你拍坏了呀 得逞的大妈 骂骂咧咧地走了 陈兰 你经常在外面做生意 这是什么车啊 一旁 邻居牛满方问道 这 这是 陈兰有点傻眼 她以前做过婚庆 哪能不认识这个双二车标呢 联想到儿子昨晚说的话 她心中一惊 然后又摇摇头 怎么可能呢 就在这时 宁辰接到温月的电话 便把宁昌帽 从房间里拉了出来 干什么呀 这大清早的 宁昌帽还打着哈欠 爸 昨晚说好了给你买车 诺 这就是 宁辰指着停在 自家商品房下面的 劳斯莱斯 是你个头饰 宁昌帽直接扇了宁辰 脑袋一下 大清早不睡觉 拉老子下来 开算是吧 你二姨父 说我也就算了 你小子也敢说我 正骂着呢 劳斯莱斯车门打开 一个比电影明星 还漂亮的清俏女孩 从车里下来 宁先生 清俏女孩 来到宁辰身后 你怎么来了 宁辰转过身 发现是温清兰 爷爷比较忙 就派我来了 希望宁先生不要责怪 温清兰含笑道 青州目前没有库里南的线车 所以爷爷 就让我把家里的车拿出来 先送给宁先生 以后再换过来 嗯 辛苦你跑一趟了 宁辰点点头 从温清兰手里 接过车钥匙 然后塞进一脸猛圈的 宁昌帽手里 小春 这位是 陈兰快步走过来 脸上 写满了不可思议 儿子怎么会认识 这么漂亮的姑娘 而且还是从 劳斯莱斯里走下来的 阿姨 叔叔 你们好 我姓温 我叫温清兰 温清兰很有礼貌 自我介绍了一番后 递过去一张名片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叔叔阿姨 如果对这台车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尽管找我 什么意思 陈兰还没明白过来 宁昌帽却是咽了口唾沫 然后努力甩甩头 一把揪住宁晨的耳朵 骂道 小兔崽子 还敢演戏 说 这车哪租的 还有这个姑娘 是你同学吧 哎 爸你误会了 这车真是给你买的 宁晨哭笑不得 叔叔 你快放手 温清兰赶紧上去劝架 说道 这车不是租的 真的是宁先生买来孝敬你的 我可以对天发誓 劝了好一会儿 温清兰表示 可以随时办理车辆过户 宁昌帽这才勉强性了 老天爷啊 宁昌帽望着面前的库里男 站都有点站不稳了 陈兰却着急地问道 小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儿子现在在外面混得很好 赚大钱了 就这么简单 宁晨解释道 赚大钱 陈兰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 和全天下的母亲都一样 觉得儿子的钱来路不正 你老实讲 你是不是在搞什么违法犯罪的东西 又经过一番解释 宁晨告诉爹妈 自己卖给温家一张古药方 帮他们赚了很多钱 至于这张古药方 是他某天逛古董市场的时候 无意简陋的 对于这个说法 夫妻俩显然不太信 但宁晨一口咬定就是这样 再加上温清兰的帮忙 夫妻俩就不得不信了 小陈 你那张药方 到底卖了多少钱 客厅沙发上 宁昌帽试探性地问道 陈兰则是给温清兰端来一杯茶 目光不停地在他身上打凉着 谢谢阿爷 温清兰知道这是宁晨的母亲 不敢怠慢 起身迎接 几千万吧 宁晨随口说道 几千万 夫妻俩吓得头晕眼花 要不然 怎么买得起八百万的车呢 宁晨笑了笑 对了 妈 你等会儿去买菜 顺便查查你工行的那张卡 我往里面打了一千万 你和我爸想买什么就买 花光了再找我拿 夫妻俩大脑直接一片空白 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这笔天降横财 砸得他们不知所措 心里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 嗨嗨 这时 温清兰出生了 宁先生 叔叔 阿姨 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就先回青州了 说着 他慢慢抬起身子 陈兰果然叫住了他 姑娘 留下来吃个午饭吧 我现在就去买菜 啊 阿姨 这不太好吧 温清兰推辞道 确实不好 宁晨看出了温家的那点小心思 直言道 妈 清兰可是集团大小间 又要读书 又要打理公司 忙着呢 这样啊 陈兰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看得出来 他还挺喜欢温清兰的 是啊 阿姨 那我就先走了 温清兰听出了宁晨语气中的送客意思 便也不多留 客套几句就下楼了 大小间 两个保镖上前来 走吧 温清兰无力地一探 爷爷一心想撮合我们 但宁先生貌似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随后 陈兰出去买菜 一路上都是晕晕乎乎的 还差点让电瓶车撞跑 儿子挣钱了 而且 一挣就是好几千万 随后的几天 在宁晨不屑地解释下 陈兰和宁昌茂夫妻二人 终于相信 他是简陋了一张失传已久的古药方 和温家进行了商业合作 除了一次性支付的几千万 每年还有数百万的分红 他们一家人 下半辈子不用愁了 当然 这是忽悠爹娘的 龙胆生金丸的年分红 事已异为单位 真是祖坟冒了青烟 这简直比中了彩票还走运啊 夫妻俩热泪盈眶 不过他们并没有马上辞职享福 而是继续小老百姓的生活 因为他们害怕这是一个梦 醒了就没了 宁晨没过几天安生日子 一个高中同学打来电话 喊他出去玩 唐瑶高中死党之一 两人初中就认识了 在网吧 无数个日日夜夜一起打魔兽 打CF 打DNF建立了友谊 可惜 后来唐瑶没考上青州的大学 转而去了精灵 两人联系渐渐少了 喂 陈儿 明天万达有个同学聚会 一起出来玩啊 唐瑶在电话里 大大咧咧的喊道 明天我可能有点事 宁晨委婉的想拒绝 有什么事 比老同学联络感情还重要 唐瑶不跃地道 偷偷告诉你 顾西瑶也去哦 顾西瑶 宁晨先是一愣 然后脑海中 慢慢浮现出一张 明媚动人的绝美脸蛋 他差点忘记这个女孩了 东阳意中的笑花 曾经的暗恋对象 他还写过情书表白 可惜被无情拒绝了 想起两千年前 自己做过的那些傻事 宁晨不由地笑了 对了 陈儿 顾西瑶不也是亲大的吗 你俩就没联系过 唐瑶又问 不清楚 要不是唐瑶提醒 宁晨根本想不起来这个女孩 哦 我想起来了 顾笑花是人文学院的 你是医学院的 哎 可惜啊 唐瑶颇为感慨 然后又说 陈儿 你要是不去 钱佳乐那个兔崽子 肯定又要缠着顾笑花不放了 你忍心 钱佳乐是他们班里的一个高富仇 家中在东阳县很有势力 从初三追顾西瑶 追到高三 和宁晨 唐瑶这种平民百姓家的孩子不对付 相互看不顺眼 这些名字 都埋在记忆很深处了 宁晨想起来 也只是笑笑作罢 哎呀 我明天真的有事 就不去了 下回咱俩单独约一顿 宁晨再次拒绝 又扯了几句 才挂断电话 嘿 这小子 拉他一起打LL都不来 高中明明瘾比我还大 唐瑶信心挂断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高中死党 如今已经是另一个维度的存在了 经过几天的考虑 宁晨打算动用零食 搜查那批零药的下落 虽然会消耗体内不多的灵力 但如果能找到地乳 距离炼制补神丹 修复元神 就又进了一步 堵一把吧 宁晨赤脚盘坐在床上 双目闭合 下一秒 尘封小半年的零食 如奔涌的海水 朝着四面八方弥漫过去 刹那间 整座丰西院小区 便被浸泡在内 但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 宁晨生活的青浦镇的 每一条街道商铺 每一栋高楼大厦 每一处荒地野郊 都被零食渗透 甚至深藏地下的 私人地窖和防空洞 都不能幸免 哄 很快 庞杂的信息铺天盖地涌来 甜色宁晨的脑海 宁晨原神受损了 微微一皱眉 但好在东阳县 只是个小地方 负担并不重 他深吸一口气 开始缓缓推进 慢慢筛选 自己需要的信息 他看见隔壁的爸妈 坐在床头聊天 看见邻居家的婶婶 正在打骂孩子 看见几公里外的唐瑶 正在打英雄联盟 看见高富丑 钱佳乐问老爸借车开 看见曾经欺负过 他的高中校霸 看见高中女神顾熙瑶 在一栋私人别墅里喝茶 还有许许多多的亲戚 同学 朋友 一张张熟悉的面旁 映入眼帘 但他都没有在意 他拉高零食 深入夜空 如一位神灵俯瞰大地 在他的视野里 四十多万东阳县人 化为一粒粒火种 在夜幕中摇曳排列 这是生命之火 年轻人的生命之火 很旺盛 老人和小孩很微弱 但有一种人的生命之火 异常赤裂 熊熊燃烧 一眼就能看见 那就是舞者 气血充沛 阳火旺盛 东阳县 居然有这么多舞者 宁晨望着那数十团 赤裂的生命之火 愣了一下 东阳县毫无疑问是小地方 连购物商城和电影院 都没有几家 但这种鸡脚嘎啦的小地方 居然有六十多个舞者 其中甚至不乏宗室的存在 难道 这些舞者和我一样 也是来寻找灵药的 凌晨心中有了猜测 整个后半夜 他都在监视这些舞者 尤其是内进舞者和宗师 终于 第二天傍晚 某个住在酒店里的 刀疤脸舞者 打的一通电话 引起了他的注意 哼 百年人参算什么 我手里的药材资源 多得你无法想象 这样吧 三亿 三亿我就卖你一株 百年人参 明天 逢季酒楼 好 不见不散 刀疤脸舞者挂断电话 脸上露出一抹 阴狠的笑容 殊不知 他已经被死神盯上了 而且 死神根据手机 发射出去的无线电波 顺藤摸瓜 追查到了 和刀疤脸舞者通话的人 正是在东阳县境内 一栋豪华私人别墅里面 怎么是他 宁晨暗暗皱眉 当他收回大部分零食 睁开眼睛的时候 两张好奇的面孔 正打量着他 嗯 爸妈 你们干嘛 宁晨愣了一下 小山 你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没事吧 别吓我们啊 陈兰担心地道 他生怕自己儿子 接触到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放心 没事 宁昌帽笑着直起腰 估计是小说看多了 打坐练功呢 呵呵 宁晨很配合地善笑两声 他没在家里吃晚饭 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出门了 直奔冯济酒楼 冯济酒楼是青浦镇 比较有排面的一家饭店 刀疤脸舞者 此刻订了一间包厢 正在里面大吃大喝 身为内静舞者 他食量很大 看得服务员们目瞪口呆 但让宁晨没想到的是 唐瑶 钱佳乐等高中同学聚会的地方 也在逢计酒楼 宁晨和唐瑶 在门口撞了个满怀 双方都有点猛逼 靠 你不是说你有事吗 唐瑶看着宁晨 一拳锤在他胸口上 我 这 事情处理完了呗 宁晨有点尴尬地笑了笑 他刚才注意力 全放在刀疤脸舞者身上 还真没看到这帮同学 你小子 我还不知道你 你就是放心不下顾笑话 唐瑶给了宁晨一个鄙视的眼神 然后转身吆喝道 哥几个 看看谁来了 哟 这不宁晨吗 不会是特地来见顾笑话的吧 哈哈 宁晨在高中班里 人员还不错 很多同学愿意和他打招呼 但有几个人 却看不惯他 哟 宁晨 大中午的来蹭饭了 一个脸上坑坑哇哇的男生 甩着奔驰车钥匙 走上前来 他就是钱佳乐 宁晨在高中的死敌之一 两人成为敌人的起因 是一场考试 钱佳乐家里很有钱 打小就无心学习 一场考试中 让宁晨帮忙作弊 遭到后者拒绝后 他便从此记恨上了宁晨 甚至还找人在寝室赌过他 宁晨的目光 从钱佳乐身上扫过 并未理会 而是直接望向了一道 高挑窈窈的歉影 顾西遥 高中时期暗恋的女神 许久不见 她比高中时更漂亮了 额旦脸明媚动人 笑容更是灿烂好看 在寒冷的冬日 宛如一束阳光照入心扉 身上一件米色针织上衣 再搭配黑色长筒靴 衬托着他那娇好的身材 引得男同学们 和路过的土大款 频频侧目 顾西遥俏脸泛出红霞 他自己也感觉有点难为情 早知道会招惹这么多的目光 他今天就不这样穿了 唯一感到意外的是 宁晨并没有偷看他 那双眼睛清澈无比 在不远处注视着他 这让顾西遥 对他产生了一些好感 并投去一个友好的眼神 这一幕 被钱佳乐看在眼里 十分不爽 喂 宁晨 我特么和你说话呢 你聋了 钱佳乐上去想推宁晨 可宁晨捉住他的手腕 轻轻一拧 就疼得他嗷嗷直叫 放 放手 啊 你要死了 钱佳乐赶紧把手抽了回来 满脸惊恐地看着宁晨 才一年不见 这小子 力气怎么变得这么大 宁晨仍旧没理他 他看着顾西遥 嘴唇动了动 目光带着犹豫 几个女生健壮 偷笑着和顾西遥开玩笑 西遥 快看 宁晨又想跟你表白了 别瞎说 顾西遥没好气地瞪了他们一眼 然后看着宁晨的目光 有些无奈 以他的身份 注定是没办法 和普通男生谈恋爱的 开饭了 大家别站在这里了 进去吧 这时 唐瑶招呼起来 这帮老同学 才有说有笑地往二楼走去 可以啊 成 读了一年大学 敢对钱佳乐动手了 不怕他找王庆搞你 唐瑶走过来 和宁晨勾肩搭背 他口中的王庆 是他们班的一个混子 高三辍学 听说现在在酒吧 给人看场子 钱佳乐当初就是找王庆 在寝室 欺负了宁晨一顿 王庆 宁晨笑而不语 他连青州的地下帮派 都收服了一个 还在乎区区一个县城的小混子 身后不远处 钱佳乐揉着手腕 没有进去 他在等一个人 不多时 一个身高马大 嘴里叼着烟的男生 走进酒楼大门 钱佳乐看见了 马上迎上去 阿庆 你可算来了呀 钱佳乐上去 捶了男生胸口一拳 钱哥 怎么回事 听说宁晨那小子 读了个大学 现在很拽啊 还敢对你动手 王庆皮肤较黑 但十分壮实 脖子上全是纹身 等会儿报告他 钱佳乐拍了拍 王庆肩膀 晚上请你去 英文国际潇洒一下 好说 王庆嬉皮笑脸 在他看来 宁晨就是一个 老实敦厚的学生 以前能欺负他 现在照样能 不一会儿 两人来到包厢 碰 得一声 王庆一脚把门踹开 笑嘻嘻地进来了 包厢内 顿时烟雾缭绕 几个闻不了烟味的女生 都是皱了皱眉 王庆随便挑了个位置 大胆咧咧地坐下来 一边抽烟 一边对着顾熙瑶说道 呦 顾笑花 越来越漂亮了 交男朋友了吗 顾熙瑶很讨厌抽烟的男生 凭着没回答 没有 不科学啊 你这么漂亮 不应该没认罪 王庆随手 把旁边一个男生的茶杯 拿过来当烟灰缸 后者也是敢怒不敢言 他继续嬉鼻笑脸 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啊 不知为何 顾熙瑶在这一刻 鬼使神差地望了宁晨一眼 王庆知道 宁晨喜欢顾熙瑶 所以故意这么说 刺激他 唐瑶和钱家乐等同学 也都看向宁晨 把烟掐了 突然 宁晨淡淡出声 啊 王庆先是一愣 然后不可思议地问宁晨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让你把烟掐了 宁晨说道 包厢内一片寂静 谁也没想到 毕业后 进入大城市求学的宁晨 胆子也变大了 当年的他 可不敢和王庆这种 混混降嘴 陈儿 唐瑶扯了扯宁晨的袖子 示意他别招惹 王庆这种混子 这小子死定了 嘿嘿 钱家乐笑着看起戏来 宁晨 顾熙瑶也没想到 宁晨肯为他出面 哈哈哈哈 宁晨 一年不见 变得这要牛逼咯 你是不是以为 去大城市读了个大学 就是大城市人了 王庆一点也没有掐烟的意思 反而放声大笑 让我掐烟 你小子是不是忘了一年前 在寝室的那一巴掌 宁晨没再说什么 直接起身走过去 包厢内二十多个同学 都是一惊 看这架势 是要动手 陈儿 别冲动 唐瑶赶紧去拦宁晨 唐瑶你别拦 钱家乐满脸戏谑 借他撒胆 他敢动手吗 钱家乐 你别唯恐天下不乱 顾熙瑶骂道 哟 还真厉害了 来来来 往这儿来 王庆一点起来的意思都没有 指着自己的脸 乃想 宁晨走过来 直接攥住他的后衣领 单臂一提 竟然把他一个大活人 从座位上给提了起来 我躁 所有同学都看傻了 单臂提起一个人 这需要多大的力气 宁晨这是吃了大力丸 你干什么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王庆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 但为时已晚 宁晨拎着他走到窗边 拉开窗户 直接把他从二楼扔了下去 啊 包厢内一片尖叫 大家大眼瞪小眼 互相望着宁晨 等过了数秒 他们才冲到窗边 去查看王庆的情况 只见 王庆摔在一辆宝马 七夕的车顶上 车顶凹陷了下去 风挡玻璃都碎了不少 他又从车上滚下来 疼得嗷嗷惨叫 五官凝成了一朵菊花 酒店保安冲过来 一脸惊恐地朝二楼望去 卧槽 我的车啊 钱佳乐突然发出惨叫 瞪着宁晨说 你 你赔我的车 你要赔我的车 你也想下去是吧 宁晨看着他 咕噜 钱佳乐咽了口唾沫 畏畏缩缩地道 车 车是我爸的 你肯定要赔 你爸的 有女生问 钱佳乐 你不是说这是你爸给你买的吗 哪有大学生买宝马七夕 神经病啊 早就知道 你是把家里的车开出来装逼 躺咬冷哼 因为王庆受伤不重 所以大家紧张的心里 都松懈了下来 这会人员太差 没有一个同学下去看他 连钱佳乐都只关心车 让我赔 你确定 宁晨已经坐回了座位 看着钱佳乐 似笑非笑地说道 你不赔怎么办 王庆是你扔下去 你不光要赔我车 还要赔王庆的医药费 钱佳乐觉得 宁晨死定了 冷冷地道 总之这饭你也别吃了 赶紧回去 让你爸妈准备好三十万吧 好啊 宁晨微微一笑 推门而去 一年不见 这家伙 怎么变得这么冲动啊 还有他的戾气 顾熙遥打量着宁晨 美眸充斥着怀疑 这还是他那个高中同学吗 没一会儿 电话打通 老大 我炼成了 我炼成飞灵断骨圈第一众啊 叶孤楼兴奋的声音传来 这门拳法果然神妙 我感觉我的实力提升了好多啊 宁晨有些无语 是我打给你 还是你打给我 叶孤楼赶紧按下激动之情 老大 有什么事情 你尽管吩咐 跟上次一样 有个叫钱佳乐的 东阳县人 他爸应该是开建筑公司的 其他的 不用我多说了吧 宁晨说道 懂得 宁阳县 钱佳乐 家里开建筑公司的事吧 我会让他知道 招惹我老大 会是什么样一个下场 嗯 忙去吧 宁晨随手挂断电话 以叶孤楼的身份地位 搞垮一个县城里的富二代 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 打个电话就行了 而这一次 宁晨算是真正见识到了叶家的厉害 他把王庆从二楼扔下去 没过多久 便有几个执法人员赶来了解情况 刚开始 他们表示 要把宁晨带走询问 但接了一个电话后 事情便不了了之 宁晨甚至连钱都没赔 十五分钟后 他重回包厢 钱佳乐正满头大汗的 接着父亲的电话 一股股吼骂声 从话筒里传出来 混账东西 你怎么会得罪业家的人 通商银行刚刚打来电话 最近这笔贷款批不下来了 还让我们提前偿还债务 否则就要申请法院冻结 我们公司的账户 狗东西 你在什么地方 马上把车开回来 老子今天不打断你狗腿 以后就是你儿子 钱佳乐完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一脸猛逼地坐在位置上挨训 家里有点事 先走了 钱佳乐匆匆起身 脸色难看得要死 恰逢宁晨开门进来 问道 这么慌慌张张 出什么事了 钱佳乐瞪着他 宁晨 我现在有点急事 回头再找你陪车 宁晨笑道 你回去也于事无补 反正你们家肯定要破产 哼 你家想破产 还破不了呢 钱佳乐丢下一句话 黑着脸就走了 陈儿 什么情况 唐瑶凑过来问 我听说钱佳乐家里挺有钱的 怎么还要破产了呢 可能是资金链出了问题吧 宁晨怂怂间 便招呼服务员上菜 吃饭期间 顾熙瑶不止一次偷看宁晨 似乎留意到什么细节 宁晨出去了一趟 钱佳就要破产了 这其中有因果关系吗 怎么可能呢 顾熙瑶摇摇摇头 就算是我们顾家 也不可能在15分钟之内 就让钱佳面临破产危机 不可能的 心里虽然不断否定 但他越来越觉得 宁晨不对劲 光是把一个 160斤的男人 单臂提起来 就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 难道 他是舞者 顾熙瑶心头 蹦出来一个念头 作为现成名列前茅的豪门 顾熙瑶 已然能接触到一点 修炼界的事情 不过顾家很低调 连他这个大小姐出门 都不带保镖 就像普通女孩一样 由于讨厌的人都走了 这顿饭吃的还算愉快 随后 一群精力充沛的学生 又商量着去KTV唱歌 顾熙瑶却表示 他还有点事 不能去了 众男生直呼失望 过了一会儿 一个刀疤脸男子 从九楼三楼走下来 四处张望 眉宇间带着力气 顾熙瑶鼓起勇气 上前问道 你好 你是野员吗 野员是刀疤脸男子 在鼓舞论坛上 注册的网民 他昨晚安纳不住寂寞 在论坛上和人炫耀 称自己有百年人生 没想到 一个小姑娘主动联系他 称愿意花三亿 买他手里的人生 两人聊了聊 发现他们都在东阳县 于是便约了晚上七点半 在逢计酒楼碰面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就是你 刀疤脸男子指着顾熙瑶 眼底的炽热一闪而逝 然后咧嘴轻笑 小姑娘 你真的有三亿 该不会是在骗我吧 顾熙瑶微微低头 我确实没钱 刀疤脸男子脸色一拉 你耍我 不 我没钱 不代表我家里没钱 顾熙瑶扬起亲美小脸 急切地说道 我奶奶病危 只要你拿着人生跟我回去 爸爸他一定会花钱买下来的 刀疤脸男子 心中生起一丝警惕 那你爸怎么不来 顾熙瑶一对水眸泛起泪光 我爸他 他不相信我能找到百年人生 我是自己偷偷联系你的 原来如此 刀疤脸男子恍然点头 考虑了一会儿后 他伸手拍了拍顾熙瑶肩膀 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行 我跟你走 谢谢 顾熙瑶郊区轻轻一颤 闪躲开来 他感觉 这个刀疤脸男子 看他的眼神不太对劲 怎么去你家 刀疤脸男子笑着收回手 将眼底的一抹 凶光藏起 我开车来的 带你去 顾熙瑶把刀疤脸男子 带到地下车库 走在前面的时候 他心中忐忑不安 总感觉身后 有什么恐怖的东西盯着他 上车后 他刚系好安全带 往后视镜里一瞥 刀疤脸男子 果然不怀好意地在偷瞄他 嘴角勾着淡淡的邪笑 双手握住方向盘 顾熙瑶突然有点害怕 也有点后悔 就在这时 有人敲响车窗 顾熙瑶吓了一跳 扭头看去 却发现 是他的同学宁晨 他赶紧放下车窗 惊喜地道 宁晨 你不是去唱歌了吗 怎么在这儿啊 宁晨指了指自己喉咙 我嗓子有点不舒服 想回家了 你能烧我一程吗 顾熙瑶愣了一下 他家住在云雾山 和宁晨家顺路吗 那你上车吧 顾熙瑶没多想 就让宁晨坐上来了 除了帮同学的忙 他觉得刀疤脸男子 看他的眼神很不对劲 车上坐着一个男生 至少还能有点安全感 谢了 宁晨拉开车门 直接坐到副驾驶上 还四下打量一圈 特斯拉 好车呀 顾熙瑶摆摆手 得了吧 特斯拉算什么好车 代不罢了 呃 这位是 宁晨看见了后座上的 刀疤脸男子 顾熙瑶赶忙解释 这是我一个叔叔 去我家有点事 宁晨赶忙笑着喊了一声 叔叔你好 我是顾熙瑶的高中同学 我叫宁晨 嗯 你好 刀疤脸男子 好像有点不高兴 眼睛像刀子一样盯着他 普通学生一个 算你倒霉 车子上路 宁晨和顾熙瑶 有说有笑 聊了不少高中的事 半小时后 顾熙瑶表情变得些古怪 宁晨 你家还没到吗 这都快到凤凰南路了 再往前 就是我家了 宁晨望望窗外 一拍脑袋 刚才光顾着和你聊天 忘记我要下车了 顾熙瑶现实啊 勒一声 然后呃呃呃的笑了 回家都能忘 你也太逗了吧 宁晨装傻挠头 其实他就是打算 跟着巴脸男去顾家 那要不 去我家坐会儿 晚点我让人送你回去 顾熙瑶侧脸一笑 不知为何 他觉得和宁晨聊天很愉快 好 宁晨点点头 又过了十分钟 车子驶过凤凰南路 来到青浦当地 很有名的云雾山风景区 顾家的豪宅 大嘴巴 露出十分震惊的表情 但后者并没有 反倒是刀疤脸男子 嘴角却是掀起一抹淡淡的凝笑 让他有种隐狼入室的感觉 不一会儿 车子在豪宅大门前停下 顾熙瑶把车钥匙扔给保安 然后把宁晨和刀疤脸男子 带进了一座五层高的豪华别墅 一楼客厅内 有两个旋转楼梯 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正好走下来 看见顾熙瑶带人回来 气得训斥道 西遥 你胡闹 修炼界的事情 是你能参与的吗 爸爸花了那么多钱 都买不到一株百年人肾 顾熙瑶赶紧迎上去 翘毛带着担忧 爸 我真的把人带来了 不信您自己去问 他用手示意了一下刀疤脸男子 然后又指着宁晨说 这个是我同学 来玩的 顾洪凯彻底无语 都什么时候了 还邀请同学来玩 不过他没有不给女儿面子 马上把宁晨轰走 而是走到那个刀疤脸男子面前 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问道 就是你联系我女儿 说你手里有百年人肾 纠正一下 不是我联系你女儿 是你女儿主动联系的我 刀疤脸男子冷冽一笑 直接越过顾洪凯 一屁股坐在他们家昂贵的沙发上 顾洪凯微微醋眉 但没有发作 东西呢 只要你拿得出来 我们就买 给你 刀疤脸男子从怀里摸出一个塑料袋 随手扔给顾洪凯 顾洪凯伸手接过 拆开 里面确实是一株人参 不过他不会鉴别药材年份 只好让刀疤脸男子稍等片刻 自己去找董行的 仆人端上茶点 宁晨也沾了光 闲着无聊 他就问顾西瑶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需要用到百年人参 要知道 真正足年份的百年人参 可是超脱世俗之外的灵药 世俗罕见 当初灵胶羊花了八百万买来 在寿宴上送给温老头的那株人参 便号称百年人参 但宁晨后来鉴定过 狗屁的百年人参 撑死六十年 真正的百年份也人参 十分罕见 价值最少也在三个亿以上 是我奶奶 顾西瑶表情悲伤 把最近家里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原来 是顾西瑶九十高龄的奶奶 快不行了 家中请便名医 只有一个老中医 有把握为顾奶奶严寿 不过前提是要先找到 一株足年份的百年人参 顾洪凯动用了所有关系 前前后后花了几百万 连百年人参上面的一根须子都买不到 这种级别的药材 早就被南方的一道巨头们垄断了 宁晨本想劝顾西瑶生死有命 想开点 但话到了嘴边 却变成 放心 奶奶一定会好起来的 嗯 顾西瑶已经哭红了眼 轻轻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 看见顾西瑶哭 她心里也不好受 自己活了两千年 见惯生离死别 心境应该相当坚韧了才对 难道是因为她 宁晨凝视着在面前落泪的美人 不得不承认 顾西瑶的美眼 和她师父遥光上人有一丝相似 性格也有点像 都是看似巨人千里之外的高冷 实则内心温柔 善良又单纯 而且顾西瑶名字里 也有一个瑶 所以自己才会对她 有莫名的好感 想起师父 宁晨内心暗暗触动 思绪也回到了一千五百年前 那个奇妙的夜晚 就在这时 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传来 好汗 刚才多有冒犯 请多担待 请多担待啊 是顾洪凯 她回到一楼客厅 隔着老远 就对刀疤脸男子抱拳行礼 脸上写满了愧疚和激动 身后还跟着一个主拐杖的老者 有数个家丁搀扶着 哟 想不到你们这儿 还有识货的 刀疤脸男子起身 上下扫了一眼 那位主拐杖的老者 怎么称呼 老夫楚连海 主拐杖的老者 先是自曝来历 然后眼神警惕地问道 敢问好汉 是在哪里找到的这株百年人生 刀疤脸男子冷冷一哼 这个你也要管 楚连海继续说道 据老夫所知 一个月前 精灵兰家在领南某个拍卖会上 以四亿八千万拍下一株百年人生 但在运送途中 遭贼人劫掠 顾家妇女听得面面相去 刀疤脸男子 脸色阴沉了下来 老头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株人生 是我亲手在湘南采的 湘南 楚连海想了想 哑然一笑 那应该是我多想了 不过好汉手里这株 确实是百年人生无疑 老夫有一方计 可将百年人生的要力 发挥出来三成 最少也能为顾老太延寿三年 楚连海伸出三根手指 傲然一笑 才三年 顾熙瑶背驰咬薄唇 三年 已经不错了 奶奶毕竟九十五了 顾洪凯拍了拍女儿的肩膀 可是我舍不得奶奶 顾熙瑶抱住父亲 轻声抽气了起来 哎 顾洪凯摸了摸女儿的脑袋 然后对刀疤脸男子道 好汉 开个价吧 这人生 我们顾家要了 刀疤脸男子 笑眯眯地弹出三根手指 三亿 顾洪凯有些惊喜地问道 后面再加一个零 刀疤脸男子补充 三 三十亿 顾洪凯猛了 咱 咱们明明说好的三亿 你怎么能坐地起架呢 顾熙瑶要急哭了 三十亿 几乎相当于他们顾家所有的资产 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东西是老子 老子想怎么卖 就怎么卖 刀疤脸男子冷冷一笑 眼神变得凶狠 听好了 小妞儿 除了三十亿 我还要你当我的女人 你找死 顾洪凯大怒 指着他赤鹤 你说什么呢 可下一秒 只听咔嚓 一声清脆的骨折声 响彻一楼大厅 顾洪凯的手指 竟被冲至面前的刀疤脸男子 一把抓住 生生折断 顾洪凯腾的跪倒在地 不住地惨叫 脑门瞬间戏寒密布 啊 爸 顾熙瑶吓坏了 他没想到 这个人会突然动手 他到底想干什么 小顾 楚连海也是大吃一惊 赶紧对几个家丁说道 快 快上去帮忙 不用他说 四个家丁已经冲了上去 说是家丁 其实这四个人 是顾洪凯高薪雇佣的保镖 每一个都是武者 四个外劲 四个外劲 也敢在我远野面前嚣张 刀疤脸男子发出狂笑 整个人往前猛冲 他也不轮圈出腿 只是双臂展开 这么一撞 碰 四个武者保镖 如同被火车撞上 吐出大口的鲜血 倒飞出去 咚咚咚咚四声 全部砸穿了厚厚的墙壁 不省人事 顾西瑶看傻了 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杨叔 李叔 曹叔 赵叔 怎么可能 他不敢相信 杨准 李坤 曹磊 赵全 这四人 可是父亲从武邪雇佣来的武者了 每人每年拿上百万的工资 一下子就给打趴下了 这时 那个老中医楚连海 猛地反应了过来 指着刀疤脸男子说道 袁野 你 你是八面袁袁野 武传志的徒弟 不错 我就是黑武林的袁野 袁野满脸猙獰 表情一动 脸上的刀疤 如蜈蚣扭曲 看起来十分恐怖 他弯腰把百年人参 从地上捡起来 轻轻拍去灰尘 收入怀里 这百年人参 可是师父分给我的宝贝 怎么可能慢 你们这些世俗的蠢猪 还真是够天真的 哈哈哈哈 顾洪凯跪在地上 心如深渊 他没听过八面园 但听过武传志这个名字 据说是黑武林的 一位宗师级人物 连武邪追捕他多年 都误过 这个缘也是宗师之徒 实力想必有内进的层次 不然也不可能一招 就秒掉杨准四个外进 内进武者 完了 彻底完了呀 顾洪凯连逃跑的心思都没有了 他妄想顾西遥 女儿 爸爸对不起你 不 爸 是我的错 顾西遥已经哭成了泪人 内心自责万分 如果不是他擅作主张 在鼓舞论坛上求要 也不可能隐忙入室 而且 除了自驾人 连同学也被他连累了 他真是该死 宁辰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顾西遥扭头望了宁辰一眼 眼中充满自责 黑武邻都是一些亡命之徒 怎么可能放过宁辰这个目击者 果然 原野循着顾西遥的视线 笑嘻嘻地看向宁辰 小鬼 你我之间本无仇 可是你命不好 算了不说了 送你下去吧 早死早投胎 在原野眼里 宁辰就是一个可怜的路人 玩游戏时顺手补掉的小兵 别恨我 原野一闪而来 大手斜狂风 掐向宁辰脖子 宁辰 顾西遥哭得梨花带雨 右手锦舞花唇 顾洪凯和楚连海两个长辈 也知道 宁辰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而且 接下来就是他们 但下一秒 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宁辰闪电般出手 抓住原野的左手腕 往返方向一拧 咔嚓 清脆的骨折声响起 顾西遥捂住脸 不敢去看 顾洪凯也是撤开目光 不忍再看 啊 原野的惨叫声 却传了过来 让三人感到震惊和错愕 定睛看去 原野的左手腕 已经断了 宁辰面容冷漠 像看弱智一样看着他 区区内静 也敢在我面前动手 谁给你的胆量 你 你不是普通学生 原野往后退去 左手腕被声声折断 疼得他满头大汗 但他一声不吭 你错了 我是学生 宁辰面无表情 不过谁告诉你 学生就一定好欺负 走 原野没有任何犹豫 转头就跑 一招废掉他的左手 这个小孩的实力 绝对在内经大成以上 但几乎就在他产生 逃跑念头的刹那 宁辰身影略智 一腿扫来 咔嚓 小腿骨如干这般被扫断 原野整个人失去重心 连着撞翻几座沙发 一头撞进堆满上 等木柴的壁炉之中 脚上穿的皮鞋都甩飞了 这一次 原野再也忍不住了 他抱着腿 扯着嗓子惨叫起来 我的腿 我的腿啊 有庸人听到声音赶过来 被顾洪凯和退 顾熙瑶一脸猛逼地看着宁辰 久久反应不过来 你是谁 你究竟是谁 原野一边惨嚎 一边惊恐万壮地瞪着宁辰 你别管我是谁 宁辰走过来 与泰森寒 和之前简直是两个人 我问 你答 敢不说或者扯谎 我就踩爆你的狗头 懂 懂 懂懂懂 我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计 原野看出 宁辰没开玩笑 赶紧点头 南方世家在岭南采购了一批药材 现在失踪了 是不是你和你那个师父干的 宁辰问道 是 是我师父 武传志 原野咬牙承认了 很好 那批药材里面 有没有一种叫地狱液的东西 宁辰又问 地狱液 不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 师父只赐我一株百年人参 其他的看都没让我看 原野怕宁辰不相信 拼命摇头 那你师父现在在什么地方 宁辰再问 这 原野犹豫了一刹 继续摇头 我也不知道 我和师父在阴谈分别 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啊 正说着 宁辰突然一脚 踩在他左手腕处 我真不知道我师父在哪里 真不知道啊 少侠 少侠饶命啊 原野疼得死去活来 地狱液的那个问题 你确实不知道 但你师父 你却知道他人在何处 宁辰面色平静 想骗我 你还嫩了点 少侠 我真的不知道 啊 师父劫走药材 你是犯了死罪 怎么会告诉我他在哪里 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不知道啊 原野还不肯松口 惨叫声 听得顾熙瑶头皮发麻 他正正地看着宁辰 这还是他那个高中同学吗 去青州的这半年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要杀要寡 悉听尊辩 我死也不会告诉你 师父的藏身之地 原野还是个硬汉 无论宁辰怎么折磨 他就是不说 你以为你不说 我就没办法了 宁辰收回脚 语气平静 杀了我吧 原野绝望地闭上双眼 我会杀了你 但不是现在 宁辰右手一伸 一丝丝物流般的青涩气静 从他体内涌出 朝原野天灵盖涌去 那是什么 顾洪凯父女俩瞪大眼睛 还以为出现了幻觉 内镜外放 大师 华镜大师 楚连海激动得浑身颤抖 什么 华镜 顾洪凯吓坏了 女儿的这个同学 是华镜 那可是介于内镜 和宗师之间的境界 这样的舞者 万中无一 被修炼界尊称为大师 什么内镜 我这明明是灵力 宁辰美好气地 撇了老中医楚连海一眼 却也懒得解释 爸 脑壳震荡 嘴唇也泛着波浪 整个人就像发了杨颠峰一样 搜魂术 先加常用的法术 凡人体魄太弱 所以才会如此 等搜完魂 人也废了 这种法术太过歹毒 有损应得 所以两千年来 宁辰使用过的次数 屈值可数 这是在干什么 三人看不明白 不一会儿 原野的记忆 如电影胶片一样 呈现在宁辰面前 宁辰可以随意快进 倒退 暂停 进行查阅 大概十分钟后 他找到了想要的内容 武传志 黑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 出身武邪的老牌宗师 十年前 被武邪高层栽赃陷害 逼上梁山 他靠着武邪内部线报 和徒弟原野 一起策划了这场截标 现在想把这批灵药 卖给外国人 武传志 让我看看 你在哪儿呢 宁辰紧闭双眼 终于在原野神志崩溃前 找到了一个地名 扑通 原野斜着倒在地上 口鼻之中 涌出大量鲜血 宁辰也睁开了眼睛 黑虾紫山 叫人来打扫一下吧 宁辰转过身 对顾洪凯说道 接着他掏出手机 打开缺德地图 搜索黑虾紫山 结果根本搜不到 换成其他的 也是徒劳无功 该死啊 宁辰眉头紧锁 动用零食 再加上施展搜魂术 已然消耗了一些灵力 若是这些功夫 都打了水漂 岂不血亏 不一会儿 顾洪凯找来管家 把原野的尸体处理掉了 管家是他心腹 倒不担心出事 他小心翼翼地来到宁辰身边 躬身问道 大 大师 您怎么了 没怎么 宁辰气愤转身 本欲离开 但转念一想 让顾家 温家帮忙调查 不就好了吗 自己还救了他们全家一命呢 顾叔说 宁辰忽然开口 悠悠地看着他 不敢当 不敢当 顾洪凯吓了一跳 赶紧摆手 您可是华靖大师 好了 我要让你帮我一个忙 宁辰摆手 懒得在这种问题上纠结 宁大师请说 顾洪凯大喜 华靖大师找他帮忙 简直给足了他们顾家帘 帮我查一个地名 叫黑瞎子山 越快越好 宁辰说道 黑瞎子山 好 顾洪凯连连点头 把腿就往外跑 激动得连纸上的伤都忘了 随后 宁辰又打了两个电话 给温月 叶孤楼 让他们也帮忙调查 人多力量大 老夫精灵楚连海 见过宁大师 这时 楚连海上前来 想套近乎 不认识 宁辰扫了他一眼 楚连海微微愣住 他可是江南十大名一之一 在南方多少有点名头 他苦涩一笑 多谢大师救命之恩 宁辰恩了一声 楚连海见对方这么不想搭理他 也不热脸贴冷屁股 乖乖走开 上楼去了 偌大的一楼客厅 只剩下顾熙瑶和宁辰两个人 时间不早了 顾小花 我就先回去了 宁辰起身 不料 顾熙瑶像是受到了刺激 一把攥住他的左手 用一种楚楚可怜的目光看着他 你干嘛 宁辰不喜欢别人碰他 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对 对不起 顾熙瑶赶紧撒开手 把头低下 宁辰知道他吓坏了 于是出声安慰 已经没事了 那人手上沾了不少人命 杀他是为民除害 谢谢你 宁辰 顾熙瑶痒起鹅蛋脸 毛子还有些红 然后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你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宁辰吗 是 也不是 宁辰也给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回答 穿越到小南天界 莫爬滚打两千年 他早就不是当初的宁辰了 接下来 他回家等了三天 叶家 温家和顾家 发动全部能量 调查黑虾紫山的所在 最后还是 叶家在北方某个地级市里 找到了一座同名荒山 宁辰去都没去 直接说不对 根据原野最后的记忆 黑虾紫山应该在南方 哎 找不到啊 顾家豪宅 三楼某个房间 顾家人坐在床头聊天 床上躺着一个满头银丝的老玉 正是顾熙瑶的奶奶顾桂英 顾桂英服下 楚连海熬制的汤记 安然入睡 顾洪凯却愁容满面 小声说道 宁大师让我们找到黑虾紫山 我让人翻遍了南方的地图 也找不到 哎 事情半砸了 宁大师怎么看我们顾家 连个山头都找不到 老夫游离过江南 众多名山大川 从未听过黑虾紫山 楚连海苦涩一笑 也许 只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荒山小岭 所以才这么难找 或许吧 顾洪凯叹了口气 爸 我怎么感觉这座山的名字 听起来有点耳熟呢 顾熙瑶紧听柳眉 说道 好像在哪里听过 顾洪凯问道 真的吗 熙瑶 那你好好想想 到底在哪里听到过 我想起来了 突然 顾熙瑶眸光大亮 看向在床上躺着的老玉 奶奶小时候给我讲过的故事里 就有黑虾紫山 宁晨没想到 第一个找到黑虾紫山的 不是叶家 也不是温家 而是势力最弱的顾家 而从顾老太太口中吐露的真相 让她十分无语 原来 黑虾紫山就在隔壁的松台市 这个名字是几十年前的叫法 现在早就改了 地图上叫元宝山 奶奶的 没事瞎改什么山名 真是醉了 宁晨打听清楚情况 起身欲走 宁大师 要不我们送您一程吧 从东阳赶到松台 有一百多公里呢 顾洪凯起身提议 也好 宁晨点点头 飞行很消耗灵力 顾洪凯大喜 连忙安排一台七座的商务越野车 送宁晨去松台市 顾洪凯和顾熙瑶 妇女俩随行 路上 顾熙瑶觉得气氛有些压抑 于是问道 宁大师 叫我宁晨就行 宁晨正在闭目养神 好 宁晨 你现在还在清大读书吗 顾熙瑶好奇地问道 在呀 那你是哪个学院的 医学院 我是人文学院的 离你们那边有点远 确实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虽然都是顾熙瑶在问问题 不过宁晨都会作答 顾洪凯在前面开车 不时通过后视镜观察二人 嘴角掀起一抹期待的笑容 说不定 我顾驾能招个化镜大师做女婿呢 想想就激动 一个多小时后 奔驰商务车 驶入松台市 来到竹县 黑瞎子山就在竹县 刚下高速 准备上盘山公路的时候 一伙人将他们拦停 不好意思 这套路疯了 你们掉头吧 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壮汉走过来 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味道 你们 是武邪的人 顾洪凯扫了一眼 壮汉胸口的刺绣 是一个醒目的武姿 知道我们是武邪的人 还不快走 武邪成员的态度十分霸道 赶紧走 这 顾洪凯从后视镜里 看了宁臣一眼 先走吧 宁臣说道 眉头暗暗皱起 看来 武邪的人 已经找到武传志了 不过看这情况 双方应该还在山里拉锯站 不然也没必要封山 自己来的正是时候 随后 奔驰商务车 绕着黑瞎子山开了很久 到处都是武邪的人 还有大量的执法人员 在维持秩序 对外说是抓逃犯 天啊 前面还能看见武邪的车 他们是把这座山围起来了吗 顾熙遥感到不可思议 武邪的势力 实在是太恐怖了 连当地执法机构 都只能配合他们 宁大师 现在怎么办 能上山的地方 基本都被封了 顾洪凯一边开车 一边问道 宁大师 转身看去 后座不知何时 竟只剩下顾熙遥一个人了 宁辰什么时候离开的 顾熙遥就坐在旁边 居然丝毫没有察觉到 此时 宁辰已经抄小路进山 身影快速穿梭在密林之间 衣服划过枝叉和杂草 沙沙作响 黑瞎子山 山势极为陡峭 内境舞者赶起路来 都很吃力 但对于一个原因期 老怪来说 只要有一片树叶 借力就够了 半炷香的功夫 他横穿半座山 很快听到了远处 传来一阵打斗声 武传志 为了你 坐镇青州 松台 精灵 孤苏的四位宗师 都到齐了 你今天是插翅南飞 快把药材交出来 交出药材 自费武功 再随我们去滨海总部 向夜会长请罪 山中 一片空地 成片的树木倒塌折断 硕大的山石四分五裂 地面上是一个个 触目惊心的大坑 每个都有树米之深 好像是被炸弹炸出来的 这样可怕的情形 一路从山顶延伸过来 足有几十里路 一个倚着松树的黑衣舞者 浑身浴血 咬牙切齿地 瞪着附近一群武邪精英 四个宗师 十个化镜大师 还有六个内境武将 成何为之事 封死了他的所有退路 难道 五五传志 今天就要 陨落此地了吗 黑衣舞者 大概五十多岁 正值壮年 身上皮开肉绽 伤痕累累 五兄 一亿敌四 你不可能逃得了 一个续着八字胡的中年宗师 背负双手 神情肃穆 还是把药材交出来吧 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 哼 想要药材 做梦 五传志宁笑着 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小心点 文龙 别让他自觉心脉 一个女宗师出生 他看起来很年轻 才四十多 一双丹凤眼 死死盯着五传志 叶会长要活的 他们口中的叶会长 是江南武邪的总会长 坐镇滨海 放眼全国 也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叶青山那个老王八蛋 老子迟早弄死他 五传志赤骂道 放肆 女宗师一拳打出 真气外放 凝聚成全 碰 得一声闷响 五传志硬扛宗师全静 后退竖步 一口鲜血涂在满地枯叶上 他受伤太重 不然这一拳是可以躲开的 黑武林的乱臣贼子 也敢直呼叶会长的名号 女宗师冷笑 你们懂个屁 叶青山他就是个畜生 五传志叫骂不止 找死 女宗师脸色阴冷 竟从腰间抽出一柄软剑 横劈出一道剑气 朝他大腿斩去 叶会长说要活的 却没说要四肢剑拳的 糟了 这一剑要躲不开了 五传志心如深渊 这时 突然一道身影闪来 弹指一挥 轻松弹开女宗师的剑气 什么人 女宗师震惊之余 再辟一剑 来人右手五指张开 竟将足以切割钢板的剑气 握于手中 一用力 捏炸开来 女宗师瞳孔缩了锁 一脸震惊地看着宁臣 你是谁 八字胡宗师和其他两个宗师 以及一群化镜大师和内镜舞者们 全都如临大敌 弃尘丹田 死死瞪着莱迪 谁会来救我 五传志不可思议地 看着拦在面前的人 身材瘦高 相貌稚嫩 穿着运动休闲服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学生 但就刚才这两招 少说也有宗师进修为 来人 自然是及时赶到的宁臣 走 宁臣没有废话 丹臂扛起五传志 转身就跑 想走 女宗师挥剑赤和 第一个追了上去 是黑武林的人 该死 不能让他们跑了 否则夜会长 非得骂死我们不可 别说了 快追 一群人火急火燎 朝宁臣追去 可宁臣的脚力 远非他们能急 不一会儿 就甩得他们车尾灯 都看不见 一路奔走 来到一个小山村里 宁臣随便找了片小树林 就把五传志扔了进去 动作十分粗暴 可 嗨嗨嗨嗨 五传志在地上滚了十几圈 翻身坐起 不停地咳嗽 他看着宁臣 咧嘴一笑 我知道了 你也是为了那批药材而来 你知道就好 宁臣眼神冷漠 药材在哪里 我要是不说呢 五传志捂着胸口 脸色苍白无比 你会死得很惨 宁臣直截了当 横竖都是死 我还是说吧 至少能留个全尸 况且给黑五林的兄弟 总好过给五邪的那帮人 嘿嘿 五传志哑然失笑 还挺乐观 宁臣没说话 静候下文 药材被我藏在 在松台五邪总部的 通风管道里 五传志说道 五邪总部 宁臣挑了挑眉毛 冷笑道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 这手灯下黑丸的漂亮啊 哈哈哈哈 五传志放声大笑 似乎在嘲讽松台市的 那位女宗师 她处心积虑 想得到的东西 其实就藏在自己的地盘上 我现在就去找 你最好不要骗我 宁臣上前 点了五传志的穴道 然后身影一闪 便消失在小树林里 好快的速度 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五传志惊出一身的汗 两个小时后 宁臣找到松台市的 五邪总部 避开摄像头 和巡视人员的视线 轻松摸了进去 临时一扫 大楼顶层的某段通风管道内 果然放着一个 黑色的耐克旅行包 她取出旅行包 拿到天台上打开 里面果然是一堆灵药 有人参 有灵芝 还有莲花和灵果 以及一些妖兽的内胆和脏气 一股股浓烈的药香味 涌入鼻腔 将近二十种灵药 闭着眼睛摸 随便拿起来 一个价值都是三亿起步 在她焦急的搜寻中 很快 一只玉瓶映入眼帘 瓶身滚烫 里面仿佛盛着开水 拔掉木塞后 一种略微刺鼻的硫磺气味 立刻散发出来 宁晨往里一望 大袋五百毫升的乳白色浓浆 在玉瓶中晃荡 真的是地乳 太好了 宁晨很兴奋 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灵气平级的地球 居然有炼制补神丹的灵药 而且已经被她找到两种 她看见了 修复元神的可能性 再次回到小树林 五传智将坐在地上 动弹不得 无论她怎么调动真气 冲击穴道 都冲不破宁晨点的血 看见宁晨提着熟悉的旅行包回来 五传智既震惊又绝望 居然这么快就回来了 她哀声一叹 索性闭上眼睛 动手吧 给我一个痛快 宁晨头上冒出一个问号 满脸猛逼地看着五传智 我说过我要杀你们 五传智惊讶地睁开眼睛 宁晨却已经走过来 解开了她的穴道 你走吧 宁晨说完 转身也准备走 等等 五传智叫住她 一脸不解 你真的不杀我 我干嘛要杀你 我和你有仇吗 宁晨觉得 这人脑子有毛病 谢 谢谢 五传智满头大汗 冲宁晨道谢 然后又忍不住说道 如果是一般的黑五伶人士 他们为了保密 百分之百会杀了我 我不是黑五伶的人 宁晨说完 转身离去 扑通 五传智一屁股坐在地上 满脸劫后余生的庆幸 自己居然 还能捡回一条命 当天夜里 当顾熙瑶 拨通宁晨电话的时候 后者已经回到了东阳县 顾驾没问宁晨 去黑瞎紫山干什么 宁晨当然也不会透露 随便聊了几句就挂断了 还差五种药材 不知道能不能在地球找齐 唉 愁啊 宁晨晃悠到 丰西院小区 来到自家楼下的时候 他看见几个 鬼鬼祟祟的小年轻 正坐在花坛边 抽烟聊天 虽然是夜里 但宁晨一眼就看见 江湖规矩 或不及家人 几个小混混的声音 从夜色中传来 啪 王庆删了其中一个 小混混后脑勺一下 然后用夹着香烟的左手 指了指打石膏的右臂 骂道 看见没 那个兔崽子 把我从二楼扔下来 差点把老子摔死 老子要是不报复他 以后还怎么再东阳火 又有人问 庆哥 但那小子一直不回来 咋整啊 有人分析 估计是为罪前逃了 怕了吧 王庆冷冷一笑 哼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他家就住这儿 丁子 你现在上去 先把406的门锁 灌满胶水 说着 王庆从口袋里 掏出一瓶502胶水 递给一个尖嘴猴腮的小混混 好嘞 庆哥 绰号丁子的混混一起身 就撞上了宁晨 卧槽 要死啊 你 吓老子一跳 你们要给406门锁灌胶水 宁晨拎着旅行包 脸色冷漠 宁晨 你小子还敢回来 王庆立刻怪叫起来 把烟头扔向宁晨的脸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烟头即将砸到宁晨面旁之时 忽然被一股无形气静弹开 落入花坛 由于夜幕昏暗 王庆也没放在心上 以为是出现错觉了 接着他大声咆哮起来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上啊 弄死他 五个小混混年纪都不大 估计都是高中辍学混社会的不良少年 此刻一拥而上 抡起拳头 就朝宁晨脸上打去 但下一秒 五个人就都飞了出去 脸上同时出现一只红彤彤的掌翼 碎牙齿和鲜血 从他们口中喷出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 你你 王庆一脸惊恐地瞪着宁晨 半天说不出话 他忽然觉得 今晚来找宁晨 是个极其错误的决定 王庆 宁晨一步步走来 身后是五个趴在地上哀嚎的小混混 他踏着月色 神情如般幽灵般冷烈 高中你打我的那一巴掌 我没忘 我之所以不找你报仇 是因为 如今我们的段位差得太多了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一只喜欢蹦跶的蚂蚱 但你错就错在 不该来找我爸妈的麻烦 说着 宁晨自然垂落的右手 屈指一弹 秀 一缕细不可见的真气长针 穿过王庆的羽绒服 刺进他体内 王庆起初没感觉 就是泪下轻轻一次 好像被蚊子叮了 陈 陈哥 你误会了 我怎么敢来找你爸妈麻烦 祸不及家人 这点江湖规矩我还是懂的 王庆看见宁晨现在这么厉害 哪敢硬碰硬 赶紧道歉 就在他准备挨一顿毒打的时候 宁晨却道 你走吧 啊 王庆愣了一下 然后欣喜若狂 哦 好好 我走 谢谢陈哥不杀这恩 他也不管自己那些小弟 掉头就跑了 看看 这就是你们的大哥 宁晨扫了这些小瘪犊子一眼 嘲弄道 都什么年代了 还混社会 读点书 赚点钱 比什么都强 小混混们看着仓皇逃窜的王庆 集体陷入了沉思 宁晨却是眸光冷冽 他就这么放跑了王庆 怎么可能 他埋进王庆体内的那根真气长针 会在未来三天慢慢分解 从而破坏掉王庆的左肾 让他下半辈子 只剩一个肾过日子 就算他去医院检查 也什么都查不出来 一个肾也能活 就是活得很累 从此不能再进行剧烈运动 比如打架斗殴 烟酒也必须见了 宁晨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 随后 那五个小混混 捂着肿成猪头的脸离开 他没有立刻上楼 而是在思考一个问题 华国有这么多舞者 万一他们查到我 对爸妈出手 想着 宁晨掏出手机 打给顾熙尧 顾家妇女还在返程途中 顾熙尧看见打来电话 十分惊喜地接通 喂 宁晨 顾笑话 你爸在旁边吗 让他接个电话 我有件事请他帮忙 宁晨说道 哦 顾熙尧的语气 透着一丝失望 转而打开免提模式 爸 宁晨 找你的 宁大师 顾洪凯正在开车 顾叔叔 你们顾家请的那四个保镖 能不能分两个给我 宁晨开门见山 开学我就回校了 我爸妈那边 想请人照看一下 没问题 顾洪凯一口答应下来 语气甚至还有点激动 能帮一个化镜大师的忙 这是他们顾家的荣幸 更何况 宁晨现在还这么年轻 未来很有可能成就宗师 宗师 提到这两个字 顾洪凯心神都有些恍惚 顾叔叔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宁晨的声音 从手机里传出来 你们家那两个外镜保镖 年薪多少 我打给你 不不不 不用 顾洪凯连连摇头拒绝 大师说的什么话 不就是派两个保镖过去 小事一桩 这笔钱 我顾家出了 这不太好吧 宁晨假装客套 没什么不好的 就这么决定了 顾洪凯说道 行吧 宁晨也没客气 毕竟自己救了顾家妇女一命 要寒暄几句 他便挂端电话 上楼去了 陈兰和宁昌帽还没睡 正坐在客厅沙发上 商量着 要不要在青州 买一套房子 宁晨看着这一幕 脸上露出温馨的笑容 然后也加入讨论队伍 帮他们分析 各个豪宅楼盘的利弊 数日后 过年了 陈兰做了一桌子好菜 大闸线 奥龙 鲍鱼 大黄鱼 东兴斑 神户牛肉 五粮夜 茅台 晚上一家人 又坐在一起看春晚 度过了一个幸福的除夕夜 二姨妈家 陈兰正在泡脚 一边看着无聊的春晚 一边刷朋友圈 刷到陈兰发的年夜饭 她猛地吃了一惊 我的妈呀 老公 你快来看 陈兰赶紧把老公 孙伟喊过来 怎么了 宋伟走过来 老公 你看 陈兰家吃这么好呢 五粮夜茅台都喝起来了 陈兰很吃惊 在她眼里 自己一家才是亲戚里 过得最好的 一桌年夜饭 吃了五千多 但陈兰一家 光两瓶酒加起来 就不止这个数 哈哈 宋伟放大图片 看了两眼后 直接笑了 我说陈兰 你这个妹妹 可够虚荣的呀 年夜饭还要倒图 倒图 陈兰皱了皱眉 好像是哦 上次 我们过去的时候 他们家桌布是黄色的 这次怎么换成白色的了 这个陈兰也真是的 攀比心这么重 也不对比一下 自己家里的条件 他们吃得起这么好的吗 陈兰简直无语了 这时 儿子宋斌也走了过来 看了看后说道 哇 三一一家吃得可够好的呀 澳洲龙虾 东兴斑 鲍鱼 生蚝 还有这么大一条黄鱼 就算是人工养殖的 也得七八万吧 宋伟不屑地笑了 这算什么 你表弟还说给你二姨夫 买台劳斯莱斯呢 宋斌铺的一声就笑了出来 哈哈 劳斯莱斯 宁臣这臭小子 把他卖了 也买不起劳斯莱斯的一个车咕噜 第二天 宋伟 宋斌父子 看着停在自家门口的 劳斯莱斯库里男 陷入了猛逼 宁臣一家从车上下来 手里提着礼品 二姨父 二姨妈 小兵表哥 宁臣叫了一声 眼底藏着一丝好笑的情绪 小陈 长茂 你 你们这是中彩票了 陈雅彻底傻眼了 伸手指着那台劳斯莱斯 附近围观的小区居民 越来越多 不少都拿着手机拍照 走 进屋说 宁昌茂左手提着两瓶茅台 右手提着六条黄鹤楼 整个人容光焕发 一扫往日的自卑和郁闷 他身上穿的衣服 一看质感就是高档货 特别是皮鞋 他之前在商场里见过 但价格太高 他没舍得买 进屋后 陈兰一家把明晨挣钱的事情 如实相告 其实和中彩票也没区别 我和昌茂 都是沾了小陈的光 儿子出息了 以往每次过年 他都是听二姐陈雅炫耀 今年 总算扬眉吐气了一回 古药方和青州大药企合作 每年有几百万分红 陈雅对这些话 保持半信半疑的态度 宋伟却始终是一副 早已看穿一切的表情 用一种淡淡的戏血表情 打量着这家人 劳斯莱斯租一天一两万呢 这家人为了装逼 还真舍得下血本 拍了拍宁昌茂肩膀 他说道 昌茂 既然你们家现在这么有钱了 怎么不给小陈在青州买房子 车子是不断贬值的 只有房子是升值的 我们前段时间 给小兵在青州临江区买了套房子 两百平 七百多万 我们出首付 让他还月工 那块楼盘位置不错 要不你们也给小陈买一套 以后他们哥俩也好做个邻居吗 哈哈哈哈 宋斌在旁边听着 暗暗观察陈兰一家人的反应 他也不信 表弟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在古董市场 随便捡漏一张古药房 能卖这么多钱 既是要原他听说过 那可是青州的大企业 小陈 你觉得呢 陈兰和宁昌茂扭过头来 看向宁晨 算了吧 宁晨笑了笑 怎么算了呢 小陈 宋伟语气带着一丝讥讽 问道 你挣这么多钱 以后不会打算待在东阳吧 那可太没出息了 小陈 上华府这个楼盘的位置 真的很不错 虽然不是学区房 但旁边地铁和商场都有 以后升职空间很大 宋斌也继续试探 你要是在那边买了房 我可以经常带你出去玩 不是的 小冰表哥 宁晨嘴角流露出一丝苦笑 我已经买房了 已经买房了 宋家父子一愣 宋斌赶紧问 哪个楼盘 绿城玫瑰园 宁晨说道 别说 宋斌一愣 哪里的 就在清大附近 离学校近 来回方便 宁晨回答 清大的绿城玫瑰园 宋斌吓了一跳 前段时间买房子 他把所有楼盘研究了个遍 清大附近的绿城玫瑰园 那可是相当高档的小区 均价接近十万 住在那里的人 非富极贵 宁晨能在那里买房子 打死他都不信 小陈 厉害啊 回头表哥带你嫂子过去玩 你不会不欢迎吧 宋斌拍着宁晨的肩膀 故意说道 怎么会呢 随意欢迎你们来玩 宁晨说道 陈兰脸色有一点尴尬 儿子说的那套别墅 其实是他那个好闺蜜 瞧进的房子 儿子只是借助 怎么能说成是自己的房子呢 这要是被揭穿 多丢人啊 到时候 小兵真过去了 看他怎么圆 宋伟瞥见陈兰脸上的尴尬 呵呵一笑 这个年 是陈兰和宁昌茂 两口子过得最开心的一个年 因为不用为钱发愁 开着劳斯莱斯上门送礼 亲戚见了 许多常年不来往的亲戚 都携礼登门拜访 有嘘寒问暖的 有打算合伙做生意的 当然也少不了借钱的 要不是这个年 宁晨根本不知道 自己家原来有这么多亲戚 门槛都快被踩烂了 穷人站在十字节头耍 十把钢勾 勾不着亲人骨肉 有钱人在深山老林 耍刀枪棍棒 打不散无意冰棚 老郭的这句话 宁晨算是体会到了 寒假很快过去 宁晨正准备返回青州 顾家忽然打来电话 宁大师 曹磊和赵全的伤好的差不多了 最近准备出院 顾鸿凯请示道 曹磊 赵全 就是顾家高薪 从武协顾聘的两个保镖 一个外境大城 一个外境巅峰 好 你让他们住到我家对门 那套房子 我已经买下来了 宁晨说着 又补充 让他们不要打扰我爸妈的生活 但只要我爸妈出门 他们必须跟踪保护 明白 顾鸿凯点头 双方约在小区外的一间茶室见面 宁晨对曹赵二人 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面试 通过读心术 亏得二人并无心术不正 也就放下心来 宁大师 您在想什么 顾鸿凯见宁晨陷入沉思 出声问道 外境的实力 终究太低了点 宁晨摇摇头 这件事 他本来想找温家 但想到顾家是本地人 办什么事都方便 他便没有联系温老头 曹赵二人 惭愧地低下头 这样吧 我传你们一门功法 你们平时在家就照着练 半年内突破内境不是问题 宁晨说道 什么 曹赵二人大惊失色 内境 半年 踏入内境 要不是知道宁晨的身份 他们会以为 这个年轻人疯了 见宁晨不像开玩笑 曹磊说道 若大师所言不虚 我曹磊愿意 免费给令尊当保镖 不要一分钱工资 俺也一样 另一个湘西汉子赵全 激动地说道 随你们 宁晨无所谓的白白手 他给的是改良版上古强身术 水月帮的那些人 练的就是这个 就算资质在余顿 一年半载的 也能踏入内境了 随后 曹磊赵全二人 便住进了 封西院二状406的对门 宁晨和爸妈 打了声招呼后 也准备返校了 小辰 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 注意学业别落下来啊 陈兰和宁昌帽 把宁晨送到楼下 意外发现 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正站在楼下等她 却不是上次那个温家大小姐 模样要再青涩稚嫩一些 乌黑浓密的发丝 甜美娇俏的鹅蛋脸 处处透着少女的青春气息 顾笑话 你怎么还没走 宁晨诧异地问道 宁晨 你不是也要返校吗 一起吧 顾熙遥指了指身后的商务奔驰车 露出很甜美的笑容 然后又冲陈兰和宁昌帽一笑 叔叔阿姨你们好 我是宁晨的高中同学 我叫顾熙遥 我和宁晨都在清大读书 同学啊 夫妻俩愣了愣 每眼间都透出笑意 小王八蛋还挺花心 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 宁昌帽心中笑骂 既然是同学 那就一块走嘛 路上也好 有个照应 陈兰说道 那行吧 宁晨点点头 随后 他再一次坐上顾家的商务奔驰车 驶离东阳县 对了 你奶奶身体怎么样了 路上无聊 宁晨随口提问 小姑娘坐在他身边 好像很紧张 挺 挺好的 顾熙遥红着小脸 抢答式地说 楚爷爷把那猪人参制成了汤剂 奶奶服用后 气色明显好了许多 今天已经能下床走路了 嗯 宁晨动了动嘴 想说什么 却又没说出口 其实 那猪百年人参 让他炼成丹药的话 起码能为顾家老太太 延寿六年以上 不过顾家没来请他 他也懒得多事 想到旅行包里的那批灵药 还是不可能还的 天才地宝有能者得知 宁晨打算 把它们当成 临时的灵气源使用 他虽然无法炼化这批灵药 但他懂得一门上古神通 可以临时将灵气提炼成灵力 一路上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车子驶入青州 来到白鸟湖郊区 顾西瑶刚下车 一个捧着粉玫瑰 穿着白西装的青年走上来 笑道 西瑶 等你好久了 表哥 你怎么在这里 顾西瑶刚下车 直愣愣地看见这个帅气多金的青年 欢迎你回来清大 白西装青年 刚准备把玫瑰递过去 就看见奔驰车窗里 有一张熟悉的脸庞 宁晨 他失声叫了出来 宁晨也恰好看见了他 眼底滑过一丝细血 他坐在车里冷笑道 林娇阳够花心的呀 同时追求清大的两位笑话 也不怕身败名恋 白西装青年 正是林娇阳 宁晨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撞见这伙 而且还是当着顾西瑶的面 你怎么会坐在我表妹的车里 林娇阳瞪着宁晨 眼含怒火 表哥 你和宁晨认识 顾西瑶也很吃惊 岂只是认识 林娇阳磨牙了磨牙齿 有问 西瑶 你和这家伙什么关系 你们不会再谈恋爱吧 表哥你误会了 宁晨是我高中同学 搭个便车而已 顾西瑶赶紧澄清 妈的 软饭哪一个 林娇阳在心中骂道 住许舒颜的房子 搭顾西瑶的便车 这软饭吃的 她也是无语了 关键是 这两个都是她的妹子 她有种被戴绿帽子感觉 她本想嘲讽宁晨一两句 但又怕后者 去许舒颜那里告状 于是她压下怒火 解释道 宁晨 西瑶是我表妹 你要是想去 舒颜那里告状 随你 到时候看舒颜相信你 还是相信我 她有自信解释清楚 许舒颜不止一次告诉她 自己很讨厌宁晨 你想多了 宁晨满脸不屑 我才没功夫 找许舒颜告状 她在我眼里 就是个屁 不过 西瑶 我得告诫你一句 告诫 什么 顾西瑶不解 顾西瑶一脸尴尬 林家可是青州豪门世家 顾家这些年 全靠林家支撑 才能成为东阳县巨父 宁晨 你别太过分了 你他妈说 谁不是好东西呢 林娇阳气炸了 指着宁晨骂道 怎么 不服 想动手 宁晨笑道 你来啊 我 林娇阳气得肝疼 但她知道自己 不是宁晨的对手 只好忍气吞声 接着发出冷笑 哼 你以为我表妹会听你的 西瑶 表哥老实告诉你 宁晨这小子 就是个吃女人 住女人的软饭男 你赶紧 把他从车上赶下来 本以为顾西瑶会向着他 不料 女孩却是小声说道 表哥 你以后 还是少来找我吧 西瑶 你说什么 林娇阳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瞪着大眼睛 顾西瑶背齿咬唇 艰难地说道 我们毕竟是表兄妹 你隔三差五找我完 同情的姐妹 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 这不太好 畜生 车里传来宁晨的声音 带着悲痛 连自己的表妹都想跑 真是个畜生 好 林娇阳也是一个骄傲的人 被妹子这样拒绝 直接气炸 他把玫瑰花往地上一砸 怒喝道 顾西瑶 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 也不相信你表哥 你 你记住你说的话 总有一天 你会后悔的 说完 他大不离开 白鸟湖校区大门口 很多学生投来诧异的目光 顾西瑶被吼了一顿 脸色不太好看 宁晨 我送你去 你们校区吧 顾西瑶拉开车门 重新坐了上来 让司机开车 宁晨瞥了他一眼 说道 别以为我刚才那是气话 林娇阳这人我见过好几次 绝对不是善茬 你不要和他走得太近 知道了 顾西瑶轻轻汗手 又说 其实 我知道林娇阳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不过 我不喜欢他 但因为我们两家的关系 我又不得不见他 这些年 林家帮顾家在东阳县站稳脚跟 爸爸也让我在青州多和林家来往 所以 宁晨沉默 顾西瑶思考数秒 忽然冲他灿烂一笑 不过 我还是会听你的 以后尽量远离林娇阳 真怪 宁晨心想 比许舒颜那个蠢逼 懂事多了 论姿色 许舒颜或许胜过顾西瑶一筹 毕竟是青大笑话榜第一 但二女的性格 简直天差地别 前者被宠坏了 一身的大小姐脾气 后者是先贫后妇 为人低调又成熟 宁晨 忽然 顾西瑶喊了他一声 香夹浮现躲躲红云 咋 宁晨看着他 心想这妹子 该不会要告白吧 这个周末 我能来你们校区找你玩吗 顾西瑶说完 脸更红了 这样说 感觉好明显啊 会不会被拒绝呢 好尴尬 还是第一次约男孩子出去玩 随便 宁晨出乎意料地答应了 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真的吗 那就这么说定了 周末我来找你 顾西瑶很开心 行 宁晨 你敢瞧我表妹 老子跟你势不两立 百鸟胡笑居外 林娇阳开着他的阿斯顿马钉跑车 气得一拳 锤在方向盘上 他喜欢顾西瑶 从第一眼看见 就爱上了 虽然是表兄妹 但只要不生孩子 还是能在一起的 但宁晨这个狗东西 又来横插一脚 见鬼的是 表妹还很信任他 先是许舒颜 再是顾西瑶 宁晨 我他妈不整死你 我就不是血刃酒馆江南区的业务代理人 林娇阳掏出手机 气愤地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剃刀 帮我弄一个人 宁晨没回玫瑰园别墅 而是让司机把他送到九西庄园 和顾西瑶互道再见后 他拨通了房产经纪人的电话 喂 张经理 我回来了 嗯 房子呆疼了 我近期打算搬进去 得到四天内解决的回复后 宁晨满意地挂断了电话 四天后 正好也开学了 走进九西庄园 本来想去餐厅吃点东西 结果却在一楼客厅 碰见十几个穿着五服的人员 五鞋的人 果然找过来了吗 宁晨很冷静 五鞋队伍 以一个八字湖男人为首 副会长梁永志 防暴队长王岐 督导队长 霍欧都在 温月正对八字湖男人 竭力解释着什么 卑躬屈膝的样子 管家和佣人们见了都心疼 嗯 八字湖男人 第一个发现宁晨 双目金光猛掌 宁先生 温月看见了救星 赶紧跑过来 宁先生 您快和正会长解释解释吧 他们说 说你是黑五鞋的人 会长 他就是宁晨 梁永志指着宁晨 眼中浮现恨意 上次趁着您老人家不在 就是他在咱们总部撒野 打伤咱们好多兄弟 会长 不能放过这小子 霍欧也是咬牙切齿 恨不得立刻把宁晨抓进监狱 大行伺候 而宁晨通过温月的介绍 也是得知了 这个八字湖男人 就是青州武邪的会长 郑文龙 此人 便是坐镇青州的宗师 宗师当前 还能面不改色 看来宁先生背后 也站着一位宗师 温月心中暗响 这里没有你们的事情了 出去等着 郑文龙成因少许 忽然对梁永智等人道 是 青州武邪里 没人敢违抗郑文龙的命令 他就是青州古武界的天 这小子死定了 怀着这样的念头 梁永智 霍欧等人 陆陆续续出去 还把大门带上 温月也让管家和所有佣人出去 宁晓友 又见面了 郑文龙看着宁晨 忽然冷冽一笑 呦 温月诧异地看着宁晨 他们认识 宁晨没说话 小友难道忘了 一个多星期前 松台元宝山 你当着我们四位宗师的面 就走了武传志 郑文龙冷笑 怎么 胆作不敢当吗 什么 温月吓傻了 蹭蹭蹭连退三大步 像见鬼了一样 瞪着宁晨 最近鼓舞圈盛传的新闻 江南四大宗师 联手抓捕黑武林宗师武传志 即将成功之时 却被另一位黑武林高手救走 这个高手 是宁晨 即便这个消息 从青州武协会长的嘴里说出 温月也不敢相信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宁晨当然不会承认 鼓舞协会 毕竟是华国的顶级势力 一旦被纠缠上 他只能含泪灭掉 那样会很麻烦 损失也很大 早料到你会这么说 郑文龙盯着宁晨 说道 叶家的藤铁山 是你打伤的吧 宁晨没说话 温月却已经下街把了 藤铁山 藤宗师 宁晨 你不承认也没用 郑文龙眯起眼睛 你偷袭藤铁山的时候 旁边有人正 这一点 你赖不掉 宁晨面色无蓝 所以呢 郑文龙继续说 江南省的所有宗室 我都认识 宁晨 我很好奇 你是从哪蹦出来的 除了黑武林 似乎没有别的解释 宁晨听笑了 这么说 只要不是你们武协 登记在次的武者 都属于黑武林人士 都是有罪的 侠以武犯计 郑文龙硬气道 武者拥有常人 难以想象的力量 必须登记备案 必须得到管控 这是武律 任何挑战武律的人 都将付出代价 宁晨 我也不和你废话了 把武传之和药材交出来 否则下一次来的 可就不止我一个人了 郑说着 见宁晨身体有动作 他赶忙沉下重心 如灵大敌地说道 你也不要想着跑 就算天涯海角 我们也会找到你 谁说我要跑了 宁晨坐在沙发上 神态悠闲 郑会长 你是不是真的以为 你们武协天下无敌了 其实在我眼里 你们这个狗屁协会 根本就不值一提 普通 宁晨的话 没吓到郑文龙 反倒把温月 吓了个大跟头 当着青州武协会长的面 骂武协是狗屁 疯了 真是疯了 好 年轻人 今天就让我看看 你到底有几斤几两 敢这样大言不惭 接招 郑文龙右手五指一抓 手背上青筋暴突 如条条蜈蚣般争鸣 一缕缕肉眼可见的气静 在指尖缭绕 吼 温月还没反应过来 一声猛虎咆哮袭来 郑文龙右手成爪 气静凝聚成虎手 尖牙壁露 咆哮嘶耳 宫视未知 光是那恐怖的虎啸之声 就已经震得温月肝胆剧烈 虎咆公 郑宗师的看家本领 温月心头跳起这个念头 华国武术 博大精神 每一门武术 都有代表性的宗师 虎咆公脱胎于武当派 传为祖师张三丰 一黑虎之士演化而成 一爪之威 可以开杯烈时 加持真气 甚至可以生死虎豹 虎咆 我看猫爪还差不多 宁晨坐在沙发上 动都不动 一声嘲笑后 拳头直接砸出 没有任何的花里胡哨 就是一拳 只听咔嚓 一声脆响 客厅里传来一道闷哼 温月定睛看去 只见宗师郑文龙右手的五根手指 全部呈现不规则的扭曲 断裂 如同麻花 受此重伤 他只是闷哼一声 左手又成胡爪 猛地掏出 直击宁晨泪下 太慢了 宁晨再出一拳 先郑文龙一步 打在他小腹上 郑文龙厚实的腹肌 深深凹陷了下去 与之相反的 是眼珠子往外暴突 透着震惊 下一刹 郑文龙整个人 就跟着大肉包子一样 倒飞了出去 不过他没有撞墙 而是凌空几个后翻 稳稳落在地上 破 喉咙滚动树下 最后还是吐出一大口鲜血 将昂贵的地毯染红 温月摊坐在地上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郑文龙没打过凝晨 郑文龙可是武道宗师啊 你究竟是谁 郑文龙半跪起身 用右手将左手弯折的手指 一根根掰正 发出嘎嘣嘎嘣的声音 除了眼角略微抽搐两下外 并无痛苦的表情 我的名号 你不配打听 凝晨坐在沙发上 一动未曾动过 你只需要知道 我打死你 就像捏死一只蚂蚱 那么简单就够了 郑文龙嘴角狠命扯动两下 你好大的 帅 刚吐出四个字 一股真气皮链擦着他脖子 射进他背后的墙壁 脖梗被刮破 而这一切 郑文龙根本反应不过来 他木讷地抬起手 摸了摸脖梗上的伤 弹开一看 掌心竟全是血迹 怎么可能 郑文龙瞳孔缩至真孔大小 一山更比一山高 墙中自有墙中手 不要以为宗师就是武道的重点 恰恰相反 它其实是起点 宁晨给自己倒了杯茶 慢慢品了起来 在我们那边 你这种不叫宗师 叫炼气漆 处于社会最底层 炼气漆 郑文龙仿佛听到了什么 天门是什么 宁晨发问 没 没什么 郑文龙脸色难看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意 郑会长 你卡在现在的境界上 有年头了吧 宁晨忽然诱导 郑文龙没说话 只是看着他 我可以教你怎么助击 宁晨把玩着紫沙茶杯 笑道 助击 郑文龙目录疑惑 也就是你们眼中 宗师之上的境界 宁晨说道 宗师之上 郑文龙双目暴凳 心脏扑通扑通狂跳起来 大宗师 难道是武王 我不清楚 可能是武王吧 宁晨道 我不信 郑文龙坚决地摇摇头 整个华国 数百万舞者 武王近仅四位 每一位都是天纵之才 怎么可能交出来 尽管宁晨实力很强 比他强上很多 但他不信 对方能帮他突破武王境 这实在太离谱了 不识抬卷 宁晨冷哼一声 起身略至郑文龙身后 郑文龙还没反应过来 宁晨便一指点 中他后继某个穴道 顿时 一股巨大的刺痛感传来 郑文龙以为自己 要被杀了 温月也是这样想的 赶紧劝道 宁先生 手下留人啊 宁晨没说话 连出二十四指 击打郑文龙浑身的穴道 郑文龙堂堂宗师 却如同一只布娃娃 在宁晨手中把玩 毫无还手之力 难不成 宁先生是武王 温月上下两排牙齿 吓得直打架 脑子一团江湖 很快 随着郑文龙一声长笑 他体内经脉颤动 学窍之中 竟喷射出滚滚真气 整个人更是跪在地上 大汗淋漓 会长 发生什么事情了 会长 会长 我们来了 梁永志 王岐 霍欧等人 在外面听到动静 鱼灌而入 郑文龙爬起身 却是怒喝一声 谁让你们进来的 滚出去 众人不得不退走 郑文龙的脸红滚滚的 身上的五福 被汗水浸透 有丝丝白烟冒起 他望了望自己的双手 又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力量 双目渐渐瞪大 宗师进大城 我突破大城了 郑文龙难以自制地说道 纠正一下 是我帮你突破的 凭你自己 起码还要苦修三个甲子 宁辰又坐回沙发上 淡淡地道 这 这这 郑文龙连退术步 脑子一片空白 在踏进九西庄园前 他还是宗师进小城 并且已经在这个境界上 卡了十年 宁辰只花了一炷香的时间 救助他晋升大城 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 华国鼓舞界 会发生十八级大地震 就喜欢你这种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宁辰嘲讽的声音传过来 我只是随便打通了 你身上的几个穴道 便让你突破 若再传授撒瓜俩走 助你成为华国第五大武王 你觉得会有难度吗 郑文龙身体开始颤抖 膝盖振振发软 几乎要给宁辰跪下 但他没有 生生忍住了内心的冲动 你想怎么样 郑文龙死死盯着宁辰 今天好像是你来找我麻烦的吧 宁辰回答 郑某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五王恕罪 郑文龙身身行了个礼 又道 多谢五王替郑某提声境界 郑某感激不尽 今后少来找我麻烦就行了 宁辰冷哼道 一定 一定 郑文龙连连点头 自己一个宗师 找五王的麻烦 这不疯了吗 这件事看来要禀报给上面 让上面定夺 他暗暗流汗 宁辰看出他内心的想法 又道 此事保密 十年后 我为你铸鸡 什么 郑文龙瞳孔地震 十年 自己就能成五王 忽吃 他呼吸开始变得炙热 有一数秒后 他猛背一点头 好 我答应你 如子可教 宁辰微微一笑 他活了两千年 今年五十一岁的郑文龙 在他眼里 就是一个志童 小郑 你放心 我不是什么恶人 只是厌倦了修炼界的勾心斗角 想要回归平静的生活 宁辰说道 郑文龙听到宁辰叫他小郑 脸上不由浮现一抹怪异 难道 这个少年的身体里 住着一只老怪物的灵魂 他听过一些上古秘文 传闻修炼到一定境界 灵魂足够强大 便可以强行占据他人肉身 这个现象被称为夺赦 既然如此 前辈为何要救五传治 又为何要抢夺那批药材 郑文龙壮着胆子问道 我受了伤 需要灵药治疗 不过 我并没有抢夺你口中的那批药材 也不认识什么五传治 宁辰淡淡地道 这位前辈 可真够不要脸的 郑文龙心中暗骂 宁辰的话翻译一下就是 药材我拿了 不服憋着 郑文龙经过一番权衡利弊后 最终一泄气 说道 那应该是我误会前辈了 讨扰了 告辞 宁辰淡淡笑道 温老头 替我送送小政 是 温月赶紧点头 然后突然想起 这特么不是我家吗 很快 郑文龙愁眉苦脸地走出酒西庄园 脸上写满了心事 会长 怎么样 副会长梁永志第一个跑上来 会长 信宁的那小子认罪没有 咱们什么时候抓他 督导队长霍欧也凑过来 特么的 抓什么抓 郑文龙一个大臂兜子 甩霍欧脸上 直接把他大牙都抽碎三颗 狠狠摔进一座人工喷泉 围栏都给撞碎了 会长 你这是 防暴队长王琪 震惊地看着郑文龙 只见这位青州武协的老大 一脸严肃地说道 事情都调查清楚了 宁辰与此事无关 以后谁敢找他的麻烦 我就找你的麻烦 听清楚没有 听 听清楚了 梁永志 王琪等武协干部 望了一眼霍欧的惨状 纷纷咽唾沫点头 走 郑文龙带人离开 温月送了一路 马德 怪不得连武协总部都敢杂 原来是背后有人 梁永志想起那天的事 后怕不已 幸亏自己没跟宁辰死磕 而是等会长回来 不然倒霉的肯定是他 温月回到客厅的时候 宁辰已经不见了 望着满地狼藉 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整个人都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 一位武王 暂住在他家 这究竟是服饰货 温月也不敢确定 此时 宁辰提着装有 二十多株灵药的旅行包 从九溪庄园的小门出去了 打了辆出租 直奔绿城玫瑰园 来到1403号独栋别墅 里面竟然传来一阵烤肉的香味 和很多人聊天的嘈杂声 推门进去 家里竟然在开派对 规模不算大 来了十几个人 有的在前院露天烧烤 有的在客厅聊天 还有的在后院逗黑龙 这是谁 不认识 有点眼说 好像是我们学校的 宁辰路过前院和客厅 引来不少目光 他参加校运会的时候很出名 每天去食堂吃饭 都有人指指点点 可惜长相平凡无奇 新学期就泯然重人了 大力哥 江堂端着几杯鸡尾酒 从厨房出来 正好撞上宁辰 惊喜地道 我刚想给你打电话 你来得也太巧了 宁辰嘴巴动了动 似乎想说什么 不过马上就被从二楼 走下来的许书妍打断了 你怎么来了 许书妍今天没穿居家服 而是一套小湘风连衣裙 裙摆很短 两条纤细新长的眉腿上 裹着白色长筒袜 看起来极为养眼 一头海藻般的长发 不知道什么时候 染成了钳子色 为她精致的五官 平添了一抹诱惑的风情 许书妍对今天的打扮很满意 她还喷了香水 下楼的时候 带来一阵沁人的湘风 肯定能把宁辰迷得神魂颠倒 可适时却与她想象的大象停静 谁允许你们进我房间呢 宁晨看都没看她一眼 而是走向楼梯下的卧室 质问从里面走出来的一对情侣 这对情侣明显刚刚亲热过 衣衫凌乱 遭到宁晨冷不丁的质问 顿时愣在原地 其中一个涂着红色指甲油 染着红色头发 长得很漂亮的女孩 诧异地看向许书妍 书妍 这不是你家吗 怎么还有租客 海燕 她不是租客 许书妍顶着同学们的奇怪目光 快步下楼 路过宁晨时 狠狠瞪了太野 她是我妈妈闺蜜的儿子 暂时借助在我家 许书妍对红发女孩解释 这是她新交的一个朋友 叫吴海英 人长得漂亮 家境也很英识 珍妮玛走了狗屎运 吴海英的男朋友 叫石云辉 听完许书妍的解释后 石云辉跟吃了800个柠檬一样 酸得要死 用杀人般的目光瞪着宁晨 吴海英虽然已经很漂亮了 但是和许书妍还是没法比 她追求吴海英的终极目的 其实就是接近许书妍 滚出去 宁晨看着吴海英和石云辉 吴海英很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这又不是你家 你有什么权利 让我们滚出去啊 傻逼 石云辉直接骂道 宁晨不喜欢废话 刚要动手 姜唐从后面抱住了她 大力哥 别冲动啊 宁晨 你有病吧 许书妍气死了 用一种无法理解的眼神看着她 我拜托 你搞清楚一点 这是我家 我家 你确定 宁晨忽然一笑 据我所知 许叔叔和乔仪 已经把这套房子卖了 什么 吴海英 石云辉等同学 都是投来诧异的目光 完蛋了 江堂心里叫苦 这两人真是八字不合呀 见面就吵架 要你管 许书妍气坏了 指着大门呵斥 宁晨 你走 我不想见到你 应该走的是你 宁晨神态恢复冷静 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但是你们今天把房子搞得很乱 让我很不爽 我也不想给你留面子了 许叔妍 你听好了 这套房子已经被我买下来 从今天起 我是这里的主人 进 客厅里一片安静 许叔妍邀请来的同学和朋友 面面相去 叔妍 到底什么情况 吴海英又问 海英 别理他 他就是一个神经病 许叔妍嫌弃的看着宁晨 不 石云辉直接笑喷了 被宁晨道 就凭你 买这套房子 笑死我了 你知道这里的房子有多贵吗 这套房子 少说也要一个亿 准确的说 是一亿两千五百万 宁晨纠正道 行了哥们 别装了 看你这身行头 就知道你没什么钱 要不然也不会借助在别人家里 切 石云辉冲宁晨白白手 其实心里很嫉妒他 大力哥 你说什么呢 姜唐也有点哭笑不得 宁晨来自东阳县 一个普通的小康家庭 怎么可能买得起 绿城玫瑰园的房子 这里的一个厕所 都要几百万 他怎么知道具体的价格 这时 许叔妍惊讶地看了宁晨一眼 然后马上就反应过来 估计是妈咪告诉他的 妈咪也真是的 这么私密的事 怎么能告诉一个外人呢 许叔妍暗暗生气 宁晨懒得跟这群人打嘴炮 直接一个电话 打给房产经纪人 喂 张经理 一个小时内 把合同拿过来 我要签字 对 我现在就在这里 石云辉在旁边 听得快笑死了 装 继续装 估计电话都没拨通吧 给我看看 说着 他伸手去抢手机 想揭穿宁晨 不料 宁晨力气很大 伸手把他推了的大跟头 脑袋光荡 一声撞在墙上 摔得七荤八素 云辉 吴海英赶紧去赴男朋友 宁晨头也不回地 拎着旅行包 进了卧室 并重重关上门 关门前 他依稀听见了 许叔妍的骂声 一个小时后 就让他卷铺盖滚蛋 宁晨把旅行包 塞进床底 然后席地而坐 开始打坐 静心 许叔妍抱着柳臂 闷闷不乐地坐上沙发 心中暗道 宁晨 不彻底 把你赶出这个家 我就不兴许 四十分钟后 许景山乔进夫妇 和一个穿西装的 女房产经纪人 还有几个小助理 匆匆赶来 老公 你慢点 跑那么快干嘛 乔进穿着高跟鞋 有点跟不上 埋怨道 任老板不是说了 一个小时内赶到旧城 还有二十分钟呢 早点道 给人家老板一个好印象 总没错的 许景山在前面 见不如飞 还分析道 老婆 我跟你说 一亿两千五百万 一次性父亲 这个老板肯定不简单 等会儿我一定要认识他 最好再请他吃顿饭 张经理听到后 笑着说 许董 你说对了 我卖房子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碰到 这么豪爽的买主 听他那个语气 买房就跟买菜一样 上来就全款 我说的吧 许景山心中暗暗期待 许氏集团 目前的资金链很紧张 任何拉资金的机会 他都不会错过 怀着紧张的心情 许景山来到1403号 独栋别墅 看见一群人 双手抱头 整个人有点炸脸 许淑妍 你到底在干什么 许景山生平 第一次吼女儿 许淑妍慌慌张张地 从客厅里跑出来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淑妍 你怎么回事 打你电话也不接 乔静走过来 妈 我手机在充电呢 许淑妍解释 别说了 淑妍 快让你的朋友走 张经理 你打个电话给买主 让他尽量晚点过来 静静 你赶紧找个保姆 把房子里里歪歪打扫一下 许景山急疯了 一顿发号失令 爸 到底怎么了呀 许淑妍很猛逼 江堂 吴海英 石云辉等朋友 听到动静 都赶过来了 有人还在撸串 满嘴是油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哎 你这孩子 让我怎么说你好 许景山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女儿 人家老板马上就要过来收房了 你 你把这里搞得这么乱 让我怎么交代 哎 什么 收房 许淑妍心里咯噔一下 他不是想到 宁晨打的那通电话 事实上 他根本没把宁晨说的话放在心上 爸 那现在怎么办 许淑妍也急了 还能怎么办 赶紧先把垃圾捡一捡啊 你这孩子 许景山气的都不知道说什么 老公 这事不能怪淑妍 谁让那个老板 不是先通知 乔京为女儿打抱不平起来 许淑妍也感觉有点委屈 眼圈微微泛红 先是宁晨惹她生气 爸爸又吼她 还要在这么多朋友面前丢面子 最后又要和住了 半年的别墅说再见 呜呜 各种情绪的叠加下 她哭了 你怎么了 江堂和吴海英赶紧过来 石云辉等男生也都围观过来 乖女儿 都是爹地不好 爹地不该兄弟 许景山赶紧过来道歉 爸 我 我不想搬了 求求你 我想继续住在这里 许淑妍蹲在草地上 抱着膝盖 哭得眼睛通红 啊 这 许景山顿时很为难 他没想到 女儿对这套房子的感情这么深 他和乔京对视一眼 夫妻俩脸色都有点难看 这时 张经理在一旁打电话 什么 您已经到了 您在哪呢 我怎么没有看见 我在这里 宁晨举着手机 走到张经理面前 嗯 张经理有点傻眼 上上下下打亮了宁晨一眼 您 您就是宁先生 对 我就是 宁晨在众目睽睽之下点了点头 又说 合同带来了吗 带来了 带来了 老板 张经理赶紧从小助理手里接过合同 十分恭敬地递到宁晨面前 心里嘀咕个不停 竟然这么年轻 接着 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周围的人 包括许景山 瞧敬夫妇在内 全都满脸错愕 张大嘴巴 瞪大眼睛看着宁晨 张经理不能理解 这位宁老板 确实很年轻 但也没必要这么震惊吧 张经理 这时 许景山走了上来 瞪着宁晨说道 你 你确定 他就是买下这套房子的宁老板 宁晨 宁老板 是的 没错 张经理接过宁晨的身份证 看了一眼 很肯定地说道 许景山当场无语 用一种难以理解的目光 看着宁晨 小晨 原来你们认识 张经理吃惊地看着他们 许景山大脑 有点转不过来了 据他所知 宁晨的家庭条件很一般 以前还要他们家 时常接济呢 怎么可能买得起这套房子 许舒颜和江堂他们 已经彻底傻眼了 小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瞧敬上前问讯 脸上也是写满震撼 我中彩票了 宁晨早就想好了对策 中彩票 众人呆滞 中了多少 许景山呼吸急促 眼中开始闪光 一个多亿 宁晨随口爆出一个数字 四 现场传来一片 倒抽凉气的声音 许舒颜下吧 差点掉地上去 刚刚嘲讽过宁晨的石云辉 脸色也是极其难看 一个多亿 你嘛 开玩笑的吧 天哪 吴海英玉手掩住红唇 尽量不让自己失态 但那双眉眸 却是死死瞪着宁晨 仿佛在看一块 闪闪发亮的金子 哎 糟蹋 真是糟蹋了 这时 许景山却是说到 现在青州房价横盘了 未来十年都不会大涨 买房子亏大发了 存银行定期 一年有两百万利息呢 听到这话 宁晨笑了笑道 可是许叔 我听说 许氏集团 最近不是有困难吗 许景山身躯一正 宁晨继续说道 小时候 乔一经常接近我们家 我宁晨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而且我也很喜欢这套房子 所以就做了这个决定 希望许叔叔不要拒绝 我 许景山欲言又止 拳头缓缓钻井 他怎么敢拒绝 别看他现在每天出入豪车 潇洒依旧 但实际上 集团已经到了破产清算的边缘 这么说吧 一周内没有三亿资金到账 许氏就凉了 好 小辰 你有心了 许叔代表 我们一家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许景山上前 众众拍了拍宁晨的肩膀 神情充满感激 去客厅签合同吧 宁晨脸上 没有太多表情 转身的刹那 他用余光瞥了一眼许叔言 女孩的视线 已经离不开他了 宁晨 你现在是什么表情 嘲讽 不屑 还是可怜 许叔言俏脸浮现一抹自嘲 整个人贪坐在草地上 自言自语道 很快 合同签完 买卖生效 一亿两千万的资金也到账了 许景山接到财务打过来的电话 紧锁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些 但资金还是有很大缺口 于是 他咬着牙开口 小辰 晚上来许叔家里吃饭吧 让你瞧一做几个拿手好菜 对了 许叔还有一件事情 想和你商量 我没钱了 宁晨知道对方想跟他借钱 两手一摊 直接实话实说 许景山顿时无语 这孩子 说话也太直接了 完全不给他留脸啊 嗨嗨 许景山咳嗽两声 赶紧转移话题 小辰 你误会了 许叔想说的是 你书颜妹妹很喜欢这套房子 能不能给他留个房间啊 当然 房子毕竟是你的 以后你住楼上 让书颜住楼下 宁晨马上皱起了眉 让许叔颜继续住在这里 开什么玩笑 他全款买下这套房子 一是为了弟弟身处的灵脉 二 就是为了赶走许叔颜 他实在是受够这个女人了 碍于乔宜在场 他没有直言拒绝 而是看向站在客厅角落里的许叔颜 希望这女人能识相一点 好在 许叔颜读懂了他的眼神 他擦了擦眼泪 坚定地道 不用了 爸 我以后就住学校寝室 你从小到大都没住过寝室 怎么可能住得管 听话 许景山训斥道 我已经决定了 许叔颜说完 直接登登登上楼去了 跑得飞快 因为他不想让宁晨看见他哭 书颜 姜唐赶快追上去 唉 乔近看见两个孩子 根本合不来 只能无奈叹息 楼上 许叔颜一边哭 一边收拾东西 他一秒钟都不想在宁晨家里多待了 姜唐看见闺蜜这副样子 心疼地道 书颜 你就跟大力哥说几句软话吧 他肯定会同意 你留下来住的 他才不会呢 他就是一个混蛋 许叔颜哭得梨花带雨 他想忍住 但眼泪很不争气 不停地往下流 手也不停地擦 叮咚 这时 姜唐的手机响了 掏出来一看 是宁晨发来的微信 宁晨 小唐 你可以留下来住 刷 姜唐可爱的小圆脸 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一下子就红了 他飞快摁灭手机 揣进兜里 然后转身做深呼吸 是宁晨的消息吧 他留你下来住 许叔颜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里面充满了委屈和哽咽 啊 没有没有 姜唐转过身 连连摆手 小脸却红成了大苹果 你每次说黄脸都会红 许叔颜很了解自己这个闺蜜 他无力的一探 看来 他对你有意思 小唐 要不 你就留下来吧 姜唐 你说什么呢 咱们可是好姐妹 发过誓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 我和你一起 回学校住寝室 姜唐走过来 很坚定地说道 小唐 许叔颜穷鼻翼酸 又哭了 两个女生的东西很多 收拾了整整一天 徐景山和乔静夫妇也帮了忙 期间 乔静还给陈兰打句电话 得知宁臣并不是重彩票 而是在古董界 简露一张古药方 卖给了青州大药企 古药方 什么样的古药方 兰兰 你说清楚一点 乔静猛地想起一件事 具体我也不清楚 好像叫什么 龙胆什么玩 陈兰在电话里咕嚷 那是不是卖给温家的记事要员了 乔静追问 对对对 就是这个温家 陈兰正在美容院做头发 躺在按摩椅上 笑着说道 上次那个温家大小姐 还亲自过来送车呢 静静 你还没看过我家的劳斯莱斯吧 下回我和昌茂到青州找你玩去 你说你 过年也不懂我家的门 还当不当我是闺蜜 陈兰在电话里数落了乔静一顿 哥以前 他肯定不敢 现在家里有钱了 他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 说话都有底气了 最近比较忙 下次你和昌茂来青州 我做东 乔静在尴尬中挂断电话 轻轻叹了口气 他哪里是不去啊 近两个月 他都在想办法筹钱呢 身边 徐景山渐渐瞪大眼睛 古药方 难道是温老八十大寿那天 小陈送的那张古药方 应该是 瞧尽汉手 他想起那天的寿宴上 宁晨拿出一张古药方 送给温老爷子当寿礼 被满桌的人嘲笑 而林娇阳送出的 价值八百万的长白山野人参 荣获最贵寿礼头衔 现在看来 八百万在一个多亿面前 算得了什么呢 那小陈为什么说谎 徐景山脸色复杂 不想借我钱吗 他可以直说啊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小陈这也属于重彩票 乔静解释道 真是走月 徐景山露出一个 无奈又自嘲的笑容 打拼了一辈子 到头来 还要向一个晚辈借钱 哎 造孽啊 不过说实在的 静静 我觉得宁晨这小子 手里应该还有钱 你再问问你闺蜜 让他儿子再借点给我们 大不了算利息 我们又不是不还 这 瞧尽脸上透出男色 他有点开不了口 但为了许氏集团 他又不得不开口 就在这时 偷听了很久的许淑岩 突然冲进卧室 红着眼睛说道 妈 别借了 我有办法筹到钱 你 夫妻俩对视一眼 谁也不信 许淑岩就是个大学生 吞金瘦 能怎么筹钱 而且还是短期呢 难道 女儿想 徐景山想到某种可能性 疏然起身 书彦 你不要乱做决定 爸爸还没有困难到那一步 爸 你 你瞎想什么呢 许淑岩反应过来 闹了得大脸红 我是想问林家借钱 林家 徐景山一正 林娇阳 嗯 许淑岩骄傲得扬起天鹅井 林娇阳正在追求我 只要我答应当他女朋友 不怕他不借给我 这 徐景山又犹豫了 这能行吗 乖女儿 你可别为了爸爸太委屈自己 集团的资金缺口 还有整整一个亿呢 林娇阳他能借吗 你们只是谈恋爱 又没结婚 放心吧 爸 林娇阳可喜欢我了 他说 愿意为了我做一切事 从未谈过恋爱的许淑岩 认为自己碰到了 童话中的白马王子 他眼眸中带着期盼 和一点点骄傲 说道 我上次试探了一下 他说可以借 他可有钱了 手上几十亿闲散资金 借一亿给我们 没问题的 大不了我先和他订婚 等毕业了 再和他结婚 徐景山大喜 激动地抱住女儿 泪眼朦胧 真的吗 乖女儿 你太棒了 乔景却在一旁暗暗担忧 女儿的恋情进展得太快了 而且还掺杂了金钱的童秀伟 以及一丝报复宁臣的意思 他本能地觉得 不靠谱 但丈夫为了集团 已经把身边能借的 都借了个遍 私人资产卖的卖 抵押的抵押 这最后一个亿 已经成了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许淑岩和姜唐的东西很多 搬了一个下午才搬完 由于学校寝室不能养狗 他只能把黑龙留下来 坐在小货车的副驾驶上 望着心爱的1403号别墅 许淑岩强忍泪水 粉泉紧钻 在心底狠狠骂了一声 宁臣 你这个混蛋 接着 他打了个电话给林娇阳 把今天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遍 怪不得温家的祭食堂 最近生意很火爆 原来是因为那张古药方 龙胆生惊丸 哼 这小子 还真是走了狗屎月 林娇阳的语气很不爽 谁能想到 那天寿宴上的一张破药方 居然有如此高的价值 直接碾压了 他的长白山野人生 他埋走我的别墅 就是故意在气我 许淑岩越想越气 声音带着哭腔 淑岩 你别哭 我会帮你报复他的 林娇阳保证道 不用 许淑岩含了摇摇头 娇阳 你只要肯帮爹地渡过难关 我就 我就答应做你女朋友 林娇阳并没有 许淑岩想象中那么激动 而是一本正经地道 淑岩 我不希望咱们之间的感情 是一种交易 我既然在追求你 自然会帮你们家渡过难关 以后 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许淑岩听完 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坐在旁边的江堂 却觉得林娇阳 太会花言巧语了 似乎经历过无数女人一样 淑岩 资金缺口大概有多少 林娇阳又问 一个亿 一个亿就够了 许淑岩忙到 一个亿 没问题 林娇阳忙口答应 不过还没等许淑岩开心 林娇阳又说 不过 淑岩 我手上暂时没钱 啊 许淑岩一愣 怎么会 你上次不是还说 你炒币赚了三十多个亿吗 林娇阳解释 是啊 但这笔钱 我肯定不会存手上 哪怕放银行吃利息 一天也有十几万呢 许淑岩点点头 说的也是 哪有人会把三十个亿的 现金存手上 肯定是拿出去投资 林娇阳又道 不过既然是你有困难 那我肯定要帮 给我一个星期时间 我会想办法收回来一个亿 不 两个亿 许淑岩心中颇为感动 太好了 娇阳 谢谢你 林娇阳笑了笑 咱俩谁跟谁啊 又聊了一会儿 两人才依依不舍地挂断 宁晨 敢欺负我的女人 你简直就是在找死 林娇阳坐在某豪华公寓的沙发上 左手摇曳着红酒杯 眼中凶光毕露 他再次拨通一个号码 喂 剃刀 调查得怎么样 他老家在东阳县 很好 随后 许淑岩把消息告诉许景山 一家人都很开心 许景山没想到 林娇阳不仅肯借钱 而且一借就是两个亿 两个亿 帮集团渡过难关 绰绰有余了 许景山用手松了松领带 把自己扔在沙发上 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林娇阳无论是家事 学历 事业 外形 无一不符合他心中最佳女婿的人选 女儿能找到这么优秀的男人 自己就算是死 也能瞑目了 宁晨叫来几个宝洁 把房子打扫了一遍 然后穿着拖鞋 出门去买菜 许舒颜一走 终于没人烦他了 走在路上 他心情越发美丽 甚至哼起歌来 不多时 他来到经常买菜的小和农贸市场 在各个摊位前转悠起来 嗯 练七七 两个 忽然 宁晨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注意到一男一女 这一男一女的气血十分强大 普通人是小火苗 他们就是冲天烈焰 修为已经达到五道宗师的级别 两个宗师各占据菜市场一个角落 目如刀锋 在人群中扫饰 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宁晨当没看见 自顾自的买菜 这时 他兜里的手机响了 掏出来一看 是夜股楼打来的 老大 你在哪呢 夜股楼的声音传来 我练功遇到瓶颈了 求指点 我在菜市场买菜 宁晨回答 啥 夜股楼有点猛逼 就老大这身份 这实力 还用得着亲自买菜 或许高处不胜寒 强者偶尔也喜欢过过普通人的日子吧 夜股楼想着 又说 老大 微信上发个定位给我 我来帮你拎包吧 行 宁晨挂断电话 随手发了个定位过去 等会儿随便糊弄这小子几下就行 夜股楼人就在轻大 马上驱车赶来 目光在人群中扫尸一圈 很快发现宁晨的身影 老大 夜股楼招了招手 身影在人堆里穿梭 很快来到宁晨身边 内境巅峰 宁晨扫了这小子一眼 点点头 不错 你快突破炼器了 夜股楼知道 宁晨口中的 炼器就是武道宗师 于是很兴奋 老大 多亏了你的 飞灵断骨拳 这门拳法实在太精妙 太神奇了 我真是爱了爱了 呵呵 宁晨敷衍一笑 飞灵断骨拳 不过是他掌握的 数千门武学中 最下等的一种 夜股楼能在两三个月时间里 领悟到其中的金钥 并突破一个小境界 天资算得上是不错了 可惜 他手上没有测灵杯 无法检测夜股楼的灵根 夜家大少 夜股楼 就在这时 一直在菜市场角落 暗中观察的两个神秘宗师 猛地盯住了夜股楼 眼中奇奇露出震惊之色 真的是夜家大少爷 夜股楼 他居然会出现在这里 要不要动手 不 先谈谈再说 经过上次的事情 夜家应该会给夜股楼派保镖 两个神秘宗师 用一门秘法相互交谈 但说的不是中文 而是樱花语 这赫然是两名樱花国宗士 逛了大概四十分钟 宁晨买了一堆菜 带着夜股楼 回到玫瑰园别墅 老大 这是你的房子 夜股楼四处看了看 脸上并无太多惊讶 绿城玫瑰园 在他们夜家的私人庄园面前 只能算是小屋见大屋 嗯 当买 宁晨指挥夜股楼 把菜拎进厨房 这里多少钱一瓶啊 回头我也买套 夜股楼随口问道 十几万吧 好像 宁晨回答 这么便宜 那我明天就搞一套 和老大做个邻居 夜股楼笑呵呵地道 他主要是想跟宁晨拉近关系 方便随时请教武学 先别做邻居了 院子里那两个 好像是来找你的吧 跟了一路了 宁晨指了指客厅的落地窗外 啥 夜股楼扭头一看 院子里果然站着两个人 一男一女 黑龙正冲着他们狂吠 汪汪汪地叫个不停 男人身材修长 穿着黑色风衣 衣领一直遮到鼻梁 枯草式的密发下 露出一双刀锋般的眼睛 女人就要性感多了 穿着露漆皮夹克 一头凌厉的短发 净显洒爽 两个人身上的气血 十分浓烈 隔着十多米远的距离 和一扇厚厚的落地窗 夜股楼都能感受到 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敌意 黑龙叫了一阵 被风衣男狠狠瞪了一眼 吓得缩进狗屋 连狗头都不敢伸出来 宗师 两个 夜股楼紧盯着两个人 眼神凝重 老大 什么情况 宁晨一摊手 你问我 我问谁去 要不是他在这儿 夜股楼早就溜之大吉了 但见识过 宁晨用一根大葱 斩杀樱花国剑圣 夜股楼就有了底气 他走进院子 对两个宗师说道 你们是谁 想干什么 风衣男和短发女对视一眼 眼神颇为惊奇 随后 风衣男操着一口别角的中文 赞叹道 不愧是叶家大少 胆量过人 面对我们两位S级强者 还能保持风度 S级是国际上 对修炼者的划分标准 绝大多数地区都这么叫 只有华国自成一脉 保留着自己的传统 我有个屁的胆量 要不是老大在这儿 我早就溜了 夜股楼心中暗想 又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来自禁国武士会 风衣男沉生说道 比人黑木斋 方鹤性子 短发女冷冷地道 是你们 夜股楼咬牙切齿 脑中瞬间回想起了 禁国武士会的诸多黑量 这个组织在地下世界 很针对华国修炼者 数十年来 死在他们手上的宗师 都有好几个 自己也是 在一次行动中 杀死了德川家族的少主 才引来见圣德川一郎的 亲自追杀 夜少爷 关于德川先生的死 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跟我们走一趟 风衣男黑木斋 笑眯眯地说道 德川一郎都死了 你们还敢来华国调查 不怕死吗 夜股楼问 我们跟了一路 并没有发现任何强者的宗简 如果我猜得不错 夜少爷现在是孤身一人吧 黑木斋继续道 宁晨倚着院门 端着一杯茶正在喝 听到这句话 有点无语 啥意思 我不是人 夜股楼强忍笑意 夜少爷 我们只有一个问题 黑木斋语气变得严肃 德川先生 究竟是不是死于侠葵之手 闻言 夜股楼先是一笑 然后回头望了一眼宁晨 如果我告诉你们 德川一郎是被他杀死的 你们信吗 黑木斋和方赫性子 同时望了宁晨一眼 又同时一开 夜少爷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黑木斋语气变得森冷 德川先生的死 已经彻底惊动了 武士会全体高层 就算是侠葵出的手 也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真相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信不信由你们 夜股楼干脆两手一摊 无语地说道 既然如此 我们就只好将你带走了 方赫性子失去了耐心 一步踏前 宗师气势汹涌 而出 朝夜股楼押去 宗师毕竟是宗师 站立绝非内进 能抗衡 夜股楼险些跪倒在地 但他又怎么可能 给樱花国人下跪 他四肢称帝 咬牙扭过头 艰难地说道 老 老大 他们动手了 动手就动手呗 宁臣似乎不打算管闲事 边喝茶边说 他们找你 又不是找我 你妈 夜股楼心神大害 以为自己被坑了 扩造的虫子 西内 方赫性子身影一闪 以一个极快的速度 掠置宁臣背后 一记手刀往他脖梗上砍去 只听砰的一声 方赫性子的手刀 结结实实地 砍在宁臣脖子上 但后者的身体 没有动摇 哪怕一丝一毫 连杯子里的茶水 都没有晃两下 怎么可能 方赫性子愣了一下 他可是S级强者 媲美华国宗师 一记手刀 应该能把这个毫无修为的 普通华国年轻人 削手才对啊 看见方赫性子 对宁臣出手 夜股楼松了口气 他知道 这俩鬼子 要没了 上一次在菜市场 宁臣本来也不打算救他 是德川一郎首剑 连劈宁臣两根大葱 后者才出手将其斩杀 果然 受此一击 宁臣脸色变得 有些不好看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非要闯进来 杏子 快退 黑木齋的声音传来 方赫性子 好歹是万中无一的S级强者 本身就是有傲气的 一击不成 他心生毛火 猛地从袖口甩出两只手里剑 杀向宁臣面门 吸内 他破口大骂 啪 宁臣抬手 就是一个大臂兜子 恐怖的进风裹挟手里剑 狠狠扇在方赫性子脸上 随着一声惨叫 方赫性子的脸 被自己的手里剑撕裂 紧接着 恐怖的力量袭来 瞬间打断他的脊椎骨 咔嚓咔嚓咔嚓 方赫性子的身子 在原地旋转了十几圈 凝成了麻花 整个人也失去了生命气息 一头栽在地上 死不瞑目 院内 死寂一片 一切发生的太快 连一秒钟都不到 信 信子 黑木摘下巴 差点砸地上 一巴掌 抽死了一个S级强者 这怎么可能 S级强者 可是连炮弹都轰不死 在战场上 能徒手拆坦克 甚至投尸打飞机 你 你是什么人 黑木摘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宁臣 冷汗瞬间进尸后背 回想起夜故楼刚才的话 他的脸瞬间惨白 难道 杀死得川先生的人 真的是这个一脸稚嫩的 华国小屁孩 不行 我一定得把这个消息带回去 告诉雪辉小姐 华国居然诞生出了 这样的妖念 樱花国要不妙了 走 黑木摘高高抬手 将两颗特制的烟雾 蛋砸在地上 吃 五彩缤纷的烟雾释放出来 效率之高 眨眼间充斥院子 这是组织 研发的超级烟雾蛋 一颗价值五百万美金 烟雾中含有神经毒素 足以麻痹一群 S级强者的感官 黑木摘脑中 闪过这个念头 转身响溜 不料周围的彩色烟雾 突然以一个 极快的速度消失 不 不是消失 而是被什么东西吸走了 黑木摘扭头一看 吓得亡魂煎冒 嘴里蹦出一句母语 纳尼 只见 宁辰步入院中 胸膛高高挺起 只一口气 便将所有毒烟 全部吸入肺中 叶孤楼也看呆了 这毒烟 他吸一小口 就头昏脑胀 老大这直接抽起来了 呼 突然 宁辰张嘴一吐 一缕彩烟 如箭矢般飙射出去 黑木摘身在半空 被烟气一箭洞穿心脏 落地横尸 又一位宗师死了 这 这这 吐气杀人 叶孤楼瞪大眼睛 像是看见了 世界上最恐怖的画面 媲美宗师的S级强者 被一个大壁兜 抡死也就算了 被一口气吐死 也太过分了吧 但偏偏 这样的事实 就呈现在面前 由不得他不信 现在能百分之百确定 老大是武王了 叶孤楼望向宁辰的目光 充满了向往和渴求 什么时候 自己也能变得这么强大 杀宗师如土狗呢 黑龙 过来 这时 宁辰对院子角落里的狗屋 吹了声口哨 一条缺了只耳朵的 得木犬钻出来 宁辰说了几句什么 他把两具尸体拖到角落 然后开始疯狂刨坑 最后竟然把两个 樱花国宗师的尸体 就地掩埋了 老大 你 你这是 叶孤楼差点实话 一天天的 这么多事 就不能让我安安静静混日子吗 宁辰覆手叹息 走回客厅 叶孤楼看着用狗腿 在夯土的黑龙 打了个冷战 忙跟了上去 老 老大 你就把他们埋自家院子里 晚上睡觉不害怕吗 叶孤楼善笑地问道 怕 有什么好怕的 就他们这点修为 就算变成冤魂 厉鬼 僵尸 也没多厉害 大不了再杀他们一遍 宁辰语气平淡 牛批 叶孤楼苦笑 这就是强者的自信吗 他不知道 其实是宁辰太懒了 懒得处理 就地埋了多方便 对了 老大 这个禁国武士会 叶孤楼正想解释一下 刚才的事 宁辰却摆了摆手 别跟我说这些破事 我不感兴趣 叶孤楼只得苦笑 宁辰又补充道 今天的事 你要是敢传出去 给我惹麻烦 我把你也埋了 晚上 叶孤楼蹭了顿饭 差点没把舌头吞下去 他从来不知道 宁辰的厨艺这么好 能秒杀所有 五星级酒店的掌勺厨师 连他们叶家的 御用大厨都比不上 就是院子里埋着的两人 让叶孤楼有点隔音 怪不得这么年轻 就修成了内静 在整个南方年轻一辈中 都是赫赫有名的天才 大半夜的 宁辰起来煮夜宵 发现叶孤楼还在院子里练功 不由暗暗点头 如此可叫眼 叮叮叮 这时 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 宁辰拿起来一看 是顾洪凯 喂 顾叔叔 您先生 大事不好了 顾洪凯的声音 透着颤抖和害怕 怎么了 宁辰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如果不是急事 顾洪凯不敢深更半夜 打给他 刚才有杀手 去了风希院二状406 顾洪凯支支吾吾 风希院二状406 这是他老家 没等宁辰回话 顾洪凯又道 您放心 您父母没事 他们只是受了惊吓 我马上过来 宁辰挂断电话 脸色冷漠的可怕 老大 怎么了 叶孤楼发现 宁辰脸色不对劲 从院子里跑了过来 有事 出去一趟 你在这里练功 宁辰说完 身子居然凭空浮起 迟疑了半秒后 便以一个恐怖绝伦的速度 冲出别墅 直入夜空 扑通 叶孤楼一屁股坐在地上 仰起脖子望向夜空 嘴巴大张 飞 卧槽 老大能飞 卧 省略100个卧槽 青州离东阳县400多公里 开车最快 也要三个多小时 宁辰怕爸妈出事 所以 即便消耗零力 也要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到 五分钟后 风希院小区 大量身穿 制服的执法人员 以及武协成员 还有看热闹的小区居民 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警戒线拉了好几道 宁辰挑了个隐蔽角落落下 然后快步跑进去 顾洪凯正和几个领导说话 焦头烂额 宁昌帽和陈兰也站在旁边 眼中写满了忧愁和害怕 小陈 宁昌帽看见儿子走过来 还以为大晚上的眼花了 儿子 你怎么回来了 陈兰快步迎上去 引得顾洪凯也看过来 宁先生 顾洪凯满脸的匪夷所思 宁先生怎么会在东阳 他不是和西瑶一起回青州了吗 爸 妈 你们没事吧 宁辰走过来 临时一涌而出 扫视亲爹亲妈的身体状况 发现没有大碍后 才松了口气 到底怎么回事 他望向顾洪凯 顾洪凯下了个机灵 身后的执法人员和武协的领导 十分吃惊地看着宁辰 顾总可是东阳县首富 这个小毛孩子是谁 性感好首富 接着 更加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出现了 对不起 宁先生 顾洪凯走到宁辰面前 深深居了一躬 是我没有保护好您父母 都是我的错 领导高层们 这时 三个人躺在担架上 从居民楼里被抬了出来 正是曹磊和赵全 顾家顾聘的两个保镖 还有一个不认识的黑衣人 身边有两个持枪执法人员随行 死 流了这么多血 人不会死了吧 怎么会有杀手跑到我们小区了 我在丰西院住了十年 还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怪事情 还不是宁昌茂他们一家 一夜暴富 有两个臭钱天天嘚瑟 遭报应了吧 人群议论纷纷 宁辰一边听顾洪凯的解释 一边动用灵石 朝那三个人身上扫去 曹磊重伤 但还有一口气 赵全命脉一断 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另外一个黑衣人 似乎就是顾洪凯口中的杀手 杀手是半步内进的修为 比曹磊 赵全强上不少 所以才把他们打得一死一伤 但由于二人练了宁辰传授的上古强身术 近期武功大进 博命之下 把他也打成了重伤 很快 三个浑身是血的人 被救护车送走 宁辰从兜里摸出两张纸服 递给宁昌帽和陈兰 爸 妈 这个你们拿着 小陈 这是宁昌帽和陈兰 茫然地接过纸服 发现是普通的黄纸服 上面有一道道红纹 不知是朱砂还是鸡血 这是我重金求来的护身服 爸妈 你们以后就贴身佩戴 能保平安的 宁辰一本正经地说道 好好 陈兰连连点头 小陈有心了 宁昌帽也笑了 其实 这是宁辰在路上绘制的福禄 以自身鲜血为以 施加两个护身皱在上面 一旦有危险降临 福禄会自动激活 挡住一群铸鸡器修饰的围攻 都不成问题 他自己也会瞬间感应到 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信这个 旁边的一些领导们 都是吃笑摇头 连顾洪凯也没有在意 他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宁辰对他们顾家有看法 不再信任他们家 顾叔叔 能不能把那个杀手 交给我审问 这时 宁辰忽然提出一个要求 什么 顾洪凯愣了一下 然后看向身边的两位领导 秦菊 孙常物 小兄弟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 给你和你的父母一个交代 至于把凶手交给你审 这就有点天方夜谈了 肯定不行的 秦菊大概五十多岁 穿着一身制服 双柄微白 眼神犀利 处理这种事 十分老练 另一位四十多岁的武协孙常物 也说道 审问犯人 是我们武协和执法人员的工作 小兄弟 你还是老老实实回家等消息吧 你们等我打个电话 宁辰说完 转身拨通了一个电话 哼 还打起电话来了 秦菊给了孙常物和顾洪凯 一个无奈的眼神 让他打吧 孙常物摆摆手 如果我父母遭遇暗杀 我也一定会动用各种关系 参与到调查当中去 哼 就算是人之常情 也不能乱插手我们的工作 秦菊冷哼道 另一边 宁辰拨通了青州武协会长 郑文龙的电话 把暗杀事件跟他讲了一遍 希望能得到凶手的审问权 没有问题 前辈 给我五分钟时间 郑文龙挂断后不到三分钟 几辆白牌车 停在丰西院小区门口 一堆人下车后 跑步前进 来到两幢楼下 冯会长 孙常物正在和秦菊聊案情 忽然看见自己的领导 赶紧迎上去 滚一边去 冯会长将他推开 甚至看都没看一眼 静止来到宁辰面前 公公静静地道 您是 冯帽和陈兰已经被送上了楼 他也不再隐藏 直接散发出强大气场 我和小郑打过招呼了 凶手的审问权 现在给我 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问 没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冯会长听到小郑这个称呼 吓得嘴角抽出了几下 满脸堆笑 身子攻城九十度 您前辈 我现在就派人去医院 把凶手拉到我们东阳五蟹总部 叫给你审问 凌晨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跟随五蟹队伍离开 只留下面面相去的孙长物和秦菊 宁先生路自果然广 东阳五蟹的冯会长亲自来接 还对他毕恭毕敬地 顾洪凯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心中不断猜测宁臣的背景 宁臣没把这几个小人物放在心上 他现在迫切地想知道 是谁在报复他 竟敢雇佣杀手 暗杀他的父母 这几乎触动了他的逆龄 自从回到地球 宁臣还是第一次这么生气 这么想把一个人碎尸万段 很快 凶手在医院 只接受了最简单的医疗处理 就被五蟹的人带走 送到东阳五蟹总部的审讯室 一针强心剂打进他的心间 将他从昏迷中唤醒 呼 杀手倒吸一口凉气 猛地睁开双眼 茫然地看着四周环境 他拼令挣扎 却发现自己被绑在铁椅子上 动弹不得 老实点 冯会长就站在旁边 抬手就给了他几个大嘴巴子 骂道 不知死活的狗东西 知道你今晚暗杀的人是谁吗 老实交代 于是咧嘴笑道 干我们这行 都是有职业道德的 绝对不会供出金主 你们别想 从我嘴里套出一句话 要杀药寡 习听尊便 你他妈的 冯会长气得一脚 把他踹倒 小喽喽一个 你说不说 说不说 啪啪啪 冯会长上去就是一阵狂踹 踹得他不停地吐血 哀嚎 但这个杀手 显然是受过残酷训练的 尽管被打得很惨 但始终咬紧牙关 不透露半个字 够了 宁臣坐在对面 看了半天 突然出声 冯会长这才停下来 脸色有点难看 宁前辈 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能撬开他的嘴 就算撬开他的嘴 你能保证 他说的就是实话吗 宁臣斜了他一眼 这 冯会长面露难堪 心中却是有点不屑 地下世界的杀手 都是硬骨头 你又能有什么办法 宁臣没再理他 起身走向杀手 杀手支撑着身体 靠住墙壁 浑身是血 宁笑道 别做梦了 我什么都不会说 说完这句莫名其妙的话 大手一抓 灵力涌动 搜魂术 这是他第二次施展搜魂术 因为动了真火 所以力度很大 直接粗暴地将杀手的魂魄 从脑域扯出 进行搜挂 杀手很快发起了杨巅峰 死命泛着眼白 四肢抽搐 嘴里发出 呃呃呃哑哑哑的声音 这 宁前辈 您这是在干什么 冯会长看呆了 严刑逼供 屈打成招 这不好吧 可能是单纯的报复 撕 好狠的手段 小小年纪 几个东洋武邪的高层管理 看得胆战心惊 那是什么 突然 有人指着杀手的天灵盖上 那里有一缕缕蓝色烟雾般的物质 被吸出来 汇聚到宁晨掌心 每吸出来一点 杀手的身体 就狠狠抽搐一下 这一幕 像极了金庸小说里的吸星大法 但他们错了 宁晨吸收的不是功力 而是灵魂 子子 不是凡人啊 冯会长抹了把脑门上的冷汗 过了一会儿 宁晨终于收手 嘴里吐出四个森冷的字眼 血刃酒管 杀手像只软瞎滑倒在地 四肢扭曲 时不时地抽搐一下 口中只剩出的气 没了劲的气 血刃酒管 冯会长听到这四个字 吃了一惊 杀手组织榜排名第十的血刃酒管 宁前辈 您是怎么查出来的 你不需要知道 宁晨扫了已成废人的杀手一眼 转身离去 出了审讯室 黑暗的走廊上 他再次拨通郑文龙的电话 前辈 怎么样了 郑文龙声音放得很低 是血刃酒管 宁晨冷冷说道 是他们 郑文龙皱了皱眉 前辈可是哪里惹到了他们 不 是他们惹到了我 宁晨的声音 听不出任何人类的情感 小郑 帮我一个忙 前辈 郑文龙的声音 明显带上一丝情绪和慎重 血刃酒管 是国际性的杀手组织 成员加起来有数万 分散在世界各地 我一个青州武协的分会长 说小不小 说大也不大 能帮到您的地方 实在有限 况且 上次那批药材的事情 您的身份还很敏感 万一暴露 连着我也要受牵连 宁晨听他说完 才解释道 你误会了 我不是要让你 帮我对付血刃酒管 郑文龙愣了 那是 宁晨道 接下来几天 江南省会出一点小动荡 郑文龙眉头猛皱 前辈 你说什么 宁晨继续说 放心 出事情的 都是血刃酒管的人 你帮我把消息扩散出去 我要让地下世界知道 华国的江南省 有一个他们惹不起的人 话必 宁晨直接挂断 郑文龙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愣了半嗓才反应过来 您前辈冻真火了 青州 某家电影院 不好意思 舒颜 我接个电话 林娇阳摁灭手机屏幕 对身边的家人说道 去吧去吧 许舒颜往嘴里扔了粒爆米花 津津有味地看着电影 林娇阳来到无人角落 接通电话 喂 剃刀 任务完成了 林少 出了点意外 对面传来可惜的声音 什么意思 林娇阳眉头一皱 那对老夫妻 有两个C级巅峰的保镖 剃刀说道 什么 哪来的 林娇阳吃了一惊 不清楚 但任务已经失败了 而且已经惊动地方武邪 剃刀顿了顿 又道 要不要再派个杀手过去 暂时算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 你去滨海避避风头先 林娇阳很烦躁地挂断电话 面容阴很毒辣 姓您的 没想到你还挺有势力 居然给你爸妈找了保镖 不过你再明 我在岸 你被我玩死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同一时间 宁晨把父母 接到东阳武邪总部来住 冯会长拍着胸脯保证 一定会照顾好他们 陪了父母一夜 第二天一早 宁晨便返回青州 叶孤楼还在玫瑰园别墅练功 看见宁晨回来 他兴奋地跑过来 老大 你 你会飞 你是怎么做到的 对了 你昨晚干什么去了 宁晨没理他 静止来到二楼 打开保险柜 从里面取出五珠灵药 他懂得一门上古神通 无需炼化 可直接将灵药中的灵气 提炼成灵力 当成充电宝使用 啊 黄金果 龙咸草 此知 这么多灵药 叶孤楼看见宁晨从二楼下来 身边漂浮着五珠灵药 不由大吃一惊 他摇摇颤颤地伸出手指 指着宁晨 老大 江南武邪押运的那批药材 是你劫走的 滚蛋 宁晨一脚把他踹开 不耐烦地骂了句 接着 他掐了个剑指 念动口诀 身边漂浮的五珠灵药 绕着他开始旋转 速度越来越快 一股股青涩气流 诸如宁晨眉心 不一会儿 五珠药材灰飞烟灭 宁晨也仿佛重获新生 身体散发出微微绿芒 眼神深邃 气场宛若神明 老大这是在干什么 叶孤楼摊坐在地上 完全看待了 这些灵力 虽然维持七天就会消散 但也足够了 开始吧 宁晨闭上眼睛 灵石如潮汐 向四面八方蔓延过去 因为这是免费灵力 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 一眨眼的功夫 整座青州市都被灵石覆盖 这只是个开始 灵石潮汐 继续向外蔓延 陆城 明州 河城 湖城 快鸡 荆州等等地级市 乃至紧贴着江南省的滨海市 整整十万平方公里 六千五百万人口 都被笼罩在一张灵石聚网之下 和上次覆盖东阳县相比 这一次的手笔 大了太多 宁晨恐怖的灵石 从无数男女老少身上扫过 半小时后 青州市境内 一个人引起了宁晨的注意 这个人的脑子里 埋设了一枚芯片 里面安装有起爆装置 房间枕头下面 还有一把枪 最重要的是 他的生命之火十分阴暗 手上显然沾了不少人命 宁晨很快化作一阵狂风 消失在别墅里 老大 叶孤楼也想跟着去 但他完全跟不上宁晨的速度 数秒后 某五星级酒店顶层套房 一个壮年男子正在锻炼 忽然发现 阳台上出现一个人 他想也不想 立刻滚到床边 从枕头下面 摸出一把装有消音器的手枪 瞄准宁晨砰砰砰 就是三枪 宁晨从阳台走进卧室 又掌一挥 将子弹全部扇开 这不可能 杀手看得目瞪口呆 死 宁晨没有废话 一拳打出 对方只发出了扑的一声 便当场暴毙 宁晨再次施展搜魂术 查阅杀手的记忆 结果发现 他并不是血刃酒馆的成员 没过多久 宝洁员来打扫卫生 进门一看 吓得失声尖叫 而这时 宁晨已经找到了第二个杀手 这个杀手正在房间里睡觉 被突然闯入的宁晨 当场击杀 却依旧不是血刃酒馆成员 第三个杀手 在郊外悠闲地钓鱼 结果喂了鱼 浮尸河面 第四个 在温泉会所争丧拿 结果服务人员进来后 发现客人已经横死 第五个 在打高尔夫 球筒把球捡回来的时候 发现客人被球杆冻穿胸口 死得不能再死 第六个 就这样 一整天的时间 宁晨干掉了13个杀手 其中有一个是血刃酒馆成员 宁晨对他进行了详细的搜魂 结果却不尽人意 血刃酒馆的保密制度做得很好 一个C级杀手 为组织工作十年 赚取了上千万的报酬 但从来没见过他的上级 接收和汇报任务 都是通过加密暗网联络 没办法 宁晨只能一个个杀 一个个找 当天夜里 青州武协 收到执法人员的求助 青州出大事了 一夜之间 13个人被杀 尽管郑文龙早就知道 宁晨会出手 但没想到这么快 望着摆在面前的血淋淋的照片 郑文龙陷入了沉默 他想象不到 宁晨辈是怎么在 短短一天时间里 就找到这些杀手 而且每一个杀手的大脑 都遭到严重破坏 这13个杀手的身份 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 更多的死亡数字 已经涌来 第二天 18人 第三天 二十人 第四天 二十一人 郑文龙吉的满头大汉 每天都打电话 联系宁晨 劝他收手 这样做 是在向地下世界的 所有杀手组织宣战 即便是武王 也要掂量掂量后果 宁晨不予理会 依然每天清空 一座城市里的杀手 24小时不眠不休 追寻血刃酒馆的成员 到了第五天 死亡数字开始骤降 一天只死了九人 不是凝晨灵力不足 而是有杀手 收到秘密宪报 连夜跑路 太恐怖了 到底是谁 短短几天 竟然杀了这么多人 魁蛇 壁虎 魔术师这些老牌 C级杀手 全部死了 还有B级杀手 甚至A级杀手暴君 都被生生撕成两半 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得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剃刀提着行李箱 匆匆赶往普西机场 准备去国外待一段日子 刚下计程车 一只手便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剃刀还没反应过来 身体居然不受控制 跟着一个陌生人 往隐蔽的地方走去 来到厕所隔间 陌生人脸庞一阵扭曲 变成了宁辰的模样 是你 剃刀一眼认出宁辰 吓得魂飞魄散 你认识我 宁辰感觉自己终于找对人了 不不 我不认识你 放我走 放我走 剃刀开始拼命挣扎 但他的身体 根本不受他控制 想扯着嗓子喊救命 他也提不上来力气 希望你是最后一个 宁辰屈指一弹 扑得一声轻响 一缕真气洞穿剃刀的眉心 送这个B级杀手 去见了佛祖 搜魂术 再度施展 所剩不多的灵力 缓缓消耗 这一次 他从这个杀手的记忆里 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灵娇羊 呵呵 找了一大圈 原来是你在背后捣鬼 让我看看 是血刃酒馆 驻江南区的业务代理人 在灵力耗尽的前一秒 宁辰掐断搜魂术 剃刀一头栽进马桶 剑起大片水花 得知灵娇羊是幕后真凶后 宁辰也不着急回去报复 这几天 在外人眼里 他的确很疯狂 一连杀死上百名杀手 惹恼数大杀手组织 可以说 半个地下世界 都在追查他的身份 连华国武协的总部 都在调查他 宁辰自己却没什么感觉 打了辆网约车 慢悠悠地 从滨海回到青州 此时 林娇羊也收到了 来自上级的警告 妖孽 最近江南很不太平 有个疯子到处杀人 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你最好去东南亚 避一避风头 这位血刃酒馆的上级 代号屠夫 是华国武大区负责人之一 地位很高 林娇羊的代号是妖孽 伸手他的器重 屠夫老大 这个疯子到底是谁 我新招募的三个杀手 都被他干掉了 气死我了 酒店套房里 林娇羊破口大骂 如果我知道这个人的身份 我就去领黑暗泰坦的 八百万美元赏金了 屠夫冷哼道 黑暗泰坦 林娇羊不解 黑暗泰坦 在杀手组织榜排名第三 实力远超血刃酒馆 据说有SSS级的 超级强者作证 那个疯子 怎么还跟黑暗泰坦 扯上关系了 黑暗泰坦 一位高层的子嗣 来江南历练 死了 屠夫解释道 那个疯子干的 哈哈哈哈 有这种事 林娇羊大笑 黑暗泰坦 比我们血刃酒馆强多了 那个疯子 一定会付出代价 我们有热闹看了 别看热闹了 你先离开江南再说 小心那个疯子找上你 屠夫再次叮嘱 应该不会吧 我只是一个代理人 只负责招募和管理杀手 林娇羊善笑 干我们这行 千万别抱有侥幸行李 屠夫又道 知道了 老大 我今晚 明晚就出国 林娇羊说道 嗯 屠夫挂断 马德 真麻烦 到底是哪个傻逼在搞事 林娇羊一拳砸在墙上 自言自语道 看来只能这样了 随后 他拨通许淑妍的电话 喂 淑妍 晚上有空吗 哎 OT酒吧晚啊 哎呀 资金的事你别急 过来 我再和你讲 就这样 先挂了 到了晚上 许淑妍如约而至 还带来了江堂 两姐妹都打扮得很漂亮 为了让他们放松警惕 林娇羊还叫了其他朋友 一直喝到后半夜 只字不提那两亿资金的事 凌晨三点半 林娇羊和许淑妍叫来的朋友 都走光了 偌大的包厢里 只剩下他 许淑妍 江堂 江堂喝得半醉 忍着胃里的不是陪闺蜜 许淑妍经常出来玩 酒量很好 娇羊 我爹爹真的撑不住了 你答应我的两亿资金 究竟什么时候到账啊 淑妍 你问了一晚上了 不累吗 林娇羊总是那么从容不迫 好像知道 只要资金没到位 许淑妍就不会轻易离开 要不帮你按摩一下肩膀 放松放松吧 趁着酒精 林娇羊胆子也大了起来 她绕到许淑妍背后 试图触摸她雪白的脖梗 光滑的相间 林娇羊 你想干什么 这时 江堂一个机灵 赶紧跑过来 推开林娇羊 林娇羊被推得有点不爽 皱眉道 什么干什么 我帮我女朋友按摩放松一下 这你也要管 不对吧 淑妍好像还没答应 正是当你女朋友 你就这么动手动脚 合适吗 江堂常来酒吧玩 也算是越南无数 一眼就看出 林娇羊心怀不轨 眼睛里色眯眯的 显然是喝了酒 本性暴露了 还有 林公子 你说好的 借钱给许淑 一直拖了这么久 你到底什么意思 江堂早就想质问她了 小堂 你别这么说啊 娇羊也一直在努力 只是资金被套住了 许淑妍帮忙辩解 书彦 你太天真了 江堂气愤地说道 如果她真的爱你 早就去银行贷款帮许淑了 怎么会拖这么久 贷款 文言 林娇羊忽然发笑 说得轻巧 万一许家日后经营不善 真的破产了 这两个亿 你替他们家还 你什么意思啊 江堂美眸渐渐瞪大 难道你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借钱给许淑 小堂 你别乱说 娇羊不是这样的人 许淑妍生怕惹恼了林娇羊 赶紧拉住闺蜜 林娇羊却是玩玩一笑 说道 泽泽 还是你聪明啊 小堂 和许淑妍 这个蠢女人完全不同 哄 这句夸奖 宛如晴天霹雳 披在许淑妍上 娇羊 你 许淑妍脸都白了 指着她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哼 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呢 林娇羊瞪着她 天天跟老子出来吃饭 看电影 买衣服 既不承认是我女朋友 又不让我碰 牵个手都要犹豫半天 你这样的渣女 还指望 看老子借你钱 做你妈的春秋大梦去吧 一通报骂 差点把许淑妍骂晕 她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平日里温柔体贴的林娇羊 喝醉了 居然是这样一个人 两行青泪 从她美丽的脸颊上流下来 小堂 我们走 许淑妍牵着姜唐 扭头就要走 走吧 走了你们许氏 就真的破产了 林娇羊细血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据我所知 银行给你老子的最后期限 是明天上午八点 八点前 资金不到账 银行就会启动 破产清算程序 到时候你们许氏集团 就彻底完蛋了 说完 她还大肆嘲笑起来 许淑妍的脚步 在包厢门口止住 她仿佛已经预测到了什么 粉拳钻井 咬牙问道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肯借我钱 很简单 做我的女人 林娇羊把脚撬在桌子上 点着一根烟 然后开始吞云吐 你无耻 姜唐抄起桌上的半杯酒 气愤地泼向朝林娇羊 林娇羊也是练过的 怎么可能被她泼中 她身影一闪 避开酒水 然后狠狠给了姜唐一耳光 把她扇倒在沙发上 小唐 别打小唐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许淑妍跑过来互助闺蜜 泪流不止 唇半都被咬破了 渗出烟红的血丝 淑妍 不要 不要啊 姜唐被打得晕晕乎乎的 强忍着痛苦说道 许淑妍被吃咬唇 恨恨地瞪着林娇羊 你先给我爸爸打两千万 稳住银行那边 否则我死也不从你 没问题 林娇羊嘴角一勾 马上拨通公司财务的电话 并打开免提 喂 小张 给许氏那边打两千万 好的 林总 文言 许淑妍眼睛更红了 死死瞪着林娇羊 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 所以你手里有钱 你一直在骗我 女孩崩溃地说道 总算聪明一次了 林娇羊走过来 挑起他血白精致的下巴 眼中尽是得逞的邪笑 混蛋 许淑妍抬手扇了他一耳光 泪珠见出眼眶 这个杀千刀的混蛋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借钱 他算计的 只有自己的身体 他都想通了 可惜 已经太晚了 许氏集团 浪费了最后一点宝贵时间 已经是穷途末路 想起父亲头上 越来越多的白发 想起母亲眼里的血丝 许淑妍 决定牺牲自己 他坐在沙发上 闭上流泪的美眸 说道 麻烦你快点 我就当被狗咬了一口 呵呵 开什么玩笑 林娇羊挨了一巴掌 非但不生气 反而很兴奋 许淑妍 你好歹是我碰见过 最漂亮的女人 虽说最终 还是没逃过我的魔掌 但咱们两个人 不该在这种地方 走吧 周济酒店总统套房 我早就订好了 耶 还长着呢 我们可以慢慢玩 听到慢慢玩三个字 许淑妍娇羞猛烈一颤 心如死灰 淑妍 别去 姜唐挣扎着站起来 拉住闺蜜的手 许淑妍抱住她 哭成了泪人 对不起 小唐 真的对不起 我必须要帮爸爸 我不能看着许氏破产 有完美娃 凌娇羊站在门口抽烟 有点不耐烦了 小唐 别报警 别告诉我爸妈 更不要告诉宁晨 许淑妍流泪起身 这一刻 不知为何 她满脑子都是宁晨当初的告诫 离那个凌娇羊原点 她不是什么好东西 宁晨 对不起 我应该听你的 真的对不起 许淑妍真的好后悔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她必须要跟凌娇羊走 但 就在开门的刹那 脑海中的脸 映入眼帘 宁晨 许淑妍正在原地 还以为是在做梦 大力哥 姜唐也愣住了 大力哥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是来救淑妍的 宁晨 你他妈怎么会在这 哦 凌娇羊话还没说完 就被宁晨一拳砸在脸上 直接就飞了出去 重重撞在墙上 吐出一大口血 宁晨面无表情地走进来 顺手关上包厢的门 宁晨 你是来救我 许淑妍感动地望着宁晨 可后者直接无视她 大步走向江堂 江堂本来忍着泪 但宁晨这么一问 他就绷不住了 淫泪如绝地般涌出 别哭 哥帮你报仇 宁晨温柔地拍了拍他的头 脉步走向林娇羊 许淑妍固灵灵地站在门边 不知为何 眼泪比刚才流得更凶了 宁晨 你你你干嘛 你别过来啊 小心我报警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林娇羊吓坏了 不停地往脚落里缩 你一个血刃酒馆 驻江南区代理人 跟我谈法治社会 宁晨走过来 直接薅住林娇羊的头发 林娇羊瞳孔瞬间瞪大 什么都还没问 宁晨两个大臂兜子 就甩他脸上 啪 啪 抽得他门牙掉光 鼻血狂流 嗷嗷狂嚎 他试图反抗 但区区外境巅峰的实力 给宁晨提鞋都不配 大力哥 打得好 揍他 揍死他 江堂欢在旁边叫好 许淑妍却意识到不妙 赶紧跑上去 拉住宁晨 别打了 你别打了 上一边去 宁晨肩膀一震 便将女孩震飞出去 好在摔在沙发上 并没有受伤 宁晨对他动手了 许淑妍当时就想哭 但想到家族企业 还需要他拯救 他就抹掉眼泪 再一次冲了上去 宁晨 你住手 现在除了他 没人肯借我们家钱了 我求求你 放过他吧 许淑妍拼命拉拽 宁晨一听这话 嘿 下手更狠了 邦邦邦三拳 林娇羊全骨直接被打碎 脸破了像 没人借你们家钱 关我屁事 宁晨再次把许淑妍扔出去 然后抡圆了臂膀 准备继续伺候林公子 林娇羊是真怕被打死 赶紧大喊 别打了别打了 爸爸 爷爷 祖宗 放我一马 我给你钱 我给你很多钱 你以为我很缺钱 宁晨掐住林娇羊的脖子 让他双脚离地 脸庞仗成茄子色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想买你的命 也行 但你得花上很多钱 林娇羊窒息之余 脸上还布满了惊恐之色 看来 宁晨已经知道 是自己派人袭杀他爸妈 最近在江南省 屠杀地下世界杀手的那个疯子 恐怕也和他有关 该死 踢到铁板了 我到底为什么要招惹他 林娇羊毁得肠子都轻了 宁晨的力道越来越大 他感觉自己的三魂七魄 不要被挤出来了 三 三亿 林娇羊拼命从嗓子眼里 挤出一个数字 放了我 打发乞丐呢 宁晨目入吃笑 继续加大力道 五亿 林娇羊又到 继续加 宁晨怒斥 十亿 林娇羊最后爆出一个数字 脸色已经发黑 全品本能在说话 我只有这么多了 其他的钱都投出去了 没有两三年 收 收不回来 好 打钱吧 宁晨手一松 林娇羊摔在地上 别他妈装死 快点 宁晨又给了他一脚 也真不怕把他踹死 林娇羊不敢犹豫 忍着肺部的剧痛捡起手机 慌忙打给公司财物 接通后就是狂吼 打钱 不要问为什么 打钱 随后 宁晨提供了一个银行账户 让林娇羊往里打钱 查过后 他发现 卡里只打进去五亿 还有五亿呢 宁晨问道 宁哥 求求你 你放我走 只要你放我走 剩下的五亿立马到账 我要是敢骗你 你下次干脆就打死我 林娇羊跪在地上 不停地哀求 看见林娇羊这副惨样 许舒颜打心底里解气 宁晨 小心他回头告你抢劫 他出声提醒 这里有你说话的范 宁晨扫了许舒颜一眼 差点没把他气死 我就提醒一下 你这么凶干嘛 许舒颜眼圈通红 气愤地跺了跺脚 姜唐赶紧上前安慰 懒得理你 宁晨把手机揣进兜里 然后揣了林娇羊屁股一脚 滚吧 滚 你 你放我走 林娇羊感到不可思议 嗯 走吧 宁晨笑着道 咕噜 林娇羊咽了口唾沫 他总觉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但此时不走 难道留在这等死 他爬起来就跑 一路冲出包厢大门 脸上布满了怨毒之色 宁晨 你不光坏了我的好事 抢走我武艺 还把我打成这个样子 我要报复你 等我养好伤 我一定要狠狠报复你 我要把你一家老小 全部杀光 放走我 将是你这一生 做过的最后悔的决定 林娇羊在心中咆哮 然而 刚出包厢大门 他就发现自己的腿脚 不受控制了 竟然自顾自地 往走廊尽头跑去 我的腿 我的腿怎么了 停下来 停下来啊 林娇羊想停止奔跑的步伐 但根本无济于事 OT98位于青州大厦19楼 这一晚 十几个目击者看见 林娇羊大喊大叫地 冲到户外走廊上 然后翻身从19楼跳下 上演了一场信仰之乐 大概两秒后 青州大厦广场上 传来一片尖叫声 接着 上百人围观过来 把现场堵得水泄不通 许书岩和姜唐 从包厢里出来 撞见这一幕 吓得头晕目眩 死了 林娇羊死了 怎么会这样 许书岩脸色煞白 站都站不稳 宁辰不都放他走了吗 他为什么要跳楼 大厉哥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姜唐的小脸 也吓得没了颜色 正正地盯着宁辰 林娇羊自杀得实在太诡异了 我怎么知道 宁辰摊手耸肩 可能是觉得没脸做人 想伤好重练 也有可能没睡到许书岩 悲愤交加之下没想开 你胡说八道什么 许书岩气的扭头就走 很快 警察赶到现场 展开调查 林娇羊的死 在这一夜 也传遍了青州上流社会的圈子 林家家主林全听到消息 连会也不开了 跑到警局询问案情 林母一上午哭晕三次 愿意资助一千万 调查儿子的死因 林父林母都不信 正处于人生巅峰期的儿子 会选择轻生 作为生前殴打过林娇羊的人 宁辰自然嫌疑最大 当晚 他就被带到了武协总部 接受调查 但第二天中午 就被无罪释放了 除了郑文龙在背后说话 证据方面也确实不足 林父林母跑过来 大哭大闹 也无济于事 办公室里 梁永志目送着林父林母 悲痛欲绝地离开 叹了口气 对郑文龙说道 会长 林娇羊明显就是和宁辰争风吃醋 被他给弄死了呀 咱们这样做 会不会对林家太不公平了 林家好歹每年 也给咱们协会 提供几千万资金 话未尽 被郑文龙抬手指住 你懂个屁 咱们这样做 才是在救林家呢 看着吧 林全如果一定要查清楚这件事 那林家很可能就没了 梁永志听地打了个冷战 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 或许没什么可信度 但由正会长来说 里面就值得琢磨 武林公馆 许家 林娇羊这个混账 许景山把一个茶杯摔得粉碎 气得大骂 他死得好 活该 许舒颜一夜没睡 坐在沙发上 眼睛都哭肿了 乔静搂着女儿 转身指责起了丈夫 我早就说过 林娇羊这小子 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就是不信 还想把女儿往火坑里推 现在看清了吧 许景山感到很憋屈 大喊道 我怎么知道 他是一个一官禽兽 现在他人都死了 资金没了 集团也要破产了 一切都完了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 许舒颜不想在家里 听父母吵架 直接摔门而出 他和江堂约在学校见面 但下了地铁 走着走着 他不知怎么 就来到玫瑰园小区 站在了1403号别墅前 愁愁半赏 他掏出手机 给宁臣发去一条微信消息 许舒颜 你回来了吗 对方开启了朋友验证 你还不是他 他 朋友 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 对方验证通过后 才能聊天 许舒颜 拉黑 他居然被拉黑了 许舒颜看见那个刺眼的 红色感叹号 气得差点吐血 从小到大 只有他拉黑男生 哪有男生舍得拉黑他 以前有心机表 都收他的微信号 一个月都能挣好几千 气死我了 许舒颜站在别墅大门前 气得直跺脚 你好 你是艺术系的许舒颜吗 刚想哭的时候 一道清甜的女孩声音 从背后传来 许舒颜强忍泪水 转身一看 发现竟是一个 姿色不逊色他的女孩 一头海藻般的乌黑密发 精致俏丽的五官 吹弹可破的血嫩肌肤 再加上一米六八的个头 妥妥的笑花级美女 你是 许舒颜愣了一下 自己好像在哪里 见过这个妹子 我叫顾熙瑶 也是清大的 不过 我在白鸟胡笑区 女孩的笑容很至于 在阳光下冲 许舒颜伸出手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 许笑花 你真的好漂亮哦 谢谢 你也很漂亮 许舒颜礼貌性地握了一下 强行憋回眼泪 露出迷人的笑容 她可不能被别的妹子比下去 随口问道 你也住在这里 怎么没见过你啊 我 不不不 我是来玩的 这里一栋别墅上亿 我哪买得起 顾熙瑶摆了白手 其实她是谦虚 以东阳县首富家族的实力 购置一套上亿的房产 还是轻轻松松的 她只是觉得 大学生没必要住在 这么高档的地方 住宿舍也挺好 你住在这里吗 真好 离学校这么近 顾熙瑶露出羡慕的表情 哼哼 是啊 就这桩 有空过来玩 许舒颜笑道 她以为宁晨不在家 就想装个逼 但顾熙瑶却是一愣 指着1403号别墅问道 许笑花 你住这儿 是啊 怎么了 许舒颜还没意识到 事情不对劲 这状不是我朋友家吗 你怎么会住在这里 顾熙瑶感到奇怪 你朋友 许舒颜一正 心道不妙 难道 顾熙瑶 你什么时候到的 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不知何时 院门打开了 宁晨穿着睡衣走出来 许舒颜一张小脸 当时就白了 嗨 宁晨 顾熙瑶先打了声招呼 然后不解地看着许舒颜 这个时候 许舒颜脸皮就算在后 也红成了大苹果 天哪 她怎么在家 许舒颜内心尖叫 休得恨不得 找条地方钻进去 你怎么在这里 宁晨看见许舒颜也在 皱眉问了句 宁晨 你和许笑话认识 顾熙瑶的目光 在两人间流转 语气也变得不自然 许笑话说 她住在1403 宁晨也住在这 瞒到 他们同居了 不认识 宁晨撂下这句话 一把将顾熙瑶拽进院门 然后无情地关上 独留许舒颜在外面 一秒 两秒 三秒 许舒颜再也绷不住了 蹲在地上 嚎啕大哭 不顾大小姐面子 撕心裂肺的那种 宁晨 她这是 顾熙瑶扭头望了一眼 别管她 神经病一个 宁晨理都不理 宁晨 顾熙瑶忽然止住脚步 背驰咬唇 干嘛 宁晨扭过头 顾熙瑶抿了抿唇 有点害怕 又有点生气地说道 就算和人家分手 你也用不着这么绝情吧 大冬天的 把人家冻坏了怎么办 宁晨头上飞过三排乌鸦 丢下一句话 就回了别墅 你也有病 顾熙瑶打开院门 想把许舒颜接进来的时候 姜唐也到了 她发消息许舒颜没回 一猜就在这儿 舒颜 你怎么了 姜唐看见许舒颜 蹲在地上哭 赶紧跑过来 发现顾熙瑶的存在后 她更加吃惊 这个漂亮妹子是谁 怎么会在大力格甲 难道是她新交的女朋友 小唐 许舒颜抬起脸蛋 妆已经哭话了 我好后悔 为什么我没有早点看清 那个畜生的嘴脸 搂进怀里 顾熙瑶听得云里雾里 心想 难道不是宁晨绝情 而是许舒颜劈腿了 那个 你们要不要进来 顾熙瑶发出邀请 外面怪冷的 姜唐听见这话 心里挺不识滋味的 许舒颜更难受 因为这曾经是她的家 什么时候 轮到一个外人来邀请她了 因为有姜唐在场 宁晨没把许舒颜赶出去 任由他们走进客厅 吹空调取暖 气氛正尴尬呢 忽然有人推开侧门 从院子里走了进来 这么多妹子 叶孤楼走进来 看得目瞪口呆 无论是许舒颜 姜唐 还是顾熙瑶 都是八分以上的妹子 青大校花榜榜上有名 哪怕是月美无数的叶孤楼 都看呆了 丢人现眼的东西 没见过美女啊 宁晨从后面踹了她一脚 见过见过 嘿嘿 叶孤楼也不恼 笑嘻嘻地打招呼 各位嫂子好 我叫叶孤楼 滚 宁晨一脚 把她踹回院子 顾熙瑶和姜唐的脸 同时哄了一下 许舒颜则是暗骂了一声 暴力狂 随后 姜唐向宁晨打听案件的进展 大力哥 警察那边怎么说 林娇阳死得也太蹊跷了 顾熙瑶本来在玩手机 听到林娇阳三个字 微微一愣 打断道 不好意思 你刚才说谁死了 姜唐看向她 林娇阳啊 顾熙瑶眨了眨乌黑明亮的大眼睛 是林氏集团的林娇阳吗 姜唐点点头 顾熙瑶猛逼了 慌忙拿起手机 许舒颜和姜唐都大吃一惊 这姚巧吗 表哥真的去世了 怎么会这样呢 她不是混得很好吗 顾熙瑶放下手机 心中暗倒 你好像一点都不伤心 许舒颜奇怪地看着她 确实 顾熙瑶苦涩一笑 余光瞟向宁晨 我从小就不喜欢我这个表哥 再加上上次宁晨和我说 她不是个好东西 我就刻意远离她了 听到这话 许舒颜翘翘脸一僵 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因为宁晨也告诫过她 而且还是两次 可她当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根本听不进去 她眼圈发红 强忍着说道 幸好你远离她了 她就是个混蛋 杀千刀的混蛋 呜呜 骂着骂着 许舒颜捧着脸又哭了 许笑话 顾熙瑶有些不解 宁晨怂怂间 示意和自己无关 好了 舒颜 邻交洋人都没了 一切都过去了 姜唐坐在闺蜜身边安慰 可 可是 我们家还是破产了 呜呜 许舒颜扑进姜唐怀里 哭得梨花带雨 现在是上午十点 过了银行定下的最后期限 许氏集团已经启动了破产清算程序 许家将会欠下一大笔债务 本来 宁晨有能力阻止这一切 因为她从林郊阳那里搞来五个亿 可她昨天连夜被警察带走 一直到上午九点才回 已经错过了拯救许氏集团的最后机会 许舒颜撕心裂肺地哭着 宁晨听得心烦 开口道 你能不能别哭了 吵死了 我就哭 就哭就哭就哭 许舒颜开始撒泼 有病 宁晨又骂了一句 故稀咬苦笑 大力哥 你就别生舒颜的气了 舒颜也是被林郊阳那个混蛋给骗了 江堂劝道 我生他的气干什么 宁晨感到好笑 宁晨 你就是在生我的气 许舒颜豁出去了 脸也不要了 你当着你们细俗玩玩的面说过 你喜欢我 看见林郊阳追我 你就是很生气 然后买下这套房子把我赶走 你就是想报复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也是个混蛋 宁晨整一个大无语 差点问候其许舒颜爹妈 他这才明白 为什么许舒颜总觉得自己喜欢他 原来是那天他拒绝苏玩玩的时候 随口变得瞎话 传到许舒颜里来了 他才一直把自己当半算 傻逼 宁晨懒得解释 其身道 我要出门了 我不走 许舒颜撒泼打滚 牢牢抱住沙发 有种你把我打一顿 扔出去 不然我是不会走的 真服了 宁晨气得不轻 但许舒颜毕竟是乔姨的女儿 她下不了手 于是扭头对顾熙瑶道 走 我们出去吃 哦 顾熙瑶跟在宁晨背后 犹犹豫豫地走了 她是开车来的 载着宁晨驶离玫瑰园 两人走后 许舒颜失魂落魄地坐在地毯上 默默流泪 小唐 为什么 看见宁晨和别的女孩子出去 我好伤心 好难过 江唐叹了口气 轻轻抱住她 而语道 因为她本来属于你啊 许舒颜扬起憔悴的脸蛋 哽咽道 真 真的吗 江唐笑道 当然了 你们妈妈是好闺蜜 又住在一起 进水楼台先得月 你要是受一受大小姐脾气 对大力哥好点 说不定娃都好几个了 胡说八道什么呢 许舒颜翘脸泛红 顿了顿 又问 小唐 那我还有机会吗 我现在真的好后悔啊 宁晨虽然很暴力 还有点闷 但比林娇阳那种人好太多了 不对 林娇阳根本不能算人 他就是一个人渣 畜生 死不足惜 我现在想起他对我说的那些情话 都想拖 江唐听见顾一觅这么说 顿时很开心 对呀对呀 舒颜你终于看开了 放心吧 大力哥和那个顾熙瑶 应该还没有在一起 你会有机会的 许舒颜汉手轻点 眸光又有些犹豫 嗯 就在这时 又有两个人风尘扑扑地赶到 1403号别墅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许舒颜刚从地上起来 整理好仪容 就看见许景山和乔静冲进来 手上拎着礼盒 脸上带着激动 舒颜 小陈他人呢 许景山忙问 他出去了 许舒颜回答 爸 你怎么了 啊 他吓得发出尖叫 因为许景山突然冲过来抱住了他 兴奋地大喊 好女儿 咱们家起死回生了 起死回生了 哈哈 什么 许舒颜和江唐大吃一惊 乔静笑着解释 是小陈出面 温家借了两个亿给我们 帮我们稳住了资金链 我们是来感谢他的 许舒颜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眼圈又红了 江唐笑得很灿烂 我就说嘛 大力哥不会那么无情的 小唐 你知道小陈去哪儿了吗 乔一晚上想请他吃饭 但电话打不通 乔静把几个礼盒 放在客厅角落里 走过来问 江唐苦涩一笑 大力哥和女孩子出去约会了 许景山 乔静 林家 林全和妻子庞秋翠 穿着黑色的丧服 正在为儿子守灵 一副上好的檀香木棺材 横在灵堂中央 里面躺着衣绒整洁 穿着寿衣 已经凉透了的灵胶羊 亲戚和庸人们 揭穿丧服 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悲痛 世上最悲痛欲绝之事 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一夜之间 林全满头白发 妻子也心如死灰 滴水不尽 老爷 外面有一个人 说是少爷的朋友 管家走进来禀报 不见 林全丢出两字 老 老爷 那人说 他知道杀害少爷的真正凶手 管家继续道 林全瞳孔皱缩 请他进来 被查 林娇阳的这个朋友 是一个穿西装 打领带的混血男人 身材十分高大 外面套着一件黑色风衣 气场极强 灵堂内 林全赶走了所有人 混血男人走进来 冲他点头致意 林家主 林全也不废话 直接问道 你知道害我的真凶 是谁 是不是那个叫宁晨的 没错 就是他 混血男人 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果然是他 宁晨 林全拳头紧钻 咬牙切齿 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理查德 代号屠夫 是娇阳的上姐 混血男人又到 代号 林全愣了一下 林家主有所不知 妖孽 也就是娇阳 表面上做投资生意 其实是我们 血刃酒馆 驻江南省的 业务代理人 混血男人透露道 妖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形势很辣 圈钱能力极强 组织上对他也很器重 可惜啊 你到底在说什么 林全不相信 林家主 你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混血男人 从怀里摸出一部手机 让管家递过去 林全接过来 上面正播放着一段视频 是他儿子林娇阳 加入血刃酒馆的 宣誓仪式 这个杀手组织他听说过 是一个只要给钱 就无恶不作的地下势力 他以前认识的一个老板 就是被他们的杀手 给堵死的 他怎么都没想到 表面光鲜亮丽的儿子 竟和这种邪恶势力 有勾结 林家主该不会真以为 凭妖孽自己的实力 能从英国 带回几十亿的灰色资金吧 哼 混血男人笑了笑 走到棺材边 手指在上面轻轻敲打 可惜啊 这么优秀的年轻人 真是可惜了 林泉沉默 好在 还不算太晚 混血男人莫名其妙地 又蹦出一句 人都没了 什么叫不算太晚 管家忍不住出声 在你们普通人看来 妖孽确实已经死了 不过这个世界上 却有一种方法 能让他起死回生 混血男人说道 人死不能复生 你放什么狗屁 管家怒骂 啪 刚骂完 管家被一股巨力抽飞 撞翻供桌 倒地后 已然断气 咧 林泉没想到 对方敢当着他的面杀人 脸色下的刷白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半年后 还你一个会喘气的儿子 混血男人站在棺材边 右手张开 一股肉眼可见的血红能量 缓缓包裹住棺材 接着 整幅棺材悬空飞起 跟随他出了灵堂 林泉看傻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 半天起不来 宁晨婉拒了 乔静的晚餐邀请 他拉许氏集团一把 其实是看在 老妈陈兰的面子上 老妈亲自打电话过来 让他能帮就帮帮 如此一来 乔静当初资助他们家的恩情 算是还清了 乔姨 你和许叔要是真想感谢我 就帮我留意一下 市面上的名贵药材 越罕见的越好 我研习医术用得到 吃饭就算了 下次吧 明晨挂断电话 名贵药材 乔静把消息告诉许景山 许景山激动地表示 药材 好 没问题 我正好有几个老同学 是做药材生意的 回头联系一下 咱们一定要帮这个忙 乔静也是很感慨 是啊 要是没有小陈 温家怎么肯借这么多钱给我们 想不到小陈和温家关系这么好 许景山苦笑 听说小陈的那张古药方 已经彻底盘活了济世药员 公司门槛都快被抢订单的经销商踏破了 照这样下去 用不了几年 温家就会坐回青州第一家族的位置 乔静露笑 怪不得温家这么给小陈面子呢 许景山又道 所以啊 咱们和小陈搞好关系 就相当于和温家搞好关系 最好和陈兰宁昌帽能成亲家 听出丈夫话里的意思 乔静赏了她一个白眼 以前你还嫌弃人家来自小县城 出身不好 现在人家发达了 你女儿都未必有机会 那不会 许景山很有自信 我女儿 没有男人能拒绝 乔静冷哼 我看不一定 小陈一直和舒颜合不来 见面就吵 许景山笑了 要不咱俩打个赌 赌就赌 宁晨看着手机上 许舒颜不停地发来好友深情 烦得一笔 西昂 你能不能做我一段时间的女朋友 她冷不丁地告白 让顾西瑶一口柠檬水喷出 女孩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既慌张 又不解 神 什么叫一段时间的女朋友 好渣的一句话 不要误会 我不是真的和你交往 我只是想让许舒颜 不要再来烦我 宁晨叹了口气 就因为这 顾西瑶有点小生气 香塞骨气 你可以明说的呀 她现在已经赖在我家里了 整个不要脸了 宁晨头上突出几根清剑 要不是我妈和他妈关系好 我都想把她打一顿 扔出去 顾西瑶无语了 是人说的话吗 那么漂亮的姑娘 你下得了手 那好吧 想了一会儿 顾西瑶点头答应 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 我怎么能不帮你呢 谢了 宁晨笑了笑 这时 有人突然从后面拍了她一下 小辰 还真是你呀 宁晨扭头看去 发现是一个戴黑矿眼镜的年轻男人 正一脸惊喜地看着她 身边还跟着一个打扮得花哨艳丽的女人 小兵哥 宁晨也是一愣 显然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二姨妈家的表哥 宋斌 宋斌大宁晨七岁 毕业后留在青州工作 目前混得还算不错 每次过年走亲戚 都是被夸赞的对象 宁晨小时候 经常去她家打游戏机 长大后 联系就越来越少了 好巧啊 你也在这里吃饭 呃 这位是 说着说着 宋斌的目光 就瞟到了顾西瑶身上 愣了大概有半秒 她老脸微微一红 慌忙撤回目光 好水灵的妹子 比家家漂亮多了 该不会是小陈的女朋友吧 她心想 这是我女朋友 顾西瑶 宁晨开口介绍 让宋斌很受伤 也很羡慕 顾西瑶五官精致娇俏 满脸的胶原蛋白 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美好的校园气息 姿色根本不是国家能比的 就连名字 也比国家好听太多 西瑶 这是我表哥宋斌 现在青州一家证券公司上班 可厉害了 宁晨又介绍到 小斌哥 你 你好 顾西瑶脸有点红 脸红羞涩的样子 实在是可爱 看得人心里像猫脑一样 你好 宋斌脸也红了 不停地挠头 直至腰间传来一阵剧痛 是他女朋友郭家 看看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郭家用力拧着宋斌腰间的软肉 然后从卡粉的脸上 挤出一个笑容 小陈是吧 经常听你表哥提起你的 姚嫂 你好 宁晨笑着打了个招呼 其实郭家不算丑 综合起来能打个六分 勉强也算是都市里人了 不然宋斌 也不会找他做女朋友 但和顾熙瑶比起来 差的就不是一心半点了 小兵哥 我先去结个账 等会儿咱们再聊 宁晨拿起手机 刚准备起来 就被宋斌按了回去 难得碰见一次 这顿哥请你 宋斌打了个响指 豪横地喊道 服务员这桌买单 小兵哥 不用了 宁晨笑着婉拒 没事的 一顿饭而已 郭家表情很轻松 他男朋友月薪两三万 请表弟一顿饭 还是请得起的 真的不用了 我们点的有点多 顾熙瑶也说道 咋店 看不起我吗 国家不开心了 他目光扫过顾熙瑶 那张布施粉袋 却美若天仙的脸蛋时 心里涌起深深的嫉妒 既然没人家漂亮 那就从别的地方找回面子 这时 服务员走过来 把账单拿给宋斌 你好先生 这桌一共消费9800 请问您是刷卡吗 啥 宋斌接过账单 当场就傻了 9800 他没听错吧 这吃了啥呀 龙肝吗 忘了一眼 特级安格斯剔骨牛排 新西兰黑金爆 黑松露波龙一面 伊比利亚火腿 甚至还有一瓶88年的拉菲 我X 宋斌忍不住爆了句粗口 现在的小孩子 怎么这么干点的呀 怎么这么贵 郭家半信半疑的接过菜单 脸色也变得铁青 卧槽 一顿饭吃一部iPhone13 疯了吗 表嫂 还是我来吧 宁臣从兜里摸出一张中伤卡 递给服务员 付钱的过程 宋斌和郭家很有默契 都没有说话 完事后 宋斌觉得有点丢脸 于是主动说道 小陈 你现在住哪儿 我开车送你吧 宁臣刚想说 我们也是开车来的 却被顾熙瑶打断 他挽住宁臣的手臂 笑盈盈地说 好呀 那就麻烦表哥表嫂了 宁臣感受着手臂传来的柔软 心无波澜 他知道 顾熙瑶这是给宋斌 郭家留面子 才不提自己开 718过来的 几人转身走出餐厅 一路下到停车场 宋斌兴兴奋地 现在大城市都流行电车 你也可以买一台 市里开开挺方便的 宋斌坐上驾驶位 话开始多了起来 最近是打算买一台带不来着 宁臣坐在后座上 那你也可以买特斯拉呀 特斯拉多好啊 外形又帅 科技含量还高 现在可火了 郭家开始向宁臣滔滔不绝的推荐 说他认识特斯拉交付中心的一个经理 别人提车 至少要等半年 他去拉一下关系 两个月就能提到车 顾熙瑶知道 郭家把特斯拉吹得天花乱坠 估计是介绍成功 他能拿红包 少则几千 多则上万 但他没有揭穿 而是看向宁臣 我太懂车 但特斯拉前段时间 不是传出刹车失灵的丑闻吗 宁臣问道 郭家面色一正 然后说道 这都是同行诬陷了 怎么可能刹车失灵 我们也开了好几个月 一切正常 宋斌刚发动车子 点头表示赞同 我还是考虑考虑别的车吧 宁臣打量了一圈特斯拉的内饰 觉得是真普通 也就外形好看点 卖个外壳 他买车是带不用的 并不在意外表 行吧 回头你要是有意向 和你表哥说一声 我们认识人 能打折的 郭家见宁臣对特斯拉抱有成见 便不再多说 好的 宁臣点点头 随手给顾熙遥寄上安全带 用行动表达了 对特斯拉刹车系统的不信任 切 小屁孩 懂什么 特斯拉不知道有多好 郭家从后视镜里瞥见 不屑地冷哼一声 很快 车子驶出地下停车库 宋斌边打方向盘边问道 小辰 你现在住哪里 学校吗 嗯 宁臣先是一点头 然后说道 学校附近的绿城玫瑰园 过年的时候 他和宋斌说过 不过后者似乎并未放在心上 认为他是在开玩笑 绿城玫瑰园 不会是文文住的那里吧 郭家知道 宁臣读的是青州大学 而青州大学附近 只有一个绿城玫瑰园 他有一个富二代同学 就住在那里 羡慕死他了 宋斌没回答郭家的问题 他匪夷所思地看着宁臣 不是 小辰 你真住在那边 宁臣苦笑 不是真的 还是主的吗 宋斌和郭家对视一眼 心中生起冉冉极度之情 哼 一个小县城来的 怎么可能买得起 绿城玫瑰园的房子 郭家不肯相信 绝对是租的 好 那我送你过去 宋斌也不太信 脸色较为沉重 半小时后 他的特斯拉 驶入绿城玫瑰园 宁臣给叶孤楼发消息 宁臣 他们走了吗 他们指的是 一直在客厅里 MMP 宁臣骂了句 许淑妍这是不打算要脸了吗 赖在他家里了 正义乱心烦时 郭家忽然惊喜道 小斌 我又回我了 还邀请我们去他家玩 是吗 宋斌下意识地瞥了宁臣一眼 说道 我先把小辰送回去吧 然后我们再过去 没事啊 还早呢 咱们先去文文家坐一会儿 郭家笑着望向宁臣和顾西瑶 征求他们的意见 可以啊 宁臣出奇地没有拒绝 让顾西瑶感到诧异 但转念一想 估计是许淑妍和姜唐 还赖在家里 不方便外人去玩 行 宋斌便把车开去了 1150号别墅 下车的时候 宁臣发现宋斌有点紧张 似乎有点害怕郭家的这个闺蜜 1150号别墅是小户型 比宁臣的小了一大半 位置也一般 别墅大门打开后 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身材微胖的女孩 大概245 和郭家一见面就拥抱了起来 护到亲爱的 十分的点 哟 终于买车了呀 宋斌 关文问上下打量了一眼宋斌的新车 目录轻面 model 3 怎么不买YR Y的空间比三大 坐起来也舒服多了 这 不是预算不足吗 宋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没钱还硬要买特斯拉 何必呢 关文问撇撇嘴 宁臣听见这番话 微微皱眉 看起来 表哥平时没少受欺负 但宋斌没发话 他也不会多管闲事 见身边的郭家 脸色也有点难看 他赶忙安慰 照他这样 什么时候才能给你上流社会的生活 没事的 佳佳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小兵的表弟 宁臣 这个是宁臣的女朋友 郭家有点尴尬 只好转移话题 关文问秀眉一皱 宋斌的表弟 他本来就不待见宋斌 觉得这个土包子 配不上他同学 所以就更加不会待见宁臣了 只是随便打了声招呼 顾西瑶则让他多看了几眼 因为这个妹子实在是漂亮 随后 一行人来到别墅客厅 关文问随便端几杯水招待 郭家也开始旁敲侧击地打听 对了 文问 小陈好像就住在1403 你们没碰见过吗 1403 关文问一愣 吃笑道 怎么可能 我遛狗的时候 经常路过1403 那洞的位置相当好 听说是许氏集团千金的住宅 哦 集团千金啊 郭家听完 露出一个果然如此的表情 宋斌替表弟感到尴尬 同时心底也松了口气 牛皮终于吹破了 这或许就是郭家 邀请命乘过来玩的目的 顾西瑶听不下去了 争便道 1403现在是宁臣的房子 拉倒吧 要说你们租在那里 我信 买 知道绿城玫瑰园什么价吗 1403那洞 最少最少也要一个亿 关文问弹出一根手指 吓唬顾西瑶 顾西瑶刚想再说 却被宁臣插了嘴 她环视客厅和几间卧室一圈 笑着看向关文问 这套房子 不也是你租的吗 你说什么 关文问猛地瞪向宁臣 这是我爸丢买的 全款 8000多万 什么租的 家家你以后能不能别什么人都往我家带啊 很烦哎 对不起啊 文文 郭家一边道歉 一边用眼神 示意宁臣 不要再乱说话了 宁臣继续道 我就随便分析分析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关文问呼吸变得急错 我哪里激动了 好 那你现在回答我 这个楼盘的寿楼处在哪里 宁臣突然发问 寿 寿楼处 关文问差点噎住 表情开始变得不自然 她是直接找中介租的房 绿城玫瑰园这么大 她怎么会知道 寿楼处在哪里 不会吧 你不是业主吗 寿楼处都不知道在哪里 宁臣细谑的笑道 郭家和宋斌看着关文问 表情透着一丝古怪 我当然知道了 但是我 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谁啊 跑到我家来 还问我寿楼处在哪 神经病吧 关文问气急败坏 指着大门 给我走 我家不欢迎你 宁臣含笑离去 她和顾熙瑶都离开后 关文问又把火撒在宋斌身上 宋斌 你表弟什么意思 怀疑我在骗你们吗 骗你们 我能有什么好处 宋斌赶紧摆手 文文 你别误会 我表弟不是那个意思 好了 你闭嘴 郭家瞪了宋斌一眼 目中流露出厌恶 然后对关文问说道 文文 那小子不是说 他住在1403吗 咱们这就去看看 揭穿他的牛皮 对哦 我差点忘了 关文文立刻换上一副 嘲讽的语气 我看那小子穿得也一般 他要是能把1403号别墅买下来 我关文文给他当丫鬟 家家 走 两个女孩手挽着手 大不出门 哎 这叫什么事啊 宋斌叹了口气 只能跟上去 宁辰带着顾熙瑶 回到1403号别墅 许淑言还坐在沙发上 望着窗外发呆 好像一下午都没有磨过屁股 看见两人回来 他赶忙 从茶几上端起一杯水 默默地低头喝了起来 大力哥 你回来了 姜唐从厨房走出来 端着一盘刚切好的新鲜水果 用一下你家厨房 不介意吧 这个嘛 宁辰扭头望向顾熙瑶 熙瑶不介意 我就不介意 顾熙瑶翘脸犯出朵朵红霞 姜唐和许淑言文言都是一愣 正式介绍一下吧 我高中同学 顾熙瑶 现在是我女朋友 宁辰牵起顾熙瑶的小手 然后看向许淑言 她主动牵我手了 顾熙瑶小脸开始发烫 心跳加速 即便她心里清楚 这只不过是逢场作戏 姜唐看见这一幕 心里不太好受 相处了半年 像哥哥一样 经常摸她头 照顾着她的宁辰 交女朋友了吗 小唐 我们走吧 不知何时 许淑言已经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拉住姜唐的手 就往外走 啊 我刚切的水果 一口还没吃呢 姜唐哭唧唧的 只好把果盘放在倒台上 成全宁辰和顾熙瑶 她这是在报复我吗 许淑言被吃咬唇 表情透着一丝不甘 她自问从未喜欢过宁辰 但听见这家伙交了女朋友 她胸口为什么堵得慌 刚走出玄关 宋斌 关文文的那套别墅已经够豪华了 但院子规模和1403号别墅比起来 就太小家子气了 咦 你是 许小姐 两边人擦身而过的时候 关文文目光一亮 认出了许淑言 你是谁 许淑言看过来 许小姐 真的是你啊 关文文十分激动 脸上堆满笑容 你好 我叫关文文 住在1150号 之前我出门遛狗的时候 看见过你和许董一起 文文好厉害 连集团大小姐都认识 郭佳在旁边露出一脸的羡慕 如此了吧 宋斌直勾勾的盯着许淑言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郭佳发现这一点后 狠狠拧了他腰间软肉一把 疼得他直抽冷气 哦 你好 许淑言以为关文文是来找宁晨的 便也没多问 郑宇抽身离去 关文文又叫住了他 许小姐 我想向您反映一点事情 许淑言止步 什么事情 关文文说道 有一个叫宁晨的 天天在外面说 他买下了您的这套房子 现在是1403号别墅的业主 您说好不好笑 三个人以为许淑言会很生气 或是露出厌恶的表情 但他没有 反而一脸的伤心难过 许小姐 您这是关文文梦了 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劲 这时 许淑言身边的江唐出生 说道 宁晨说的没错 他现在确实是1403的护主 啥 这个消息 对关文文 郭家和宋斌来说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恰巧此时 宁晨带着顾熙尧 从正门走出来 哟 都来了呀 表哥表嫂 进来坐呀 在外面站着干什么 表哥 表嫂 许淑言和江唐文言一愣 寻着宁晨的目光 望向了宋斌和郭家 呃 好 宋斌整个人都猛圈了 这套房子 还真被宁晨买走了 他是不是干了什么 违法犯罪的勾当 不然怎么这么有钱 就在这时 又有几个人站在了院门外 各个穿西装打领带 宁先生 带头的一个中年男人 冲宁晨喊了一声 态度十分恭敬 赵经理 来了呀 宁晨叫他们进来 并给了宁晨联系方式 表示有事 随时叫他 奇怪的是 宁晨把赵经叫进来后 禁止向他介绍起了关文问 赵经理 这位是关小姐 赵经愣住 却没敢怠慢 你好 关小姐 关文问有点猛 但出于礼貌 他还是点头致意 你 你好 宁晨又说了 赵经理 关小姐是1150号的护主 你这个物业经理 应该认识吧 物业经理 关文问闻言 一瞬间脸色煞白 啥 我记得姓朱啊 是个特别成熟性感的郁姐 不过常年定居国外 经理 这时 他身后一个物业部员工 上前提醒道 这位关小姐 应该是1150的族客 族客 郭家和宋丁 吃惊地看向关文问 关文问脸红的 就跟猴屁股一样 滚烫滚烫地 逃适地跑掉了 该死 真该死 这个小屁孩 竟然真的是1403的护主 还把物业经理找来了 这一刻 关文问觉得自己 把下半辈子的人都丢光了 什么情况 赵经理有点二丈和尚 摸不着头脑 小事 宁臣拍拍赵经理肩膀 让他们走了 表哥 家里坐 宁臣热情地招呼 脸色复杂的宋斌 见宁臣家里有客人 许淑言也不久留 拉着姜唐就走了 姜唐刚刚切好的水果 正好拿来招待宋斌 郭家二人 走进比他们家房屋总面积 还大的豪华客厅 郭家脸色彻底变了 能买得起这样的别墅 一顿饭吃掉一万 嫌弃被他视为豪车的特斯拉 似乎也都合理了 小陈 之前是嫂子误会你了 你看你 年纪轻轻就买了这样的豪宅 真是太厉害了 比你表哥强多了 郭家换上一副讨好的脸色 宋斌被说得无地自容 过年时 宁臣一家开着库里南过来拜年 他和他老爸 都以为是租来撑门面的 父子俩还暗戳戳地嘲笑了一番 却没想到 小丑竟是他们自己 宁臣和郭家聊了几句 始终没给什么好脸色 郭家也知道自己下午的态度有问题 暗暗决定改天请命成吃大餐 赔礼道歉 晚上 宋斌和郭家留在别墅吃了顿饭 一直坐到九点多 才一一不舍地离开 出门后 郭家回头看了好多眼 眼中满是羡慕和留恋 别看了 再看咱们也买不起 一个亿呢 宋斌苦笑道 还不是你 这么没用 郭家没好气地骂道 我怎么没用了 我二十五岁 在青州房车都有 已经很不错了好不好 宋斌怒了 争辩道 能比吗 我就问你 你和你表弟 能比吗 郭家继续埋怨 那你也没人家顾锡耀漂亮 宋斌也说 好啊 宋斌 你是不是腻歪我 嫌我丑了 你这个渣男 真下头 郭家气得大骂 直接在路边撕打起来 顾锡耀帮保姆 把餐桌收拾干净 走过来 坐在宁晨身边 宁晨 我感觉你这个表嫂 有点败金 自信点 把感觉去掉 宁晨坐在沙发上 花光了 以后有点是要用钱怎么办 顾锡耀说道 人家两口子的事 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宁晨撇撇嘴 多管闲事 那我不说了 顾锡耀把脸扭过去 有点小生气 他哪里是多管闲事 分明是关心这个笨蛋 你表哥要是没钱了 还不是第一个问你见 天色不早了 你是回学校 还是留在这里过夜 宁晨突然的一句话 惹得顾锡耀翘通红 留下来过夜 这 他这是暗示吗 难道晚上会发生点什么 太晚了 我车在世贸中心没开回来 顾锡耀羞涩地道 那你住这儿吧 宁晨说道 嗯 顾锡耀心如露撞 老大真是禽兽啊 正在院子里练功的夜孤楼 借着极强的耳力 听到两人的谈话 心里暗暗骂道 四个小时后 凌晨一点半 顾锡耀听见隔壁房间 传来的轻微打呼声 内心很沮丧 原来是他想多了 宁晨根本没打算对他做什么 老大真是禽兽不如 夜孤楼在院子里骂道 此刻 樱花国 某座神秘的山巅宫殿 进国武士会的高层们 再次齐聚一堂 黑木君和方和小姐失联了 初步判断 他们已经遇害 羽工学会 身穿一袭非红色和服 乌黑发丝高高盘起 五官美艳绝伦 他跪坐在地上 语气凝重 我们小看了古武协会的情报力量 地下世界的任何势力 一次性 失去两名S级强者 都是极大的损失 瞎眼老者盘膝坐地 雪惠小姐 这次行动的失败 你要负全部责任 会议上 数十名强者沉默 敢训斥羽工家族大小姐的 除剑胜德川一郎的大弟子 武藤雄艳 没有第二个人了 瞎眼老者武藤雄艳 继续说道 按照会归 雪惠小姐理应让位 最后一次机会 羽工雪惠土生 起身 精美的和服上 勾勒出一抹惊心动魄的圆润曲线 让在场不少 秀为没达到S级的成员 口干舌燥 我将带领家族护卫 亲赴华国 调查德川先生的死因 若再次失败 我就地自裁 一日一早 宁晨也不管顾西遥 禁止去学校上课了 青州大学 已经开学一个多星期了 但因为花了几天功夫 清理江南省境内的杀手 他还没去学校上过课 路过学校商业街 邂逅奶茶摊生意火热 宁晨走过去 拿起苏丸丸 给他准备好的奶茶 就喝了起来 但目光四下一扫 并未发现小姑娘忙碌的身影 婉婉呢 他看向旁边的蒋颖 在凉亭那边 他爸又来找他要钱了 哎 真服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 蒋颖叹了口气 苏海超吗 宁晨想起苏家的那个烂毒鬼 摇了摇头 却没有多管闲事 到了上课时间 苏婉婉红着眼睛走进教室 宁晨和他对视一眼 脸上没什么表情 尽量不要插手别人的家事 这是他活了两千年 总结出来的人生道理 下课后 温清兰站在教室门口等他 请他去食堂吃午饭 宁晨没有拒绝 宁晨 谢谢你那张药方 让我们温家七死回生了 还有我爸 他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 还重新练武了 温清兰打心底里 感激宁晨 照这样下去 最多一年 我们温家就能重新做回 青州世家的头把交椅 这些你吃不吃 不吃给我吃 宁晨拿筷子 指着温清兰面前的饭菜 嗯 你吃吧 我不是很饿 温清兰苦笑地 把他的那份饭菜推过去 那我就不客气了 宁晨加过来一只大鸡腿 边啃边说 你们还是低调点好 小心树大招风 引来红眼病 嗯 温清兰漫不经心地点点头 对于宁晨的警告 他是左耳近 右耳出 宁晨忽然又说 对了 过两天 我打算去一趟岭南 温清兰很吃惊 岭南去旅游吗 宁晨想了想 差不多吧 温清兰又道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 说完 小姑娘脸有点红 这句话稍微有那么点小暧昧 孤男寡女出远门旅游 能发生的事情可太多了 不用了 我有事 宁晨无情拒绝 好吧 温清兰有点小失落 宁晨吃完就走了 留温清兰收拾餐盘 他去岭南 自然是为了寻找 炼制补神丹的灵药 无论凤脑汁 还是地乳 都是岭南那边出产的 他肯定得过去看看 还剩下五味灵药 也不知道能不能都搜集起 正想着这些 兜里的手机忽然响了 宁晨掏出来一看 是老妈陈兰 喂 儿子 接通后 电话那边传来陈兰的笑声 你猜我现在和你爸在哪呢 在哪 难不成在小南天见 宁晨打句道 什么小南天 陈兰没好气地道 我在武林公馆 武林公馆 那不是乔一家吗 宁晨眉头一皱 你和我爸来青州了 是啊 早就想来你乔一家完了 陈兰心情不错的样子 说道 儿子 你乔一和许叔都在家呢 对我们可热情了 晚上你把书颜带过来 这孩子 我也十几年没瞧见了 宁晨呵呵一笑 心想 还不是你儿子 借了许氏集团两个亿 不然 乔一不知道 许景山肯定是懒得 回家招待你们 说 曹操曹操到 许景山的声音很快传来 小陈啊 我是你许叔 晚上你和书颜 来桃花园酒店吃饭 咱们两家人都多久没聚过了 知道了 宁晨敷衍地挂断电话 一想到要去找许叔颜 他就心烦 但如果不带许叔颜 就他一个人过去 老妈肯定要数落他 到时候只会更烦 晚点的时候 他给姜唐发了条微信 问他们哪 十分钟后 某座地下车库 宁晨见到了 守在车边的许叔颜 两人相见 气氛稍微有点尴尬 小唐呢 宁晨大大方方地走过来 他回寝室去了 许叔颜回答 哦 宁晨心想 这种场合小唐过去 确实不合适 低头看了一眼 他发现许叔颜的 帕拉梅拉没了 换成了一台 可爱的粉色武林 迷你 宁晨拉开驾驶位车门 坐了上去 因为武林迷你的后排 实在太急了 所以宁晨就坐了副驾驶 许叔颜也没说什么 直接发动车子 几万块钱的车 和几百万的车 开起来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宁晨明显感觉到 许叔颜的心情很失落 到了桃花园酒店 刚停好车 旁边开过来一台保时捷卡宴 车窗放下来 一个打扮很时髦的女人 惊讶地摘下墨镜 书颜 许叔颜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见熟人 郊躯一阵 僵硬地扭过头 丹童姐 你怎么在这里 不是吧 许叔颜 这垃圾车是你的 一个年轻男人打开车门 从卡宴上下来 很震惊地望着许叔颜 你那台顶配的趴拉梅拉呢 不 不是我的 是 是她的 许叔颜赶紧把锅甩到宁晨身上 同时很心虚地看向她 眼神带着一丝祈求 一男一女的目光 也投向宁晨 更加地不可思议 宁晨瞪了他们一眼 看什么看 没见过老爷们开红光minia 那个男的指了指 可这是粉色的 宁晨不爽了 粉色怎么了 我就喜欢粉色的 男人竖起大拇指 憋着笑道 牛逼 兄弟 我许天和这辈子没服过谁 你算一个 天和 你还真信啊 被许叔颜叫丹童姐的女孩 从后座下来 一脸冷笑地望向许叔颜 叔颜 我听说二叔快破产了 本来我还不信 但看见 你开这车 我信了 回去劝劝二叔 不行别死撑了 让你大伯入骨吧 闻言 许叔颜冷哼一声 不必了 我爹地已经借到钱了 丹童姐故作惊讶 是吗 也不知道这种时候 哪个大冤种 会借你们加钱 估计要赔得底儿掉 许叔颜下意识地 瞥了宁晨一眼 宁晨一听 这女人敢骂她大冤种 当时就不爽了 屈指轻弹 一缕真气 划过旁边停着的 保时捷卡燕 只听 吃的响声 卡燕左前轮的轮胎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凹陷了下去 卧槽 我的车 许天和听到动静 回头一看 当场猛了 尼玛 什么情况 怎么会这样 许叔颜和她 堂结许丹童 也是一连猛圈 只有宁晨微微一笑 对许叔颜说道 走吧 别让长辈等急了 好 许叔颜乖乖跟上 身后传来许丹童 许天和姐弟俩 暴跳如雷的骂声 乘电梯的时候 许叔颜告诉宁晨 这两个人 是他大伯许建国家的孩子 许建国一家 始终不满当初许老爷子 把集团交给许景山的决定 每逢过年 姐弟俩在老家见到他 必要冷嘲热讽一番 而这次他们家突发危机 许建国非但一分钱不借 还动用关系卡银行那边的贷款 实在是可恶至极 宁晨对许家的家事不感兴趣 当故事听了 来到六楼的牡丹间包厢 许景山 乔静 陈兰 宁昌茂正聊的火热 见两个孩子进来 他们更开心了 哎哟 这是书颜吧 真是女大十八变 长得跟仙女似的 快过来让阿姨看看 陈兰一看见许书颜 眼睛就亮了起来 陈姨 许书颜乖巧地喊了一声 脸上涌现灿烂的笑容 宁昌茂也不停点头 眼中写着满一两个字 甚至觉得 许书颜要是嫁给自己儿子 简直是一朵鲜花 插在了牛粪上 书颜 这个是阿姨给你的红包 拿着 陈兰拉住许书颜的手 也说道 阿兰 这不太好吧 陈兰不以为然 有什么不好的 小陈小的时候 你不也给他塞红包来着 闺女 拿着 许书颜不知道 里面有多少钱 有点不敢接 这时 许景山的笑声传来 书颜 既然是你陈姨给你的 就拿着吧 好 谢谢陈姨 许书颜开心一笑 双眸眯成一对月牙 看得陈兰心里那个喜欢 比起儿子 其实他更喜欢女儿 做梦都想 有许书颜这样一个乖巧懂事 又美若天仙的女儿 宁辰见情况不太对劲 便干咳两声 说道 嗨嗨 妈 妈 陈兰女士 喊了四遍 陈兰才把目光 从许书颜身上挪开 怎么了 儿子 那啥 我交女朋友了 宁辰直言 什么 两家人都吃了一惊 乔静和许景山对视 脸色瞬间都不太好 许书颜攥 攥紧了手中的银行卡 陈兰赶快问道 谁啊 不会是书颜吧 不是 宁辰用余光扫了许书颜一眼 说道 是我高中同学 叫顾熙颜 许书颜把卡钻得更紧了 背齿轻轻咬住阴唇 眼神透着一丝淡淡的难过 顾熙颜 以前高中开家长会 好像看见过 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姑娘 宁昌茂回忆道 见闺蜜家 脸色不太自然 陈兰打起了圆场 嗨 大学谈恋爱 不就是闹着玩吗 等以后走上社会 奔着结婚去的 那才靠谱呢 是不是静静 兰兰 你说得太对了 乔静一个劲点头 说道 小陈 你还年轻 男人要以学业 事业为重 大学里的恋爱当不得真 现在不是有个说法 叫毕业季就是分手季吗 哈哈 说完 他和陈兰很有默契地笑了 呵呵 宁晨也是配合他们 甘笑两声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俩中年妇女 就是想从闺蜜变成亲家 可惜 这是不可能的 修为越强大的修士 越难有后 这仿佛冥冥之中 逆天的代价 除非他愿意牺牲数百年的修为 去换一个子嗣后代 这明显不划算 不过 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能糊弄 就先糊弄着吧 随后 徐景山叫来服务员上菜 一家人在包厢里吃得很开心 一直吃到快九点的时候 两家人从包厢里出来 徐景山拍着宁昌帽的肩膀 和他聊得很熟络 说实话 宁昌帽本来有点怕徐景山 后者毕竟是董事长 而他只是一个农民 但没想到 徐景山很平易近人 他也就放下顾虑 敞开了聊 徐老哥 你考不考虑来青州发展 开个公司什么的 以后咱们两家可以多多合作吗 徐景山提议道 这个 再说吧 宁昌帽连劳斯莱斯 才刚弄懂怎么开 哪里懂得开公司 尴尬的笑了笑 宁昌默不作声地跟在后面 他心里很清楚 徐景山和老爸称兄道弟 其实是想和自己拉近关系 再通过自己和温家拉近关系 就在这时 对面的一间豪华包厢的门也开了 几个人走了出来 喝得醉醺醺的 徐景山 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谢顶男 皱眉看过来 徐建国 你怎么在这里 徐景山正和宁昌帽讨论开公司的事 忽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 扭头一看 脸色顿时拉了下来 宁昌认识许建国 许家的长子 之前在玫瑰园那边打算收买他 被他用铁门夹了脚 许丹童 许天和这对姐弟也在场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打扮古怪的男人 穿着身朴素无华的道袍 下踏一双布鞋 看起来一副 世外高人的模样 我还想问你呢 徐景山 你不是要破产了吗 还有心思来桃花园吃饭 许建国嘲讽到 他目光在宁昌帽和陈兰身上 打量了一会儿 不屑地道 这就是你新拉的投资人 看起来没什么钱吗 我们有没有钱 和你有什么关系 陈兰反呛 妾 大婶 看你们这样 就知道是乡下人 这时 许建国的大女儿许丹童 冷冷扫了陈兰和宁昌帽一眼 说道 豪华园以后 可要提高规格呀 至少像牡丹间 这样的豪华包厢 不能再让这些乡下人定去了 陈兰和宁昌帽听见这话 差点没气死 乡下人怎么了 乡下人凭什么 不能来大酒店吃饭 气归气 但许丹童并没有猜错 乡下人即便靠拆迁 一夜暴富 短时间内 气质也改不过来 常年混迹上流社会的富人 一眼就能看出来 丹童 你这话就过分了 这时 那个穿道袍和不斜的中年男人 不悦地开口道 只要有钱 穿得体面 无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 都可以来我的桃花园吃饭 许丹童撇撇嘴 被训得有点不服 许建国却是点头哈腰 对对对 李大师言之有理 我们不能搞歧视 我的 桃花园 宁晨注意到这几个字 眉毛一挑 不由打量了这个中年男人急眼 他第一次来桃花园酒店 就看出 酒店地基 是一座巨大而简陋的距离镇 这使得酒店的空气变得 很清新 让人心情舒畅 精神抖擞 长期居住 甚至能身体健康 百病不清 毫无疑问 桃花园酒店的老板 是一名懂得正法的修士 修为最起码 也有猪鸡器 但 宁晨的零食 扫过这位李大师 发现后者连练气器都没达到 小垃圾一个 你是李万森李大师 许景山不再和自家大哥吵架 震惊地 看向中年盗袍男人 李万森 桃花园酒店的创始人 乔静也吃了一惊 还算你们 李大师已经答应和我合作 开发一个桃圆居的项目 大师可是南方风水界的高人 由他选址 肯定错不了 到时候 建国地产 一定能腾飞到一个新的高度 景山啊 你要是实在撑不下去 不如到大哥这里来干嘛 大哥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哈哈 徐景山听得心惊肉跳 江南有名的风水大师李万森 要和建国地产合作 李大师 比人徐景山 徐景山赶紧上前 从兜里摸出一张名片递过去 其实除了建国地产 青州还有很多实力强劲的地产商 比如我们许氏集团 奶奶的 徐景山你什么意思 徐建国大怒 当我面挖墙脚是吧 不 二叔 你都快破产了 还怎么凑这个热闹 许天和笑出声来 就是 二叔 你们许氏集团 还是先想办法活下去吧 许丹童也跟着笑 徐景山没搭理这两个晚辈 对李万森说道 李大师 不用再说了 李万森抬手 指住他的话 我已经决定 和建国地产合作 做生意要讲信用 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我的决定 这 好吧 徐景山只能放弃了 他拳头紧钻 眼中透着不干 桃花园和建国地产 强强联手 必将改变整个江南省 房地产的格局 到时候 应有他许氏集团生存之地 笑死 还想挖老子墙脚 再早个两百年吧 徐建国掏出一根雪茄 巴达巴达地抽了起来 李大师 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吗 这时 宁晨忽然冷不丁地问 不考虑 我意已决 李万森下意识地回答 而在发现 当才说话的是一个毛孩子后 他微微醋眉 觉得有点没面子 迈不打算离开 大人们谈生意 你哥这儿瞎掺和什么呢 徐书妍瞥了宁晨几眼 不料 他又道 如果我能帮你改进聚林镇呢 踏踏踏踏 李万森的脚步 忽然僵住 然后 他转过身 满脸见了鬼一般的表情 你刚才说什么 改进聚林镇 宁晨重复了一遍 脸上露出微笑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他继续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桃花园酒店之所以能成功 并不是因为选了一处处风水宝地 而是因为布置在地基上面的阵法 李大师 我说的可对 语弊 李万森瞳孔瞪大 你是怎么知道的 宁晨回答 因为我懂阵法 李万森嘴巴大张 你懂阵法 宁晨不耐烦了 你听不懂中文 李万森脸色殷勤不定 双目死死盯着宁晨 这是 怎么回事啊 许书妍 陈兰 宁晨冷哼道 他懂个屁的 你闭嘴 李万森喝止许建国 让后者战红脸 挺没面子的 李万森紧盯着宁晨 问道 小兄弟 你是什么人 小小年纪 怎会懂得阵法之道呢 懂阵法和年纪有什么关系 宁晨美好气地道 自然是恩师相受 这句倒是实话 他一身本领 八成都是遥光上人传授 敢问尊师是谁 李万森平住呼吸 说了你也不认识 宁晨道 好吧 李万森苦笑 这时 宁晨来到走廊的窗户边 副手望向窗外景色 又说道 你这聚灵阵 太简陋了 甚至都不能称之为聚灵阵 连压阵眼的法器都没有 估计是从什么古籍 遗迹里逃到 自己在家瞎琢磨出来的吧 小兄弟这都能猜到 佩服佩服 这阵法 是我从太爷爷留下来的 一部破书里发现的 英纸张腐烂 缺了字图 我闭关参悟十年才还原出来 李万森一边说 一边快步走来 举手投足 变得毕恭毕敬 把许建国一家都看傻了 这他妈的什么情况 这小子也会风水术 而且比李大师还高明 小兄弟刚才说 能帮我改进聚灵阵 不知是真是假 李万森呼吸变得极为极促 当然是真的了 这有什么难的 宁晨目录不屑 你现在的聚灵阵 只能净化空气 而我布置的聚灵阵 可以陶冶心灵 息骨发髓 长居久住 甚至能延年益寿 你他妈就吹吧 徐建国实在听不下去了 还延年益寿 你怎么不与话成仙呢 我看你是阎王爷甩拉面 鬼扯 不信就算了 我走了 宁晨拍拍屁股 掉头就走 听见这话 李万森哪肯放过他 赶紧拦住他 连声地说道 小兄弟 我信 我信啊 李大师 你怎么被一个矛头小子 给忽悠权了 看见这一幕 徐建国非常不爽 哪知 他话刚说完 李万森扭头就骂 闭嘴 再敢对这位小兄弟不敬 老子就不跟你们 建国地产合作了 我 这 此时 徐建国只能将嘴巴闭上了 但为时已晚 宁晨说道 李万森是吧 我可以教你 但你要取消 和建国地产的合作 你说什么 徐建国大怒 没问题 李万森考虑了半秒 便是重重点头 这下 许丹童和许天和姐弟俩 也站不住了 赶紧劝道 李大师 您别冲动啊 大师 这小子胡说八道呢 你还当真了 旁边的徐景山 乔静 陈兰 宁昌茂 以及许书岩五人 全部傻眼 正正地望着宁晨 李万森也会察言观色 建宁晨是徐景山那边的人 便对他发出邀请 小许董 桃园居的项目 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徐景山当时就猛了 江南风水界第一人 主动找他合作 徐氏集团在房地产界的实力 只能算是一般啊 李大师 你怎么能这样 徐建国气炸了 手指摇颤 你刚刚还说 做生意要讲信用 李万森瞥了他一眼 是 做生意是要讲信用 但是我这个人没信用啊 这不行吗 又没签合同 我要跟谁合作 你管得着吗 听完 徐建国气的脸色胀红 眼睛越瞪越大 最后居然仰面倒了下去 他盯了这么久的桃园居项目 就这么黄了 爸 爸 快叫救护车啊 许丹童和许天和姐弟俩吓坏了 在走廊里大喊大叫 要说李万森也是个聪明人 从宁晨能看出了 他布置政法的门路来说 他便清楚 这人肯定懂得 比他更高深的政法 如果他不把建国地产揣了 未来桃花园酒店 很可能都开不下去 打不过 那就加入 而目睹这一切的许书岩 震惊无比地看着宁晨 好像是第一天认识这个人 随后 宁晨和李万森 交换了一下联系方式 答应他 有空就帮他改洋聚林镇 便大不下楼去了 许景山也拿到了 李万森的联系方式 走路都开始打飘 许氏集团 这恐怕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小山 你老实告诉妈 你怎么会懂得 那些东西 陈兰发觉儿子越来越不简单 于是问道 哎 事到如今 看来是瞒不住了 宁晨停住脚步 叹了口气 然后认真递道 爸 妈 其实高中毕业那个暑假 我出去爬山的时候 遇到了一点意外 什么意外 宁昌帽赶紧问 我找到了一座神秘洞府 宁晨很严肃地道 那座洞府里有一部古籍 里面记载有医术 风水术 武功等等 已经失传了的绝学 温家买走的那张药方 就是来自古籍 宁昌帽听完都猛了 神秘洞府 古籍 失传绝学 这 武侠小说里的东西成真了 他下意识就觉得 儿子在 荒唐 但见宁晨满脸认真 还有近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宁昌帽面色越发凝重 说道 儿子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那你手里这本古籍之老鼻子钱了 你一定要保管好啊 陈兰也嘱托 是啊 才不外露 这个我肯定知道 宁晨笑着 余光不动声色地扫过徐景山 乔静和许书妍 三个人神色各有变化 或震惊 或怀疑 或羡慕 这顿饭 李万森给两家人免单了 徐景山亲自开车 把陈兰和宁昌帽 送回下榻的酒店 兰兰 老宁 书妍脸皮薄 不好意思开口 有个事 他让我跟你们商量一下 路上 徐景山突然开口 两口子看了看 不知所云的徐书妍 又看了看徐景山 就是吧 书妍从小娇生惯养 嫌学校寝室的床板太个 想住回那套别墅 你们看行不行 徐景山继续说 当然了 我们不白住 付租金 我什么时候 许书妍正于辩解 被乔静给摁住了 宁晨看穿了夫妻俩的把戏 笑着说道 许书 1403号别墅 现在是我的私人资产 你和我爸妈谈没用 其实我吧 付什么租金 陈兰忽然开口 强势打断宁晨 老许 你这话就说得太难听了 当初小陈借住在别墅里 你们也没有租金啊 宁昌茂也跟着说 是啊 我听说那套别墅挺大的 腾一个房间给书妍住 完全没有问题吗 许景山和乔静听完就笑了 宁晨脸却是黑了下去 爸 妈 你们 爸什么爸 妈什么妈 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听见了没有 陈兰瞪了儿子一眼 儿子啊 做人 要有良心 宁昌茂拍了拍宁晨的肩膀 宁晨直接无语 他救了许家这么多次 已经人至一尽了好吗 这怎么还没完美了了 许淑妍一直低着头 从龙玉指搅动着衣摆 没有说话 行吧 宁晨不愿让爹妈生气 当即也大度地答应了 小陈 那谢谢你了 明天我就让淑妍搬进去 真是麻烦你了 许景山和乔静都很开心 但他们不知道 宁晨心里还有别的打算 许淑妍 身心要强 刚才他可是瞎编了一大堆的话 搞不好真能让他心动 这住在一起 兴许他真会奔着 那本根本不存在的古籍去呢 如果哪天 许淑妍被逮到乱翻他房间 自己要赶他走 两家人应该都无话可说了吧 女孩子的东西多 小陈 你明天起早点 帮淑妍搬一板 陈澜嘱托道 宁晨构思着阴谋诡计 没听到 臭小子 耳聋了呀 陈澜直接揪住宁晨的耳朵 知道了知道了 别揪了 宁晨推开老妈 满脸的苦笑 他这个原因期大修饰 多少年没被人揪过耳朵了 许淑妍看见这一幕 也是扑斥一笑 看来宁晨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 也是有人能治他的吗 那个人 就是陈澜 我一定要搞好和陈一的关系 他要是在欺负我 我就去告诉陈一 许淑妍心中暗道 一日一早 陈澜又催了一遍 宁晨才不情不愿地 来到女生寝室楼下 帮许淑妍搬东西 姜唐也在 隔职能回别墅住 小妮子开心的一蹦三尺高 话说 许淑妍这女人的东西 是真的多啊 装了整整一卡车 知道的是搬家 不知道的 还以为哪家商场进货呢 幸好宁晨力气大 一个上午的时间都搬完了 中午 两家人又聚在一起吃了顿饭 陈澜和宁昌帽 便准备回东阳了 临行前 许淑妍叫住陈澜 拎着两个大包跑过来 陈一 我昨晚给你买了一件大衣 还给宁叔叔买了一双皮鞋 你们拿回家试试 不合身退给我 我帮你们换 女孩的笑容很灿烂 不过我问过我妈咪 尺码应该是对的 真的啊 陈澜很惊喜 连忙把大衣拿出来看了一下 哎呀 纯羊绒的 要花不少钱吧 这不是写着的 七千多块 宁昌帽扯过吊牌 这么贵 闺女 有心了有心了 陈澜很开心 穿上试了试 意外的发现很合身 颜色也很适合她这种中年妇女 宁晨撇撇嘴 许淑妍的这点小心思 简直就是司马昭之心 女孩摇了摇头 陈一 钱都是你昨天给我的 我这连借花献佛都算不上 宁昌帽没有是皮鞋 但也满脸的笑容 还是谢谢了 老年 我羡慕你啊 我这个当爹的这么多年来 都没收到过女儿送的礼物 哎 羡慕啊 哈哈 雪景山故意拍着宁昌帽肩膀 感叹道 爸 你说什么呢 许淑妍撅起樱桃小嘴 说道 我怎么可能不给你买 你和我妈的东西 直接系家里了 回去就能看见 还有 我也给你买了双鞋 放在家里了 说到最后 许淑妍带着点羞涩和紧张地 看向宁晨 给我 宁晨没想到 许淑妍还给他买了东西 刚想说不需要 两只大手就拍在了他肩膀上 左边是陈兰 右边是宁昌帽 顶着二老的死亡注视 宁晨只好扯动嘴角 掀起一个笑容 谢谢 该说谢谢的是我 许淑妍被齿轻咬阴唇 宁晨 谢谢你不计前嫌 让我住回来 你放心 我和小汤住楼下 那间就行 不然呢 你还想住楼上 宁晨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安道 我以后天天早起 下楼的时候跳梯踏舞 吵不死你 随后 宋斗爹妈 宁晨没回别墅 而是直奔孝山国际机场 他要去岭南了 希望此行能找到 炼制补神丹剩下的五味药材 尽管他知道 希望很渺茫 但这还是要去试一试的嘛 不然他的这一身修为 何时才能恢复 拖到何时才是个头 飞机在高空飞行两小时之后 平稳落地 宁晨走下飞机 轻轻叹了口气 若不是 为了节省灵气 他全然可以从青州飞到岭南 虽然他现在能发挥的实力有限 但从青州到岭南 最多不过半小时而已 这副身体 宁晨苦涩一笑 堂堂元英七老怪 竟然变得像充电宝一样 每次需要使用大量灵气之前 都需要提前充能 到达目的地 宁晨没有闲着 也没有急着离开岭南机场 而是寻了一处偏僻的角落 盘膝坐下 灵石犹如波纹一般 以宁晨为中心 点朝四周扩散 这是最简单快捷的方法 用灵石覆盖过去 进行地毯式搜索 任何灵药都躲避不了宁晨的感知 在路人看来 宁晨只是席地而做休息 并未引起太多注意 嗯 宁晨的眉头突然皱起 睁开眼睛 灵石居然只能延伸出去几公里 有什么东西形成一层屏障 阻挡屏蔽了宁晨的灵石 让灵石再难寸进分毫 这地方果然有些特殊 难不成地下有什么特殊矿脉 地下矿脉形成强大的磁场 干扰了宁晨的临时搜索 难怪能御御出凤卯汁 地乳这两种天才地宝 或许 这次岭南之行 不会让自己失望 没必要在机场逗留 宁晨起身离开 搭乘了一辆 前往岭南大森林边垂小镇的车辆 这小镇叫洛杉镇 由于岭南大森林 一直保持原始 没有遭遇太多人为破坏 这里深受背包客冒险者的喜爱 靠山吃山 这给洛杉镇造就了一条稳定的经济链 月圆时 现有人踏足的地方 出现领保的几率越高 所以 宁晨把洛杉镇选作落脚点 临时无法将岭南全境覆盖 他只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寻找林药 双向公路 只有一辆大巴车 以不快的速度行驶 公路两边接壤森林边缘 距离洛杉镇 还有十公里左右 路边 一名扎着高桥马尾 兼备登山包的干练女性 招手拦车 车辆缓缓停下 与此同时后 一声吼叫将车内所有人惊醒 只见一道黑影 快速地从山坡上冲到公路 拦在大巴车面前 露出獠牙 虎视眈眈的盯着大巴车 这是一只体型约长两米的大黑熊 显然 大巴车被他当成了猎物 一时间 车内人心惶惶 搭乘这辆车的无外乎两种人 一 洛杉镇的住户 二 前往岭南大森林探险的背包客 多数以年轻人为主 看到突然拦路的大黑熊 有人害怕 有人却是兴趣盎然 甚至还打开车玻璃 伸头出去观望 司机被吓得不轻 大声提醒 你们不要命了 赶紧把窗子关起来 这只黑熊经常会在夜间出没 袭击过往车辆 之前有小车就被直接掀翻了 该死 天还没黑他 怎么就出来了 司机额头冒汗 这倒霉事 怎么让他碰见了 路边拦车的女子 被惊出一身冷汗 连忙拍打车门 回过神的司机 刚要打开车门 他的手 却被其中一名乘客抓住 大黑熊 已经朝女子奔跑过来 不能开门 若是让黑熊上车 我们不知道死多少人 乘客死死的 前驻司机的手臂 不让司机按下开门键 听到司机刚才的话 这黑熊 竟然连小车都能掀翻 车内毕竟多数是年轻人 害怕的情绪 已经超过兴趣 有人小声地附和道 就是 可不要把我们一车人都害了 我们一车人 肯定比一个人重要 各类声音不绝于耳 虽然也有让开门救人的 但这类声音只有少数 很快就被其他声音淹没 宁晨睁开眼睛 她一直在小气 竟然还没到 肚子都饿了 此时 她微微摇了摇头 这便是人性 当遇到危险的时候 只会考虑自身的利益 黑熊直线奔跑过来 距离疯狂拍车门的女性 越来越近 宁晨站起身 她本身就坐在前面 往前走两步 抓住乘客的后衣领 往后一扔 一直阻扰司机开门的年轻男子 越过宁晨的头顶 重重地摔在过道上 好大的力气 众人不约而同地想到 宁晨按下开门键 女人劫后余生快速登车 然后 她就错愕地看到 为她开门的男子 与她擦肩而过 静止下了大巴车 黑熊已经冲到车前 宁晨抬起手淡淡地一扫 一股飓扬起 黑熊张开血盆大口 要将这个人类的脑袋一口咬下 可是她还没碰到宁晨 身体就被掀飞出去 庞大的身躯 往后连滚几圈 方才停下 身体重新站稳 黑熊呲牙咧嘴地 冲着宁晨咆哮 好 滚 宁晨口吐阴结 只见黑熊的动作顿住 将力齿藏起 伸出舌头舔了舔鼻尖 显得有些害怕了 在僵持了一会儿之后 她便转过身意摇一晃地 重新回了森林 这 亲眼目睹这一幕的乘客 目瞪口呆 黑熊竟然被击退了 他们刚才甚至没看清楚 宁晨是如何出的手 被救下的女性 更是双眸一彩连连 重新登车 宁晨淡淡地道 出发吧 肚子都饿了 宁晨之所以出手 只是想吃饭的时间 别被耽误 坐回位置 宁晨闭目小气 大巴车重新出发 刚才被宁晨扔在过道上的男人 愤恨地瞪着宁晨 但想到宁晨连黑熊都能击退 只能掩气息鼓 车内响起小声的讨论声 有议论称赞宁晨的 也有对见死不救的男人 冷嘲热讽 进行指责的 可最后 被那男子瞪了一眼之后 这些人才善善闭嘴 殊不知 刚才他们虽然没有拒绝开门 却也没有同意 虽然一直沉默没有说话 却和见死不救的男子 完全是一路人 你好 动听的声音突然响起 幽香扑面 被宁晨救下的女人 笑意盈盈地伸出手 我叫穆冰竹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请问你是舞者吗 宁晨没有说话 甚至连眼睛都懒得睁开 穆冰竹却是觉得宁晨默认了 脸上笑容更甚 你也要进入岭南大森林吗 你的身手很好 我需要进入岭南大森林 寻找一株灵药 想聘请你保护我一段时间 日薪十万 若是寻找到我想要的灵药 另有重险